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 大白妖 演播 根号十八 观察员直播间 今晚全程关注楚风云新两人的直播间 毕竟 荒野制造淘气就是一大爆点 原来用石头 烧有大钢水啊 吴晴月经叹道 确实是个很聪明的点子 贺明赞叹道 王林板着脸 从他看到楚风把石头放进火堆中 就已经想到什么用处了 所以他全程尽量少说话 毕竟昨天还质疑做淘气时浪费时间和精力来着 可今天 楚风云新两个人已经享受起热水澡了 这在荒野根本是不可求的 就比如王林之前参加的荒野求生 六十天的时间就洗过几次冷水澡 胜利出来的时候 他清楚记得工作人员接他回家时的表情和嫌弃 实在是太臭了 仿佛被淹了一年的咸鱼 那一天 他把头发全部剃光 泡澡泡了一个小时 王老师 你来点评一下楚风云新两人的行动 可明扭头笑道 呃 王林嘴角抽抽 勉强笑道 能保证肚子不爱饿的情况下 能让自己过得更舒适一些 这是好的 规规矩矩的点评 让后台的导演有点失望 他还以为王林会反驳 坚持自己的理念呢 确实是这样 我都有点羡慕楚风和云新两人的生活了 和明轻笑道 齐薇婷歪了一下头 瞥了一眼和明之头老狐狸 昨天晚上大家吃工作餐的时候 可不是这样说的呀 我觉得好浪漫 楚风暴云新起头 吴晴月单手撑着下巴 眼中全是憧憬 他暖海中补充了许多言情的桥段 飞机失势了 一男一女在荒野求生 最终繁衍生息创造了一个大家族 呵呵 和明轻渴一声 打断某纯真女歌后的幻想 他公正地点评道 楚风能制作出淘气 这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 一般人可不会这些知识 是的 会制作淘气在野外会过得很好 王林连忙应道 把昨天的台阶补上 为了能洗热水澡 就去烧制淘气 楚风这个人真棒 吴晴月不吝啬地夸奖道 实际上 楚风的行为在许多人眼中是讨喜的 特别是普通人眼中 觉得这才像是荒野求生 而不是到了荒野就躺着不想动了 借口节省体力 实际上是太懒了 没有目标的生存 抱着熬过一天是一天的想法 卫婷 你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和明望向安静的女武神 没有 齐卫婷摇摇头 随后补充了一句 他很棒 他有一点想去荒野求生的念头 用来磨练自己的意志 这些天他看了许多的挑战者 两人因为琐碎小事吵架 找各种借口偷懒的 可以说是众生百态 只有在少数级组挑战者中找到了闪光点 看来楚风已经赢得了我们两位女神的好感 和明活跃着气氛说道 他耳脉中想起导演的话 准备切换下一个直播间 我们观察下一个直播间 和明轻声道 屏幕切换 出现的是柳一秋柳一梦两个人的直播间 这一次是双胞胎姐妹的直播间了 吴清月眨巴着长睫毛 认真观看起来 他对柳家姐妹还是很钦佩的 两个女生就敢在荒野外求生 还比许多男性挑战者待得更久 诶 两人这是在做什么 和明惊恶道 屏幕里显示柳一梦柳一秋两个人 正惊慌失措地望着庇护所外面 然后对话从摄像机中传导过来 姐 外面是什么东西啊 柳一梦怯切切然道 她紧握着弓箭对准庇护所门口 眼中满是慌乱 我也不知道 柳一秋握着军刀 刀尖上还扎着陆肉干 神情紧张地望着庇护所外面 两人肚子饿准备烤点陆肉干吃 还没有开始吃 就听到外面传来声响 吓得两人不知所措 要不要出去看一看 柳一梦大着胆子问道 不行 你不要命了 遇到柴或者熊怎么办 柳一秋严厉地拒绝 夜晚出去探查是不聪明的决定 特别是两个女生的情况下 哦 柳一梦没有顶嘴 乖乖地应了声 今晚我们轮流守夜 火堆不能熄灭 柳一秋严肃脸道 嗯 好 柳一梦点点头 就这样 两人围绕着火堆坐着 双眼紧盯着庇护所外面 生怕有野兽闯进来 观察员直播间 因为有无人机航拍器的存在 却是能清晰地看到 外面是什么东西发出声响 是竹鼠把两个人吓成这样 吴清月表情呆呆地道 估计白天因为柳家姐妹的存在 吓得竹鼠不敢出来米时 到了晚上这才敢出来 王林分析道 竹林搬进柳家姐妹后 统治者就变了 竹鼠无忧无虑的日子成了过去 竹鼠这是无意间报了仇啊 何明调侃道 他们两人离楚风两人不远 如果搬过去一起生活的话 肯定会过上好日子 吴清月轻声道 那可不一定 王林严肃着脸 立即反驳 两个人跟四个人的压力 是不一样的 怎么不一样 吴清月皱眉道 主导权地位不一样 别忘了第一名 只有一族挑战者 王林竖起食指 陈胜道 还有食物上的压力 如果付出的努力不一样 吃的东西又是一样 肯定会发生争吵 他见过太多这样的事情了 更别说第一名 那么夸张的奖金在 柳家姐妹两个人很勤劳啊 吴清月嘟着小嘴说道 再说了 当然是有能力的人 占主导地位了 这可不一定 人是贪婪的 王林淡淡地道 好了 这个问题迟早会知道的 两组人现在肯定有机会遇到的 赫明园场道 咸月岛上的挑战者们 可没有规定停留在一个地方求生 已经有不少挑战者选择移动了 打着扩大规模的念头 整个人清爽了 云新洗完澡从木龙出来 感觉整个世界都清晰了 被冻的 真冷啊 少女搓了搓手臂 抱着换洗衣服 小跑着往木棚而去 还没有到木棚 就闻到了不用钱的气息 云新进入木棚 就看到楚风正在烤鱼 肉香味弥满而出 引人分泌出许多口水 她撸着长发里的水字问道 楚风 你是饿了吗 没有啊 楚风抬头望着出水芙蓉般的少女 眼底闪过一丝惊艳 轻声道 今天不是烧制淘气成功了吗 我们就吃条鱼庆祝一下 是的 就烤了一条鱼 她清晰明白少女的担忧 所以满足一下口腹和精神需求就够了 生活有个仪式感 好吧 云新张了张嘴 无奈地闭上了嘴 不想扫了今天晚上的信 她翻了翻好看的白眼 坐在火堆边上亮着头发 歪着脑袋 小手拿着木梳子慢慢地梳起来 烤鱼的油纸被炭火的热度轰着 又让纯白的鱼肉发黄发黑 云新皱了皱翘鼻 偷偷瞄了一眼烤鱼 小嘴抿了抿 晚餐好像已经要被消化得差不多了 差不多好了 楚风眼角余光捕捉到少女的样子 嘴角微扬地说道 干锅里烧着热水呢 等一下用你做的桃杯冲茶喝 哦 好 云新愣了愣 别忙硬道 放点柠檬汁 去一去腥味 楚风拿来柠檬 挤了几滴汁水 滴在烤鱼上 均匀地在烤鱼两面 都滴了柠檬汁 她再烤了不到一分钟 让柠檬汁被鱼肉稍微吸收之后 又撒了一点点盐 在烤鱼两面 烤鱼完成 楚风把烤鱼装在竹筒座的盘子里 放在木桌上面 她拿来洗锅的桃杯 往里面放了一些松叶 提起放在旁边的沸水倒进桃杯 两杯松针茶完成了 摆好碗筷 楚风坐在木凳上等着少女 双眼望着桃杯赏水气缭绕的 莫名觉得很有意境 你先吃啊 冷了就不好吃了 云新晾干头发后 坐到木凳子才发现 鱼还没有动 干杯 楚风嘴角笑着 举起桃杯 干杯 云新笑盈盈地举杯碰了一下 小口抿了抿松针茶 她吐了吐香舌说道 味道有一点点苦 拍上鱼肉就会更鲜 楚风拿着筷子 夹点鱼肉塞进嘴中 就跟下韭菜一样 只不过两人喝得是松针茶 楚风 明天还要刷这桃气吗 云新吃着烤鱼问道 嗯 再烧制一两炉 把基本的生活用具烤制出来 楚风点点头 既然已经开始动工了 那就一次性把生活用品给备齐 像是过碗瓢盆都要有一套才行 特别是小水缸要多做两个 装水之外还可以用来腌制肉类 储存东西等等 毕竟过两天 她就要去打猎了 工具要提前准备好 那我明天接着做淘气 云新开心道 仿佛找到了铜具一样 生活的用具都可以做一套出来 楚风轻声说道 包在我身上 云新一口应下 夜宵是一条烤鱼 两杯松针 两人喝了足有半小时以上 才打着哈欠睡觉了 而此时都市的夜生活才刚开始 一座古老的宅院 少说也有百年历史以上 里面住着全市一方的大人物 宅院书房中 里面一切都显得很古朴典雅 摆放着许多老古董 苏甲是一个古老的家族 他们也盯上了永久性土地 特别还是一座山脉的时候 没有人不动心 大家族更是追求根基和底蕴 永久土地就是最大的地狱 能让许多家族 有东山再起的保障 怎么样 能接触到那些人吗 苍老的声音响起 他是苏家老一辈人物 也是商业界的传奇人物 苏老爷子 爷爷 咸鱼岛已经被军队警戒了 我们的人进不去 中气失足的声音回应 啊 张志伟怎么说 不肯卖我们苏家一个面子 苏老爷子淡淡地说道 已经派人登门拜访了 只是连家门都没进 苏南开口道 他是苏家第三代的领军人物 已经开始全面接手整个家族的生意 哦 有点意思 苏老爷子浑浊双眼闪烁下 脸上层叠的皱纹稍微舒展了一些 爷爷 我们现在怎么办 苏南不甘心道 张志伟肯定被教训了 才会这样避开我们 苏老爷子淡淡地道 他认识的人不少 有一些人还是肯卖他一点面子的 除非事情很重要 才会避开他 那些工作人员 肯能不能接上头 苏老爷子想到新办法 明白 已经在安排人接触了 苏南沉声道 一些规则他可能打破不了 但却可以钻一钻漏洞 谁得到第一名的几率大一些 苏老爷子问道 他最关注的还是这一点 相信 许多势力跟他一样关注着 只是有离谷院士在 没人敢太过分 一共有十二组挑战者的几率大一些 苏南说着大数据分析的结果 哦 那就别放过他们 全都尝试接触一下 苏老爷子眯着眼睛 淡淡地道 告诉这些人 只要把永久性土地 过及到我们苏家来 保证他们一辈子一事无忧 明白 苏南宫尽道 人格还可以的话 可以入赘我们苏家 苏老爷子淡淡地道 对于女孩子 他不认为有女生能在荒野坚持一年 所以被他无视掉了 是 苏南宫尽道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菲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 大白妖 演播 根号18 今天清晨的鸟叫声 在楚风听来还是挺悦耳的 不知道是不是洗热水澡的原因 昨天晚上的睡眠质量非常好 早上让他没有了一丝起床戏 芸 芸汐呢 今天起得那么早 楚风没感觉到身子的压迫感 双手在睡袋中扒了一下 都没有碰到人 他扭头往木棚望去 也没有看到熟悉的身影 出去了 楚风喃喃自语 坐起身子 感到身子有一阵寒冷 他搓了搓手臂无奈道 唉 看来麻布也应该尝试弄出来了 楚风准备起身 侧身就看到少女做成的木板日历 上面写的是两个正字 代表来到荒野已经十天了 也瞬间提醒了他要签到了 签到 楚风在脑海中命令 下一秒 他眼前闪出虚拟的屏幕 上面日期亮起来的是十二号 还剩下两天 可以再领一个七天礼包了 楚风轻声道 心中默念关闭签到系统的界面 他穿好冲锋裤 脉步走出庇护所 就看到少女正蹲在水槽边洗衣服 还是那么早就起床啊 看来是有点适应荒野的日子啦 楚风望着那娇小的倩影说道 在城市生活 两人没怎么睡过懒觉 都是早早起床 特别是少女起得更早 把早餐给做好 还顺便复习学习的知识 少女有着学霸的称号 可在私下里也非常认真地学习 虽然天赋上会比较强一些就是了 唉 上个厕所 楚风解决一下三级的问题 他从木龙厕所出来后 就看到少女抱着洗好的衣服走过来 早安 芸心笑颜如花地打着招呼 怎么不多睡一会儿 小心发育不良 楚风轻声道 少女身高一米五六左右 十六岁的年龄还是会再长高的 哪里发育不良啊 芸心撅着嘴 挺着胸嚷嚷的 再过两年 我绝对会长到一米六以上 是吗 楚风瞥了一眼少女胸前的规模 穿着宽大的重锋衣 少女拥有附罗力的标配 那就是拥有飞机场 芸心敏锐地察觉到楚风的眼神 一甩长发娇憨道 大猪蹄子 少女抱着衣服去晾晒了 天边还是不见太阳 两人对比都市生活来说 睡眠已经是超过八个小时了 平常习惯劳作的人 是一刻也不得闲的 把淘气先烧上一摇吧 楚风也是闲不住 回目棚把少女昨天做的淘气 都搬出来 有水盆 日轨盘 桃碗 茶壶和桃盘子 她把这些淘气摆放进摇炉里 惊声道 刚刚好 烧到下午可以再烧一摇 楚风花了一段时间 把火升起来后就使劲地吹 把火烧得旺起来 半个多小时以后 她把摇炉一封 静等下午再开摇 楚风 吃早餐了 芸汐清脆的声音传来 来了 楚风在水槽洗了洗手 回到木棚时 早餐已经摆好了 她坐下望着 钢锅里的鱼肉炖野菜 轻声道 野菜都吃完了吗 钢锅里的野菜 比平时少了许多 吃完了 这是最后一点野菜了 芸汐无奈道 两人虽然有鱼 但更多的还是配着野菜和海带煮着吃 鱼却不是真正的主食 不然 一顿就能吃掉不少的鱼 那 明天出去探索吧 多挖些野菜回来 楚风沉声道 冬天要到了 我觉得做些野菜干 或者做些腌菜吧 正好我们有盐 不然冬天就没什么东西吃了 芸汐提建议说道 这个可以 楚风双眼一亮 这也是储备食物的一种办法 许多地区都有这样储存食物的习俗 把新鲜蔬菜弄成干制品或者腌制品 正好 两人有了淘气可以装东西 没有主食 不然就更好了 芸汐叹了口气 主食量大管饱 至于营养问题 在荒野外倒是其次的 只要不被饿死就好 应该会有的 下次探索的时候 我找一下淀粉根茎类植物 楚风轻声道 荒野外的淀粉根茎植物有些是有毒的 如果没有处理过的话 很容易造成食物中毒 然后引发腹泻肾衰竭等 嗯 如果找到一些番茄土豆就好了 芸汐嘟囔道 啊 楚风嘴角瞅瞅 真想说这是不太可能的呀 她转移话题说道 芸汐 你按照小水缸的样子 再做出几个出来 好的 芸汐点点头 小水缸不难制作 难的就是在耐心上 我等一下砍一些荆棘回来做栅栏 今天围个院子出来 楚风安排说道 冬铁来了 食物少了 就有不少野兽出来迷失 太饿的情况下 野兽可能就不一定会怕火了 所以栅栏一定要做 免得被野兽夜晚袭击了 要去很远的地方吗 芸汐连忙问道 不远就几分钟的路上 楚风笑着道 丛林中的荆棘植物可是非常多的 而且刺也非常的长 野兽都会绕开有荆棘的区域 用荆棘做栅栏虽然会麻烦一些 却是可以很好地挡住野兽的潜入 那就好 我给你多准备一点水 芸汐说着放下碗筷去烧水 好 楚风也没有阻止 早餐不算很丰富 但是却很温馨 楚风拿着少女给她准备的 两竹筒摆开水 带上绳子和柴刀出门了 趁着太阳出起的时候 她要多砍一些荆棘 丛林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植物每时每刻都在生长 而且之前开辟的道路 断裂的植物 已经有一些嫩叶生长出来了 再过几天 如果下几回雨的话 这路就没了 楚风感叹道 植物有雨有阳光 那就是蹭蹭地往上涨 这就是植物的强大之处 荆棘生长的地方 植物藤蔓更是密集 它要开辟出一条 能拉拽荆棘枝条的道路出来 也幸好 营地不是离得很远 不然又是一件大工程 从长远来说 开辟道路是有好处的 如果是短期的话 就有点吃力不讨好了 还真要感谢那些飞鱼 不然哪有力气来做这些体力活 楚风抹了抹汗水 瞥了一眼无人机航拍气的镜头 调侃道 还要感谢兔胸 野鸡胸 蛇胸的无私奉献 荒野外得不到蛋白质的补充 两三天就会全身乏力 脑袋思考能力下降 情况会越来越差 所以 刚来到荒野的头一天 就是做体力活的时候 量力而后就去捕捉猎物 哪怕没有捕捉到猎物 也能吃野菜坚持下去 不然体力充足的头三天过去了 后面只吃野菜的话 体力活就不要响了 人的力量就是来自于吃肉啊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 楚风开辟出一条通向荆棘丛林的道路 本来 几分钟的路程 现在大半时间都花在了开辟道路上了 还真是危险 楚风把地面的荆棘扫开了 免得扎到脚底 他面前的荆棘刺有为止那么长 被扎到的话 流血是小事 发延伸浓疮才是大事 荆棘的主干不好砍啊 楚风望着荆棘树 主干分出很多枝条出来 这让他有点难以下手 偷懒的办法是用不了了 他只能把枝条也砍下来 有了计划 楚风的行动力是顶尖的 很快一棵荆棘树就砍倒了 枝条也被叠放在旁边 这样也方便运输 荆棘有一点麻烦的 就是次会勾到其他树枝 这也是浪费时间的原因之一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楚风都在砍着荆棘树 大概十来分钟就能砍倒一棵荆棘树了 唉 楚风扒进了一下干咳的嘴 带来的两竹筒水已经喝完了 他望着地面堆放着的荆棘枝条 叹了口气道 还差得很多呀 以楚风的规划 要建一个荆棘树树的话 少说也要二三十棵荆棘树 先拉一套回去 装点水再接着来 楚风用绳子绑住荆棘树枝的枝头位置 然后拖拽着往营地走去 如果说砍荆棘枝条很难的话 在丛林中拖荆棘枝条才是最难的 十五分钟后 楚风才把荆棘树枝拽回营地 让他出了一身的汗 不行了 得休息一下 楚风感觉喉咙要冒烟了 他瞥了一眼空地上正在晾晒的小水缸 少女已经完成了一个小水缸了 楚风迈步进入木棚中 就看到少女正认真地完善着 另一个新的小水缸 看样子也只差收尾了 搞定了 云欣把小水缸外壁给搓得光滑 满意地伸了伸懒腰 他转身想倒点水喝 就看到楚风弯腰从干锅盛水 顿时表情呆了呆 长长的睫毛眨了眨 你什么时候回来 云欣惊愕道 刚回来的 看到你忍着忙着就没叫你 楚风喝着水说道 他如果出生的话 肯定会吓到专注的少女 说不定失手就毁了小水缸 你的水喝完了 云欣柔声道 本来还想给楚风送水的 他完全没有想到 时间过去得那么快呀 专注地忘记了时间 嗯 就拖一趟荆棘回来装水 楚风点点头 五指穿插地抹了一下 被汗水浸湿的头发 荆棘砍得怎么样 云欣把毛巾递了过去 轻柔声道 把汗擦一下吧 还算顺利 楚风咧了咧嘴 接过毛巾擦脸 顿时粘稠的汗液出去了很多 肚子饿吗 要不要煮点东西吃 云欣关心问道 不饿 早餐还没有消化完呢 楚风摇摇头的 他喝完水后 就起身往外走去 好了 我要接着去砍荆棘条了 为了以后的安全 暂时的辛苦还是要忍受的 我和你一起去 云欣拿着袋子 装上两株桶水就追了出去 你接着做淘气好了 跟着去做什么 楚风挑了挑眉说道 我去帮忙 顺便找一些野菜 晚餐才有的吃 云欣笑颜迎道 他眼角扫到阳光下的小水缸 愣了下后 把袋子塞给楚风 转身跑回木棚抱着小水缸出来 放在太阳下晾晒着 差点就忘了 云欣俏皮一笑 从楚风手中接过袋子 去一会儿 你就回来接着做淘气 楚风无奈道 他就算不让少女现在过去 等一下也会找到借口过去的 好的 云欣俏皮地吐了吐舌头硬道 两人顶着大太阳进入丛林中 向荆棘树桶的方向走去 才没有走多久 云欣就看到树木下的绝菜 惊喜地喊道 楚风 这里好多绝菜啊 都非常的嫩 他正想跑过去采摘 却被楚风拽住了 怎么了 云欣仰着头疑惑问道 绝菜少吃一点 吃太多了会致癌的 楚风轻声道 两人前一阵子才吃过一些绝菜 短时间内不能吃太多的绝菜了 绝菜在荒野外非常的多 由于其具有本草酸 蕨内鲜暗 黄碱醇类化合物等等 使用过量绝菜会导致癌症的发病率提高 啊 怎么会这样 那我们前几天还吃了绝菜 云欣惊愕道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菲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大白妖 演播根号18 没事 少吃一点点还是可以的 楚风安抚道 两人要在荒野生存一年 如果经常吃绝菜的话 那致癌的几率就会大幅地上涨了 哪怕是处理过的绝菜 也会有潜伏期 能不吃还是不吃的好 下次绝对不吃绝菜了 云欣有点后怕地说道 别到时候得到了奖金 却还要用奖金去医治癌症 这就有点讽刺了 走吧 还有很多其他的野菜可以吃呢 楚风轻声道 丛林中不缺吃的野菜 就看知识量够不够 能认出吃的野菜 如果能找到大量的蘑菇就好了 又营养又美味 云欣嘟着小嘴说道 那也要找得到才行 楚风好笑地摇摇头 她想起前天寻找鸡油菌 找了半天才找到一炷鸡油菌 就只给少女煮了一顿食补餐 两人闲聊着 来到荆棘从林处 少女看到那些荆棘刺 就感觉心里有点慌 楚风 你小心一点啊 云欣担忧地道 没事的 已经砍了这么多棵都没有事 楚风轻笑道 我帮你把这些枝条都放整齐了 云欣放下袋子 就想要上前帮忙 你去找点野菜吧 不是说好要腌制野菜吗 楚风阻止少女上前 不小心伤到就麻烦了 主要是少女的力气不够大 完全没有办法拉得动 纠缠在一起的荆棘枝条 好吧 云欣也明白的 侧头看了看自己瘦瘦的手臂 颓然地认清现实 别去太远的地方 小心毒蛇 楚风叮嘱道 荆棘丛林中没有大的野兽 但毒蛇昆虫可是有不少 知道了 云欣点点头 就在附近找些野菜 不时用木棍敲打着草丛 两人分工明确 楚风砍着荆棘树 少女收集着野菜 这些天她也学到了 不少野菜知识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 水都消耗完了 才决定回到营地 赶紧回去喝水 楚风拽着荆棘之条 好 云欣背着一大捆野菜 这是两个多小时的收获 两人都负担了不少的东西 回程就慢了许多 花费了将近二十分钟 才回到营地 楚风 喝水 云欣回到木棚 端着装满水的桃杯 递过去 真爽 楚风一口气 把桃杯里面的水喝完 她坐着休息一会儿 跟少女对视着 望着彼此狼狈的模样 突然相视而笑 楚风 你的头发像鸟窝一样乱 云欣笑嘻嘻道 你成了小花猫了 楚风探手用食指 戳了戳少女的脸颊 有吗 云欣紧张地站起身来 拿来毛巾 弄了点水擦拭起来 人都是爱美的 更别说作为女生的云欣了 她扭头望向楚风问道 还有做东西吗 没了 很干净 楚风嘴角上扬 站起身来说道 我就把摇炉打开 她拿着弓兵铲出了木棚 摇炉也该开封了 晚点才可以再烧一摇 云欣没有跟上去 她坐在木桌子上 连忙做起淘气来 晚些时候才可以放进去烧制 这次少女做的是陶罐 为腌制野菜做准备 楚风把摇炉解封后 把木炭用弓兵铲挖了出来 只要等一个小时之后 就可以再烧一摇淘气 她望着高悬的太阳 叹了口气道 先把荆棘都运回来再做打算吧 楚风回到木棚跟少女说了声 带着两个装满水的竹筒出发了 有了之前两次拖拽荆棘 道路却是好走起来 楚风带回来的荆棘也是越来越多 到差不多天黑的时候 才把所有的荆棘拖回营地 期间她还重新烧了一次摇炉 把消水缸和几个陶罐放进去烧制 唉 计算失误了 楚风站在水槽边望着黄昏 单独收集荆棘就用了一天的时间 还没有计算搭建栅栏的时间 也幸好 这些荆棘只是搭在栅栏表面上 如果里外全用荆棘的话 最少要用七八天的时间 才能收集足够的荆棘 楚风 快进来 吃晚餐了 云心清脆声音传来 来了 楚风回头硬道 转身迈步走向木棚 计算失误在所难免 谁知道荆棘实在太难收集了 最多的时间就是浪费在运输和砍伐上面 快擦一下脸 云心端着淘水盆过来 半盆水里还有毛巾 这是今天出炉的水盆 家用品的增多 让她开心了好一会儿 不用端过来的 楚风伸手捞起毛巾 拧干毛巾洗起脸来 她莫名有种地主家的少爷回来了 贤惠的小妻子端着水盆 伺候洗脸的感觉 怎么了 云心望着待住的楚风 表情怪怪的 少女没有想那么多 就是感觉楚风忙累了一天了 回到家就让她轻松一些 没事 楚风连忙摇头 甩去多余的杂念 快吃晚餐吧 今天野菜都是新鲜的 云心连忙催促道 好 辛苦了 楚风笑着坐下来 望着钢锅里面的三条鱼 她没有多说什么 反正明天就去打猎了 如果有收获的话 再多吃一点也不吃 你多吃一点 今天消耗太多体力了 云心把整条鱼给撞到楚风的桃碗里面 桃碗也是今天出炉的 两个桃碗都完好无损 你也是一样 楚风用筷子把钢锅里的鱼夹了过去 哎呀 我今天就坐着 没怎么运动 不用吃那么多肉 云心嘟着脚嘴推让道 最终 鱼还是放进了她的桃碗中 云心细嚼慢咽吃着鱼肉 抬头问道 楚风 今天栏杆没搭建起来 明天还要接着继续吗 不了 明天去探索 补充一下食物库存 楚风放下筷子轻声道 计算错误 只能把建造栅栏的时间往后延迟一天 或者空闲的时候建造一下 比如早晨傍晚的时候 这两个时间点比较凉爽 太阳没有那么晒 太好了 明天往哪个地方探索 还是海边吗 云心兴奋道 她一直担心食物的问题 俗话说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她每天煮着饭菜 实在是心中范畴 什么东西都要节省着用 生怕某一天就没有东西煮了 草地那边的方向 沿途收集一些野菜 然后找准机会打练 楚风说出心中的计划 她主要还是想收集食补配方的食材 一个强壮的身体 才是荒野生存下去的本钱 还有就是鹿出现的山丘 她也想尝试一下狩猎鹿 行 听你的 芸汐没意见 不懂的就听指挥就行了 你把这些东西都吃了吧 楚风吃了两碗就放下了碗筷了 好 芸汐也不推让了 已经渐渐习惯荒野相处的模式 楚风拿着柴刀开始打磨起来 为明天的探索做准备 而少女则在火堆里放石头 开始加热石头 准备今天晚上的洗澡水 芸汐拿着竹夹子 猛然想起来了 诈呼道 啊 我忘了那个东西 什么东西啊 楚风好奇问道 竹备楼啊 芸汐挑眉 连忙道 今晚就来编竹备楼 明天才可以装东西 几天前就说要编竹楼了 可少女一直被各种各样的事情给耽误了 她把石头放进火堆后 急忙挑选起竹子 选的是竹笔比较薄的 这样的竹子削起来比较容易 而且竹质比较轻 芸汐笨拙地拿着弓兵铲披着竹子 竹子都裂开了 却是没有砍断 我来吧 小心弄到手了 楚风看不过去了 拿着打磨好的柴刀开始处理起竹子 竹子被削成两米左右的竹片 一指宽左右的竹片被从中间分开 做成更薄的竹片 楚风把柴刀放在石头上 韧口固定一个方向 跟石头平面形成平行的缺口 这样用来消磨竹片的厚度 她拉动竹片 竹屑被柴刀给刮下来 这样做出来的竹片非常轻薄 楚风 再帮我们削四条厚一点的竹片 要作为竹贝罗的主架构 芸心递着竹子过去说道 竹片太轻薄了 确实是可以减轻负重 但有一点就是容易变形 这就需要厚一点的竹片 作为支撑点了 好 楚风拿过竹子 力索地削好四条竹片 芸心接过手后 把厚点的竹片摆成井子形状 交叉点用绳子固定 然后拿着轻薄的竹片 开始编起竹杯篓 两人分工合作 竹杯篓肉肉眼可见地慢慢成形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就编出了一个竹杯篓 少女坐着精细的收尾 把边缘漏肩的竹片 扭弯插进竹篓的缝隙之中 形成弯曲的湖面 这样就不会扎手了 完成了 芸心双手举着竹篓 重量非常轻便 还差肩带呢 楚风轻声提醒道 对哦 芸心恍然过来 她拿来已经编好的几条绳子 用三股绳子 按照编辫子的方式做肩带 这样的肩带比较宽 手里面积大了 背起来肩膀才不会勒着生疼 十几分钟后 肩带被固定在竹杯篓里面 厚的竹片中 一个竹杯篓就完成了 楚风 再削一些竹片 我再做一个小的竹杯篓 芸心轻声道 她出门也想背着竹杯篓 这样放的东西多一些 也能解放双手 可以啊 楚风点点头 拿着柴刀再次削起竹片 只要找到诀窍 削竹片不是很难 竹子本身特性的原因 被剖开后就可以顺势裂开 这样轻松就能把竹子分成条状 也有人称竹子是万能的材料 当然 这其中有夸大的原因 可竹子的运用方面 确实是很广泛 日常如竹楼 竹椅 竹篮等 竹子更进一步地接受处理之后 可以做出比钢铁 更耐用的新型材料等等 应该够用了 楚风削了很多竹片 扭头望着少女专注编着杯篓 也不去打扰 她皱眉思索了一下 双眼扫射了一圈木棚和庇护所 很快在角落里发现了芭蕉树皮 对了 这个东西差点忘了 楚风喃喃自语 麻布的问题也应该尝试一下了 她抱着一把干枯杂草出了木棚 来到外面的火堆处 把杂草点燃后 任由它燃烧了起来 一分钟左右 一把干枯的杂草迅速燃烧成灰烬 而这些草木灰就是楚风想要的东西 她回去把木桶搬到火堆边上 用弓冰铲把草木灰装进木桶 然后去到水槽处装满水 回到木棚就把芭蕉树皮塞进去浸泡 希望这个方法有用 楚风伸了伸懒腰 芭蕉树皮浸泡草木灰水 可以让其变软许多 方便分离出有用的纤维 楚风 你在做什么啊 芭蕉好奇问道 处理芭蕉树皮呢 看能不能分出精细点的纤维 楚风轻声解释道 要准备做麻布了吗 芭蕉双眼一亮 是啊 我们总要有件新衣服才行 楚风嘴角上扬道 是你才更需要衣服 芭蕉翻了翻白眼 芭蕉瞥了一眼楚风的腹肌 嗯 楚风雨色 确实 她是该要有件新衣服才行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 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大白妖 演播根号十八 你快去洗澡吧 楚风催促少女去洗澡 是是是 芸心俏皮一笑 放下猪篮起身去拿衣服 少女又弓冰柴 装着加热锅的石头出了木棚 她已经学会怎么弄热水了 把芭蕉树皮给搓一搓 这样应该会更快一些 楚风皱眉思索了一下 探手进木桶里搓着芭蕉树皮 十几分钟后 少女披着湿漉漉的头发进来了 好看的眉头都皱在了一起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楚风关心问道 后背有点痒 芸心撅着嘴说道 小手往身后挠了挠 却是又挠不着 楚风双手从木桶中离开 甩来甩水渍 轻声问道 什么时候开始痒的 今天中午开始的 芸心笑声道 她洗澡的时候用毛巾搓到后背 刚好搓到那片痒的位置 就感觉越来越痒 现在不搓了 却是有点忍受不了了 中午 失去找野菜的时候 楚风思索了一下 就没问到 现在很难受吗 嗯 芸心哭着脸点点头 何止是难受啊 要不是有摄像机和楚风在 她早就已经挠起痒来了 过来 我看一看 楚风招了招手 有点怀疑她是不是 粘到不干净的东西了 比如一些毛毛虫之类的 啊 在这里啊 芸心呆了呆 迟疑地扫视眼摄像机的位置 我去遗开她 楚风起身走向摄像机 把镜头对准木棚外面的夜晚 她才转身坐在火堆边上 轻声道 过来吧 我看一下是不是过敏了 哦 芸心红着脸 挪着脚步坐在楚风面前 表情却是呆呆的 你做什么啊 楚风翻了翻白眼 没好气道 快转过身去啊 你不是后背痒吗 哦 芸心支舞声 羞涩地转过身去 把冲锋衣脱下来吧 楚风叹了口气道 感觉像是在操控一只美少女木偶 好 芸心有点颤声了 小手拉下胸前的拉链 少女动作很慢 拉下肩膀的冲锋衣 露出白皙的肩膀 手臂上看上去很瘦弱 整件冲锋衣脱下来之后 芸心就剩下背心和一件胸衣了 整个身材看上去非常娇小 楚风看到少女微颤的身子 怎么感觉气氛不一样了呢 以前阴差阳错之下 还看见少女单独穿胸衣的样子 现在的感觉跟那个时候差不多 楚风压下心中的躁动 探手扒拉开少女的头发 露出穿着背心衣服的后背 她深呼吸 轻声问道 痒的位置是在后背中心的位置吗 嗯 芸心轻点下头 她此时脸都胀红了 耳朵都是通红一片 气氛的转变在于独处的男女 有异样的想法 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如果是彼此没有感觉 那只会感到非常的尴尬 我拉一下背心看一下后背 楚风抿了抿嘴提醒了句 好的 芸心羞涩地点了点头 楚风轻呼吸了一下 探手勾住背心的后领往下拉 能清晰地感觉到少女微微地往前缩了缩身子 拉下背心衣领之后 她完全没了躁动的情绪 转而全是联系 少女的后背是红彤彤的一片 还看到了一些刮痕 就知道是芸心挠的了 看来是有点过敏了 楚风无事兄一带子问道 除了这里之外还有其他的地方养吗 没有了 芸心摇摇头 吃一下说道 楚风 先帮我挠一挠痒 不行 人的手指中有很多细菌 会让过敏加重的 楚风摇摇头 松开拉着衣领的手 她起身去翻找今天带回来的野菜草药 里面有几种是可以止痒的 可是好痒啊 芸心嘟着小嘴 强忍着用手去挠的冲动 很快就好了 你等一下 楚风找来薄荷 马尺线 装进竹碗里面用木棍捣碎 楚风 你弄的这些东西 不会是要给我喝吧 芸心有点惊愕地问道 你想多了 这是外敷的 楚风翻了翻白眼 说道 你去冲点松针茶喝 可以止痒 好 芸心冲风衣也没有穿上 穿着背心短裤去冲茶 小心着凉了 楚风瞥了一眼摄像机 扫射眼木棚外面 没有看到无人机 庇护所内部 一直都是摄像机负责拍摄的 而无人机负责外面的拍摄 不会的 现在一点也不冷 芸心轻笑道 有了止痒的办法 她就不会老想着去挠痒痒了 几分钟后 草药野菜被楚风捣烂成糊糊 她催促道 好了 快坐好 我帮你敷一些草药 好 芸心端着桃杯 里面装的是松针茶水 她做好之后 衣领就被楚风拉了下去 然后 一团湿漉漉的糊糊 就贴在了后背上 嗯 舒服多了 芸心长舒了一口气 湿漉漉的感觉 让她忽视了一部分痒 别乱动啊 楚风叮嘱了句 用手按着草药糊糊 免得掉落下来 外敷类的药物 都需要一段时间才会见效 她也不太确定有没有用 现在只能试一试 只要不是口服 就没有什么危害 楚风 你要一直按着吗 芸心红着脸问道 嗯 按一会儿看看吧 楚风轻声道 能用手解决的事情 还是少用点布料 毕竟布料已经剩下不多了 可不能再浪费了 楚风 来到咸岳岛 已经过去十天了 我们真的能够撑过一个月 我们还要再坚持下去吗 芸心突然开口问道 少女会问这个问题 实际上 是她觉得两人很难撑过一年 毕竟 只要撑过第一个月 就能拿到十万块钱的 可后面如果撑不过一年 两人就什么收获都没有 那这样就有点不值得了 你是觉得我们撑不到一年吗 楚风平静地问道 她知道过敏的事 让少女有点患得患失起来 心中对自己的能力有了怀疑 嗯 有一点点 芸心轻点下头 我们会越来越好的 说不定以后你还不想离开呢 楚风温和地安抚道 才不会呢 芸心较称道 荒野再怎么好 对比都市生活上还是差了一些 基本条件上就差很多 首先 知识获取的途径少了 她喜欢看书之类的 不过 偶尔过一下这样的生活 少女还是觉得很有趣的 我们到了一个月的时候 再做决定吧 楚风轻声道 只要日子越过越好 也许一年就不会觉得难过了 我听你的 芸心柔声道 她只是有点感慨 怕到最后时刻拖了楚风的后腿 毕竟一年的时光 在现在看来 不是那么好过的 你想一想 其他挑战者 和我们一样在吃苦 心里就会好受一些 楚风附黑地调侃了一句 其他挑战者 也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 肯定有很多肉吃吧 芸心舔了舔嘴角说道 在少女认为 自己两个没有什么荒野求生经验的人 现在过得都不错 那其他人应该过得更好才对 可能吧 楚风眉毛微挑应道 别人过得怎么样 她是不知道 但他们两个 应该不会比别人差才对 摄像机没对准两人 可是还是能接受声音的 所以楚风芸心两人的对话 被直播间的观众们听到了 我怀疑小萝莉在说骚话 可惜我又没有证据 真是要笑死我了 小萝莉还认为 其他挑战者过得比她好呢 一本正经说着骚话 这一幕让那些挑战者 看到会不会气死呀 小萝莉也太天真了 这一点证明楚风的厉害 两人都没怎么饿过肚子吧 我觉得楚风配上 严清玉的话 两人生存十年都没有问题 但幕上纷纷扰扰 影响不到楚风 后背收回 顺便也把草药糊糊给抓在手中 她找来毛巾 把残留的枝叶和残渣擦干净 露出少女洁白又有点红痕的后背 哦 消下去了 楚风松了口气一道 真的 芸汐惊喜地问道 只剩下一点点了 你别去脑后背啊 楚风叮嘱的 真的 芸汐乖巧点头 你去睡吧 我先去洗澡了 楚风起身甩了甩手臂 好 芸汐点点头 被楚风这一提醒 她还真感到有点点困了 她起身给楚风拿衣服 并把冲锋衣递过去 你穿着吧 外面现在很冷 好 楚风接过冲锋衣披上 你也别太晚 芸汐打了个哈欠 外部向睡袋走去 好的 楚风望着少女钻进睡袋中 拿着弓冰铲 带着加热的石头出了木棚 她望着夜空 天上的星星银河实在是太漂亮了 却是有点惆怅的叹了口气 刚才少女的话 对她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如果有其他人跟她们一样坚持到一年呢 这个结果该怎么判定 难道要比谁坚持的时间更长 节目组肯定还有其他把戏 楚风默默吐槽了一句 至于是什么把戏 她还猜不到 但肯定不会让她们好过就是了 毕竟奖金太丰富了 太让人疯狂了 只是待一年的话 还是有不少人死也会坚持下去的吧 不想了 明天还要去探索呢 楚风摇摇头 脉步进入木笼中洗澡 另一篇 导播厅的观察员们也刚好下班了 何老师 我有件事想请教一下 齐威廷叫住要离开的何明 何明愣住了 一旁要走的吴晴月和王林都愣住了 谁也没有想到 话少的齐威廷会突然拦住何明 在这里说吗 何明停下脚步问道 有什么不方便吗 齐威廷清冷地问道 呃不 没有 你想问什么就问吧 何明摇摇头道 吴晴月王林也停下脚步 想听一下清冷的女武神想问什么 何老师 这个节目后面应该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参加的吧 齐威廷直接问道 呃 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 何明惊愕道 如果没有的话 这些天我就会退出这个节目 齐威廷清冷道 他要把时间放在练武锻炼身体上 不可能每天坐在导播厅里头看直播 啊 你要退出 何明难以置信道 他也没有想到齐威廷会说退出的话 顿时让他有点错不及防 是的 如果一成不变的话 我就没有待下去的必要了 齐威廷直接道 吴晴月暗暗点头 也觉得有道理 看直播什么时候都可以看 如果一直待在导播厅里 却是断了许多重要的事 我只希望各位待满一个月 等节目组通告下来 你们再决定去留吧 何明苦涩道 他是知道节目组的一些规则和流程的 可却也让他签了保密协议 不能泄露出去 我会待满一个月 齐威廷点点头 转身离开了 一个月吗 吴晴月喃喃自语地走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 大白妖 演播 根号18 清晨 楚风做噩梦了 梦见自己被一只女色鬼勾引 还被压在身下 强行要 他猛然醒过来 睁开眼大口喘息着 楚风干呼吸了几口 就感觉到了熟悉的压迫感 低头看到 少女整个人趴在她身上 她无奈塌了口气 难怪会做噩梦 胸口被少女的头压着 腰背紧紧地抱着 脚也被架着 云欣被楚风的动作 煎饶到睡意 睡眼轻松地眯着眼 好一会儿她才完全清醒过来 红着脸迅速从楚风身上翻滚下去 留下了一个背影给楚风 云欣这一刻 只有一点点的休矣 或者说是已经有点点习惯了 毕竟 每天早上她醒来 都是抱着楚风的身子 抱着抱着就习惯了 后背还痒吗 楚风眼底闪过一丝笑意 云欣脸埋在睡袋中 闷声回应 不 不痒了 就算是习惯了 她也会不好意思面对楚风的 我看一下你的皮肤 还会不会红肿 楚风说着 探手勾住少女的背心后领子 然后往下一拉 意外就发生了 卡 雄衣带子被楚风一拉 扣子就松开了 带子往两边弹开去 露出少女光洁的后背 楚风整个人都降住了 表情呆呆地眨着眼 她嘴角抽抽 色声道 那个 云欣我不是故意的 我 我知道 云欣声音带着颤音 整张脸都涨得通红 双手环抱着胸口捂着 她此时此刻完全是懵的 怎么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楚风轻咳一声 黑白分明的母子 扫射眼少女的后背 发现没有过敏的表现 她立即从睡袋爬起来 说道 没有过敏 已经完全好了 知道了 云欣闷声应了声 我先出去了 楚风丢下这句话 来到木棚 提着木桶出去了 她轻熟了口气 低头望着自己的右手 没好气念叨 平时不见你这么灵活 今天怎么就那么厉害呢 现在两个人尴尬了吧 真的是一个失误啊 楚风叹了口气 大早上怎么那么躁动呢 她甩去多余的念头 抱着木桶选了块大石头 把木桶里的芭蕉树皮 给捞了出来 平铺在石头上准备晾晒 这样子 晚上回来就可以尝试一下 分离能用的纤维 尝试一下能不能编织成麻布 做完这些 楚风把腰炉给打开了 把放置一碗的小水缸和陶罐 给拿出来 她检查后 轻声道 全都完好 在荒野外 淘气只要不漏水就可以了 什么样子的不重要 毕竟又不是什么艺术皮 再烧一样 架回来就可以刚好开摇 楚风计算了一下 未烧制的淘气 刚好一个摇炉装得下去 她抱着烧制好的淘气 回到了木棚 就看到少女抱着衣服 准备出去 都烧好了 云欣惊讶的 脸上的红月还非常明显 嗯 都是可以用的 楚风故作平淡的 那就好 云欣双眼闪躲一下 红着脸抱着衣服去洗刷 今晚才有衣服可以换 唉 真是尴尬的早晨 楚风无奈拍了一下额头 抱着剩余未烧制的淘气 去了摇炉了 半个小时后 摇炉再次封闭 下次得重新再做摇炉了 楚风望着摇炉壁上 能清晰地看见裂痕 就说明摇炉要顶不住火的烧制了 她扭头望着已经准备早餐的少女 拿着柴刀进入丛林中 趁着现在太阳还没有散发热量 她要去收集一些木头 好为之后坐栅栏做准备 半小时后 少女清脆的嗓音在山林中回荡 楚风 吃早餐了 来了 楚风扬声回应 把砍好的木头捆好 拖拽着出了丛林 她在营地边缘收集木头 不用几分钟就回到营地了 把木头堆放在荆棘旁边 营地里堆了不少的荆棘和木头 完全是为了搭栅栏用的 再来几次就够了 楚风计算着大概木头的数量 她洗完手回到木棚时 发现少女已经恢复平时的样子 桌面的桃丸也已经摆好 还有两条烤鱼 今天怎么那么丰盛 楚风没话找话道 要去探索 得吃饱一点 那样才能带回来更多的食物 芸芯清脆的声音充满了憧憬 那你得多吃一点 楚风笑了笑 早餐两个人吃得很饱 就开始收拾要带去丛林的东西 楚风 除了水之外还要带什么 芸芯连忙问道 她已经往自己竹杯篓中 装了四个竹筒水 还有一些绳子 其他的不用带 你多带点水就行 楚风摇摇头 大部分东西她带了 柴刀 弓冰铲 绳子和装满水的竹筒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一件 那就是弓箭 楚风进去庇护所 把竹弓和弓箭拿出来 这些天 竹弓和竹箭都被她用烟熏过 然后弓弦被拆下来 为了保存弓的功力 平时不用弓弦时 就会拆下来 用的时候再装上弓弦 花费了几分钟 楚风给竹弓上了弦 然后 把竹筒做的箭袋挂在腰间 竹弓塞进竹杯篓中 手中拿着柴刀好开路 走吧 趁太阳刚升起来 我们多赶一点路 楚风背上竹篓说道 好的 芸芯也背上竹篓 手中还拿着绳子做的袋子 两人就趁着太阳出声 进入葱林中 清晨八点多 太阳出声 快起来 准备去打猎了 赵磊催促道 他望着躺在草堆上的哥哥 突然有点后悔 这样的组队 哥哥也太懒了 赵磊想着 应该和老婆来的 到时候待满一年 顺便带个孩子回去 好 赵磊睡眼轻松地睁开眼 模糊地硬了声 全身感觉没有什么力气 这是摄入的食物量太少 带来的体力不足 现在太阳出来了 现在不出发的话 天气会越来越热的 赵磊面无表情地道 知道了 别催 赵磊有点烦躁地硬了声 没睡够和身体 有点无力的情况下 还听到耳边有人唠叨 真的让人很心烦 今天是来到咸岳岛的 第十一天了 吃的食物也就是 那一点点蜥蜴肉 还有一些野莓之类 完全不足支撑 一个成年人消耗的卡路里 如果是躺着不动 每天吃完就睡 也许还可以进入低耗模式 但那样的结果 就是越睡人越废 赵磊皱起眉头 望了眼天空上的太阳 最终还是强忍住 要发火的冲动 不然今天非吵起来不可 那么打猎就不要响了 一番收拾后 带上弓箭和绳子 两人就进入了丛林 避开了熊粪出现的地方 两人进入丛林后 就一边探索 一边生吃着野菜和野莓 这就是两个人的早餐 半个多小时后 等一下 这里有脚印 赵磊压低声音喊道 什么脚印 赵磊心中未惊 连忙脉步拒过去 人的 赵磊声音非常凝重 什么 人的 赵磊呆了下 随后反应过来问道 是其他挑战者吗 很有可能 这个脚印跟我们差不多大 应该是两个男的的 赵磊沉声分析道 脚印大小 稍微分析一下 就能知道是男是女 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男生脚长 要比女生要大 我们营地周围 什么时候有其他挑战者在了 赵磊脸色不好看 一个地方如果出现了太多挑战者 那么肯定会消耗更多的资源 现在这片丛林中的食物是有限的 多两个人进来 就会让他们少了许多收获 我们跟上去看一看吧 赵磊站起来 沉声道 总要了解对方是什么人 啊 赵磊点点头赞同 两人就这样 探寻着脚印前进 越走越让他们的脸色不好看 周围的树木都被砍伐过 被清理出一条道路来 显然 对方定居在附近 他们如果居住在附近 我们该怎么办 赵磊问着哥哥 先看一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如果 再做决定吧 赵磊刚想放狠话 想到是直播后才及时刹车拐弯 嗯 赵磊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在荒野生存涉及到惊人的奖金 很多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比如抢夺食物 有声音 赵磊猛然停下脚步 伸手把弟弟拦在身后 双眼紧盯着前方 赵磊侧着脑袋 仔细听着声音 不一会儿就分辨出来了 压低声音道 是砍木头的声音 他们在砍书 小心一点 发现不对劲就跑 赵磊嘱咐了一句 知道 赵磊点点头 两人脚步放轻 捏手捏脚地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摸去 几分钟后 赵磊赵磊看到了是谁在砍木头了 两个光着上身的男人 样子在三十岁左右 他们在搭建庇护所 他们应该是刚来到这里的 赵磊消消声分析道 嗯 看样子两人要在这里定居了 赵磊点点头道 多了竞争对手 也让两人开始有点紧张了 谁都想要赢的 现在怎么办 要上去打招呼吗 赵磊问道 两组人都生存在这片丛林 迟早会相遇的 现在正是可以先入为主的宣誓主权 给对方一些下马威 可以 赵磊点点头 那走吧 赵磊起身 没有再掩饰行踪 枯树枝断裂的声音响起 立即让对方两人警惕起来 你们好 赵磊率先开口了 抬头挺胸 紧绷着身子用来展现气势 两人呆了呆 随后一人发出惊喜的笑容 终于看到其他人了 赵磊和赵磊 两人完全愣住了 什么情况 看到他们两个人那么开心 随后 四人席地而坐 纷纷介绍起来 我叫陈志熙 一个野外生存爱好者 年轻点的人开口了 陈志熙今年28岁 是个富二代 同时也是极限运动爱好者 毕竟有钱了 一些物质的追求就少了许多 那么一些刺激的东西 就是他追求的 陈志熙一头寸发 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介绍道 旁边这位叫黑熊 是一位退役的特种兵 你们好 黑熊淡淡地道 体大三粗的黑熊 非常有震慑感 特别是赵磊两兄弟 听到对方还是退役的特种兵后 更是感到了压力 我是赵磊 他是我弟弟赵磊 我们都是野外生存爱好者 赵磊简单介绍道 你们是在这片地方登陆的吧 陈志熙倾笑问道 哦 是的 赵磊点点头 也不吃亏地反问道 你们呢 我看到你们才打建庇护所 是从其他地方搬迁过来的 是啊 我们那片地方有些水恶 太危险了 陈志熙叹了口气 有点无奈道 所以没办法只能离开 没想到会遇到你们 真是太好了 呃 赵磊语色 这太好了 可不见得吧 我们合作吧 陈志熙语出惊人道 啊 赵磊 赵磊两人傻眼了 这又是什么操作呀 你们可以考虑一下的 陈志熙淡笑道 我们 赵磊刚想张开嘴拒绝 就被弟弟拦住了 我们回去考虑考虑 赵磊连忙接话 手指正戳着哥哥赵磊的后背 好 我们随时欢迎你们加入 陈志熙里开嘴笑了笑 谢谢 我们就先走了 赵磊点点头 齐身离开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菲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 大白妖 演播 根号18 楚风 云心两人进入丛林半个多小时了 才几天没来 这里的藤蔓又发芽了 云心望着周围的树藤 如果半个月不来 这边的路就没了 楚风拿着柴刀开路 再次把生长到路中的藤蔓枝叶给削掉 诶 那边好像有野莓啊 云心眼见的发现 丛林中的点点红色 过去摘点吃 小心点倒刺 楚风拿着柴刀走过去 把挡住的树枝砍断 好方便采摘 野莓是一种水果 果实味道酸甜 蜘蛛的枝干上长有稻钩刺 还有一些别名 复盆子 树莓等等 好久没有看到过野莓了 以前王大爷经常带一些回来给我们吃 云心感慨道 孤儿院的童年 像辣条之类的零食就不要多想了 只能吃一些野果子之类的 而野莓就是其中之一 那就多摘一点 在路上可以吃 楚风从背楼里拿出两个小竹篮 分出一个给少女 小竹篮是少女做的 用细小的竹条编织而成的 大小也就巴掌那么大 高度有十厘米左右 幸好昨晚多编上两个小竹篮 云心倾笑地接过竹篮 这样的小竹篮不难编 只要有竹条 十几分钟就能编成一个 要不是因为后背痒的原因 少女都打算编上五六个竹篮的 嗯 味道有点酸 楚风尝试了一两个之后就不吃了 专心采摘起来 嗯 熟悉的味道 云心却是吃得不亦乐乎 就跟个贪吃的小女孩一样 楚风看到少女竹篮里的几颗野眉 低头看了眼自己竹篮里的几十颗野眉 她翻了翻白眼吐槽道 云心你是要在这里填饱肚子吗 呃 云心往嘴里塞野眉的手僵住了 回头对楚风露出个善善的笑容 她转过身去 默默往嘴里又塞了几颗野眉 再把采摘的野眉放进竹篮中 微酸中带着点点色 吃起来非常爽口 也难怪少女会沉迷吃野眉 云心摘着野眉 扒了开树枝后 看到的是一片野眉灌木 她扭头对着楚风喊道 快过来 这边的野眉更多啊 来了 楚风拿着柴刀开路 看到一片野眉的时候也愣了愣 扎堆的野眉生长在一起 看上去有几十株的样子 楚风 我们的竹篮装不下那么多野眉的 云心苦着脸道 那你就多吃掉一点 楚风调侃说了句 哎呀 我说的是认真的 云心叫沉道 用竹筒装就行了 楚风顺手从竹篓里掏出竹筒 递两个给少女 两人出来还带了许多的空竹筒 就是为了应付眼前这样的情况 装一装易烂的野果子 或一些小猎物 楚风 我们留一些做野眉酱怎么样 云心柔声道 我们可没有糖 楚风轻声道 用盐也可以啊 我们做成咸口味的 以后烤鱼弄点野眉酱 那味道肯定很好吃 云心想起孤儿院浇的野眉酱 舔了舔嘴角说道 而且还能用来搅野菜吃 你是大厨 你说了算 楚风温和应声道 有野眉酱吃 那是很好的事 特别是在荒野没有什么调味料的情况下 更是奢侈地享受 正好 我们有桃冠了 可以储存很多野眉酱 云心兴致勃勃道 有了目标后 少女采摘的速度更快了 投吃的频率也减少了 一个小时后 带来的竹篮 五六个竹筒都装满了野眉 而这一片的野眉也快要被采摘光了 最后 两人摘下来往嘴里塞 能吃的就不要放过 吃的两个人牙酸酸的才停下来 不吃了 吃不下去了 云心捂着脸道 翘脸满是无奈 走吧 收获足够多了 楚风抿了抿嘴 也感觉牙齿酸酸的 嗯 云心笑眼影点头 这些野眉做成野眉酱也有不少了 省着点吃能吃很长一段时间 走吧 这次摘完应该要到明年才会有野眉了 楚风扫尸眼野眉枝条 有一些已经枯黄了 那明年再来摘 云心想也没想地说道 楚风好笑地摇摇头 少女昨天晚上还在担忧一个月后怎么办呢 现在看到有野眉却是想到明年去了 楚风接着在前面开路 少女在后面东张西望的 希望能找到一些能吃的食材 云心多留意一下蘑果 像鸡油菌之类的 楚风提醒道 食补配方上的食材他已经在收集了 可采集到的都是平常的野菜草药等 主要食材都没有找到 好 云心清脆声应道 他想到的更多 如果能够找到很多蘑菇 那做成干货也能储存很久 想到干货 少女的思绪又发散出去了 云心喝着水问道 楚风 海带要吃完了 我们什么时候再去海边啊 过两天就去吧 楚风随口应道 他也想去看一看海边的情况 能不能捕捉到大鱼 而且那些咸水饿也该计划一下了 我还想把一些生蚝做成干货 那样熬汤会好喝一点 又能补充很多营养 云心脸盲说道 昨天晚上过后 少女就思索了很久 觉得楚风不会轻易退出的 那么 她就要想到了即将到来的冬天 如何能熬过萧条的冬天 从而得出一个食谱 那就是海鲜干货配野菜干 她想到之前那样吃生蚝 感觉太浪费了 应该晒成干货 配合野菜干煮生蚝汤 那样都可以支撑一两个月吧 这可是关乎两人 能不能撑过冬天的关键 冬天有三个多月 云心不知道咸月岛的冬天会怎么样 但从这些天的天气分析 估计温度会很低 说不定还会下雪 怎么熬过三个月的时间 就是关键了 靠储存肉撑过九十多天 少女完全觉得不现实 那要储存多少肉才够吃九十甜 行 过两天就去海边 楚风点点头硬下 多存点海鲜干货 她也非常乐意 谁会嫌弃食物太多呢 而且海边还没有认真探索呢 也许可以找到更多的食物 嗯 云心欣喜地点点头 美目望着楚风的背影 眼底闪过一丝柔情 少女最喜欢楚风众多优点之一 那就是会很好地去倾听 她给予的建议 当然 至于接不接受就是一回事了 但感官上却让人很舒坦 不会向一些人完全不听建议 还急着去反驳 或者要显得自己很优越 就是找借口反驳 楚风 你怎么不反驳我 云心突然开口问道 嗯 为什么要反驳 楚风有点懵 回头望着笑盈盈的少女 她怎么感觉少女有点奇怪啊 就是去海边啊 也许我这个要求 会跟你的计划有冲突呢 云心认真地脸道 她知道楚风做事会先计划好 特别是一些很复杂的事情 没冲突啊 楚风笑着摇摇头 她确实近两天要去海边 竹子用得太快了 竹筒这个东西实在是太方便了 嗯 云心表情一致 连忙问道 那如果有冲突怎么办 比较重要就实行哪个 楚风轻松地道 她只会听一些亲近之人的建议 像一些人上来就抱着 说叫的口气提建议 那么就不要怪她给脸色了 这样就够了 云心笑眼如花说道 已经得到了想要的答案了 是有什么问题吗 楚风有点疑惑 没什么 我就是随便问问 云心嘴角含笑摇摇头 你注意点 我们要到小草地了 楚风叮嘱了句 也没有去想太多 好的 云心轻声应道 两人沿着之前开辟的道路前进 走了十来分钟后 到达小草地区 柴刀拿着防身 楚风把柴刀递给上了 那你呢 云心小手接过柴刀 我有弓箭 楚风把弓箭拿在手中 并搭上竹箭 随时可以狩猎 两人躲在树林后面 双眼扫射草地的位置 楚风 没有看到兔子呢 云心压低声音道 楚风持弓对准草地的方向 他想到 上次来的时候 一大群兔子在大草地上 活蹦乱跳的 那我们要过去看一看吗 云心笑声问道 要过去 我们先在这边设一下 成套吧 晚点回程也许会有收获 楚风弓箭没有放下 小心翼翼地迈步走向草地 少女捏手捏脚地跟在后面 双手紧握着柴刀 有时会警惕地回头看一眼身后 诶 这有新的兔子洞 云心来到草地 发现了被堵住的兔子洞 有一些已经再次被挖开 老样子把一些兔子洞给堵住 这次只留六个兔子洞做陷阱 楚风吩咐了句 好的 云心应道 拿着工兵铲就去堵兔子洞了 楚风按照老样子 在兔子洞外面设神套 如果能捉到几只兔子 两人出来这一趟 就算没有其他收获 也是差不多值了 有了上次的经验 这次设置的陷阱 两人花了半个小时就完成了神套 楚风 大草地在哪里啊 云心好奇问道 跟我来 楚风在前面带跑 钻树从前还射了一箭 免得有只柴躲在那里 他带着少女钻进丛林 找回射出去的竹箭 迈步往大草地走去 楚风 你说那边 会不会有很多兔子啊 云心憧憬问道 这一点就不知道了 楚风好笑地摇头 几分钟后 两人悄然无声地 到达大草地边缘 双眼瞪大地望着 大草地里的动物 楚风 落 有落 云心胜入蚊影 手肘捅了捅楚风的腰 看到了 楚风嘴唇微动 已经计算出了多少只鹿了 大草地 一共有十七只鹿 个体大小都有 可能是因为树枝的遮挡 鹿里 楚风和云心两人不是很远 却也没有发现两人 怎么办 云心小小声道 你别出来 我尝试一下能不能射到一头鹿 楚风叮嘱了一句 他立即利用气息隐藏本能 缓缓再从林中移动 要找到一个最佳的射击点 也就是离路最近的地方 几分钟后 楚风找到了最佳狩猎地点 正好有一只水桶大小的鹿 正低头啃着草 离它也只有三四十多米远 有点勉强了 楚风喃喃自语 以竹弓射出的竹剑 在三四十米之后的杀伤力 不是很足够 他抿了抿嘴 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再靠近就有被发现的危机 要知道 有其他的鹿正在帮忙放风啊 大草地就是这一点不好 没有太多的遮挡 一定要中 楚风万宫大剑 整个人都非常专注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大白妖 演播根号十八 逐渐冷不防地从丛林中射出 因为空气阻力的原因 哪怕有剑雨的导向 也是有点飘了 逐渐没有扎中鹿的脖子 一头扎进鹿的前腿 让鹿猛然蹦了起来 然后冲进丛林中去了 鹿群玉席 全都惊动起来了 猛然朝丛林中的一个方向 狂奔而去 可恶 果然还是有点远了 楚风从树丛中冲出来 来到草地上 望着鹿逃走的方向 竹公的威力还是不够 射出的逐渐飘了 哪怕只是飘了一点点 也导致没有射中理想位置 有了礼包给了他不少射箭经验 可也要在合理范围内 才能展现技术 好吧 说到底还是竹公不给力 芸心狂奔过来 手中抱着楚风的竹篓 他喘着气安抚道 楚风 没关系的 我们以后还有机会 嗯 楚风愣了愣 随后笑着道 走 我们去追踪这只鹿 他探手从少女怀中接过竹篓 重新背起来 脸上不见一丝懊恼 确实那只受伤的鹿 芸心迟疑问道 嗯 那只鹿的前腿受伤了 肯定跑不了多远 楚风点点头道 好吧 芸心点点头 你跟紧在我后面 别掉队了 楚风认真地叮嘱了句 这片区域是没有探索过的 如果人丢了就麻烦了 明白 芸心搞怪地敬了个礼 调皮 楚风好笑地翻了翻白眼 转身往鹿逃走的方向走去 知道少女在安抚他的不甘 他也不是死脑筋的人 只是想追一段距离看看 如果能追踪到就最好 不行也不强求 两人进入丛林中 沿着鹿的血迹追踪着 十几分钟后 楚风 这里有血迹 芸心惊喜地指着地上的红点点 看到了 我们走这边 楚风应了声 望着眼前没有那么密集的树丛 咦 这里怎么没什么树啊 芸心惊愕问道 地质的原因吧 可能是眼瞼地来的 楚风轻声道 原来是这样 芸心知道这方面的知识 在现实中却是第一次看到 走吧 这里的血越来越少了 楚风沉声道 血少代表着追踪就更难了 好 芸心喝了口水跟在后面 楚风越走越觉得熟悉 望着不远处的山丘 这不就是他之前踩黑木耳的那座山丘 他嘴角上扬 心中有了一个猜测 轻声道 没想到来了这里 诶 楚风 你来过这里啊 芸心惊愕问道 嗯 我之前跟你说发现过鹿的地方 就是前面那座山丘 楚风抬手指着前面说道 你是说那只受伤的鹿 可能去了那里啊 芸心猜测道 是的 我怀疑鹿有来回迁徙的习惯 楚风轻声道 一座岛上的资源是有限的 特别是草地来说 而大草地那边的草 根本不够这群鹿吃 那么绝对还有其他的草地 前两天遇到鹿 今天鹿也往山丘而去 楚风就大胆猜测 山丘的另一面 应该也有草地 那我们还要追过去吗 芸心轻声道 再追一段看看吧 不行就去采摘些黑木耳 楚风叹了口气一道 如果鹿真的跑上那座山丘去了 它就不追过去了 别看山丘不高不大 但在密集的丛林下 穿越过去 少说也要半天以上 这样天黑前 根本赶不回营地 别灰心 也许那只鹿就在前面呢 芸心柔声安抚 是的 还有可能就在前面 楚风顺着话引道 两人追着血迹向山丘走去 楚风很快看到熟悉的一幕 那就是 泥石流冲刷过的沟壑 到处都是断裂的木头 还有巨大的石头 泥石流还真是恐怖啊 芸心惊叹道 过去的时候小心一点 别踩空了 楚风叮嘱道 泥石流冲刷过留下的废墟 可不是很好走的 到处都是断裂的木头 好 芸心硬道 紧跟在楚风后面 两人花了几分钟 才来到山丘脚下 楚风仔细查了一遍 才找到鹿留下的血迹 再次追踪而去 几分钟后 楚风找到了痕迹 分辨后说道 这里有鹿的脚印 不止一只鹿经过这里 找到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 那只受伤的鹿很可能跟着鹿群走了 还要追吗 芸心喘着气问道 我们在附近找点黑木耳吧 楚风看着少女疲倦的模样 无奈道 看来我们没有运气吃那只鹿 也不知道会便宜哪只野兽 鹿伤到腿了 肯定活不长的 别忘了 丛林中还有不少的食肉动物 它们可不会放过一只受伤的鹿 以后会吃伤的 芸心柔声道 少女也不知道怎么安慰 毕竟马上就要能吃上鹿肉了 没有想到受伤的鹿那么顽强 楚风带着少女在附近找起黑木耳 如果黑木耳够多的话 晒干后也是一个优质的储备粮食 两人分开去 专挑那些倒下的木头 特别是那些有点腐烂的木头 更容易找到黑木耳 山丘腐烂的木头还真不少 七八分钟的时间 让楚风找到了不少的黑木耳 楚风快过来 芸心惊喜的尖叫声响起 我来了 楚风听到呼喊就狂奔过去 远远就看到少女呆站着 她冲过去便喊道 怎么了发生什么了 楚风快看 这是什么 芸心笑愿迎往旁边一跳 露出挡住的东西 鹿 是那只受伤的鹿 戏剧性的让少女找到了 运气少女上线 楚风现在心情非常复杂 扯了扯嘴角 望着笑眯眯的少女 这是刚给了失望 转眼又给了惊喜 楚风 你看那边 是不是有很多黑木耳 芸心模子中带着笑 白皙的手指指着前方腐朽的木头 这是一竹死去的大树 枝干非常的大 从主干分为三叉枝 已经有两叉断裂倒在地上 正是倒在地上的分叉树干上 长满了黑木耳 你还真是我的复兴啊 楚风嘴角上扬道 她低头望着倒在地上的鹿 她还在挣扎着想起来 前腿上的竹剑不知道被蹭倒掉到哪里去了 我只是顺着过来看看 没想到就发现了鹿 芸心双手插腰 神情充满兴奋 能不兴奋吗 两人要有鹿肉可以吃了 这可比抓到鱼还要让少女感到高兴 我把鹿处理一下 你去把黑木耳摘了 楚风轻笑道 交给我吧 芸心欢快硬道 小跑过去摘黑木耳 这两根木头上的黑木耳摘下来少说有三四斤 又是一道很好的配菜 楚风蹲下身子拿着绳子 把鹿的后腿绑在一起 去翻前腿的时候才发现了问题 他看到鹿的前腿刚好卡在石缝里 失笑地摇摇头说道 你还真是倒霉 不然还真让你逃跑到山丘上去了 先帮你支血 可不能让你现在死了 楚风拿来绳子 在鹿的伤口缠绕起来 把伤口给遮掩住了 他要把活着的鹿带回去处理 在这种天气动物死去 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 肠胃中各种寄生虫就会钻到肉中 活着的鹿反而是更好的 而且这种荒野外 也不是处理肉的好地方 一不小心吸引食肉动物过来就麻烦了 更重要的一点是 鹿的心肝等等 都是不能放久的东西 处理完后要马上煮了吃掉才行 唉 少说有四十斤 楚风掂量了一下鹿 大概估计了一下重量 四十斤的生鹿肉 处理完骨头和内脏等等 估计也就剩下二十多斤 省着点吃能吃一个月 毕竟鹿肉炖野菜也是很美味的一餐 至于想单独吃鹿肉吃到饱 那么二十来斤鹿肉可能十天都撑不到 得赶紧回去才行 楚风把竹篓放下来 把鹿放进竹篓 然后用绳子捆绑住了 再重新把竹篓背上 他迈步走向少女问道 怎么样了都摘完了吗 马上摘完 云心头也没抬 小手麻利得揪着黑木耳 楚风也上前帮忙 专挑那些大的黑木耳 这次食补配方 又是只剩下鸡油菌没有找到了 他计划 打算找个空闲的时间 专门寻找鸡油菌 这样才可以提供足够的食补食材 三分钟左右 黑木耳采摘完毕 走吧 我们回去了 楚风抖了一下肩膀 让肩带稍移一下位置 鹿还是两个人帮忙 抬着回去吧 云心皱眉道 不用 不是很重 楚风摇摇头 单人背着路走得比较快 他带着少女离开了山丘 走过泥石流冲刷过的沟壳 两人往草地走去 本来楚风想去芭蕉树那边看一看的 路的出现 让他的计划马上更改了 两人刚到大草地边上 就看到一群兔子乱窜地跑回兔子洞 楚风 快看 有兔子 云心清脆声喊道 都逃走了 楚风苦笑道 两人没有掩饰行踪 轻易地被兔子发现了 真可惜 云心撅着嘴说道 少女可不会嫌肉少 现在只希望每天吃肉吃到兔为止 走吧 我们过去看一下小草地有没有收获 楚风轻声道 他估计 大草地经过两人两次的来回 应该会有兔子冲到小草地那边过去 好 云心乖巧地应道 一步一驱地跟在后面 几分钟后 两人来到了小草地 惊喜地发现 绳套套中了两只兔子 楚风 抓到兔子了 云心开心地喊起来 看来今天是个好日子 楚风嘴角的弧度更弯了 他放下竹篓 连忙上去解兔子的绳套 现在有路 可不能让两只兔子死去 这样算的话 我们就有四只兔子了 云心拿着竹篓放在楚风面前 用来装兔子 少女思绪飘扬 四只兔子生小兔子的话 那样是不是有很多兔子吃 好了 我们回去吧 楚风把兔子脚给绑上 把两只兔子放到少女的竹篓中 嗯 云心背上竹篓 这两只兔子夹起来 得有十斤钟左右 两人踏上了回城的路 一路上两人脸上的笑容 就没有收敛过 多喝点水 别把水背回去 楚风从少女竹篓中 拿出竹筒 拔开筛子大口喝了起来 把水喝掉一些 可以减少负担 好的 云心也从楚风的竹篓中 拿出竹筒 小口地喝起水来 竹篓虽然很方便 但勒得肩膀真的是很酸痛 特别是没有怎么肩挑被扛过 两人还不是很习惯 肩带带给肩膀的压力 收获是喜悦的 但收获那份辛苦也要承受下来 那才是真正的收获时刻 一个多小时后 两人才满头大汗地回到营地 终于回来了 云心看到庇护所 疲倦的翘脸立即充满活力 快去把东西放下来 楚风大步往庇护所走去 好 云心拉长音 楚风进入木棚 率先帮少女把竹篓放下来 然后蹲下身子放下竹篓 试探了一下鹿的脖颈 发现还有跳动的迹象 鹿还活着 先把兔子放进竹笼里 云心一刻不停 提着两只兔子塞进竹笼中 他抱来一叠野草塞进去 然后蹲在旁边看起来 储备粮食已经增加到了四只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大白妖 演播根号18 楚风 这两只也是母兔子 是不是可以生好几窝兔子啊 云心仰着头问道 他已经幻想着 几个月后 有一大群兔子可以吃 应该可以吧 楚风坐在木凳休息 拿着桃杯喝着水 那什么时候能生小兔子呢 云心皱着好看的眉毛问道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楚风把桃杯递过去 平静说道 要养兔子到生小兔子 草料就要储备好 不然冬天没得吃 就只能下锅煮了 云心接过桃杯 翻了翻白眼说道 我会去割草料的 他追求的是可持续发展 以后养上几十只兔子 单吃兔子就能支撑几个月了 楚风看出了少女的想法 也没有去打击她 只希望别吃得太快就行了 她起身准备去弄个小栅栏出来 用来防止今晚野兽的窥食 楚风 不处理路吗 云心疑惑问道 晚点再弄 现在把庇护所用荆棘围起来 不然血腥味会吸引一些野兽过来的 楚风沉声道 一旦处理起鹿肉 血腥味肯定会散发出去的 夜晚到来的时候 那些夜行性的食肉动物 肯定会偷摸着过来 特别是熊柴这些动物 熏肉的味道肯定非常吸引他们 为了安全起见 荆棘栅栏一定要弄起来 时间上来得及吗 云心惊恶问道 弄个小点的栅栏 把庇护所围住就行 楚风轻声道 云心他是打算弄带小院的大栅栏 但现在只能暂时搁浅了 只能保证庇护所的安全 然后再慢慢地扩建出来 云心连忙起身说道 我也来帮忙 不用 这个不难 你先把眼眉处理一下 不然就烂了 楚风摇摇头道 装得来得及 云心美目闪烁着担忧 放心吧 木头荆棘都已经有了 完全来得及 楚风摆摆手 迈步走出木棚 他要在庇护所和木棚四周树立木桩 然后向上绑上木棍 接着把荆棘斜着放上去 做成简单的荆棘栅栏 楚风出了木棚 就先去把摇炉开封 然后才拿着弓兵铲 在庇护所四周开挖起来 他要在黄昏时候 完成荆棘栅栏的建设 留出时间来处理那只鹿 石头被扒拉开 有工兵产挖泥土 效率提升了好几倍 少女端着桃水盆出来 里面装满着野煤 他要拿去洗一洗 然后晾干水分 晚上才可以做野煤酱 水槽主管的水冲刷着野煤 一些坏的野煤被云心挑出来扔掉 洗过的野煤 被他平铺在一米多长的竹席上 这是他昨晚为了不浪费竹片 花了几分钟编织而成的 今天刚好可以用来晒也没用 野菜 黑木耳也要处理一下 芸心伸下懒腰 把带回来的黑木耳拿出来晾晒 野菜挑出来洗干净 一些用来做野菜干的 一些晚上吃的 都分类摆放好 做完这些已经是一个多小时以后了 芸心轻拍了一下腰 蹲太久 有点腰酸 他从木棚出来就看到 楚风已经往木栏上 铺上荆棘 转身回到木棚倒了杯水出来 楚风 喝点水吧 芸心把桃杯递了过去 嗯 楚风接过桃杯几口就喝完了 说道 你去把腰炉里的淘气拿出来吧 好 你还要水吗 芸心柔声硬道 不要了 楚风摇摇头 把桃杯递了回去 接着摆放起荆棘 木栅栏改小的原因 荆棘完全可以把庇护所给密集地挡住 让野兽完全没有办法进来 时间在缓缓流逝 太阳在缓缓地移动 等太阳高挂西边天空之上的时候 楚风的荆棘栅栏已经完成了 这个也太棒了 芸心笑眼如花地赞叹 眼前的荆棘栅栏拥有十足的安全感 就跟个堡垒一样 唉 就查一个门了 楚风抹了抹额头上的汗水 看着眼前的布满荆棘的庇护所 觉得非常满意 他估计一下 过些天还要去收集荆棘 用来建大的栅栏 还有新的庇护所 眼前的这个也不用拆掉 可以用来放木柴 养兔子等等 楚风 有了这个荆棘栏杆在 晚上不用再守着火堆了 芸心开心道 是啊 可以轻松很多 楚风点点头 有荆棘栏栏在 他可以不用时刻警惕着 那样心神太累了 他找来四根木头 搭成长方形的框框 然后在上面绑上荆棘枝条 这就是荆棘栏栏的大门了 楚风为了防止一些动物 从荆棘边跑土进去 还在周边摆放了一些石头 减少了一个不太可能的漏洞 芸心坐在边上的石头上 正撕扯着芭蕉皮树上的纤维 经过草木灰水的浸泡 柔软度上软了一些 他看到楚风进入木棚中 没一会儿就抱着鹿出来了 手中拿着柴刀和钢锅 楚风 还需要什么吗 芸心起身喊道 拿两个桃罐过来装东西 还有盐也拿过来 楚风回应道 好的 芸心抱着芭蕉树皮进入木棚 晚些再来处理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哪只鹿 他抱着桃罐和盐小 跑着追上楚风 在旁边问道 这只鹿死了吗 快了 现在心脏还会跳几下 楚风抱着鹿 已经没有挣扎的力气了 楚风 这个鹿绒可以吃吗 芸心好奇地望了一眼鹿头上的脚 鹿绒巴掌那么长 他只听说过鹿绒 是大补的东西 现实上却是第一次见到 要处理过才能吃 不然会上火的 楚风轻声道 鹿绒的简单处理办法还是有的 这块鹿绒是两个人在荒野外的第一块补药 我还没有吃过鹿肉呢 也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芸心晃着头说道 今晚试一下就知道了 楚风嘴角含笑道 他也没有吃过鹿肉 人生初体验呢 或者说社会上很多人都没有吃过鹿肉 更别说野生鹿肉了 楚风云心两人的直播间已经躁动起来了 等了一天了终于要杀鹿了 第一次看到荒野求生的人杀鹿 小萝莉要大餐吃了 我没有吃过鹿肉 肉味道好不好吃啊 有养殖的鹿可以去尝试一下 一头普通的鹿大概四五千以上 我家养了一只当宠物 哇 楚风两人现在吃顿饭都有好几千了呀 楚风可没有像网络上的人想那么多 把鹿抱到水槽边 扭头望了眼少女 怎么了 芸心眨巴着双眼问道 你怕吗 楚风拿着柴刀轻声问道 怕就转过头去 怕 为什么要怕 芸心歪着头奇怪道 呃 楚风愣了愣 突然想起眼前的少女 十二三岁就敢去杀鸡杀鸭的人 怎么了 芸心皱眉 疑惑问道 是不会杀鹿吗 要不要我来 少女真的不怕吗 不 她是有一点怕的 可她已经杀过鸡鸭了 接受能力比一般人强太多了 可不是那些见到血就嗷嗷叫的小女生啊 不 没什么 楚风摇摇头 拿着柴刀准备帮鹿解决人生苦难了 等一下 鹿姐别浪费了 芸心把一个桃罐递过去 放在鹿井部位 作为吃货大国的一员 一头动物身上的许多东西 都是不能浪费的 作为勤俭持家的少女来说 鹿血更是不能放过 不会浪费的 楚风抿了抿嘴 拆刀用力切割 解决了鹿的一生 她就是不想浪费鹿血 才会搭建荆棘栅栏 不然就不会在这里处理鹿了 鹿井被割开 稍微蹬了蹬脚就不再动她了 星红的血也从伤口流出 滴落进桃罐之中 楚风 这个鹿血要怎么煮啊 芸心迟疑问道 少女没有煮过鹿血 现在也是一脸的茫然 这个嘛 楚风被问住了 稍思索一下试探性说道 就像煮鸭血一样煮 那样子做会好吃吗 芸心跳眉问道 尝试一下嘛 不好吃再说吧 楚风松松肩说道 也是啊 我去弄一些野菜汁 调一下味道 芸心抱着装着鹿血的桃罐走了 趁着还没有凝固前去除一下腥味 希望不是黑暗料理吧 楚风望着少女的背影 在心中祈祷起来 她低头拿着柴刀 剖开鹿的肚子 把里面的内脏装进桃罐中 心肝肺都被分开了 晚点再来处理肠子之类的 这块鹿皮可少东西 楚风洗了下手 开始剥着鹿皮 有了这块鹿皮就能做一件衣服了 当然 这件衣服可能有点小 毕竟鹿也不是很大 等楚风剥完鹿皮后 少女又抱着两个桃罐过来了 弄好了 楚风抬头问了句 嗯 只要等鹿皮凝固就可以了 芸汐蹲下身子把桃罐放好 她扫尸一圈 白皙的双手探入装内脏的桃罐中 开始处理起鹿的器官内脏 楚风 这些肠子要直接煮吗 芸汐清洗着肠子问道 你是我们家的大厨 你觉得怎么样做比较好吃 楚风微笑地问道 剁些鹿肉 做成辣肠怎么样 芸汐笑盈盈道 可以 能在荒野外吃到辣肠 那可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楚风点点头赞同 可是只有鹽 味道会不会差一些啊 芸汐撅着嘴 无奈叹了口气 少女心灵手巧 有好肉却是没有调味料 巧妇难为五米之炊啊 没事 我不挑食的 楚风轻笑着回应 那就做辣肠 这样保存得久一点 也不会浪费肠子 芸汐被逗笑了 少女做的饭菜 首先是考虑一下 楚风的口味 她自己倒是无所谓 不挑食的人就是这么任性 盐要放一点 不然很难保存 楚风提醒道 明白 我会用一些盐 把肠衣也腌一下 芸汐清点一下头 腊肠做咸一点倒是无所谓 这样切几块腊肠配上野菜 就可以炖一锅汤了 肥肉还是不要熏制了 那样太浪费了 全都用来做腊肠的肉吧 楚风思索后 拿着柴刀切肉 把一些肥肉较多的切出来 放在陶罐里 芸汐把鹿心分离出来 抬头问道 是要吃这些肝脏吗 嗯 比较难保存的都先吃了 楚风点点头 肉可以熏制保存得久一点 好 那今晚吃鹿血和内脏 要不煮成火锅吧 芸汐双眼发亮道 楚风愣了愣 随后笑道 煮火锅也可以 吃一顿火锅的想法 那么快就得到了实现 而且吃的还不是一般的肉 心还有柠檬汁 薄荷叶 不然就有点难办了 芸汐念叨着说着 今天不是找到了一点野浆吗 弄成浆泥应该挺不错的吧 楚风轻声道 对哦 加你也可以当作狗狗蘸料 芸汐恍然说道 调味料的事先不用着急 以后还会发现其他调味料的 楚风温和声道 两人温馨的对话 可在直播间里 这一幕却是不一样的 也冲击了很多人的心理 毕竟楚风芸汐两人年龄不是很大 杀着鹿却是有说有笑的 让许多观众都傻眼了 怎么感觉楚风芸汐 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啊 两人不怕血和内脏的吗 我不敢看了 太残忍了 圣母表妹又要出来了 这才是硬核的荒野求生 不是什么言情片 有些嘴里装着圣母 私下里吃得比谁都混 我喜欢小洛丽这么彪悍 不像那些软绵绵的女孩子 连杀织鸡都不敢 在农村杀猪宰羊 不是很正常的吗 不然餐桌上吃的是什么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 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 大白妖 演播 根号18 导播听 观察员的直播间 和明倾可疑一声 双眼从屏幕离开 那些内脏还是少看一点 不然今晚吃不下夜宵了 王林看得津津有味 听到咳嗽声 扭头望过去问道 怎么了 喉咙不舒服 不 没有 何明眼角抽抽 他把视线望向吴情月 发现他双手掌捂着眼睛 只是那缝隙也太宽了吧 吴情月侧头望着何明 疑惑道 何老师 有什么事吗 你不怕那些血腥的内脏吗 何明好奇问道 不怕啊 我经常看恐怖片 吴情月笑颜盈地放下双手 何明嘴角抽抽 不怕的话 那双手怎么有点抖呢 他记得网络上的一句 看恐怖片的人 是越害怕却越想看 维婷呢 何明扭头问道 我杀过羊 齐维婷淡淡地道 何明顿时语色 好吧 这四个人里 就他一个反应是正常的嘛 云星居然想做腊肠 真是个好想法 吴情月听到屏幕里传来的对话 顿时夸赞道 我怎么没想到呢 还以为直接烤肠子吃呢 不是 何明听到这话 惊恶问道 情月 你会煮饭 会啊 吴情月连忙点头 只是平时有点懒不想煮 想煮的时候 又会花一定时间去研究 毕竟 他奶奶经常教育他 抓住一个男人 就要抓住他的胃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你会煮饭呢 何明惊奇道 这是又挖到了闪光点 我只会做一些简单的菜 像什么 佛跳墙 烤鸭 猫仔饭之类的 吴情月 吴情月眨巴眨巴双眼 轻声道 这些都是我奶奶教我的 王林把嘴巴里的茶水 喷了出去 脸色充满古怪 什么时候佛跳 强成了简单的菜了 齐薇婷 撇了一眼 吴情月 精致的脸 把这个人切开 里面也是黑的吧 王老师 你如果有一头鹿 会怎么处理 何明感觉心头有点堵 赶紧转移话提问道 会像楚风两人一样 做一些腊肠之类的吗 不会 没他们复杂 王林连忙摇头 脸色充满复杂地望着屏幕 色声道 我没那么多想法 会直接把肉烤来吃 内脏也只会拿个露心 现在他被楚风云心 两人上了一课 原来那些内脏肠子等等 都可以这样吃 怎么会 何明有点愕然 没有想到会这么简单 主要是怕有野兽的袭击 那些带有浓郁气味的肠子 就会被扔掉 而且也没有时间处理 王林苦涩道 时间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一个人求生 可没有办法做太多事情 能保证肉的心险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原来是这样 何明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我觉得王老师 是缺个会做菜的人 无情月摊了摊手说道 王林发了番白眼 诶 楚风不会连路头也不放过吧 何明惊恶地望着屏幕 楚风拿着柴刀 把路容给割了下来 放到旁边的桃罐里 等着晚上再处理 他望着路头思索起来 是打算扔掉呢 还是煮了吃掉 怎么了 芸心看到他发呆问道 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路头还要不要 楚风扭头问道 要啊 干嘛不要 芸心瞪着双眼 指着路头说道 这里面还有很多肉 只要熬久一点 就完全没有问题的 你就不怕 楚风为少女的大胆感到惊奇 他自己倒是不怕路头什么的 就是怕少女接受不了 为什么要怕 鸡头兔头不是也吃过吗 这有什么不一样的 芸心奇怪地道 楚风嘴角抽抽 突然就不知道怎么反驳了 少女的彪悍理由 也让他感到无语 好像被派入食物的行列之后 少女就想着 是要怎么吃掉食物 而不是去考虑其他的 这些肉要用盐烟一下 熏制的时候会更入味 芸心拿着盐 把卸下来的肉 都涂抹上一层盐 几个陶罐都装满了鹿的布件 除了一些不能吃的 全都在这里了 真的是一点也没有浪费 楚风清洗着双手 还有柴刀 水流把血水冲走了 周围还能听到蚊莹的声音 看来血腥味 快盖过蛆虫伞的气味了 潘牛头对少女说道 把这些东西带回去 我把鹿皮处理一下 鹿皮要用木框扩展 不然皮毛会收缩 这样就浪费了一块能保暖的鹿皮 好的 芸心乖巧硬道 抱着陶罐就回木棚去了 楚风按照之前扩展兔子皮毛的办法 用三根木头 捆绑成三角形木框 然后用绳子 把鹿皮绑到木框上 它扫拾一眼四周 没有找到合适摆放的地点 放在外面可不好 那些野兽可是会撕碎兽皮的 毕竟兽皮上面还有一些脂肪肉末 放庇护所上面好了 楚风最终选了一个地方 那就是挂在荆棘栅栏上面 她放好鹿皮后 望着天边快要消失的太阳 连忙找了根木头 拽着拖进木棚里去了 准备用来做砧板 芸心快去洗澡 楚风对少女喊道 今天的夜晚并不安全 只能提前把澡给洗了 能不出去就尽量不出去 好的 芸心愣了愣 放下搅拌着汤底的竹勺 起身去拿衣服 洗个澡再来吃晚餐 会吃得更轻松 楚风望着木棚里 剩下的两个小水缸 决定先把水装满 今晚才可以用 两人现在有三个小水缸 一个洗澡用 剩下的两个用来储存水 楚风抱着小水缸去装水了 装满水的小水缸可不轻 脚步一步一步地 慢慢往木棚里移动 楚风轻舒了一口气 两个小水缸都装满了 木桶也是装满了水 这是今晚用来洗手的 毕竟还有那么多肉还没有处理 手上肯定会沾满血腥味 楚风 轮到你洗澡了 芸心迈步走了进来 把宫兵铲递了过来 她望了眼两个水缸 不禁眠了眠嘴 本来她还想着用陶罐运水装满水缸的 却没有想到洗个澡的时间 楚风就已经把水给装满了 好的 楚风接过弓兵铲 望了眼少女精致的翘脸 在火焰的映照下 出水芙蓉般翘里 芸心扭头对上楚风的视线 疑惑得到 怎么了 我脸上有东西 没有 楚风嘴角含笑摇摇头 转身拿着竹甲扒拉着火堆 在木炭下面夹出几块石头 放在弓兵铲上 芸心绝了绝嘴 没有想太多 进入庇护所中拿出毛巾 内裤给楚风 路头用火烤一烤再来熬汤 楚风接过毛巾内裤后说道 交给我吧 芸心轻笑声应道 她目送着楚风离开木棚 随后 荆棘炸烂的大门被关上 也看不到外面的夜色了 少女抬头望向夜空 庇护所和木棚之间 有一米宽的距离 她犹如坐井观天的人形青蛙差不多 观望着夜晚的星空 这一刻 少女的心态却是放松的 不用去警惕木棚两边的黑夜 是不是有野兽在窥视 现在都有荆棘阻挡着 非常的安全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芸心嘴角微扬 俏皮地哼起歌来 开始处理今天的晚餐 她把陶烤炉拿出来 是今天刚出窑炉的陶制烤炉 用猪夹子夹来木炭放进去 然后把路头放在上面烤起来 毕竟今晚可能吃不了路头 还是用炭火烤一烤 免得肉腐烂掉 少女弄完这些 就往钢锅里面加了一些味重的野菜 野浆进去调味 放进去一些晒干的柠檬片 用来去除腥味 先把陶血放些进去 芸心把装满陶罐的陶血端过来 用竹片当刀子 在凝固的陶血上划分起来 她再用竹片挑起陶血 一块块的陶血放进钢锅里 翻滚的汤底缓缓平静下来 没有砖板就是麻烦 芸心准备处理陆的肝脏 却发现没有地方可以切割肝脏 荆棘大门的门轴 也就是木头跟石头摩擦的声音响起 楚风随手把荆棘大门给关上 顿时感觉庇护所里面很暖和 她看到呆站着的少女问道 怎么了 没有砖板 芸心撅着嘴 她扭头扫尸一圈 都没有找到合适当砖板的东西 石头也是不规则的形状 许多都是椭圆形的石头 这是收集来烧热水的石头 你把陆腿先挂上去烟熏 我做个砖板出来 楚风轻笑道 打火锅就要把肉切薄一点 不然大块肉要煮半天才能吃 还不如吃炖肉来得实在 好的 芸心笑着点头 抬头望向火堆上的木棚 上面还悬挂着十几条熏鱼呢 她连忙问道 楚风 这些熏鱼怎么办啊 挂到旁边去吧 这些天就优先吃掉熏鱼 楚风淡淡地道 不行 也要省着点吃 芸心连忙否决 这些熏鱼加上鹿肉 算是已经储备够一个月的粮食了 行 省着点吃 楚风怂怂肩 等什么时候 储存够三四个月亮的食物之后 肯定不会再省着点吃了 毕竟 不吃就坏掉了呀 她拿着柴刀开始砍紧木头 准备削出一块砧板出来 砧板的用途太多了 有了砧板就不用随手扭断野菜了 也不用两人拉扯一条鱼来回切割 两人现在是生活用具在一件件的添加 只怕再过一段时间 除了电气以外 很多东西都让两人创造出来了 我们再弄一些野菜干和海鲜干货 芸心给鹿肉穿绳子 一边说着话 这样我们就可以熬过冬天了 你是大厨 就按你的计划来 楚风随口硬道 每次有新的收获 她都会破坏掉少女的计划 这也是她逗弄少女的乐趣之一 芸心娇悍地轻哼 也是想到每次计划都被改变 完全拿楚风没什么办法 几分钟后 除了要做腊肠的肉外 其余的鹿肉都挂在了火堆上面了 让火堆开始烟熏起来 干锅里的汤底在翻滚 露血快随着汤底起伏 汤底弄好了 芸心舔来舔嘴角 转身拿了一个空的陶罐 把烤炉头放进去 她往陶罐里加入了一些野浆 柠檬片 以及好几种草药进去 接着就倒水进去 把陶罐放在火堆上炖了起来 差不多可以吃了 芸心把钢锅从木钩取了下来 放在陶炉上面炖着 现在就差肝脏还没有处理切片了 不然就可以开始吃晚餐了 弄两碟蘸料 楚风提醒道 吃火锅没有蘸料是没有灵魂的 在野外也要吃得有仪式感才行 对啊 差点忘了 芸心吐了吐舌头 拿来两个竹碗 开始调配起蘸料 首先柠檬汁是必须的 还有薄荷嫩液倒成泥 接着把野浆用竹片磨成泥 这样的蘸料气味有点冲 却是可以盖住鹿肉的腥味 砧板好了 楚风甩了甩手腕 哇 这个砧板有点像酒店后厨的原木砧板 芸心惊喜喊道 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木头打造的砧板 出租房里 两人用的砧板是那种竹子拼凑的砧板 非常的不好用 没有那种厚实感 多块肉都会一阵一阵的 清洗一下就可以用了 楚风轻笑道 我来清洗 芸心莲忙道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大白妖 演播更好十八 砧板很快洗好了 芸心拿着柴刀开始切个几肝脏 切成片片状放在桃盘里 她扭头催促道 快过来 准备刷锅了 来了 楚风放下鹿绒 等一下再来处理这东西 她迈步坐在木凳上 望着桃盘里不断增多的肝脏 如果是在都市的话 也许她不会吃太多肝脏 可在荒野外 肝脏可是能补充人体缺失元素的食材 一般人想吃都吃不到 好了 全切开了 芸心木桶盛水洗起双手 用了许多木炭清洗 才洗去手上的血迹 她来到木凳坐下 拿起筷子催促它 不用等的 我又不是在外面没回家 我来尝一尝露血的味道 楚风拿起筷子 从干锅里夹起一块露血 蘸了蘸蘸料 塞进嘴里嚼了起来 第一口就是野浆的味道 然后伴随着酸酸的 软糯的口感 怎么样 芸心瞪大双眼望着她 内心有点忐忑不安 这么多的露血 如果做得不好吃 那么就是一个折磨 会造成很大的浪费 楚风把露血吞下 对着少女竖起大拇指 那你就多吃一点 芸心开心地笑起来 连忙帮楚风夹起了露血 那你也吃啊 楚风连忙说道 她夹了一些露心的肉 放在缸锅里 因为有木炭在加热 汤底还是沸腾的 我放点野菜 芸心夹了些野菜放进去 稍微烫一下就捞出来了 不要只吃野菜 多吃点肉 楚风夹了一大碟鹿肉 放到少女碗中 我会自己夹的 芸心嘴角还笑道 直播间上 许多观众都羡慕嫉妒恨起来 我们是在找虐吗 别说了 我现在就去吃火锅 这样的荒野求生 我也想去 每天都在吃大餐的样子 默默地吃了一口 索然无味的方便面 流下了羡慕的泪水 两人在推让和闲聊中 吃着鹿肉火锅 吃了将近一个小时 才完全放下筷子 好饱啊 芸心拍了拍肚皮 来到荒野第一次吃撑 露血肝脏都被两人吃完了 只剩下一点点汤底 少女望着汤底有点可惜道 剩下一碗汤了 可惜吃不下了 不要了 里面又没有什么肉了 楚风翻了翻白眼 拿过柴刀和桃罐里的鹿肉 要开始多肉末了 准备做腊肠了 我把这些东西清洗一下 芸心收拾好碗筷 正打算用木桶里的水清洗 明天去水槽再洗吧 残渣倒在木棚周围 过些天会腐来发臭的 楚风阻止道 木棚内部可没有什么排污管道 清洗食物残渣留在木棚内 芙兰后的味道可是很臭的 她要在新的庇护所里 才会设计排污管道 这里却是没有太多精力去打造了 好像是哦 差点忘记了 芸心恍然停下脚步 今天是看到水刚木桶都有水 才让她起了洗碗筷的念头 放下碗筷 她重新回到桌子边 望着楚风切着鹿肉 楚风 等一下肉要怎么灌进长衣里面 芸心好奇问道 用竹管慢慢灌进去 楚风轻声道 这个问题已经考虑过了 心中也有了规划 好像是可以啊 芸心思索下点点头 开始剁肉末了 楚风把大块鹿肉切小块 然后拿着柴刀开始剁起来 撒点盐上去 芸心拿着盐一点点撒在了鹿肉上面 柴刀与砧板的碰撞声音 回荡在四周 二十来分钟后 鹿肉被楚风剁成了肉末 盐也放进去了不少 可以开始灌长衣了 楚风轻声道 停下了剁肉 她拿着柴刀削了几根竹子 一大一小的两根竹子 然后冲洗干净后 开始做腊肠 鹿肉末通过竹子管道 进入长衣中 一条条简单的腊肠 就完成了大半了 接下来就是储存的问题了 少女拿来绳子 把腊肠按照一小段的距离 捆绑上绳子 然后拿着小竹签扎破长衣 把里面的空气都排除干净 楚风 我们把腊肠 放在什么地方风干啊 芸心轻声问道 就挂在庇护所和木棚中间好了 楚风轻笑道 诶 好像是可以啊 芸心双眼一亮 拿着腊肠去风干了 楚风要处理最后一样东西 那就是宝贵的鹿绒 她拿着柴刀 清理鹿绒上的脏东西 然后将鹿绒放入 钢锅烧开的废水中 这是要去除鹿绒上面的毛 接连煮了几十分钟 才把鹿绒上面的毛 清理干净了 然后才是晾晒的问题 这样才能保存够久 楚风 钢锅用好了吗 芸心抱着陶罐过来问道 好了 你要烧水吗 楚风捞出鹿绒 拿来绳子捆绑好 我要熬野莓酱了 芸心摇摇头 把钢锅清洗一下后 才把野莓倒进钢锅中 盐和柠檬汁也被加进去 钢锅里的野莓被高温炸出汁水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野莓正在被高温熬煮融化着 野莓这样的椰果子 如果不尽快处理 放不了两天就会腐烂坏掉 野莓酱不难做 难的是那个耐心 显然 少女非常有耐心 而楚风正在收集 芭蕉树皮的纤维 准备让少女帮她做成衣服 赵雷赵雷两兄弟 今晚吃的是烤蛇肉 两人今天运气好 抓到了一条一米多长的马蛇 有肉吃就是好 赵雷用手撕着蛇肉吃 一点点吃着 确实不敢吃太快 慢点吃 还能过一下嘴瘾 吃太快 一下子就没了 又会惦记着薰芝西的 赵雷安静地咬着蛇肉 双眼却是有点走神 她在想着 今天陈芝西的话 导致今天的晚餐 都没有什么胃口 赵雷嚼着蛇肉 看到弟弟表情呆呆的样子 问道 怎么了 蛇肉宝是 今天 陈芝西的话 你是怎么看的 赵雷回过神问道 什么意思 赵雷停止撕扯蛇肉了 望着弟弟 合作 陈芝西说的合作 赵雷沉声道 我不知道 你觉得呢 赵雷愣了愣 随后摇摇头 我觉得可以是 赵雷双眼发亮 沉声道 我们现在两个人生存得太难了 如果多两个人就不一样了 他是没什么办法了 探索的距离又不敢太远 找到吃的食物非常有限 又不想退出 就只能寻找合作 那可不一定 他们两个未必比我们好到哪里去 赵雷不以为然道 他是自负的 不会承认对方两人比他们要好 赵雷 你想一下我们现在的处境 赵雷怒气不争地大声道 我们的处境怎么了 不是刚抓到了一条蟒蛇吗 这样的日子很好啊 赵雷瞪眼睛道 首先 他对陈志希两人就是不信任 可以说还有一点点敌意 认为两人就是来抢地盘的 不是 赵雷傻眼了 是什么样的错觉 让他哥哥觉得现在的日子很好了 你觉得他们是真心想和我们合作的吗 赵雷淡淡地道 什么意思 赵雷皱眉道 合作 我们两组人 谁是领导者 赵雷竖起一根手指 问道 别忘了 第一名只有一个 赵雷有种要吐血的冲动 美好气道 那也要能坚持到最后才有资格说这些话 我们现在可坚持不了多久 今天抓到的这条蛇 根本就补充不了我们今天消耗的卡路里 浪费了一天的体力 就抓到了一条蛇 两人的体力已经有点跟不上了 赵雷语色 突然觉得蛇肉没有那么好吃了 完全被打击到了 现在我们找到的食物太少了 已经进入恶性循环了 赵雷语重心长地劝说道 我们跟陈志熙两人合作 是一个新的突破口 最少食物获取的机会打一些 能坚持得更久一点 也许前三的奖金就有我们了呢 赵雷被说得心动了 十一说道 你真的确定要和他们合作啊 是的 我是这样想的 多两个人的存在 就可以捕捉大型猎物 赵雷严肃脸道 考虑一下 现在不急 赵雷语气松动了 陈生道 先跟他们两人接触一下 如果不合适就算了 也可以 赵雷点点头 觉得这个方案也行 另一边 陈志熙黑熊两人正烤着火 赤着棕驴树心 两人的庇护所还没有搭建好 只能烤火取暖 陈少 你认为那两个人会和我们合作吗 黑熊陈生问道 会的 一定会的 陈志熙嚼着棕驴心 平淡地道 在荒野两人生存一年 可不是很容易完成的 组队的方式确实能增大了成功率 他今天观察过赵雷赵雷两人 发现两人的状态可不怎么好 可是 消耗的食物会更快 黑熊有不同的看法 觉得两个人能很好地生存下去 不 不是这样计算的 陈志熙摇摇头 轻笑道 食物肯定是会消耗掉的 但四个人去寻找食物 概率是不是比两个人大 消耗的能量也大 黑熊反驳道 确实 这是改变不了的 陈志熙摊了摊手 淡淡地道 但工作的人手却是多了 比两个人生存更容易 人数多 消耗食物也变多 这是必然的 可也代表着 寻找食物和工作量也变多了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 就要看取舍了 你是领导 你说了算 黑熊不在争辩 反正他是雇佣过来保护人的 黑熊 人多了只要占据主导地位 那么永远都不会亏 陈志熙嘴角上扬 荒野生存365天 这个第一名冠军他要定了 那么能利用一下别人 还是可以的 他们两个不会那么容易屈服的 黑熊提醒道 不 是利益不够大 只要给足够的利益 他们的底线就会改变 陈志熙竖起食指摆了摆 嘴角还笑道 而且我们只是熬过了前期就可以了 至于后期 我们要主动出击寻找新的合作者 黑熊懂了 这是要去主动淘汰掉对手 确保前三名的名额 跟我们一样想法的人可不少 前期优势如果不明显的话 可是很难胜存下去的 陈志熙嘴角上扬 后期的博弈才是真正决定成败的时候 说不定还会发生抢夺食物呢 毕竟大奖就只有一个 我知道怎么做了 黑熊点点头 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对手 陈志熙望着夜空 这种未知的挑战 才是他最喜欢的 稍微比极限运动好一些 只要食物够多 那就什么都不怕 黑熊沉声道 确实 陈志熙嚼着纵驴心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 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大白妖 演播根号18 没想到 居然能熬出一锅野煤酱 芸汐拿着主产 用力搅着干锅里粘稠的野煤酱 用了半个多小时 终于把野煤酱给弄了出来 是挺多的 楚风惊讶道 还以为熬出来的野煤酱 才半过的样子 以后烤肉 可以蘸野煤酱吃了 芸汐笑颜迎道 拿来桃冠开始装着野煤酱 要不是刚吃饱没有多久 少女都想烤点肉来 蘸点野煤酱尝一尝味道 你可以现在弄一点鹿肉试试 楚风轻声道 不要 肚子都很饱 芸汐连忙摇头 少女偶尝嘴馋 却是很能把持住自己的嘴 搞定 芸汐把野煤酱装满一个桃冠 盖上盖子后 放在桌面上 以后吃的时候也方便 她弄完这一切 就来到楚风身边 拿过旁边的一堆纤维 开始揉搓着 编起细小的麻线 你先去睡吧 楚风扭头望着少女精致的侧脸 能清晰地感觉到疲倦之色 今天忙碌了一整天 从出门探索到现在 真正休息的时间就是吃晚餐的时候 把这些弄完再睡 明天给你弄一件麻布上衣 芸汐轻轻摇头 小手麻利地揉搓着细小的纤维 天气越来越冷了 今天出门就感到了不一样 天气没有刚登岛时的闷热 甚至还有一点凉爽 不用急 有的是时间 楚风温和道 我没有急 芸汐撅着嘴硬了声 手上的动作却是不见慢半分 楚风也不去劝说了 少女的倔脾气上来了 她抬头扫射眼木棚顶 上面吊着密集的鹿肉 蜡肠和飞鱼 吃两个人一个月的储备粮了 也该是时候新建新的庇护所了 冬天要临近 以现在的庇护所没有办法保暖 如果下雪的话 还可能会被雪给压塌了 本来吧 按照她的计划 新庇护所也是要开始建造的了 只是一直没有储存够食物 现在有了一个月的储备粮了 也就能放心地劳作几天了 突然 黑夜中传来兽吼声 还是离两人非常的近 芸汐顿时被吓了一跳 往楚风的身边挤去 没事的 可能是有路过的野兽 楚风的思路被打断了 连忙安抚着少女 她脸色凝重地望着荆棘栅栏 可惜被荆棘之条挡住了 完全看不到外面的情况 楚风 是不是有野兽被陆入味道给吸引过来了 芸汐小声问道 精致的翘脸全是害怕 我们有荆棘栅栏在呢 就算野兽来了 它也闯不进来的 楚风用轻松的语气说道 真的 芸汐稍松了口气 当然 不会有哪只动物投铁的去扎荆棘刺吧 楚风轻声笑道 好像是没有 芸汐嘴角带笑 也没有那么紧张了 晚上可能不太安静 你现在先去睡 楚风轻轻拍了拍少女的后背 可是 我想 芸汐脸颊泛红 小手揪在一起支支吾吾起来 去里面用竹筒吧 我会把摄像机调整一下 楚风压低声音道 她当然知道少女想说的是什么 现在外面肯定有潜伏的危险 所以 少女还是先用竹筒解决三级的问题吧 啊 芸汐听到这话愣住了 不行吗 楚风挑眉问道 可以是可以 就是 芸汐精致地翘脸布满红韵 秀得不知道怎么说下去了 我可以塞住耳朵大 楚风嘴角微仰道 别 别说了 芸汐红着脸 一把捂住楚风的嘴 视线完全不敢跟她对视 去吧 楚风拉开少女的手 轻推了一下她的后背 她起身走向摄影机 拿起摄像头放在旁边 让观众们听着他们扯动 芭蕉树皮纤维的声音 观众们就不乐意了 弹幕刷得飞起 怎么回事 两人说了什么悄悄话 怎么每次一到关键的时刻 楚风就来这一套 可恶我要看小萝莉 而不是听到这个噪音 小萝莉可能被刚才的售吼 吓到了 芸汐起身走向庇护所 迈出两步后 扭头看到楚风背对着她 这个样子也让她很害羞啊 又是一阵售吼声响起 声音离两人更近了 芸汐抿了抿嘴 担忧地扫尸了一圈 看到全是庇护所里的树枝 让她紧张的心情安抚了许多 没事的 野兽进不来的 楚风温和的声音响起 弄荆棘栅栏的时候 她就考虑过野兽强闯的问题了 除非是一只野猪 硬生生地冲撞进来 否则绝对是安全的 售吼声更近了 楚风听出来 是有野兽在此起彼伏的嘶吼 不止一种野兽 嗅到了血腥味过来了 这一刻 她为自己建造荆棘栅栏的决定点赞 实在是一个英明的决定 不然今晚就别想睡觉了 好了 芸芯羞涩的声音响起 那么快吗 楚风愣了愣 随后转过身去就看到 少女已经钻进睡袋中了 她刚才一直关注肉吼声 倒是没有想太多 突然 荆棘栅栏外面 传来了树枝瓜果的声音 顿时让楚风紧张起来 她迈步把竹公拿在手中 紧盯着声音传来的方向 知道这是野兽在探查血腥味的源头 正在小心翼翼地触碰着竞技栅栏 是什么野兽在外面 楚风皱眉猜测起来 夜晚是野兽的竹刹 她可不敢轻举妄动 毕竟不像其他视频的荒野求生者 拍摄组还带着枪跟牌 楚风蹲下身子 把火堆给烧望起来 烟雾缭绕而上 要尽快地把芦肉延熏好 野兽的嘶吼在夜晚格外让人不安 直播间的观众们 通过无人机航拍器的拍摄 可以看到庇护所外面的情况 熊柴出现了 他们在营地外面徘徊着 吓得观众们弹幕刷了起来 天哪 真的有熊出现了 小罗莉两人不会有危险吧 怎么感觉有点心里发迹呀 楚风冲哑杀熊吃肉 前面那是疯了吧 熊是那么好杀的 你们看楚风 现在还那么镇静 心可真大呀 他是不知道外面有熊 不然飞吓尿了 真的危险呐 如果没有这个经济栅栏 只怕两人已经成了尸体了 没有那么夸张 还有火堆在呢 是我就冲出去杀熊 就有几个月的肉吃了 原来荒野的夜晚那么危险啊 我还打算去荒野求生呢 楚风现在还不知道外面有熊吗 不 他知道 从脑海中的知识对比 楚风很轻松地就辨别出了熊的吼叫 但也要装作不知道 不然少女今晚就不用睡了 一定会吓得睡不着 楚风 要不你也过来睡觉吧 芸心整个人包裹进睡袋中 露出精致的脸颊 双眼担忧地望向楚风的背影 你先睡 我要守一下夜 楚风扭头回应一个安心的笑容 轻声道 这些鹿肉要熏干水分才行 不然外面这些野兽可不会散去 如果这个鹿肉的血水没有被熏干 就会一直吸引外面的熊 柴在附近徘徊 食肉动物可不是每天都可以填饱肚子的 有许多食肉动物都是吃一顿 饿上好几天的 闻到血腥味当然会躁动了 那我等你 芸心乖巧硬了声 现在是完全睡不着了 外面的动静有点大 楚风把火堆烧得很旺 现在外面的情况 野兽们非常躁动 只闻到味道却是吃不到肉 他估计单人有枪的话 出去外面也估计难逃一死 荆棘树枝被扒动的声音 随后传来了痛苦的熬叫声 可惜看不到外面 不然肯定很逗 楚风哑然失笑 完全能想象得到 野兽被荆棘刺扎到的样子 楚风 我们上次是不是很幸运 芸心突然开口道 上次 楚风听到愣了愣 随后反应过来 说道 是啊 上次真的很幸运 上次说的就是熏鱼的那一次 抓了四十多条鱼 那股血腥味也没有把熊给引过来 或许那时候熊吃饱了吧 我们明天都弄一些荆棘吧 这样才会更安全 芸心悠悠声道 今晚确实把他给吓到了 没有想到鹿肉会吸引这么多的野兽过来 有我在 没事的 楚风轻声安抚道 今天的事给他提了个醒 庇护所要绝对的安全 不然打到猎物也会吸引野兽的抢夺 如果今天没有弄荆棘栅栏 单靠火堆的话 两人今晚就能看到四周忧虑发亮的兽眼 还能看到野兽在几米外徘徊 时间缓缓流逝 随着夜色的变身 野兽是越来越多 野兽们在荆棘栅栏外徘徊着 时不时就会触碰一下荆条 要不是这些荆棘刺够长 外面的野兽怕是要强行扒了开荆棘栅栏了 也不知道有没有野猪 楚风喃喃自语 他最想抓的猎物就是野猪 但估计野猪不会过来 毕竟外面的食肉动物比较多 呃 楚风咧了咧嘴打了个哈欠 扭头望向睡袋 少女不知不觉中睡着了 他在脑海中下令 全到 视线前出现一道虚拟光屏 上面的千到日期 十三号 还是熬到凌晨吧 楚风往火堆里多增加了几根木柴 凌晨过后 他就能领第二个七天千道礼包了 火堆烟熏着鹿肉 气味更是让外面的野兽躁动起来 这一幕在直播间的观众们看来 分明就是楚风在逗外面的野兽 小贤月岛上 木屋里的工作人员都在关注着 楚风云心两人的直播间 特别是看到有熊的触摸 全都紧张起来 有的人已经去发动直升机了 首长要不要去带两个挑战者出来 工作人员问道 挑战者有危险 工作人员就会提前把人接走 也就代表着淘汰了 但这样却能保证挑战者们的安全 不着急 李谷摆摆手 浑浊的双眼盯着屏幕看着 可是 工作人员还想说什么 却是被旁边的张志伟瞪了一眼 善善地闭上了嘴 这个孩子很聪明 能挡住诱惑 先建造经济栅栏 李谷淡淡地道 一般的人能抓到鹿 当然是马上宰了吃肉 就算是想到了危险 也会是在远离庇护所的地方 处理鹿肉 谁会想到去先建造经济栅来 确实很聪明 心态也非常好 有条不紊地生存着 张志伟夸赞着 他对这个楚风云心两人 也是很关注的 特别是对方能完美地 处理完鹿肉 连鹿血都没有放过 没有造成一点浪费 这也是他比较看好的 他很欣赏楚风云心两人的心态 有这么多野兽围绕着 居然没有拨打卫星电话求救 不会有危险 不用去管两个人 离骨淡淡地到 是 工作人员应到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 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 大白妖 演播 根号18 另一边 柳一秋柳一梦双胞胎姐妹 却是没有处风的烦恼 姐妹两人正围在火堆旁边 烤着鹿肉 前些天送上门的小鹿 让两人宰了之后就全烤了 然后再吊起来烟熏 加上鹿血放进了吸水之中 一些不能吃的内脏又埋进了土中 让两人没有了后顾之忧 姐 鹿肉应该可以吃了 别再烤了 柳一秋望着姐姐手中的烤肉 经过前些天夜晚的恐吓 两人就决定把庇护所打造得安全一点 就用竹子做了一个栅栏 完全把庇护所包围在中间 两人都忙碌到大晚上 都还没有吃晚餐 再等一下 还没烤好呢 太生了 小心吃了肚子疼 柳一秋淡淡地道 在看荒野求生视频时 她牢记着一句话 野外能不吃生食的就不要吃生的 否则一点小病就能让人倒下 让我也烤一串吧 柳一梦眼巴巴说道 精致地翘脸皱起来 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不行 不小心啊 就会被你烤成黑色了 柳一秋顿时拒绝道 哎呀我可以学嘛 柳一梦撅着嘴嚷嚷道 等结束以后 回家买些鸡翅让你学个够 柳一秋淡淡地道 表情没有一丝变化 已经习惯了妹妹的撒娇 在荒野外 一丝食物都不准浪费 嗯 柳一梦被赌得没有话说了 恼火地拿起芒果干摇起来 两人收集了一大堆芒果 然后切片晒成芒果干 可以让两人吃上十天半个月的了 姐 说真的 你这个样子会嫁不出去的 柳一梦眼珠子一转 眼光中充满脚狭 轻声问道 我听闺蜜说过 男生啊都喜欢那些 不怎么管他们的女生 你太强势了 小心吓到追求者 每次她都会拿这点调侃姐姐 然后看到对方恼羞成怒的样子 就感觉非常有趣 谁让她姐姐太清冷了 还喜欢管教她 是吗 柳一秋挑眉 双眼微眯说道 你这样的 也不见得有人要 我 我又不嫁人 柳一梦劈劈劈嘴说道 不嫁人 又有那种当尼姑的念头了 柳一秋熟练道 两人不止一次谈论这个话题了 每次对话都是差不多 自己一个人挺好的 如果遇到像那个渣男一样的人 妈妈也不会 柳一梦说着说着就低下了头 火堆的硬照下 柳一梦低着头的脸颊充满了阴影 仿佛想到了不好的事情 好了 不要谈它 柳一秋脸色沉下来 显然心情不怎么好了 姐 我们一定可以拿回大奖的吧 柳一梦双手拖着下巴 黑白分明的模子中 有一丝悲伤 视线飘忽地望着火堆 绝对可以的 妈妈还在等我们 拿钱回去医治呢 柳一秋斩钉截铁说道 两人母亲病重 劳累过度晕倒后 检查发现了癌症 手术费跟调养费等等 加起来要上百万花币 对于两个还没有大学毕业的人来说 这笔钱实在是太多了 还有亲戚关系的原因 借的钱也只能维护一些要务的医治 在一家人快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两人报名了荒野生存365天 而且幸运地被挑中了 两姐妹就是奔着头三名的奖金来的 不管是第几名都可以 只要超过一百万就行 姐 你不是有很多追求者吗 没有人肯接一百万 柳一梦好奇问道 你想什么呢 怎么可能有人接一百万啊 柳一秋翻了翻白眼 现在社会非常现实 一百万没有几个人能借得出来 而且还是一个学生 说的也是 大家都是奔着你美貌来的 柳一梦叹了口气道 作为跟姐姐同一个模样的她 也经历了同样的骚扰 对一些人的嘴脸早就看清了 靠人不如靠己 别想那么多 柳一秋淡摸道 她倒是看得很开 这次荒野生存一定要拿浅三 这样就不用去看别人的脸色了 我觉得现在日子挺好的 不用顾及太多 柳一梦语气充满活力起来 她望了眼烤肉 叹气道 就是吃的方面少了一些 不然呢 我能在荒野生存好几年 嘴强王者 柳一秋淡淡地说道 哎呀姐 你真讨厌 柳一梦撅着嘴 称怪道 每次都来打击我 这是教你面对现实 柳一秋平静道 哼 你还是快点找个老公 管你老公去 柳一梦娇横哼道 放心 你没嫁 我是不会嫁的 柳一秋眼底闪过一丝笑意 那你就惨了 我可是不会嫁人的 柳一梦探了探手道 那可不一定啊 等你认识到一个让你心动的男生时 你就不会这样说了 柳一秋犯了犯烤肉说道 你怎么跟妈妈说同样的话呢 柳一梦劈劈劈嘴 吐槽道 找一个男生做什么 我能煮饭做菜 又扛米洗衣服 逛街打游戏 我都可以一个人 作为元气满满的人 扛三十来斤的米是没有问题的 是吗 柳一秋嘴角扯了扯 淡淡地接话道 做菜就不要说了 不拉肚子就算好的了 逛街都是拉着我去的 打游戏老被人追杀 柳一梦的游戏能力 发一句话来形容 操作猛如虎 一看战绩 零杠五 姐 打游戏 你也好不得 柳一梦正想回怼 柳一秋递过去 半个巴掌大的烤炉肉说道 好了 吃烤肉吧 哈 终于可以吃了 柳一梦开心地接过烤肉 她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烤炉肉 慢慢地嚼起来 然后咬了一大口芒果干 柳一秋怜惜地望了眼妹妹 低头咬着鹿肉 同样拍着芒果干吃 时间缓缓流逝 千道 楚风再次熬夜到凌晨 随着话音落下 她眼前弹出一道虚拟的屏幕 叮 千道第七天 得到初级礼包一份 楚风脑海中机械化的声音响起 立即驱赶走了她的睡衣 让她把注意力从火堆上移开 望向屏幕上看到十四号的日期亮了起来 她连忙在脑海中下令 打开礼包 叮 蘑菇类培养叶配方一份 初级 叮 野外药一经验礼包一份 初级 叮 处理植物经验礼包一份 初级 楚风脑海中接连响起三道声音 让她郁闷了一晚上的心情好了许多 她瞥了一眼摄像机 为了等一下 免得开礼包表情太多变化 引起不必要的注意 决定去睡袋中开礼包 该睡觉了 楚风王火堆里添加了几根大木头 望了眼吊着的鹿肉 表面已经看不见血水了 已经被烟熏得有些干燥了 她起身喝了点水 迈步走进庇护所 脱下冲锋库和鞋子 小心翼翼地钻进睡袋中 楚风 云欣突然发出迷糊的声音 你还没睡啊 楚风愕然 她低头望着少女半眯着的双眼 这是半睡半醒的状态 睡了 已经睡了 云欣发出迷糊的声音 伸手抱住她 脑袋贴了上去 在她胸口蹭了蹭 少女睡得不安稳 外面的售吼声 让人不敢深入睡眠 所以楚风刚钻进睡袋 她就醒了 睡吧 还有我呢 楚风还手抱住少女的细腰 轻拍着少女的后背 像是在哄小女孩一样 嗯 云欣叫憨地应了声 安心地睡着了 啊 楚风 也能加快蘑菇的生长 而且还能让不适合蘑菇生长的环境 培养出蘑菇来 这样的蘑菇类培养液配方 放在外面又是许多人抢着要的 而且最少也是值十亿元的价格 要知道蘑菇的生长环境是很苛刻的 特别是一些昂贵的蘑菇 像松露松龙等等 这个蘑菇类培养液的配方种类也是有好有坏 越好代表着蘑菇生长的时间越短 当然配方用的材料也比较昂贵 差的呢 是各种植物发酵而成的培养液 在野外也能找得到的植物种类 一共三十二种配方 最好的可以增加三十二倍生长速度 这真是要逆天了 楚风在心中吐槽道 突然 他发现 如果拿下第一名 那颗私人土地就可以用蘑菇类培养液的配方培养蘑菇了 比如三大真卫王之一的松露 要知道 松露的美金市值四千欧 很好 以后发财大机又多了一条 楚风内心很是愉悦 现在对他最重要的是 这个培养液能改变蘑菇生长环境 让他在营地里 弄一个适合蘑菇生长的环境出来 代表两个人有源源不断的蘑菇吃 特别是鸡油菇 很好 这个要计划一下 楚风满意地点点头 他在脑海中默念 打开处理毒植物经验包 处理毒植物经验礼包传说中 楚风脑袋仿佛被人敲了一下 涌入大量的知识 让他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疼得额头都冒出了血汗 十几分钟过去 他才缓缓地适应过来 整理起脑海中的知识 楚风整理完后 嘴角咧了咧 无声地笑了起来 这份礼包来得太棒了 处理毒植物经验礼包 给他的知识中就有一部分 是处理有毒快精的方法 可以提取可食用淀粉 煮食有了 楚风无声地笑着 睁开眼望了眼少女 强忍着分享快乐的冲动 处理办法虽然麻烦了一些 却是能让两人完全摆脱对肉类的依赖 可以多一种食物的来源 这两天试一下植物快精去毒的办法 楚风心中做下决定 他凭缓了心情 脑海中默念 打开野外医药经验礼包 野外医药经验礼包传输中 这一次 楚风脑袋就跟撞墙一样 完全是蒙的 大量的医药知识涌入脑中 半个小时后 他才勉强接受完知识 让他头晕脑胀的 楚风吸着冷气 仔细整理着脑海的知识 发现这个药医 就是利用草药治病 就跟中医差不多 就是没有针灸推拿 只有单纯用草药配方治病 这是要让我成为药剂大师吗 楚风在心中吐槽 这个药医礼包早来几天 可以很轻松地解决到 少女感冒的问题 很好 又有了一个新的保障 以后有什么小病 就能自己治好了 楚风在心中感叹 啊 礼包全打开了 楚风惦记着没有事了 放松后困意就完全袭来 外面的野兽们还在闹腾 他是没有精力去管了 不行了 要睡觉了 楚风太困了 折腾了一天早就想睡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 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 大白妖 演播 根号18 躁动不安的一夜过去了 清晨下起了雨 气温骤降 完全不想起床啊 楚风睁开眼 望着庇护所的屋顶 他听着雨水声 全身懒洋洋的不想动态 昨天晚上打开礼包 让他有点兴奋 所以 早上又是很早醒了过来 他现在有了九个礼包 其中两个礼包 让他不愁赚不到钱 当然 这个是要长期发展 才能有收益 可最让他想要的 是那块永久性的私人土地 那样在自己的土地里 想做什么都可以 以后肯定还会开出很多礼包 私人的秘密基地 就很有必要了 芸汐骄横地巴起了一下嘴巴 脸颊下意识地蹭了蹭 几分钟后 少女缓缓睁开眼 脑袋瓜子还有点迷糊 愣了几秒才清醒了一些 芸汐小心翼翼地 离开楚风的怀抱 抬头望着她的脸颊 看到的是一双黑白分明的双眼 睡得怎么样 楚风倾笑道 芸汐的脸颊泛红 猛地把脑袋一缩 钻进了睡袋之中 她好一会儿才闷声道 睡得很好 楚风翻了翻白眼 好像她是洪水猛兽一样 都睡在一起十二天了 少女还是这么害羞 她坐了起来轻声道 外面下雨了 你可以多睡一会儿 下雨的气温比较低 很多工作不能做了 不然淋雨后的感冒率 就会大增 就算她得到了药医的知识 但能避免生病还是好的 你要出去吗 芸汐闷声问道 暂时不出去 楚风摇摇头 没上一出去淋雨 她可不想受这个罪 她起身穿好衝锋裤和鞋 手掌搓了搓肚子 天气还真是说变就变 先把火点燃 楚风轻声道 脉步来到火堆 看到木头上的黑毯 拿起一根吹起气来 点点火星冒了出来 她抓了一点干草放上去 吹了水气 很快火就被点燃了 一根根枯树枝放上去 迅速地燃烧起了一堆火 芸汐 我们早餐吃 昨天晚上炖的路头 楚风扬声问道 她扭头望向睡袋 刚好看到少女 穿着背心短裤爬起来 正准备穿冲锋衣 可以啊 芸汐柔声应道 少女穿好冲锋衣后 抬头对上楚风的视线 脸颊不自然地爬上一抹红韵 楚风轻咳一声 回过头把桃罐放在火堆上 然后往钢锅倒进水 挂在木沟上 准备烧些水来喝 楚风 外面应该不会有野兽了吧 芸汐来到火堆庞青生问道 下雨了 应该都离开了 楚风嘴角未扬倒 陆若经过一晚上的熏制 血水已经熏干了 血腥味消散得差不多了 加上今天又是下雨 完全不用怕再吸引来野兽了 木棍跟石头的摩擦声非常刺耳 楚风小心翼翼地推开静级大门 探头望向外面 看到的是一片雨木 头顶被雨水淋到 让它抖了一个机灵 真是冷啊 楚风把脑袋缩了回来 顺手把静级大门给关上 他对少女说道 外面很安全 就是雨有点大 我去上厕所 芸汐红着脸把东帽戴上 脉步出了庇护所 小心点 先检查一下木楼 楚风扬声提醒道 知道了 芸汐柔声回应 看来要先考虑 保暖的问题了 楚风来到火堆边 身子才暖和起来 他拿起芭蕉树皮 接着撕起细小的纤维 准备今天编制一块麻布做衣服 如果阴天没有太阳的话 他就只能待在火堆旁 太冷连出门都不敢 楚风 你要上厕所吗 芸汐进来抖了抖身上的雨水说道 成风衣给你穿着去 好 楚风点头硬道 他放下手中的芭蕉树皮 起身接过少女的冲锋衣 穿在身上 却是没感到了 还有一丝少女残留的温暖 脉步走出了庇护所 楚风披了一眼 头顶上的无人机航拍器 脉步走进了木龙方便 几分钟出来后 他皱眉思索起来 眉纸可真的不方便的 总不能一直用杂草叶子解决吧 要不要造纸 楚风喃喃自语道 他思索了好一会儿 摇摇头否决了这个主意 纸暂时没有那么重要 现在优先级不是造纸 而是保暖和建造新庇护所 以及储存更多的食物 楚风开始视察起经济栅栏 发现不少位置的精条都被拽动过 有的被拽出一米多远 他蹲下身子检查了一下 无奈道 痕迹都让雨水冲刷干净了 这都不好分辨了呀 楚风猜测这些荆棘枝条 是扎到了野兽的肉 才会被拽得那么远 他把极条拿回来摆好 接着用石头压住 免得又被拽走了 抬头望了眼鹿皮 楚风拿棍子把鹿皮挑了下来 准备进去用火烤干 去除一下上面的残留脂肪 楚风脉步走进庇护所 把冲锋衣脱了下来 劈到正在搓麻线的少女身上 你穿吧 我有背心呢 芸心抬头说道 他现在穿的背心是用裤子布料做的 缝的样子有点歪歪歇歇的 在这里面不冷 楚风把鹿皮放在火堆边上 他转身拿了点薄荷用竹碗捣烂 过滤掉薄荷渣渣 留下薄荷汁液 再放进了一些木炭粉 进去搅拌了起来 尝试做了一些荒野版的牙膏 我 我 楚风弄了一点放进嘴中 第一的感觉就是怪怪的 有一股浓郁的薄荷味 但还是可以接受的 他拿着小木棍开始刷起了牙齿 脑海中突然想到 好像还可以做一些牙刷出来 牙刷? 楚风把小木棍从嘴中拿出来 望着光秃秃的小木棍 皱眉思索起来 在荒野外做牙刷不容易 用绳子绑住瘦毛就不要说了 还没有刷两下就板嘴毛了 楚风 怎么了? 弄刷牙营了? 芸汐抬头关心问道 少女用木棍刷牙就弄伤过牙营 让她默默疼了两天 导致她现在用手指刷牙 没有 就是感觉这木棍不好用 楚风摇摇头 往嘴里灌了口水 竖了竖口 用手指刷也是可以的 我这几天就是用的手指 芸汐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你是把牙银弄伤了? 楚风挑眉问道 从少女的问话中就猜到了结果 呃 已经好了 芸汐之悟下 连忙扭头过去 行吧 那我们就做一把牙刷出来 楚风用毛巾洗了一下脸说道 啊? 做牙刷? 芸汐愣住了 连忙转过头来说道 我们没有胶水可以固定啊 用松指当胶水就可以啊 楚风轻声道 可松指的粘度不够啊 瘦毛很容易脱落的吧 芸汐皱眉说道 少女有想过做一把牙刷的 可思来想去也没有找到好的办法 用绳子绑瘦毛就更不要想了 我有办法让瘦毛不脱落 楚风嘴角上扬 这是她刚想到的办法 什么办法? 芸汐表情呆了呆 苦恼地思索起来 她还是没有想到 能有效防止瘦毛脱落的办法 刷得满嘴瘦毛的牙刷 还不如用手指来的实在 先吃早餐 今天下雨就不出去了 我们在家里做一下手工活吧 楚风神秘地笑了笑 人的牙龈非常容易受伤 还有上火发炎等 嘴受伤吃什么东西都不会香的 刷牙也是一天重要的开始 趁着下雨天不能出去干活 楚风就决定做一些改善生活的东西 直播间的观众刷起弹幕 都好奇地问了起来 荒野外没有胶水怎么做牙刷呀 不懂 不要问我 超市二十元三把 用绳子把瘦毛捆成一团 然后用木头夹住就可以了 刷得你满嘴毛 两天换一买牙刷 我已经准备好笔记本了 就等楚风纯天然的手工制作教程了 我家二哈的尾巴毛已经准备好了 我已经联系好工厂了 淘宝马上就有同款手工牙刷出现 前面的都是秀儿 我家大公鸡的毛能不能做牙刷 桃冠里的路头早就被炖得软糯了 两个人吃着热气腾腾的早餐 驱赶走了一丝寒冷 楚风 这个路脑你吃吧 芸汐用煮勺把路脑盛到他的碗中 他虽然不是很挑食 但也不是什么都不怕的 对于未尝试过的东西还是有一丝抵触的 好 楚风轻笑道 未知的东西才是让人抵触的 早餐很快就解决了 吃得也非常的饱 主要是汤汁比较多 芸汐接着搓麻线 今天一定要做出一块麻布出来 这样最少能为楚风提供一丝保暖 先把松脂给提纯一点 这样粘度才够 楚风嘴中念叨着 他拿来之前的松脂 扣出一大块松脂放在弓冰铲上面 松脂里面是有水分的 要用高温熬煮过后蒸发水分 提纯出来的松脂才够粘 弓冰铲上的松脂迅速融化 发出油煎的声音 这是水分在蒸发 几分钟后 楚风就把弓冰铲从火堆上拿开 等一下要用的时候 稍微加热一下就可以了 他瞥了一眼吐龙 惊声道 牙刷的毛还是用鹿尾的毛好了 昨天处理完鹿之后 除了不能吃的之外 其余的都被两人收拾了 包括鹿的尾巴 楚风拿着柴刀 耐心地把鹿尾的毛给刮下来 然后摆放整齐 等一下才好清理 刮下来的鹿毛 他拿起一端鹿毛 用竹梳子梳起来 把鹿毛给梳得整整齐齐的 然后专心去除弯曲粗大的鹿毛 弄了十几分钟才完 楚风挑的是双眼发酸 细致的活就是好神 他扭头对少女问道 芸汐 缝纳线还有吗 还有一些 芸汐点点头 问道 你要用吗 啊 用来绑这些鹿毛 楚风举着手中的鹿毛 我拿给你 芸汐放下手中的麻线 起身走进庇护所 他在睡袋下面的草堆里 翻出一个竹筒 里面装的就是木针 线 还有布料 都在这里了 芸汐把缝线递过去问道 用线捆绑的方法 就不会掉了吗 嗯 拍上松纸就好了 楚风轻点下头 接下来就是慢弓出细活了 他把鹿毛分成二十小分 每一份有十几根鹿毛 蘸点松纸 再用线捆绑起来 楚风拿着一份鹿毛 蘸了点松纸之后 就用线绕上几圈 用力绑紧了 这样用力刷牙 也不怕瘦毛脱落了 二十份鹿毛 都是同样的步骤 捆绑鹿毛这一点 更是要细心 特别是这个打结问题 一个小时 楚风才把二十份鹿毛 给分别捆绑好 这就好了 芸汐轻声道 少女在看到楚风的办法后 就知道是什么原理了 用这种细致的方式来绑瘦毛 确实能让瘦毛不脱落 现在的社会太浮躁了 让人一时不愿意去想 这么麻烦的办法 只会想着 还有什么进路可超车 等着松纸凝固后 就是第二道防脱落了 楚风嘴角微扬道 那牙刷饼呢 芸汐追着问道 怎么固定在牙刷饼上 才是最重要的吧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菲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 大白妖 演播 根号18 哇 这就做出来牙刷的刷子了吗 太麻烦了 我的手不想动 我把家里的二哈尾巴毛给剃光了 隔壁直播间也做了牙刷 只是刷了满嘴的毛 直播间里的观众 都热情满满地学习着 对于他们来说 手工是值得关注的 毕竟谁也不会知道 会不会流落荒野 多学一样东西还是好的 牙刷饼不难 楚风轻笑道 他拿来一根竹子 飞快地削起来 几分钟的时间 做成牙刷饼的样子 怎么做 用松纸粘上去吗 芸汐停下手中的活 认真看起来 现在有这么多的鹿毛 只要在牙刷饼上削开几条裂缝 用来夹着鹿毛就可以了 然后牙刷饼两头 用信缠紧就行了 楚风拿着牙刷饼 将戒起来 原料是这样 我明白了 芸汐恍然大悟 只要了解原理的话 好像做一根牙刷不难呢 最重要的就是 牙刷毛脱落的问题 现在分成了一小撮的绑紧 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就是手工会比较麻烦一点 楚风轻声道 先用线在一头捆紧 免得用柴刀开缝时 开得太深了 捆绑后 他拿着柴刀在牙刷饼 轻轻地削四条裂缝 接着 把二十撮鹿毛分成四份 每条裂缝夹进五撮鹿毛 牙刷饼的头部 裂缝再用线捆绑住 最后一步 就是修剪牙刷毛了 让牙刷毛平平整整的 楚风拿着柴刀 在火堆上烧了烧 然后一刀把牙刷毛给切平了 这样的一根牙刷就做好了 牙刷的样子嘛 谈不上有多美观 粗看上去还有一些粗犷 但看起来是非常实用的 给你 以后就用这个牙刷 楚风把牙刷递给少女 太棒了 芸心笑眼如花地接过牙刷 并竖起大拇指 这一下不用手指刷牙了 她把玩了一下之后问道 楚风 那你呢 我再做一把牙刷就好了 楚风轻声道 外面的雨还在下 两人各自忙碌着手中的活迹 楚风这一次用兔毛做牙刷毛 按照同样的工序 做了一把兔毛牙刷 她做完新的牙刷 又过去了一个多小时 精细活非常的耗时间 先试一下感觉怎么样 楚风拿着牙刷试用了一下 她拿来竹筒里的薄荷木炭粉 用牙刷沾上一些荒野版的牙膏 开始刷起了牙 嗯 可以哦 楚风嘴中花出模糊不清的声音 向少女竖起了一块大拇指 表示非常的棒 楚风 我们以后回到都市 不用买牙刷了 全都手工制作牙刷出来 芸汐调侃道 楚风竖完嘴以后 轻笑道 没问题 以后连淘气都可以自己烧制来用 会不会太丑了 芸汐望着自己做的淘气 莫名有点嫌弃自己的手艺太差 很漂亮了 你还可以在上面画些图案 楚风却是赞美的 那我要找一些花瓣做染料才行 芸汐轻声地回应 野生的植物花朵 很多是天然的染料 只要运用得好 不比一些加工过的化学染料差 我是不是要做几根毛笔出来 这样才可以画画 楚风嘴角上扬道 毛笔暂时不用 但最好做把毛刷子出来 这样烤肉才能刷野霉酱 芸汐柔声道 毛刷子的话一点也不难 楚风点点头硬下来 他再去掳几只兔子的毛 专挑尾巴上的毛 这样的毛比较粗 按照做牙刷的办法 把兔子毛分成十几二十撮 然后用线绑住 这次不用松脂了 免得热度让松脂融化后 混入烤肉中 毛刷饼的夹兔毛的位置变了 是夹在尾端的裂缝 然后再用线捆绑住 一根毛刷子就完成了 终于把麻线都搓出来了 芸汐长舒了一口气 望着地面上的纺锤 上面缠满了细小的麻线 麻线比不上都市卖得那么细 大概是织毛一线那么粗吧 整整十几个纺锤 完全可以做一大块的麻布出来 要做一个织布机的结构出来吗 楚风放下毛刷子问道 是啊 做个简易版的就行 芸汐身下懒腰轻声道 按照院长奶奶做的那种织布机 孤儿院的院长是从旧时代过来的 几十年前的农村用的就是牧师织布机 少女也从奶奶那里学到一点 楚风也曾经好奇地把玩过 只要记得原理就不难 可以 不难做 楚风应了声 拿着竹子开始削起来 做一个简易版的织布机 首先削了几根竹子做成了一个长方形的立体结构 其中一端用竖立的方式 定了几十根钉子 当作类似栅栏的样子 才是用来绑麻线用的 织布机的院里是一条条线的并行 以奇数偶数为活动的线 一头绑在单独的竹子上 剩下的线就固定在长方形的竹子一端 这样绑了麻线的单独竹子就能上下活动 拿着纺锤麻线从中间横向穿梭 然后单独活动的竹子上下交替 然后中间再向反向穿梭麻线 纵横的交替就能编织出麻布来 观察员直播间 几人都傻眼了 愣愣地望着楚风云心两人在干活 楚风这两个人也太硬核了吧 做牙刷和织布机 何明不禁感慨道 他严重怀疑两人是去开荒的 再多几个人的话 会不会在荒野外发展成一个村庄 齐薇婷默默望着屏幕 紧盯着楚风手中的织布机 让他想起成为孤儿前 老家角落里破旧的一些织布机 手工牙刷哎 我喜欢手工的东西 吴清月清脆声道 王林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荒野生存自己做牙刷也就算了 还打算自己织布吗 黄老师 你荒野求生的时候 是不是也像楚风两个人一样 也是做牙刷和织布啊 吴清月好奇地问道 呃 王林眼角抽抽 扯了扯嘴角说道 呃 没有 我没有楚风两人追求的那么精细吧 这样啊 吴清月双眼眯了起来 多盯了一眼王林 才扭头望向屏幕 王林心中苦恼 这个眼神是什么意思 是在鄙视他吗 我们专心看一下楚风两人是怎么织布的吧 和民联盟给王林解围 免得王专家的面子掉光了 好了 可以开始织布了 楚风望着长宽一米多的织布机 上面已经纵向挂满了上下两排马线了 我负责穿梭马线 你负责上下一栋竹子 云心拿着纺锤说道 没问题 楚风点点头 两人负责织布的速度会快很多 不用一个人来回跑动 对比手工织布快了好几倍 枯燥地做着同样的事两人闲聊着 楚风 明天要做什么 云心清脆声问道 手中的动作却是一点也不满 砍木头开始做新的庇护所 楚风迟一下说道 那么快吗 我们这个庇护所还可以用吧 云心惊愕道 天气开始转凉了 我们需要牢固一点的房子 不然我怕庇护所被风吹垮了 楚风轻声道 他确实有担忧暴风雨之类的 这样粗略搭建的庇护所 可挡不住一场大的暴风雨 停 大吉大利 别乱说这样的话 云心撅着嘴嚷嚷道 你越来越像院长奶奶呢 楚风吐槽了句 在孤儿院中 每次有小孩说一些不好的话 院长奶奶就会说大吉大利 然后教训小孩子们不能说藏气话 云心叫汗翻了翻白眼 没好气道 你别乌鸦嘴 这庇护所不会垮当 我们需要一个床 而不是睡在草堆上 楚风抿了抿嘴 陈思想说道 需要一个壁炉 以及一个厕所和浴室 这 这么多啊 云心表情呆住了 这是提前规划的 要在冬天前建造完成 楚风认真地说道 每天建造一点 花十几天建造一个新的庇护所 这就是楚风的计划之一 会不会太浪费时间了 云心眼睛闪烁了一下 吃一道 我们还要储存过冬的食物呢 芳心眼会抽空去捕猎的 楚风温和声道 他把过冬食物放在咸水鳄上 决定过两天做个大陷阱 来捕捉咸水鳄 只要有一头咸水鳄 就能够支撑两个人一个月左右 楚风计划是捕捉两三只咸水鳄 而且要是体型比较庞大的 这个计划要隐瞒着少女进行 至于鹿兔子也在她名单上 一半的时间用来捕猎 一半的时间用来搭建 新的庇护所和栅栏 两人聊着天 时间不知不觉中过去 外面雨滴滴答答下个不停 天色缓缓黑了下来 时间已经来到了夜晚 又是一天要过去了 终于完成了 云心笑着摔手腕 双眼弯成月牙状 长宽一米的麻布完成了 用了最少五六个小时以上 才编出这么一块浅褐色的麻布 先来煮晚餐吧 吃完了再来做衣服 楚风轻声道 好的 云心放下纺锤 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身子 她对楚风问道 今晚吃什么 切点鹿肉炖野菜吧 这样方便一些 楚风建议道 也可以 云心点点头 开始忙活起今天的晚餐 楚风拿过火堆边上的鹿皮 摸了摸后 发现油脂皮层已经很干燥了 也该软化把这些油脂去掉才行 她把木桶抱过来 装满水后放进去很多草木灰 然后把之前的兔子皮和鹿皮放进去泡软 楚风 盐药没有了 云心小声道 昨天腌制鹿肉用掉太多盐了 现在只留下没有多少盐 大概省着点用 能顶五六天 知道了 过两天就去海边煮盐 楚风挑眉说道 盐也是必须品 腌制野菜还需要许多盐呢 这点倒是比较着急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 大白妖 演播 根号18 可以吃晚餐了 云心把钢锅放在木桌子上 迅速地摆好桃碗和筷子 楚风正要走过去 就被少女瞪了一眼 下巴挪了挪水缸的方向 啊 行 我去洗手 楚风翻了翻白眼 盛水洗了洗手 两人分别做好 一人一碗热气腾腾的 鹿肉炖野菜汤 肉只有几块 野菜非常的多 肉下得有点少 楚风嘀咕道 却又让少女听得到 昨天吃得那么丰富 今天就简单一点 云心翻了翻白眼说道 昨天确实吃得非常丰盛 肝脏那么多肉 一顿全都吃完了 今天早餐吃得也不差 好吧 楚风耸耸肩 也不去多说什么 楚风 要尝一下野莓酱的味道吗 云心柔声道 可以 楚风垫垫头 云心拿着一个煮碗 以及煮汤匙 从桃罐中盛出两勺野莓酱 他把煮汤匙放进嘴中舔干净 说道 味道有点酸酸的 有点咸咸的 又有点甜 那我要试一试 楚风夹起一块鹿肉 蘸了蘸野莓酱 塞进嘴中嚼了起来 他竖起大拇指夸赞道 非常的双口开胃 要不要半点生野菜试一试 云心放下筷子问道 可以 楚风看得出少女自己想试一下 倒也顺了少女的意 云心起身去拿煤煮完全的野菜 挑选出许多嫩叶出来 放在桃盘里 加一些野莓酱进去搅拌 一道凉拌野菜就完成了 他望着楚风催促道 快尝一尝 窝到怎么样 好 我尝一尝 楚风夹了一筷子凉拌野菜 望着那夜间有丝丝红色的野莓酱 张嘴塞了进去 他嚼了两下后 双眼微微发亮 味道有丝丝野菜的苦涩 配上野莓酱却是非常好吃 最重要的是 生吃野菜的口感非常好 怎么样 云心轻声问道 很好吃 你也尝一尝 楚风赞叹道 云心夹了一筷子野菜塞进嘴中 嚼了起来 是越嚼越喜欢 掩着嘴笑道 凉拌野菜的味道很不错 以后可以凉拌一道野菜 直播间里的观众们都羡慕了 好想吃野菜啊 我们这边野菜一斤要十几块钱 抢钱都没有这么疯 小萝莉两人好像在吃沙拉一样 这么大罐的也没讲 真的让人羡慕啊 有这么多肉了 两人还那么省 什么时候野草也有这么多人要吃了啊 超市一斤野菜已经卖到十二块钱一斤了 两人很快吃完晚餐 然后进入今晚最重要的时刻 那就是给楚风做一件上衣 来 我给你量一量 芸汐拿着绳子开始给楚风画身子 肩宽 领宽 衣摆等等 少女用打结的方式记录下来 然后拿着柴刀开始给楚风做衣服 领口或切割口子的地方 芸汐用S型缝制的方式 把切割口给收缩住 免得编织麻布散开了 因为用的是芭蕉纤维 这麻布非常的柔软 只是比平常穿的布料差上几等 在荒野外 却是已经能得到的最好布料了 用了两个多小时 芸汐才把齐肩背心做好 她扭头对正在做竹篮的楚风喊道 快过来试穿一下 来了 楚风放下竹篮 脉步走了过去 结果齐肩背心套进身子 一摆长度稍微有些短 脸子要用一个绳子收缩一下 芸汐打量过后说道 她对其余的都非常满意 特别是厚度上 认为越厚越保暖 怎么样 暖和吗 芸汐问道 非常暖和 楚风低头打量着麻布仪 发现不会很扎皮肤 就是有点粗糙了点 保暖方面 她现在觉得比没穿衣服时好多了 怎么说也没有让皮肤暴露在冷风之中 芭蕉皮树有点少 不然就再做一两套衣服出来 在庇护所里面 就不用穿冲锋衣和冲锋裤了 芸汐叹了口气道 穿冲锋衣冲锋裤是非常闷的 特别是在丛林中 热量散发不出去 让人非常的烦躁 过些天就去多剥些芭蕉树皮回来 楚风点点头道 那就好 芸汐笑应应道 去睡觉吧 楚风望着少女疲倦的双眼 今天又是忙碌了一天 不洗澡吗 芸汐愣了愣 不用洗了 今天又没有出汗 楚风摇头道 在荒野外面 没有必要天天都洗澡 只要身体干爽 一两天不洗澡也是可以的 那我先去刷牙 芸汐笑眼如花 脉步冲向放牙刷的地方 这可是纯手工制作的牙刷 去吧 楚风活动了一下身子 脉步去刷牙 今天也是打算早点睡 清晨 赵雷赵雷两兄弟很早就起床了 他们要去见陈志熙黑熊两个人 谈一谈合作的事 我们去了 姿态不能放得太低 赵雷叮嘱着弟弟 我知道了 赵雷无力应当 从早上开始就已经叮嘱了他几十遍了 我是认真的 就算不能拿到主岛的位置 我们也不能敌人一等 赵雷严肃地道 他了解自己这个弟弟 平时有点小聪明外 可人就是有点太软了 也不是一个强势的人 明白 赵雷的脸色也变得严肃起来 可他心里却不是这样想的 人要占主岛位置 那么就要看本事决定啊 没本事的人就只能当个附庸 过去后我们要板着脸 要装作不是好说话的那种人 赵雷传授着弟弟惊艳 他表情非常严肃 说道 你的眉毛要皱一点 脸要往下拉一些 微抿着嘴 赵雷只能照做 不然怕哥哥不合作 而直播间的观众们 却是逗乐了 这个赵雷太可爱了 这是要去打架吗 我们是在看喜剧吗 演员表情的休养 这是第二组人要进行合作了 节目组是不是故意的 把每组人放得那么近 我预感后面更精彩 不会发展成斗欧抢实物吧 半个多小时后 赵雷赵雷两个人板着脸 来到了陈志熙两人的营地 陈志熙黑熊两人正在完善庇护所 两人做的庇护所是纯木头搭建的 用四根木头做支柱 然后中间横着塞木头进去 做成一面木头墙壁 这样的工程非常大 也幸好 陈志熙选了一把斧头 砍起木头来不是很难 两位早上好 赵雷率先打招呼了 赵雷侧头瞪了一眼弟弟 怎么可以先打招呼呢 这样就太被动了 早上好 你们来是 陈志熙挑眉故作亚议 黑熊向两人点点头 眼角余光看到自家主国的表情 就知道他要坑人了 赵雷愣了愣 勉强扯了扯嘴角说道 我 我们来这里看一看你们需不需要帮助 他突然明白哥哥的意思了 对方现在的样子 一看就想占据话语圈 那太好不过了 我们现在就差旁边的墙没有建好了 陈志熙可不懂什么叫客气 只会得寸进尺地占便宜 赵雷轻渴两声 古怪望着陈志熙 客气话居然当真了 赵雷脸色更黑了 弟弟太被动了 这跟野外用品店老板讨价还价是一个道理的 不能表现得太明显了呀 怎么 赵雷兄弟喉咙不舒服 陈志熙眼底闪过一丝笑意 嗯 是有一点 赵雷硬着头皮说道 那你就要注意了 在荒野外喉咙不舒服 很容易发展成咽喉炎的 陈志熙满脸担忧道 赵雷眼角抽抽 心中有苦说不出 对方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 赵雷 我们走吧 别打扰两人干活 赵雷出生了 转身就想离开 抱歉 喉咙不舒服可能帮不了你们了 赵雷扯了扯嘴角 摸了摸喉咙 哎 别那么快走啊 你们吃早餐买 我这里可有东西吃 陈志熙双眼闪烁下说道 言语间占据上风了 那么也就适可而止了 免得关系完全闹僵 吃的 赵雷赵雷两人停下脚步了 转身望着陈志熙的笑脸 唯有吃的才能令两人放下面子 俗话说得好 不吃白不吃 怎么也要占一点便宜再说 不介意的话 和我们一起吃点早餐吧 陈志熙嘴角上扬 非常好客地说道 我们找到了很多纵驴心 放着也是浪费 黑熊嘴角如动一下 这可是砍了两天 纵驴术收集来的纵驴心 居然说放着也是浪费 我们就帮你们吃掉一点 赵雷咧咧嘞嘴说道 赵雷嘴角微抖 自家哥哥也这么无耻 帮人家吃掉一点 来 坐这边木头 陈志熙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牛头对黑熊吩咐道 拿点纵驴心给这两位兄弟尝尝先 好 黑熊低头钻进一个只有屋顶的庇护所 拿来五六根纵驴心 哎呀 放太久都有点发黄了 陈志熙颇为可惜地说道 我们不介意的 赵雷伸手接过两根纵驴心 其中一根给了弟弟 嗯 这味道还可以啊 赵雷大口吃起来 还厚着脸皮点瓶着 就是水分有点少了 吃起来不太脆 是啊 纵驴太多了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完 陈志熙嘴角微扬道 赵雷嚼着纵驴试探心问道 你们棕驴心在哪儿砍的 没有了 那边的棕驴树都被我们砍光了 才来到这里的 陈志熙应付道 是吗 赵雷笑了笑 对于这话他是不信的 为了棕驴心的不浪费 你们帮我们搭庇护所 我给你们一点棕驴心 陈志熙露出狐狸尾巴 拿人东西手短 吃人东西嘴软 难道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 陈志熙作为富二代 从小接受精英教育 加上这些年走南闯北的 心性更上一层楼 忽悠赵家兄弟是手道亲来 你们打算给多少棕驴心 赵雷停下吃棕驴心问道 能帮忙工作 赚一些棕驴心还是愿意的 完全弄好 一而三个儿棕驴心 陈志熙嘴角还笑道 暂时不合作 把对方变成打工仔不更好 一人五根棕驴心 赵雷提价了 不行 我只能出四根棕驴心 现在你们已经吃掉一根了 还剩下三根棕驴心了 陈志熙淡淡地道 用一个小时砍的棕驴心 雇佣对方两人劳作一天 这肯定是大转的 你 赵雷张了张嘴 不知是该拒绝还是该答应 我们答应 赵雷接话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 大白妖 演播 根号18 清晨 天晴了 太阳高照给植物们提供日光玉 庇护所睡待中 芸心紧皱着眉头 销手捂着肚子 整个人攻成一团 脸色变得煞白 鼻尖还有虚汗 她紧咬下唇哭脑道 怎么就今天来了呢 日期不对啊 少女来了亲戚 是那种比较疼的那种 如果把这种月食痛情 分为四个级别的话 那么少女就是第三个级别 最痛的级别 估计要吃止痛药 第三个级别痛起来也很难受 芸心捂着肚子 脑袋拱了拱 侧头望向睡袋外面 正好看到楚风在煮早餐 她已经在睡袋里躺了好一会儿了 楚风没起床前就痛醒了 然后一直装睡到现在 怎么办 芸心喃喃自语 来了月室 裤子肯定是漏了 完全不好意思说呀 这个隐秘的事情 哪怕是楚风也不想告诉 她想等一下 自己偷偷清理解决 芸心清晰一口凉气 痛楚又来了 一阵一阵的 有人说 地球最厉害的生物就是女人 每个月都会流血好几天 过后又是活梦乱跳的 日期乱了 这下好麻烦啊 芸心咬牙道 侧头望着日历木板上的正字 来到荒野 已经第十三天了 她在心中计算起来 哭闹道 今天是十月五号 居然提前了五天 提前五天就麻烦了呀 全打乱了少女的计划了 她还没用布料做一块卫生布啊 怎么办 芸心双眼无神 又遇到一生最尴尬的时候了 有点想挖个洞 钻进去的冲动 节目组可是没有人性的 女生挑战者 除了多一件胸衣和背心 就没有多给一点补贴了 要不告诉楚风 芸心脑海出现这么一个念头 然后脑补出很多尴尬的场景 她立即甩去多余的想法 苦恼地在睡袋中摇晃着脑袋 不行 绝对不行 太让人感到羞耻了 芸心想起 两年前在学校发生的场面 不想再经历一次了 两年前 她也是有一次提前来了乐视 校库侧漏了 躲到厕所里面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 不知道哪个鬼才多舍女 居然说少女被人堵厕所欺负 一传二 十传百 然后就传到了楚风耳朵中 这下就好玩了 楚风听到肯定急了 拿着扫把就冲进了女生厕所中 她冲进来吓得一群看戏的小女生嗷嗷叫 然后那天就流传着两个人的传说 楚风背着少女请假回家了 就这件事 芸心被扳机的女生调侃了一个学期 芸心现在是拱着翘臀 怕血弄得睡袋到处都是 这个动作让她很难受 楚风煮好早餐后 扭头望向睡袋中 看到睡袋动来动去的 她不禁翻了翻白眼 少女这是赖床了吗 赖床 不会是那个来了吧 楚风皱眉思索了一下 顿时反应过来了 少女会赖床吗 会的 但是前提是有什么事情发生 一般人突然反常的话 那就代表着有事情 芸汐 起来吃早餐了 楚风扬声喊道 她双眼盯着睡袋 就发现睡袋不动了 仿佛少女突然睡着了一样 跟以前一模一样 楚风嘴角上扬 以前少女来痛惊的时候 就会待在床上不动弹 说是这样会好受一点 实际上是想等她离开后才收拾床铺 楚风脉步来到睡袋边上 探手扒了开睡袋口子 露出少女的后脑勺 她好笑地轻拍了一下少女的脑袋瓜 轻声道 我知道你醒了 把脸转过来 嗯 芸汐发出娇汗的朦胧声 装出一副刚睡醒的样子 少女半眯着眼睛看着楚风 脸颊有一丝羞红 眉头却是紧皱着 那个来了 楚风伸手指 轻轻戳了戳少女的脸颊 芸汐沉默 视线有点飘忽 沉默 看来我猜对了 楚风叹了口气的 我 我等一下自己处理就好了 芸汐切切然说道 什么时候来的 楚风轻声问道 早上醒来才发现的 芸汐声音有点柔弱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楚风则怪道 这又不是什么大事情 芸汐侧着脸小声道 每月来几天的事 已经成了习惯了 她没有一些女生的娇滴滴 只要处理得好 照样一天什么活都能干 不是大事情 但也不是小事情 楚风用手指再次戳了戳少女的脸颊 轻声道 在荒野外就升级成大事情了 是不是又漏了 哎呀你不要问了 芸汐发出羞涩的背鸣 让你做的卫生布呢 放在哪里 楚风轻声道 那 那个 芸汐支支吾吾起来 耳间羞得通红 没做 楚风惊讶道 嗯 想过几天再做的 芸汐嘀咕声道 哎 楚风长叹了口气无奈道 我之前提醒过你的 刚换新环境或者压力过大 那个就会提前来的 少女从孤儿院搬进出租房的时候 那一次也是提前来了月室 然后 床铺又拆去洗了一次 我 我给忘了 芸汐这才想起来 某人还是去查了杜娘告诉她的 那一天也是她尴尬的一天 小萝莉今天怎么了 在睡袋中躺了好久 以前都是很早起来的 难道 昨天晚上下雨的缘故又生病了 还真有可能 我们这边已经穿羽绒服了 小萝莉今天想偷懒了吧 你们不要太苛刻了 让小萝莉睡久一点又没有事 不是 你们听楚风的话 小萝莉好像来亲戚了 完了 在荒野姨妈来了 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节目组真的很心啊 连泡卫生巾都不给 直播间观众们为少女打抱不平 十来天的荒野外生存 芸汐圈了一大堆铁杆粉丝 一群人嚷嚷着 非小萝莉不娶 你能起来吗 楚风轻声问道 嗯 芸汐摇晃一下脑袋 侧露起来太尴尬了 我跟你烧点也没水吧 楚风起身走向火堆 皱眉思索一下 喃喃自语 有蜂蜜就好了 她来到火堆旁 把刚锅里的鱼汤 倒进桃罐之中 重新装一些水进去 倒了两汤匙的野莓酱 然后又放了一些薄荷叶 侧露该怎么办呢 楚风用木棍调了调火堆 在荒野外 没有纸可以用 就算是自制的纸也不干净 这个问题绝对要解决的 一年时间那么长 一年十二个月 每个月来几天越试 时间算起来可就不少了 现在有两个问题要解决 一个就是解决漏血的问题 一个是解决现在漏了血的问题 楚风念念叨叨着 女生来越试是很现实的问题 没什么可逃避的 毕竟也逃避不了 害羞又不能解决问题 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感染后麻烦就大了 以后可能连孩子都怀不上 水开了 也让楚风回过身来 把野莓水倒进桃罐中 楚风断着桃杯来到少女面前 递过去说道 起来喝点热水吧 这样肚子好瘦一点 可是 云心脸红耳赤 织物气磁起来 睡袋用了那么久了 也应该洗一洗 外面太阳很大 一下子就晒干了 楚风也没有挑破血的问题 能尽量不让少女尴尬 一些话就没有必要挑明 人都会有意外的时候 嗯 云心迟一下点点头 坐起身借过桃杯 轻吹着气喝起水来 两口热水下肚 暖流般的感觉 从喉咙直达肚子 让眉毛轻梳了一分 我帮你缝两个卫生布吧 楚风轻声道 云心一口把水喷出来 愣愣地望着楚风的脸 怎么了 以前都能帮你买卫生巾 现在帮你缝卫生布又有什么惊讶的 楚风翻了翻白眼道 不 不是 我自己来就行 你还是 去忙今天的事情吧 云心连忙摇头 她记得 今天楚风是想做什么事来的 免得自己又拖累人 你现在痛得连眉毛都是皱巴巴的 还逞强 楚风抬手戳了戳少女的眉心 从开始看到少女的脸庞开始 她就注意到 云心在忍着痛经的阵痛 连脸色都是苍白的 刚开始痛经的第一天是最痛的 毕竟一个月都舒服那么多天了 突然来了痛经 肯定很难受 痛几天习惯好 反而会好受一点 没有 只是水有点烫 云心连忙瞪大双眼 努力把眉毛舒展开 你现在的样子 有点像个窘子 楚风吐槽道 什么嘛 叫你话多 云心绝着嘴娇沉倒 好了 我帮你封两块外生布出来 你等一下才可以用 楚风从草堆下翻出竹筒 从里面倒出针线和布料 真的 云心还想劝说 行了 我知道怎么做的 楚风大断说道 卖布走向火堆旁 拿着布料开始规划起来 他曾经好奇地看过卫生巾的构造 最重要的是 里面吸血层的功能 就是这一点让他难住了 如果只是两层布的话 根本是布防漏的 垫与不垫根本没有区别 怎么办呢 楚风歪着头思索起来 楚风 剪两片布缝一下就好了 云心羞涩地喊道 那样根本没什么用 楚风回头应了声 他看到少女捂着肚子 顿时灵光一闪 知道用什么替代了 怎么了 云心伸手摸了摸脸 怎么一直盯着她的脸看 我有办法了 楚风轻笑道 拿起柴刀 起身走向庇护所 这样少女完全懵了 怎么突然拿起了柴刀呢 楚风 你要做什么 云心表情呆呆问道 找到办法了 楚风嘴角上扬 在睡袋边上蹲了下来 然后在少女惊愕的眼神中 楚风拿着柴刀割破睡袋的一角 楚风 你在做什么 云心连忙喊道 取棉花呀 做卫生部的防侧漏 楚风理所当然的 云心待住了 随后反应过来 称怪道 那也不能破坏睡袋啊 这可是我们的床 换了怎么办 没事的 就坏了一点点 等一下再用线缝一缝就好了 楚风不在意道 他取了拳头那么大的棉花 就重新回到火堆旁边 真是的 不听人劝 云心撅着嘴望着楚风的背影 少女突然窄言一笑 整个人笑得非常欢乐 感觉肚子都没有那么痛了 楚风不知道少女在傻乐 他拿着柴刀正搁起布料 很快就切割出四块巴掌大的布片 他的计划是两块布片缝在一起 然后中间塞一些棉花进去 这样就是一块简易的卫生布了 这个缝线还真是有点难 楚风笨拙地缝起布片 两块布片反面缝着 缝到最后上下一个口子时 才反转过来 那些真眼就会在里面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大白妖 演播根号18 早上八点十分 观察员的直播间准时开播 观察的就是人气最高的直播间 楚风云心两人的直播间 不知不觉中就排到了第一名 人数达到了两千多万人 礼物也刷到了五百多万花币 是仅剩八十一个直播间 打赏最多的一个直播间了 哇 楚风好暖啊 居然给云心缝卫生巾 吴晴月清脆声道 美目闪烁异样的光芒望着屏幕 画面中 楚风正笨拙地缝着布片 这一幕对于许多女生来说 充满杀伤力 不管一个男生是不是擅长做一件事 只要女生不是物质主义 那么对于男生充满心意地做一件事情 看到的就全是闪光点 特别是吴晴月这样的女生 家境特别好 什么都不缺的女生 对于楚风帮女生做手工 这样言情剧中才会发生的场景 直中她内心柔软出 我好奇的是楚风脑袋怎么想到的 居然拆睡袋拿棉花 普通人根本不会想到这个吧 何明亚一道 确实 换成我就想不到 汪林点点头应声 何老师 节目组就没有给女生准备卫生巾吗 吴晴月转头问道 齐月婷同样扭头望过去 就算是她 这种很会打的女生 来痛经也是非常难受的 没有 一切都要靠挑战者自己解决 何明探了探手说道 前两天就有一对女生挑战者 因为这个事选择退出了 荒野生存 有些事情就是要自己解决的 汪林挑眉平淡地道 野外男女平等 如果独自一个女生求生 没人照顾时那怎么办 吴晴月愣愣地望着两人 小声嘀吾着 我就是问一句 又没说什么 何明亡连两人 善善地对视一眼 晴月 你到了野外遇到云心的情况 你会怎么办 何明立即转移话题 这个 吴晴月端着水杯 迟一下摇摇头 说道 想不到什么好办法 那薇婷呢 何明扭头望向安静的女武神 让她留着 齐薇婷语出惊人 吴晴月把水喷了出来 惊愕地望着脸色平静的齐薇婷 这么彪悍的吗 我们看直播 何明尴尬地咳嗽一声 连忙转移话题 彪悍的齐薇婷 把在场的三个人都雷到了 齐薇婷歪了一下头 这个回答有问题吗 楚风专心缝着布片 虽然歪歪斜斜的 但自己看起来却是挺满意的 半个多小时后 两块卫生布就完成了 就差最后的塞棉花和缝缺口了 先削一下涂 楚风把钢锅里的水倒进竹筒里 重新装了半锅水 然后把卫生布放进去竹了起来 布片放了那么久 又没有洗衣液什么的 只能用高温杀菌 这样才比较安全 十几分钟 沸水滚了滚 楚风用竹片把卫生布挑出来 挂在擦洗干净的竹子上 然后放在火旁烘烤起来 楚风起身拿来干净的衣服 走向庇护所 递给少女说道 先把血弄干净 卫生布马上就干了 啊 这个 怎么可以 芸汐望着递过来的四脚裤 连忙摇头拒绝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没有纸 没有多余的布料让你擦了哦 楚风摆了摆手 转身走向摄像机 这个镜头要对准外面才行 这个人好羞耻啊 芸汐拿着四脚裤 用这个擦 天哪 还不如用我的背心呢 等一下洗干净就好了 没什么 楚风淡淡声音传来 芸汐愣住了 吃一道 好像有一点道理 可是 还是很羞耻啊 少女整个人缩进睡袋中 楚风扭头望了眼扭动的睡袋 嘴角微微上扬 多经历几次 应该就会习惯了吧 她挥转过头 白卫生巾发了一个面 尽量让水分快些蒸发 不然少女等着急用了 半个多小时后 应该干了 楚风用肘碰触了一下卫生巾 发现很烫手 连忙把竹子和卫生布移开晾凉 一两分钟后 不热了之后 她才把棉花塞进卫生布之中 然后用线缝好缺口 两个荒野版的卫生布就完成了 唉 搞定了 楚风松了口气 看着两个像斜垫的卫生布 感到非常的满意 她扭头望向睡袋 扬声喊道 芸汐 好了吗 好 好了 芸汐知悟地回应着 那我过来了 楚风拿着卫生布走过去 蹲在睡袋旁 拔了开一个口子 看到憋得脸红的少女 她好笑得到 是鱼一直躲在里面吗 嗯 芸汐羞涩地轻横一声 给 垫上吧 楚风把卫生布递了过去 样子好奇特啊 芸汐看到鞋垫般的卫生布 嘴角呛忍着笑 双眼却是弯成月牙状 啰嗦 快换上 楚风瞪了一眼少女 把卫生布塞了过去 芸汐笑眼如花 望着傲娇的楚风背影 心中却是暖洋洋的 被人关心的感觉真好 她低头望着卫生布 紧捏在手中 这应该会珍藏一辈子吧 发什么歹 快换上赤枣擦辣 楚风轻声催促道 哦 芸汐回过神来 拉长音应了声 少女红着脸钻进睡袋中 睡袋中一阵扭动 几分钟后 芸汐头发乱糟糟地 从睡袋中出来 穿上冲锋衣后 把睡袋整个卷成一团 里面有换洗的衣服在 少女红着脸 低着头不敢去看楚风 挪动着脚步去拿牙刷和竹杯 刷牙去了 楚风把早餐盛好 放在木桌上 单手托着下巴 黑白分明的模子 盯着少女的背影 芸汐漱口后 拿着毛巾擦干净脸 转身对向楚风的视线 脸颊泛起红韵 她羞涩地支舞道 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啊 快过来吃早餐 楚风嘴角未扬说道 嗯 芸汐撅着嘴 慢慢地坐在木凳上 小口喝起鱼汤 两人非常安静地吃着早餐 谁也没有说什么 少女是感到尴尬 而楚风却是不想打破宁静 楚风 你等一下要做什么 芸汐打破瓶静问道 清理地方 准备用来搭建庇护所 楚风放下筷子轻声道 你今天就别干重活了 多休息一下 嗯 我知道 芸汐乖巧点头 她有自知之明 不会勉强自己动不了的事 剩下的你全吃了 楚风起身说道 她没等少女说话 拿着工兵铲就出了庇护所 来到乱石堆中最大的一块石头面前 这块石头高差不多有三米 长有七八米 其中一面很平整 这一面石壁是天然的墙壁 只需要把其他的三面用石块堆砌起起来 就是四堵墙了 楚风轻声思索道 乱石堆不缺石头 现在缺的是固定墙体用的泥板 特别是粘土就更好了 先把地面清理了再说 楚风打算把基地给弄出来 她蹲下身子把石头清理开去 一个多小时 周边七八米距离的石头都扳开了 楚风要搭建一个长宽七八米的大庇护所 地面墙壁全用石头和粘土铺成 壁炉要建在这里 要么烟囱要用粘土代替 这样火烧几次就会半桃化 也不用担心被水冲刷掉 楚风用手笔划着 建造庇护所前就要规划好所有的东西 她找来块平整的石头 用木炭在上面画起设计图 这边就不要全封闭了 留个门在旁边建个厕所 浴室厕所用同一个就好了 重要的是地下排污管道 用竹子应该没问题 引到十几米开外的葱林中去 这样就不会有味道残留 楚风越想越多 巴不得把所有东西都加进去 最终她强忍着冲动 按照实际需求添加东西 楚风望着画好的图纸 忍不住叹了口气 唉 少说也要七八天才能建造完成 能七八天完成 主要是有现成的石头 不然会更久 本来还想着烧红砖的 楚风这个念头刚起来就被否定了 如果要烧够建造房子的红砖 没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就不要想了 单独运送粘土就要很多天了 那么排污管道要先挖好 还有侧坑也是 冲水系统再把水槽的水 接过来用就可以了 楚风抹了抹额头上的汗水 她脉部回到庇护所喝点水 到了门口就看到 少女蹲在水槽边洗衣服和睡袋 别在太阳下晒太久了 楚风扬声喊道 芸心愣了愣 牛头望过来轻声道 我知道了快洗完了 记得多喝点水 楚风扬声道 好 芸心笑盈盈地隐声 楚风摇摇头 转身进入庇护所喝了几口水 把失去的水分全补过来 她再次来到大石头旁边 就拿着工兵铲 开始挖起排污管道 以及排水沟侧坑 乱石堆可不好挖 要先把石头清理到旁边 然后再慢慢地挖着泥土 遇到太大的石头还要绕弯 芸心晾晒着睡袋和衣服 探头望过来道 楚风 会不会地方太大了 不会 这样刚刚好 楚风挖着泥土回应道 长宽七八米的庇护所 对别人来说可能会太大了 可这里有现成的石头 不用去收集石头 建造的时间会快很多 挖个排污管道 排水沟和侧坑就用了两个多小时 旁边的石头堆成小山一样 终于搞定了 剩下的就是放竹子了 楚风长松了口气 大竹子要去海边搬过来才有 之前的已经用完了 所以排污管道就先延后 先把地面给铺好吧 楚风微微思索了一下 就决定先做什么了 地面是非常重要的 要防渗水进来 所以楚风就在地面挖了几条沟渠 上面再铺石头 这就是天然的隔离层了 沟渠在连接壁炉处 晚上烧火的时候 烟雾再进入其中 那就可以起到保暖的作用了 沟渠留着浸烟的口子 夏天不用的时候 用石块挡出就行了 用了两个多小时 才把石头铺设完成 剩下的就是再铺上一层粘土隔离 那样才是大功告成 楚风停下来望了望天空上的太阳 脉步走进庇护所 拿起桃杯喝着水 双眼望着少女正在处理兽皮 楚风 这个兽皮晾干就可以用了 云新举着鹿皮说道 鹿皮兔皮经过一天晚上的草木灰水的浸泡 已经可以轻松把上面的油纸处理干净了 那你就给自己缝件衣服 这样晚上就不用穿冲锋衣了 楚风轻声道 啊 给我用 云新呆愣了一下 这块鹿皮又不大 给你用刚刚好的 楚风白白手道 可是 云新觉得自己用太浪费了 就这样决定了 你有衣服穿了 冲锋衣我也可以用 楚风认真道 毕竟冲锋衣是少女现在的唯一保暖用品 如果下雨天有冲锋衣在 她也可以去探索丛林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 大白妖 演播 根号18 有点不明白 楚风为什么浪费力气建造新的庇护所 去找食物不好吗 庇护所有经济栅栏保护者已经非常安全了 楚风不会安排相后重要的事情 食物更重要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去多杀几头鹿 一群只会逼逼叨叨的人 说得头头是道 真让你们去了荒野外 只怕连一天都待不下去 拜托你们 去查一下地理知识 闲月岛冬天是下雪的 那其他挑战者不得玩了 没包暖的衣服 大家都要玩 直播间的观众们在争论 影响不到楚风的计划 他看了看热鬼的时间 发现现在是下午四点多了 离天黑只有两个多小时 我去备些黏土回来 楚风扭头对少女说道 去吧 云心正沉思着 怎么用鹿皮做衣服 他被楚风说服了 为了解放冲锋衣做其他用途 鹿皮做成衣服他来穿 楚风背上竹篓 拿着弓兵铲出发了 要用石头砌墙就要用一些粘合物 古代有用糯米为主做的粘合物 现在荒野外只能用泥板了 也幸好发现了黏土 比普通泥板强上了很多 几分钟后 他来到了之前挖黏土的地方 拿着弓兵铲就开始挖起黏土 用了十来分钟 才挖狗一背篓的黏土 然后背着回到了巨石旁边 倒在地基上面 用脚踩平后就接着去挖黏土 运送一趟黏土需要二十分钟 一个小时才运三趟黏土 地基要完全铺满黏土 最少要二十几趟黏土才够 到了快天黑的时候 楚风一共运了七趟黏土 就把他累得够呛 毕竟干的都是体力活 又要报销一双鞋了 楚风站在水槽边 低头望着断裂的鞋绳 一双鞋才耐不住三四天就坏掉了 他把鞋子最后一点绳子扯掉 甩到一旁 蹲下身子 开始用水清洗干净身子 运送黏土 楚风舍不得穿麻布衣 光着上身 沾了许多黏土 整个人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泥人 楚风 可以吃晚餐了 芸汐站在庇护所门口喊道 马上来 楚风洗着头喊道 真是从心大意 芸汐转身进入庇护所 拿了毛巾走向水槽 他看到楚风后背都是泥巴 肩膀累得通红 还有一些已经磨破皮了 不禁感到心疼 痛吗 芸汐把毛巾披在自己肩膀上 小丑触碰了一下楚风肩膀上的勒痕 不痛 楚风摇摇头 肩膀上的勒痕只剩下麻麻的感觉 没有被粘土时的酸痛 我帮你洗头 你别乱动 芸汐按住楚风的手 他失指熟练地抓起头发来 然后顺势揉搓着楚风的肩膀 后背 把泥巴给洗干净了 芸汐眼角余光看到地上的鞋子 就知道楚风有多劳作了 不禁双手更用力起来 他轻柔声道 楚风 你不用那么着急的 没着急 我很正常地劳作速度 楚风轻笑道 以他现在的体力 连续工作七八个小时的体力活不在话下 你鞋又磨坏了 芸汐悠悠地道 今天走的地方石头多 很容易就磨断了 楚风温和道 芸汐犯了犯白眼 又不是眼瞎 柔声细语说道 我们还有很长时间 不用那么拼的 是是 我听你的 楚风知道少女心疼她 只能硬撑下来 真是的 你在敷衍我 芸汐撅着嘴道 这口气分明就是把她当小女孩哄着 那你明天监督我好了 楚风嘴角上扬道 你会听我的才怪 芸汐嘟着小嘴道 太了解楚风了 比她还固执的人 会听的 楚风小声硬了声 芸汐嘴角为扬 也不多说什么 太较真有时候就会让人讨厌的 十来分钟后 好了 晚点再洗一下热水澡就行了 芸汐把毛巾递了过去 嗯 楚风接过毛巾 把脸上的水自擦干 感觉整个世界都清新了 快点进庇护所吧 外面太冷了 芸汐催促道 现在昼夜温差大 好 楚风抬头望了眼 消失在水平下的太阳 又是一天夜晚到来了 两人进入庇护所 荆棘大门关上 小天地就是属于两个人的了 快吃吧 你肯定饿了 芸汐盛了一大碗鹿肉给楚风 她知道 楚风干体力活 所以今天晚上也不省着点吃了 熬了大锅的鹿肉 为了给她填饱肚子 那样才能补充体力 今晚真丰盛啊 楚风望着碗里的肉 感觉胃口大开 她夹了两块鹿肉 给少女的套碗中 轻声道 快吃 你也得多吃一点肉补一下血 芸汐顿时羞红脸 连推让的话都说不出口 只能低头吃起来 少女脸皮很薄 说到隐私的话题就接不下去了 两人吃着温馨的晚餐 吃完后两人呆坐在木凳上 享受饭后的余味 十几分钟后 芸汐起身收拾碗筷 放进陶罐中浸泡起来 明天早上 再和衣服一起洗刷 芸汐 去洗澡吧 今晚你要早点休息 楚风起身去庇护所外面 准备烧一堆柴火起来 女生来月室会很容易感觉到疲倦 如果不休息好的话 感冒病毒就会很容易入侵 好 芸汐乖巧地应了一声 拿着今天晾晒好的衣服 最主要的就是卫生部 不然今晚又会侧漏就麻烦了 尴尬的一天就快要过去了 只要她熬过这些天 那么又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女生了 夜晚降临 刘依丘刘依梦两人现在有点不知所措 此时大眼瞪小眼 姐 怎么办 刘依梦苦着脸说道 她来姨妈了 现在完全没有办法 又没有卫生巾可以用 你别催 让我好好想一想 刘依丘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 虽然早知道有这一天 可真到了这一刻 却有点不知所措了 她扭头望脸摄像头 起身把镜头对准外面 有些女孩子的隐私 不能让别人知道 直播间的观众们刷起弹幕 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不要啊 我想知道女生在野外 怎么解决姨妈这个问题啊 可恶的女人我劝你善良 好不容易有机会听一下 女生的隐秘话题 还躲着我们 太可恶了 让我们听听 我们帮你们出出主意啊 前面的早老头子们 你们也太秀了吧 遗念传书吗 姐 血都流出来了 柳依梦嚷嚷着道 柳依丘没好气 应道 好了 我正想着呢 她揉着眉心 来回走动着 妹妹的问题不解决 那她以后姨妈来了 也很麻烦 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事情 很现实的问题 十分钟过去了 十五分钟过去了 半个小时过去了 柳依梦像蹲厕所一样蹲着 单手撑着下巴 眼皮子搭了着 双眼无神地望着姐姐走来走去的身影 她快要睡着了 要不是没有办法坐下来的话 已经躺在草堆上睡觉了 柳依梦只是肚子有点点不舒服 大概也就是第一个级别的痛感 算是女生中最幸福的一个了 柳依梦 我想到办法了 柳依梦兴奋地喊道 啊 柳依梦被突然的高烟吓了一跳 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 静意不定地望着姐姐 你 你刚才睡着了 柳依梦眯着双眼 脸色不善地望着妹妹迷糊的脸庞 她皱眉苦脸地想着怎么解决事情 当事人妹妹却是完全不在意的样子 啊 没 没有啊 绝对没有 柳依梦摇晃着头否认 真的 柳依梦双眼更迷一分 真的 拿姐姐的胸发誓 如果我说假话 就让你的胸缩小一圈 柳依梦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去你的 柳依梦翻了翻白眼 没好气到 给我正经一点 现在是个严肃的话题 我听着呢 柳依梦强大起精神 小手摸了摸肚子 把背心拆开 帮做卫生巾来用吧 就跟古代女子一样 用布缠着用 柳依梦认真的道 啊 那我们不就只剩下胸衣了 柳依梦表情呆呆说道 没办法的事情啊 也幸好我们还有冲锋衣可以穿 柳依梦扯了扯身上的冲锋衣 淡淡的道 总比暴露在空气中好一点 好吧 我听你的 柳依梦叹了口气 好像也没什么办法了 他扒了下冲锋衣 脱下背心 拿着军刀拆了起来 这要叠成四五层以上 才能有效地防止渗漏 把背心用水煮一下 消一下汗水和细菌 柳依梦提醒道 他把钢锅里的水倒掉 拿来竹筒倒进钢锅中 两人砍了很多的竹子 弄了许多竹筒来储存淡水 把背心放进去吧 柳依梦提着钢锅示意道 柳依梦重新穿好冲锋衣 把割成两半的背心 塞进钢锅之中 十来分钟 水沸腾了 发出了咕咕咕的水声 用过烤干就可以用了 柳依梦把背心 披在竹子上 分析道 我终于知道 节目组为什么 给我们一件背心了 根本就是为了今天用的 是这样吗 柳依梦有点懵 柳依梦最终只能这样说 我个人猜测 柳依梦劈撇嘴 自己的姐姐就是爱脑补一些猜测 十几分钟后 好了 这半块布片用来处理血迹 柳依梦把半件背心递了过去 知道 柳依梦接过布片 躲到庇护所身处 擦拭起血迹 好了没有 柳依梦把另外半边背心 分成两半 各折叠起四五层 一块现在用 一块明天用 好了给我送过来 柳依梦扬声喊道 给 柳依梦送了进去 几分钟后 柳依梦穿着冲锋衣出来了 手上提着染血的短裤 明天早上洗干净 不然你就没裤子穿了 柳依梦翻了翻白眼 两人没有可换洗的衣服 之前几天都是傍晚时分洗干净后 用火堆烤干的 今晚已经入夜了 想出去洗衣服也不敢了 明白 柳依梦清脆声应道 我们明天就不出去了 柳依梦叹了口气道 啊 为什么 我完全没有问题的 柳依梦连忙表示 自己身体没有问题 还蹦蹦跳跳起来 别犯了 柳依梦清派了一下妹妹的手臂 淡淡地道 你现在自带血腥味 不怕出去 引来野兽攻击 这怎么可能啊 柳依梦不敢相信地喊道 别不信啊 新闻上就有报道的 毛额那边呢 就有女人在野外 因为来了姨妈 引来熊的攻击 柳依梦严肃脸道 我 柳依梦张了张嘴 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几天 我们就待在竹林里 抓一下竹鼠吧 那么多洞 我们给它们挖开 总能抓到竹鼠的 柳依梦咬牙发喊道 不怪她用这个办法 实在是那些竹鼠太狡猾了 只能用狠办法一网打尽 诶 这个办法好啊 柳依梦双眼一亮 还没有试过挖竹鼠洞呢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谢谢大家 我您的联系 going 没有试过 我太决定了 让你不相信 很联系 заг用 我可以 好 像是 这么久 子 我 我可以 感谢观看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大白妖 演播根号18 夜晚 楚风和云心两人都洗完澡了 坐在火堆旁烤火 云心正梳着头发 有点不舒服 有点干燥的黑色长发 她摸着头发感到有点心疼 来到荒野外 头发都不能柔顺了 她很爱惜乌黑亮丽的长发 因为某人说过 喜欢黑长直的女生 所以一直记得保养头发 楚风正编着绳子 看到少女的表情 再看看那黑色长发 已经没了平日的乌黑柔顺 顿时明白是什么样的情况 这点她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除非能找到保养头发的植物 楚风这是新鞋子 云心也没有纠结头发太久 拿过来新的绳子鞋 像这样的绳子她做了五六双 自己也穿着一双 她在营地也穿着绳子变的鞋 这样才比较清爽 也能保护登高鞋 没有那么快搞坏 你穿这个不冷吗 楚风接过鞋子 望着少女露出的脚丫子问道 那双登高鞋先穿着吧 坏了再修修补补 肯定能撑过一年 她了解少女的性子 就跟买了新衣服不穿 像个小孩子一样 要留到重大节日才穿一样 不冷啊 有火堆可以烤火呢 云心摇摇头道 不是还有一块兔子皮吗 你拿来做鞋面用 楚风轻声道 少女现在不能着凉 不然会导致痛经更痛 那样可不是件好事 不要 太浪费了 云心摇摇头拒绝 说道 肚子挡几块兔子皮 到时候封穿衣服 保暖 少女说完望了一眼竹笼 那四只兔子的皮 迟早会用上的 你看竹笼做什么 不是要养着吗 楚风嘴角抽抽的 她还记得 少女问生小兔子的事 连问了好几次呢 现在要杀掉 天气太冷了 没有衣服穿 就杀掉兔子 扒皮做衣服吧 云心叹了口气道 现实比憧憬要残酷 所以要先应付现实的生活 才是主要的 她又不是一个幻想主义者 放心吧 会有兽皮穿的 楚风嘴角上扬 说道 过几天我会去弄一些 大型陷阱 专门用来抓路 肯定会有很多兽皮穿的 冬天要来了 保暖这个问题 会及时解决的 只要新建庇护所建好了 一切都会以抓捕猎物为主 你做主就好了 我听你的 云心对于打猎是一窍不通的 只能听之认之 你先把陆皮做成衣服 楚风提醒道 好的 云心拿来今天弄到的一半陆皮 这块陆皮只能做一件背心 长袖山就不要响了 陆皮不够大 先做一张床 这样庇护所建好了 就可以直接睡进去了 楚风嘶索下说道 睡袋好是好 就是太挤了 没有什么活动空间 有张床就不一样了 到时候兽皮够多 就能做成兽皮被子 还有兽皮床垫等 人都会追求更美好的 可以趁着夜晚 空闲时间做一些手工 她打算做一张 竹木混合的床 木头做主要构架 由木头做构架 就不怕摇晃出声 比较耐用 竹子削竹片 做成床板用 做起来也不算难 主要是削木板太难了 还是竹子处理起来 简单一些 就用这四根木头 当支柱吧 楚风很快选好了木头 小腿粗的四根木头 顶部都被它削出秃子形 用来做嵌入式的横木 然后木头中间 还被开了微槽 也是用来固定四边横木的 这样做成长方形的构架 长两米 宽一米八的大床 才能够稳固 这样睡觉翻个身 才不会摇摇晃晃 还会发出扰人的吱吱声 楚风 这床也太大了吧 云欣呆愣着望着木架 木棚已经被占去 一半的地方了 没事 先庇护所够大就行 楚风轻笑得道 把框架侧着放 这样就少占一点地方了 他扫尸四周 只找到一些短竹子 好像现在竹子也不够用了 做床板的竹子都不够 看来近些天要去海边拖竹子 楚风皱眉思索一下 决定把新庇护所的地基 和墙壁弄好了就去海边 有了墙的新庇护所 要闲置一两天的时间 刚好可以用来做别的事情 云欣打了个哈欠 用火堆的光芒来照明 双眼水分被热量影响到 实在让人暮色犯困 特别是他要专注做针线活 这更是耗费精神力 快去睡吧 楚风开始赶少女去睡觉了 楚风 你现在有点像院长奶奶了 每次到了夜晚 就赶人去睡觉 云欣犯了犯白眼吐槽道 那你睡不睡 楚风没好气的 睡睡 云欣放下鹿皮衣 伸了伸懒腰 起身去上厕所 楚风穿上鞋子 同样走出了庇护所 他要负责警戒一下 毕竟鹿肉的事才过去没两天 一些聪明的野兽会潜伏在四周 楚风 不用搁来了 云欣看到楚风跟在后面 红着脸称怪道 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的 不行 你现在身上有血腥味 一不小心就会被野兽袭击的 楚风脸色严肃的 我 云欣顿时秀红脸 连反驳都没有勇气反驳 像个小女孩般转身小跑去目龙了 小心驶得万年船 楚风怂怂肩 望着黑夜中的丛林 还真让她看到幽绿色的兽眼了 又来 她蹲下身子 拿起拳头大小的石头 用力往瘦眼的方向投掷过去 鬼鬼祟祟的邻居 楚风咬牙道 木头砸中树木的声音响起 吓跑了窥视的野兽 迟早会灭了你 楚风双眼眯了起来 这野兽非常的警惕 过了一会儿 好了 我们回去吧 云欣脸色微红地从木龙中出来 嗯 楚风垫垫头 盯着野兽离开的方向 注视了一会儿 想看看 那野兽会不会折返回来 云欣眨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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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惑地问道 楚风 你怎么了 没事 回去睡觉吧 楚风拍了拍手上的土尘 跟着少女回了庇护所 回到庇护所后 在楚风的催促下 少女只好钻进了水袋 来 喝口热水再睡 会舒服一点 楚风端着桃丸走了进来 呼 呼 云欣起身 接过桃丸吹了吹气 慢慢地将热水喝下 赶紧睡吧 楚风轻笑地拍了拍 云欣的脑袋瓜 好 那你什么时候睡啊 云欣微微拱着身子 将脑袋缩进睡袋中 嗯 很快 楚风往木棚走去 往火堆里架了两块木柴 接着加固木床 半个多小时后 唉 好了 该睡觉了 楚风伸了下懒腰 洗了洗脏兮兮的手 喝了点水后 脉步走进了庇护所 脱下冲锋裤 麻布衣和鞋子 小心翼翼地钻进了睡袋中 唉 云欣压抑地发出了一声痛哼 还没睡吗 楚风轻声问道 伸手拍了拍少女的后背 睡不着 云欣半眯着眼睛 身体下意识地往楚风的方向靠了靠 脑袋贴着她的胸口 肚子很疼吗 楚风侧头望着少女紧皱的眉头 顿时就猜到了是怎么回事 少女没有回应 脸颊蹭了蹭楚风的胸膛 手捂着肚子 躺好 我帮你揉揉 楚风柔声道 以前少女来月室的时候 疼得睡不着 她都会帮少女揉揉肚子 有点像暖水带的作用 嗯 云欣羞涩地点了点头 声若闻吟 少女双手轻按楚风的胸膛 慢慢挪动着身子 往后退了退 缓缓翻身躺平 楚风双手相合搓了搓 一直到掌心发热后才停下来 轻声说道 把背心拉高一点 嗯 云欣羞涩地硬了声 小手拉着背心衣摆 往上提了提 楚风双手贴着少女的肚皮 轻轻地揉了起来 关心地问道 会不会好一点了 嗯 没有那么疼了 云欣脸色羞红 脑袋往旁边侧了侧 不敢看楚风的脸 睡吧 楚风温和声说道 手上的动作没有停止 好 云欣微不可查地应了一声 楚风咧了咧嘴 打了一个无声的哈欠 双手冷却后再度搓了搓 等发热后 继续揉着少女的肚子 一直重复了几次 直到少女的呼吸 平稳了之后才停下来 前道 楚风在脑海中下令 眼前弹出一道虚拟的屏幕 她望向屏幕 就看到十六号的日期亮了起来 楚风困顿着 再度打了一个哈欠 没有想到又一次熬到了凌晨 不要 少女翻了个身 像八爪鱼一样 将手脚都搭在了楚风身上 嘴里还嘟囔着什么 好像在做什么美梦 嘴角一直上扬着 楚风温馨地笑了笑 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第二天 清晨 楚风醒来的时候 少女已经不在睡袋中了 不过鼻尖还停留有 少女身上的芬芳 起得那么早吗 楚风伸了一个懒腰 侧头寻找着少女的身影 她看到木棚火堆旁边 少女正在煮着早餐 芸芯听到后面声响 扭过头说道 大懒虫 起来吃早餐了 怎么不多睡一会儿 身体怎么样了 楚风眉头一挑 平日也是这个点起床的 她今天怎么就成了懒虫了 楚风爬出睡袋 穿好衣服走向木棚 我已经好多了 芸芯脸色微红 视线不敢跟楚风对视 想起昨晚的画面 脸色就羞红了起来 那就好 楚风放下心来 快去刷牙吧 可以吃早餐了 芸芯搅动着锅内的食物 用野菜木耳和一点鹿肉熬出来的 嗯 楚风拿着牙刷 蘸了蘸自制的牙膏刷体牙来 十多分钟后 两人吃完了早餐 芸芯把干锅洗完烧起了水 楚风背着竹篓 拿着工兵铲 说道 你今天还是不要太劳累了 我再去搬点黏土回来 路上小心点 芸芯往火堆里添着木头 现在要把水烧好 等一下 楚风回来后才有凉水喝 她今天也有很多的手工活要忙 洗衣服编织绳子 用黏土制作一些陶瓷瓦罐 为下次烧窑做准备 几分钟后 楚风来到之前挖黏土的地方 拿着工兵铲开始挖了起来 今天是要把地基铺好的 二十多分钟后 楚风背着黏土回到营地 就这样 她一上午都在忙着搬运黏土和铺地基 楚风 喝点水休息一下 芸芯叫住了又要出发的楚风 好 楚风擦了一下额头的汗水 接过少女递过来的桃碗 她三两口喝完一碗水 又喝了一碗才停下来 黏土还没运够吗 芸芯帮着楚风擦着汗水问道 要不下午我去帮你挖点黏土吧 这样速度会快一些 不用 下午再搬两趟就够了 楚风摇了摇头 看着新庇护所的地基 只差一些边边角角 没有铺满黏土而已 可是庇护所的墙 也要用黏土固定啊 芸芯双手插着腰 还记得昨天楚风说的话 石块要用黏土做固定 建造另外三堵墙出来 你现在多休息 等你身体好了再说 楚风笑着拒绝 哦 知道了 芸芯微微撅着嘴 转过身去 将锅内的水 倒在了储水的桃罐内 然后再度往里面加了点水 开始准备午餐了 平常两人没有特殊情况 是吃两餐的 今天少女看到楚风 干的都是体力活 打算帮她多补充一下体力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 大白妖 演播 根号18 下午 太阳光照射在营地 吃完午餐后 楚风带着竹篓继续出发去挖粘土 少女把锅碗洗完后搓起了绳子 一个多小时后 楚风运了四堂粘土回来 有一部分被填补在地基上 剩下的一些准备用来砌墙 楚风 喝点薄荷水 芸心端着桃碗走了过来 里面装着早上煮好的凉水 还有两片薄荷叶 楚风接过少女递过来的水 三两口喝完 嘴里还嚼着薄荷叶 那略带一丝苦涩的清凉感觉 让她精神一阵 芸心看着剩下的粘土 好奇地问道 今天就要开始七强了吗 嗯 今天先弄一点 楚风抹了一下额头的汗水 手里拿着一片树叶扇着风 看着满头汗水的楚风 少女扭声回木棚 再倒了一碗薄荷水过来 楚风接过桃碗喝完 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感叹 好爽 天气太热了 休息一下吧 芸心关心说道 好 楚风点了下头 我来帮你擦一下汗 芸心看着楚风 结实了不少的身体 内心开始嘀咕起来 怎么来了野外才十几天 楚风的身材 比以前好了那么多 不用了 待会儿又会出汗的 楚风摇摇头 这么炎热的天就算擦干了 没一会儿又会是满身大汗的 那待会儿就再擦一次 芸心翻了翻白眼说道 她手里拿着做麻布衣 剩下的边角料 擦拭着楚风身上的汗水 楚风苦笑一声 没有再说什么 少女反复擦拭了两次 才停了下来 好了 不用擦了 差不多就行了 楚风拍了拍身旁的石头 示意她坐下来 哦 芸心撅着嘴 乖乖地坐下休息 两个人就这样 在树荫下聊着天 手里还编着长绳 半个多小时后 该干活了 楚风又喝了一碗薄荷水 潮乱石堆走过去 准备开始弃墙 啊 芸心打了一个哈欠 眨了眨困意的眼睛 好奇地问道 楚风 要怎么弄啊 她来了月室以后 稍微忙碌一下 就很容易犯困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楚风蹲下身去 抱着脑袋大小的石头 摆在了地基的两侧 一颗放在了靠石壁的位置 一颗放在了基地的外面 用粘土将石头固定住 她拿着刚刚编织好的绳子 两头分别绑在了两块石头上 绷紧后 形成了一条水平线 下午三点十分 观察员正在观察着 楚风云心两人的直播间 现在 两人的直播间的人气 经常排在第一名 人数一直维持在两千多万左右 无情越美目盯着前面的显示器 好奇地问道 楚风 是打算要七强了吗 应该是 不过她拉着一条绳子是要做什么 何明很讶异 忍不住转头问道 王老师知道吗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这绳子的作用相当于是一个 简易版的水平仪 王林猜测道 曾经见过村庄里头建房的工人 用过这种方法 竟然是简易版的水平仪 何明感到讶异 没有想到 楚风建个庇护所都要追求完美 王老师 您在野外生存建造庇护所的时候 是不是也像楚风这样 无情越好奇地问道 不会 王林扯了扯嘴角 自己才没有那么精致 无情越双眼眯起 转过头后嘴里嘀咕了一句 果然 还是楚风细心啊 王林撇了撇嘴 无缘无故又被鄙视了一次 何明内心偷笑着 但还是替王林挤了围 开始转移这话题 我们继续看楚风接下来要怎么做吧 楚风沿着绳子的边缘 铺上一道粘土 在上面摆满了石头 不让石头超出绳子的范围 这样第一层就砌好了 接下来 按照相同的办法开始砌第二层 楚风 你怎么还会砌墙啊 芸心疑惑地问道 你忘了吗 在孤儿院的时候 我帮王大爷一起修过院墙 这是他教我的 楚风头也不抬到 那个时候刚好刮台风 把一堵老旧的墙给吹倒了 台风过后 是王大爷带着楚风 将院墙给修好的 我想起来了 芸心这才想起 是有这么一回事 王大爷为了奖励两人 还买了冰糕给他们吃 也正因为这样 他现在才会记起来 毕竟那个时候的冰糕 对于两个人来说 可是稀罕货 想到这里 芸心的脸色暗淡了下来 想起了去世的王大爷 楚风看着少女脸上的神色 柔声安慰道 等我们离开这里之后 就去看看王大爷吧 好 芸心勉强扯了扯嘴角 低头继续编着绳子 楚风继续忙活起来 用粘土将一块块石头固定住 三个多小时以后 石墙已经被砌到了将近一米高 从侧边看 整堵墙是比直的 凹凸不平的地方 也全都被粘土给抹平了 在忙碌中 时间在不知不觉间流逝 又是一天的黄昏时刻 楚风 才一下午就起了这么高的墙 芸心清脆地夸赞道 手中抱着刚刚洗完的野菜 整堵墙有七米宽 楚风一个人又要搬石头 胡粘土 中途还又去搬了两次粘土回来 而且石头不像是砖石平整好气 今天就到这里吧 这堵墙太矮了 要等下面的黏土干一点之后 才能继续往上砌 楚风轻声道 看着自己砌的墙 感到很满意 那会不会有窗户呢 芸心好奇地问道 入夜 天上繁星点点 在陈志兮的营地中 赵雷兄弟和陈志兮黑熊四人 围坐在火堆旁 木头在火焰的燃烧下 发出烈响声 再过一会儿应该就可以吃了 赵雷手里拿着一串棕驴心 正在火堆里烤着 时不时拿出来看一眼 赵雷赵雷昨天从陈志兮这里 得到四根棕驴心后 回去就念念不忘 尤其今天早上 找了大半天 还没有找到食物后 更是心心念念着 在赵雷的提议下 两人今天又来帮陈志兮搭建庇护所 为的就是再得到四根棕驴心的报酬 这比去野外找食物靠谱多了 谁知道 一忙就是忙到天黑 为了安全起见 两人只好留在了陈志兮的营地 赵雷瞥了眼哥哥手里的棕驴心 提醒道 可以吃了 再烤下去就交了 我知道 赵雷手上动作不慢 连忙将棕驴心从火堆里拿了出来 陈志兮面带笑容地看着两兄弟 内心盘算着 怎么才能让两人一直留下来 替自己做事 两位 棕驴心的味道怎么样 陈志兮浅笑地问道 赵雷嘴里嚼着棕驴心 模糊不清地回应道 还不错 烤过后的棕驴心比生吃好吃 赵雷同样点评道 嘴上的动作没有停止 大口嚼着棕驴心 陈志兮嘴角含笑 双手交叉放在胸前 意味深长地开口道 那两位想不想天天吃 这话什么意思 赵雷停下来咀嚼 眼睛微眯警惕了起来 你想说什么 赵雷挑眉问道 你们今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想必自己很清楚 陈志兮万位道 他能很好地把握两个人的心理 这还多亏大学时学过心理学 我们只是刚好路过 顺手帮你们的忙而已 赵雷砸巴着嘴 突然觉得嘴里的棕驴心 不是那么好吃了 赵雷漠然无语 知道陈志兮是什么意思了 两人又不是傻子 能听出对方话语中的意思 合作吧 单靠你们两个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我有办法找到食物 陈志兮直视赵雷赵雷 表情透露着浓浓的自信 量了两个人一天了 他也给了两个人一点甜头 今天赵家兄弟再次到来 让他觉得说服的困难少了一半 赵雷赵雷对视一眼 都知道陈志兮说的话是事实 但是现在两人答应合作 主导地位不可能会是他们两人 陈志兮看着两人犹豫起来 嘴角勾起意味深长的笑容 说道 冬天就快到了 单靠你们自己 找到食物的几率会越来越小 两个人存活下去的几率 终究没有四个人大 这个 赵雷沉思着 望了眼弟弟的表情 赵雷动摇了 陈生问道 怎么个合作法 四个人一起找食物 最后一起生存 陈志兮摇了摇手里的纵驴心淡淡的道 说实话 我觉得这是我们吃亏 赵雷抿了抿嘴 在寻找食物方面是陈志兮两人占着优势的 要是我们都坚持到最后 奖金要怎么分 赵雷问出了最关心的话题 陈志兮平淡道 无论得到奖金的多少都可以平分 或者你们觉得多劳多得也是没有问题的 他会让两人到最后 那真要看本事了 我们商量一下 赵雷望了眼哥哥打了个眼色 可以 陈志兮嚼着纵驴心 毫不在意地摆摆手 赵雷赵雷两个人都有点心动了 走到一旁低头商讨着 你觉得他的话可靠吗 赵雷压低声音问道 可不可靠是一回事 但他说的是事实 四个人的确要比我们两个人生存下去的几率大 赵雷内心已经偏向于合作了 两人的荒野求生经验 在制作岛上仿佛失去作用一样 现在只能依赖于别人 我总感觉里面有什么不对 对我们的态度有点太好了 赵雷有点担心 说完瞥了一眼不远处的陈志兮两人 赵雷小声分析着 不管有什么陷阱 照目前的状况来看 我们并没有吃亏 我们可以先合作 坚持到最后再看情况决定 赵雷嘴角上扬 对着赵雷比了一根拇指 夸赞道 好主意 那就这么决定了 决定好的两人 调整好脸上的表情 重新回到火堆旁 考虑得怎么样了 陈志兮看着重新凑过来的两人问道 我们可以合作 你要保证我们每天都能吃饱饭 赵雷试探性说道 我们有吃的 就有你们两个吃的 陈志兮伸出了手 微笑道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赵雷伸手握了一下 表示结盟成功 赵雷咽下嘴里的棕驴心 偷瞄了一眼 陈志兮手里的棕驴心问道 接下来你们打算怎么做 再去拿两根棕驴心 给我们的兄弟 陈志兮转头道 好 黑熊站起身来 去了庇护所内 先把庇护所建起来 然后开始储备食物 准备过冬 陈志兮平淡道 如果找不到食物 他不介意去谋划 其他组挑战者的食物 在观察员的直播间内 和明等人刚好看到的 就是陈志兮的直播间 直播间里的观众们 也发表着意见 这个陈志兮不是什么好人 笑面虎的模样 让人讨厌 陈志兮很聪明啊 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坏 怎么感觉是在互相算计呢 看起来都不是什么好人 同意前面的猜想 原来直播间的各位 都是柯南哪 在下包拯 赵氏兄弟 是打算上演无间道吗 吴晴月惊叹道 也算是一个 生存下去的好办法 汪林平淡道 虽然对于两人的做法 感觉有一点不妥 如果换做是自己 也会这么做 只要能活下去就好 那王老师 如果参加了荒野生存 是不是也会和他们的 做法一样 吴晴月好奇地道 汪林眼角抽抽 沉默了一会儿才回答 我不会混得像他们那样差 在他看来 之前对于赵磊的评价 要收回来了 两人让他有点失望 我怀疑以后组队的模式 会越来越多 和明沉声道 有本事的人 不一定愿意组队 汪林有个人见解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 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大白妖 演播根号18 清晨 太阳高照 依旧是晴朗的一天 楚风睁开了眼睛 侧头看着 趴在自己身上的少女 嘴角露出了笑容 昨晚两人吃了 煮的野菜炖鹿肉后 就一直在庇护所内 搓着绳子聊着天 一直到深夜才休息 睡觉前 他继续帮少女 揉了一会儿肚子 不知不觉中 两人都睡着了 楚风轻手轻脚地 将少女从身上移开 嗯 芸汐发出了一声叫憨声 翻过身继续睡着 只是那颤抖的眼睫毛 和羞红的脸颊 已经出卖了 他装睡的事实 楚风嘴角含笑 少女估计还在 为昨晚的视线害羞着 他没有揭穿 少女的小心思 爬出睡袋 穿好衣物 就离开了庇护所 前到 楚风在脑海中下令 眼前弹出一道虚拟的屏幕 他望向屏幕 十七号的日期亮了起来 还有四天 楚风自言自语着 他推开荆棘大门 来到外面 习惯性地扫尸了一圈周围 在营地四周巡视了一圈 嗯 楚风眉头皱起 在水槽旁边 有被翻动过的泥土 还能清晰地看见许多脚印 他蹲下身来 仔细地看着地上 那拳头大小的脚印 脑海中的知识 快速做着对比 楚风 你在干嘛 芸心推开荆棘大门 走了出来 提着钢锅 准备借点水煮早餐 今天早上 有野猪来过 楚风指着地上的脚印扭头 野猪 真的吗 芸心惊异地 快步小跑过来 不用那么着急 楚风连忙喊道 放心 院士已经过去了 芸心白白手道 将干锅放在了水槽旁 女性来月经持续的时间 一般是两至八天左右 这是多种因素决定的 比如劳累 心情等影响月经长短的时间 少女这两三天心情都不错 休息得也足够 月经提前离开了 不然大多数都是三天以上 那就好 楚风放心下来 早上真的有野猪来这里吗 芸心担忧问道 这些脚印都是野猪的 还很新鲜 楚风点头道 松动的泥土分明是不久前才被翻动的 他看着脚印来的方向 顿时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野猪应该是被水槽流出去的水吸引来的 脚印出现的位置都是在水流的周围 这里有野猪 是不是抓猪就有猪肉吃了 芸心双眼一亮 有一头野猪的话 那么两个人的粮食库存就更多了 完全可以坚持两个月 你留在这里 我去看看野猪去了哪里 楚风站起身来 看着野猪脚印消失的方向 我也要去 芸心担忧道 他有点担心楚风的安全 体型烧大些的野猪 基本上都有三百公斤重 再加上每小时四十到七十千米的奔跑速度 以及两颗尖锐的獠牙 如果要跟他硬碰硬的话 绝对是一个大型车祸现场 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 给成年人撞成骨折 同时 他的咬合力也非常强大 可以很轻松地咬断人的骨头 听话 我很快就回来 你先煮早餐 待会就可以吃 楚风摸了摸少女的脑袋瓜 把乱糟糟的头发弄得更乱了 他又何尝不担心少女呢 有隐藏气息的本事在 他一个人去追踪 反而更安全一些 那你要小心一点 芸心免了抿嘴 妥协了 开口叮嘱着安全 放心 遇到野猪 我会转身就跑的 楚风轻笑道 在少女的注视下 他沿着地面的脚印 向丛林走去 周围许多野草都被踩蛇了 还有不少野草被啃得只剩下根茎 甚至一些被连根拱起 留下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泥坑 楚风沿着一路的痕迹 走了十多分钟 最后来到了一片地势较低的地方 在不远处有一个大泥坑 整个泥坑似乎刚被剧烈翻动过 浑浊的泥水还没有沉淀下去 看来真的是野猪了 应该刚走不久 楚风查看着周围的痕迹 最后得出结论 这个泥坑的行程 很有可能是营地水槽流出的水 形成的 因为这里地势较低 水最后都汇聚在了这里 被野猪发现后 这里就变成了澡堂 有猪肉吃了 楚风嘴角勾起 内心有了计划 查探了一下地形之后 转身往营地跑去 十多分钟后 楚风重新回到了营地 在荆棘大门前的云心 看见他回来后 顿时松了一口气 云心关心地乱瞄着 问道 怎么样 没伤到吧 没事 楚风轻笑地摇摇头 说道 野猪没有找到 但是我们可以做个陷阱捕捉他 真的吗 云心眨着水灵灵的大眼睛 惊一道 嗯 我就是回来拿工具的 楚风笑着点头道 那先吃早餐吧 吃完我和你一起去 云心连忙道 好 这次楚风没有拒绝 半个多小时后 云心收拾着锅碗 楚风则在一旁削着竹子 这些竹子都是之前用剩下的边角料 每一截大概有手臂那么长 用来布置陷阱刚刚好 楚风 你这是打算挖土坑陷阱吗 云心收拾完走了过来 看着地上几根被削尖的竹子 想到了电视剧上出现的土坑陷阱 嗯 聪明 楚风夸赞道 把最后一根竹子削好 用绳子全部捆了起来 两人用竹篓背着竹子 拿着弓兵铲离开了营地 朝泥坑所在地走去 十分钟后 两人来到了泥坑的附近 楚风 你是说野猪还会来这里 云心疑惑地问道 当然 动物世界里说过 野猪就是靠泥巴来清洗身体的 而且泥巴还可以帮他们降温 防止被蚊虫叮咬 楚风说着 将竹篓放下 这样啊 云心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楚风来到泥坑旁 指着离泥坑一米远的空地道 来这里 我们在这里挖坑 在他的面前 是一条被踩踏过的草地 显然是野猪从这里进来 又从这里离开 楚风用弓兵铲挖着泥土 少女拿着石块帮忙清除杂草 两个多小时后 一个一米五宽 一米深的大坑被挖了出来 还是周围被水浸湿过才这么好挖 楚风拿着竹子跳下了深坑 将一根根竹子插在了坑底固定住 好了 接下来就是掩盖了 楚风喘着气 拉着少女的手离开坑底 要怎么做 云心好奇地问道 楚风拍掉身上的泥土 双眼扫视着周围 说道 折一些树枝盖在坑洞上就可以了 这样野猪真的会上当吗 云心惊讶道 会的 楚风倾笑一声 转身在丛林中折下许多树枝 掩盖在坑洞上 野猪出现过一次 下次还会再出现的 云心用宽大的树叶 将露出来的缝隙盖住 楚风用竹篓装着干燥的土 小心翼翼地覆盖住树枝 看上去就像平常的泥土露面 会不会被别的动物 把陷阱给破坏了 云心担忧道 抓不住野猪抓住别的也行 楚风轻笑道 能抓住野猪就最好了 不能也没关系 不可能事事都顺心 楚风 还要做什么 云心抖了抖冲锋 一粘着的泥巴和草叶 再砍些树枝把周围围起来 楚风擦掉额头上的汗水 握着柴刀 朝丛林走去 我来帮你 云心跟了上去 半个多小时后 两人才砍到够用的树枝 两人把周围能离开的地方 都遮掩了起来 只留下野猪经常出入的那条小路 直播间的观众们刷起了弹幕 今天是星期六放假 刚起床的观众 都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是在做什么 有没有长期蹲守的大佬 出来解释下发生了什么 楚风和云心 在布置陷阱抓野猪呢 牛逼啊 野猪都敢抓 不就是一头猪吗 我分分钟吊打它 前面的帕不是智障吧 知道野猪有多厉害吗 一头野猪可以让你三天三夜下不了床 我怀疑你在开车 可是我没有证据 给各位秀儿赐座 导播厅里 观察员直播间在导演的安排下 切换到楚风云心两人的直播间 吴晴月原本还是有一点困意的 看到楚风云心两人的直播间后 顿时就惊着了 他惊一道 这是在做什么 好像是在布陷阱准备抓野猪 和明翻看着弹幕 看到许多人都提及了野猪和陷阱 野猪可不是那么好抓的 王林沉声道 王老师 野猪很厉害吗 吴晴月不解道 一直生活在大城市的他 还不知道野猪和普通家族的区别 当然 野猪是具有很大攻击性的 可以轻而易举 就将成年人撞伤骨折 而且他的咬合力也非常大 很轻松就能咬断人的骨头 王林沉声道 脸上有着心悸的深情 他曾经在野外就遇到过野猪 还想抓来吃 结果失败了 整个人被野猪拱飞 最后在床上躺了两个月 身体才恢复过来 我听父辈的人说过 猎人宁愿遇到老虎 也不想遇到一群野猪 和明点点头 开始科普一些知识 齐维亭眨了眨眼睛 抿了抿嘴 没有说出自己以前 单杀过野猪的事 如果运气好的话 两人还真可能抓到一头野猪 王林语气充满波澜 想到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一直觉得两人会淘汰 可谁想到 两人生存的是最好的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和明调节这气氛 好了 我们回去吧 傍晚再来看看 楚风甩了甩酸杖的手 接下来 就看野猪会不会来了 按照这炎热的天气 野猪很有可能 下午还会来一次 嗯 芸心点点头 十多分钟后 两人回到了营地 在水槽旁 将泥泞的双脚冲洗干净 拉开经济大门 芸心拿着钢锅接了水 准备煮点薄荷水喝 你先烧着水 我再去搬点粘土过来 楚风休息了一会儿 背着竹篓拿着工兵铲 站了起来 他昨天气墙 把粘土都用完了 现在太阳还不是很大 想再去搬几趟粘土回来 下午最热的时候 就不用再出去了 之前说好的 我和你一起去 芸心把钢锅挂在木钩上 丢了一把薄荷叶进去 走吧 楚风嘴角微扬 答应了少女 我看看能不能抓到鱼和虾 芸心拿着小猪篮挂在腰间 准备有空就下小溪摸虾 两人带着工具出发了 几分钟后 来到河边 楚风开始用弓冰铲挖着粘土 芸心则用木棍 敲打着溪水边的杂草 担心有蛇藏在里面 少女将周围的草丛都敲了一遍 没有危险后才脱了斜下水 弯下腰在溪水边摸索着 雨下没有看见 水螺倒是有不少 芸心弯着腰 长发顺着脖颈垂落在水里 她在水里摸到了几个田螺 看着手中拇指大的田螺 随手放进了竹篮里 螺肉虽然很少 但积少成多的道理 也能补充一点食物 你小心一点 不要被石头伤到了 楚风在不远处叮嘱着 身后已经挖了满满一竹篓的黏土 水很轻 我看得见 芸心抬起头 将半尽湿的长发拧干 我先把粘土搬回去 你注意点不要乱跑 楚风背着猪篓 告诫她 要是有危险就朝营地跑 然后大声喊我 在野外 要时刻警惕着 哪怕只是离开一小会儿 会的 芸心认真回应 双眼盯着溪水浅滩 看见有螃蟹流过 她小心地走了过去 双眼一直盯着螃蟹 双手慢慢朝螃蟹包抄过去 看着少女小心翼翼的模样 楚风笑了笑 背起猪篓 快步朝营地而去 十多分钟后 楚风再度回来了 看到少女欢乐的笑脸 心中莫名得到了净化 楚风 快看 我抓到两只螃蟹 芸心趟着水走了过来 炫耀式地晃了晃手中的猪篮 厉害 今晚可以吃螃蟹了 楚风夸赞道 这里还有不少螃蟹 不过好难抓啊 芸心撅着嘴遗憾道 脸上有着水珠 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光 好了 不要晒太久太阳 小心中暑 楚风手贴在少女的额头上 感受着温度 知道了 芸心仰着头 眨了眨水灵灵的大眼睛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 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 大白妖 演播 根号18 中午 火辣的太阳照射在营地 抓到两只螃蟹后 芸心就一直帮着挖黏土 为此还弄得一脸荒泥 最后 两人在溪水边洗了头才回来的 满身汗的楚风背着竹篓 身后跟着少女 两人回到了营地 楚风 你先休息一下 我去倒点薄荷水给你 芸心提着竹篮 迈着小碎步跑回了庇护所 好 楚风把竹篓里的黏土 倒在了地基旁的空地上 这是她今天搬的第五趟了 楚风 快点喝水 芸心双手断着两个桃杯 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 你也喝 楚风接过桃杯喝完道 我已经喝过了 你都喝了吧 芸心将另外一杯递了过去 楚风看着少女的嘴唇 发现是湿润的之后 才接过桃杯 分几口喝完 芸心看着楚风满头的汗水 关心得到 还要吗 锅里还有 不要了 剩下的倒在桃罐里吧 再煮点下午喝 楚风摆了摆手 坐在乱石堆旁的树荫下 准备休息一会儿 再继续弃墙 少女点点头 拿着桃杯回了庇护所 楚风盯着那一堵一米高的石墙 沉思了一会儿 迈步回了庇护所 过了一会儿 拿着柴刀走了出来 转身进了丛林 十多分钟后 她抱着几块手臂粗的木头回来了 芸心抱着一捆木锦树皮走了出来 坐在树荫下好奇地问道 楚风 你这是要做什么 做窗户 新的庇护所都是石墙 要做个窗户通风才行 楚风拿着柴刀削着木头 把边边角角地凸起削平 这样啊 芸心点点头 手上编起了绳子 也不知道野猪有没有来 楚风嘴里嘀咕着 拿着木头来到了石墙上 比划着窗户的大小 她拿着木头 在地上摆出了一个棋盘的模样 横竖都是六根 她用绳子再把木头的交叉点都绑住 一个窗户的框架就做好了 整个框架将近有一米宽 半米高 楚风拿着框架 在石墙上比划着 预留好位置后画上记号 砌墙时 只需要把框架的位置预留出来就可以了 三堵墙砌好 再用木柴掩盖燃烧 把那些黏土烧成半桃化之后 再把框架装上 明天去海边拉点竹子回来 编一个窗门装上就完美了 楚风嘴角勾起 明天要去海边 云心眼睛一亮 嗯 搬一些竹子回来用 楚风微笑道 接下来很多地方都需要用到竹子 比如新建的庇护所 一些家具之类的都要用到 到了海边 要熬煮一些盐 再捡一些海带 还要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吃的 云心掰着手指 数着明天去海边要做的事情 听着少女的盘算 楚风嘴角勾起 搬起石头继续砌墙 这次砌的是另外的一边墙 为了安全起见 她打算先把三堵墙都砌一半 等彻底凝固后再继续往上砌 在计划里 是打算花五天时间 把三堵墙砌完 按照现在的时间进堵 是可以办到的 时间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 飞快流逝 三个多小时后 天渐渐地阴凉下来 距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 楚风将手中的石头 用黏土固定住 第二堵墙和第一堵墙 已经一样高了 楚风 休息一下吧 芸汐关心道 好 楚风搓掉手上的黏土 迈步走向树荫 突然 有声音传进了楚风的耳朵里 断断续续听不清楚 楚风 怎么了 芸汐疑惑地问道 刚刚好像听见 有什么惨叫声 楚风惊讹道 侧耳再度仔细倾听着 她的身体经过 身体强化药剂的改造 身体机能全方面 都得到了加强 也包括听力方面 真的吗 我怎么没有听见 芸汐吃惊道 楚风仔细地听了一会儿 确定是野猪的嚎叫声 她双眼一两 振奋道 走 我们过去看看就知道了 那我们赶快去看一下 芸汐瞪大双眼道 楚风拿着弓箭和柴刀 带着少女往丛林钻去 慢慢接近陷阱的方向 两人在快到陷阱时 已经能够清晰地听见 野猪凄厉的嚎叫声了 芸汐 你先在这里待着 我过去看看有没有危险 楚风拉住少女 轻声叮嘱着 那你小心 芸汐担忧地叮嘱她 好 楚风点点头 轻手轻脚地靠近陷阱 几分钟后 她来到了陷阱所在 原本盖在坑洞上的树枝 都不见了 在陷阱内传出凄厉的嚎叫声 楚风小心地走了过去 探头看向陷阱内 一只野猪正躺在坑底 不过竟和肚子被尖锐的竹子洞穿了 有鲜红的血液正在往外流淌着 这是一头公野猪 身长一米多 浑身被干透的泥巴包裹着 有一部分已经被鲜血染红 两根微黄的獠牙向上翘着 白天天气炎热 一些动物很容易缺水分 像野猪这样的更是如此 特别需要泥巴保护皮肤 楚风脸上顿时露出兴奋的笑容 扭头朝来的方向大喊道 芸汐快过来 今晚有猪肉吃了 一会儿后 少女喘着气跑了过来 脸上都是开心的笑容 芸汐捂着胸口喘着气 断断续续地问道 楚风 真的知道野猪了吗 你自己看 楚风伸手拍了拍少女的后背 手指向坑洞 太好了 这下子食物可以吃很久了 芸汐探头看向坑洞 发现野猪后 精致地脸颊顿时笑开了花 今晚换个口味 吃猪肉 楚风微笑道 我们要怎么把它弄上来啊 芸汐轻声问道 看着坑洞内已经奄奄一息的野猪 我下去用绳子捆住它 到时候我们一起在上面把它拉起来 楚风看了看周围 目前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好 芸汐明白了 你回去拿两个桃灌过来 猪血可不能浪费了 楚风轻笑道 好 我马上回来 芸汐点点头 转身小跑回庇护所 血可比流得那么快啊 猪血可是好东西 楚风嘴里嘀咕着 一边警惕地看着周围 野猪嚎叫了那么久 她这是担心有别的捕食者出现 要赶紧把你弄回庇护所才行 楚风等着少女回来 再过一段时间 血腥味就很容易会把别的动物吸引过来 正担心着的楚风不知道 此时观察员的直播间早已经闹翻天了 导演一直关注着楚风云心的直播间 看到两人抓到野猪后 立即明白这是一个爆点 就让观察员直播间切换到两人的直播间 没想到真的抓到了野猪 哇 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这没什么 让我驱作也能做到这个样子 最主要的事得有小萝莉陪着 你白天喝了假酒吗 要是换作是你 怕是已经死在那里了 小萝莉这下子不用那么接见了 一大波美食朝着小萝莉飞来 红烧肉回锅肉干锅肉片 各位都是用嘴封神的吧 汪林看着直播间内的弹幕 忍不住嘴角抽了抽 她决定忽略这些发言 内心对于楚风两人的运气 也是感到了羡慕 没想到两人还真的抓到了野猪 虽然有一定的运气成分 但是没有楚风的前期准备 也是抓不住的 汪林清了清嗓子理智地分析 陷阱很重要 楚风也了解野猪的习信 严格来说是靠实力抓到野猪 齐微挺淡淡地道 一针见血地戒了汪林的短 是啊 楚风和小萝莉都很卖力啊 花了那么长时间挖的坑 抓到野猪完全是自身实力啊 吴晴月竖着食指 替楚风和云欣打抱不平 汪林嘴角再度抽了抽 这次评价明明很中肯了 为什么还是有问题 她已经决定了 下次绝不轻易开口 楚风两人很有实力 大家不妨猜一猜 他们最后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何明干笑两声 只好开口转移话题 没想到齐微挺会突然开口 还维护起楚风云欣两人 不过节目效果却是很好 我觉得应该能坚持三个月 吴晴月轻声道 毕竟冬天快到了 她觉得现在的事物 够两人坚持到三个月的了 半年 齐微挺淡淡地道 实际上 她觉得楚风应该懂得更多生存技巧 这是她最近观察得到的猜测 微挺这么看好楚风和云欣 何明竟饿道 楚风有这个实力 齐微挺点点头 吴晴月眼珠子一转 转头俏皮地问道 王老师 你觉得呢 王林抿着嘴 决定装作没有听见她的疑问 王老师 你说一说 何明接话问道 晚年 王林眼角跳了跳 内心郁闷不已 开始考虑是不是应该推掉这个节目了 王老师也这么看好两个人 难得啊 吴晴月偷笑道 直播间的观众都乐了 喜闻乐见看到王林无奈的模样 王专家的脸快黑成炭了 谁让她瞧不起小萝莉两个人的 晴月女神真调皮 节目效果非常好 王专家住在我隔壁 我今晚想去找她 前面那位 你是在开车吗 十多分钟后 云欣抱着两个桃冠回到了陷阱处 听下来之后一直喘着气 她怕猪血流完了 一路上是跑着过来的 没有休息过 你先休息一下 我下去把猪血先接完 楚风拍了拍少女的后背 小心点那些竹子 云欣叮嘱她 嗯 楚风点点头 靠着陷阱的旁边慢慢往下滑 避开了中间的竹子 野猪已经奄奄一息了 对于楚风的出现 她只能发出微弱的嘶吼 她慢慢地将野猪搏颈出的竹子拔出 顿时让野猪发出了嚎叫声 野猪的身体颤抖了一下 鲜血宛如全涌般向外喷着 少女连忙把陶罐递给了楚风 楚风接过陶罐蹲下身去 将陶罐对准了野猪搏颈出的伤口 接着猪血 几分钟后 野猪不再抽搐 陶罐也装满了猪血 一股血腥味充斥着楚风的嗅觉 她抱着满满的陶罐递给了芸心 少女连忙伸手抱住 放在了地面上 用宽大的树叶盖住 绳子沿罐口绕了几圈捆住 防止有脏东西掉进去 另外一个陶罐只接了八份满 猪血就已经流完了 按照同样的办法 少女把另外一个陶罐封住 芸心 把绳子给我 楚风喊道 好 芸心把陶罐放在一旁 将绳子的翼端递过去 楚风接住绳子 随后 把野猪肚子上的竹子拔出 然后捆住了野猪的两只后蹄 用力扯了扯 确定不会脱落后 才爬上地面 我喊一二三 就一起往上拉 楚风接过 少女手中的绳子道 哈 芸心站在楚风身后 手紧握着绳子的尾部 一 二 三 拉 楚风嘴里喊着数字 身体向后仰 迈着步伐向后退去 快起来 芸心用尽全力向后拉着 精致的脸庞因为用力过度 有点憋红 陷阱里的野猪被倒提着 慢慢拉了上去 几分钟后 在少女的喘息声下 野猪被拉上了地面 这野猪得有两百多斤了吧 芸心一屁股坐在了地面上 大口喘着气 差不多 楚风也坐在地上喘息着 主要用力的还是她 楚风芸心相视一笑 这头野猪够两人吃很久了 楚风 野猪那么重 要怎么运回去啊 芸心疑惑道 天色已经不早了 再过一会儿天就要黑了 两人得赶紧把野猪弄回去处理掉 野猪叫给我吧 你负责抱着猪血 楚风想了想说道 以她现在的身体素质 背起两百多斤的野猪 走回庇护所 应该是没有问题 楚风 你是在和我开玩笑吗 这么重的野猪 怎么可能搬得动啊 芸心瞪大了眼睛 惊愕道 楚风站起身来 拍了拍裤子上的泥土 说道 试一试就知道了 直播间内 观众听到楚风的话后 弹幕再度疯狂地刷了起来 楚风是在开玩笑吧 这野猪看上去得有三百斤 它那么瘦 怎么可能一个人搬得动 没想到楚风也还逞强 是想在小罗利面前展示雄风吗 或许楚风是大力士也说不定 有腹肌应该挺有力气的吧 我们一起搬吧 猪血待会儿再回来拿也可以的 芸心皱着眉头 轻声说道 两个人扛着会比较省力一点 先让我试试吧 不行再说 楚风伸手戳了戳芸心的俏脸 她不想再耽误下去 在这里逗留太久 野猪的血腥味已经飘散出去了 会引来野兽的窥视 好吧 那你不要逞能啊 小心伤到腰了 芸心撅着嘴观心道 好 楚风嘴角勾气 脉步来到野猪旁 用绳子把两只前蹄捆住 她弯下腰 一只手抱着后蹄 一只手抱着前蹄 猛然用力将野猪扛上尖头 这不是一般的重啊 楚风闷声道 整个腰被野猪骤然压得弯了下去 楚风 你快放下来 会压坏你的 芸心在一旁交集道 伸手去拖住楚风尖头的野猪 帮忙减少一些重量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 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 大白妖 演播 根号18 楚风弯着的腰向上扳直了一点 奈何野猪实在是不轻 最后只能维持半弯着腰 她扭头对身后的少女道 芸汐 你松手吧 我没事的 野猪的重量 刚好是现在身体的极限 要是再重上几斤 恐怕就搬不动了 除非身体再强化一次 不行 会压坏你的 芸心执扭道 没事 我走给你看看 楚风迈着步伐前进着 走了几步之后 慢慢转过身道 我自己可以的 你不用担心 真的吗 芸心愣愣地看着楚风 被她的力气吓到了 但还是有点不放心 忍不住再度叮嘱的 你千万不要惩能啊 我知道了 你快跟上来吧 天色不早了 楚风弯着腰道 好 芸心连忙将地上的两个陶罐 费力地抱了起来 楚风背着野猪 迈着沉重的步伐 朝丛林外走去 时不时还要小心避开树枝 以防卡到背上的野猪 芸心抱着陶罐根在楚风背后 看着她那弯曲的背影 突然感到莫名的心酸 从小到大 几乎都是楚风照顾着她 楚风走在前面 能察觉到少女的担忧 故作轻松地说道 走快点 别跟丢了 才不会呢 芸心傲娇道 眼睛却是一酸 楚风嘴角上扬 加快了步伐往营地走去 二十多分钟后 两人花费了双倍的时间 终于走出了丛林 楚风 我们到了 把野猪直接放在水槽旁边吧 芸心顿时松了一口气 她将陶罐放在水槽边 立即起身帮楚风 拖着野猪蹲下来 哇 楚风精疲力竭地坐在地面 单手按着野猪喘着粗气 这野猪还真的不轻 芸心转身跑向庇护所 立即端着杯薄荷水出来 递给了楚风关心的道 快喝点水休息一下 楚风接过水 三口两口 喝完长鼠口气说道 这现在还没有天黑 先把野猪处理了 那你先休息一下 我来弄 芸心连忙说道 她曾经见过 王大爷抓过一头小野猪回来 在旁边观看了整个杀猪过程 还没有等楚风说话 少女就已经提着柴刀走向了野猪 皮怎么这么厚啊 芸心费力地切下了野猪的尾巴 放在水槽内冲洗了一下 丢进竹篮中 楚风坐在一旁 看着少女费力地切割着野猪皮 忍不住笑出声来 这野猪皮也太厚了吧 芸心望着满脸笑容的楚风气馁道 用柴刀根本看不动 柴刀实在是太顿了 应该要磨一磨 楚风走过来 切过少女手中的柴刀 在石头的棱角边磨了几下刀 这样应该就会好切一点 真的吗 芸心接过柴刀 将信将疑地试了一下 结果好切了许多 好了 我来切吧 你把肉搬进去 天黑之前要弄完 楚风再度接过少女手中的柴刀 三两下把整只野猪皮砍了下来 按照少女的速度 天黑下来都不能把野猪处理完 再拖下去 血腥味就该把野猪吸引过来了 好 芸心抬头看了看天色 蹲下身 清洗着楚风切下来的猪蹄 楚风举着柴刀 将野猪的脑袋剖开 扭头对少女道 抱一个水缸出来撞猪肉 好 芸心甩了甩手上的水字 抱着两个陶罐进了庇护所 她把水缸里剩下的半缸水倒掉 这正是两人目前拥有的最大容器了 芸心费力地抱着水缸来到水槽边 正好看到楚风掏出猪脑 猪脑可是好东西 楚风拿着猪脑随手放在水缸中 芸心蹲着身子 清洗着楚风刚切下来的野猪内脏 嘴里一边念叨着 猪肺可以加点柠檬一起煮 猪肺有很大的营养价值 可以补充人体所需的蛋白质 钙 心 维生素 B等 对质肺须 咳嗽等症状 有一定的好处 猪肚好大呀 要是有一只鸡就好了 可以煮猪肚鸡吃 猪心也可以吃 还有这个猪大肠 猪肝好像也可以 肠衣可以用来做腊肠 听着少女的念叨 楚风的嘴角微微勾起 下刀的速度越来越快 半个多小时后 整只野猪全部被楚风抛解了 只剩下一些不能吃的部位 还在那里 切下来的部位都被少女洗干净 装在了水缸里 楚风抱着水缸搬进了庇护所内 整只野猪剩下不能吃的东西很少 就连骨头都被两人绊了进去了 按照少女的话说 骨头可以熬汤 有很大的营养价值 趁着天还没有完全黑 两人匆匆忙忙洗了个澡 楚风 快点进来 天都黑了 云心的声音在庇护所内传出 来了 楚风硬道 脉步走进了庇护所 把荆棘大门关上 用一块木头顶住了大门 天已经彻底黑了下来 外面的血腥味 很快就会吸引野兽过来的 今晚我们还是先把内脏吃了吧 肉就先熏着 云心用木勺在锅内搅动着 好 你安排吧 楚风回应道 锅内煮着猪血和猪肺 还有切碎了的猪心 最后少女扔了一把野菜进去 煮成了一锅猪杂汤 加点盐 云心嘴里念叨着 打开庄严的竹筒后 炖了一下 她将竹筒整个翻了过来 只有一小撮盐落入了钢锅中 楚风 没有盐了 剩下的肉要怎么腌啊 云心苦恼道 只能等明天去海边再熬盐了 楚风也苦恼 明天的海边之行是避免不了的了 这样放着会坏掉吧 云心看着那一竹篓的猪肉担心道 楚风望了望木棚 沉思了一会儿说道 我把木棚加固一下 把猪肉切小块一点熏制 应该不会坏的 她说着 上前把挂着的鹿肉 熏鱼 腊肠都取了下来 放进了干燥的桃罐中 这些都是已经熏好的了 可以储存很长一段时间 夜晚 又微风浮过 天上繁星点点 楚风手里拿着绳子 把木棚的几个连接点捆紧加固 在两侧多加了两根木头 用来加固木棚 这是防止野猪肉挂上去后 压垮了木棚 毕竟野猪去骨去掉内脏后 还有一百多斤 楚风 这些猪肉够我们吃很久了 云心提着猪肉 用绳子捆好挂在了木棚上 嗯 所以你不用那么节俭 吃完了我们还可以继续打猎 楚风嘴角勾起 看着这些猪肉内心安稳了许多 食物越来越多了 接下来 他就可以安心地将新的庇护所建起来 暂时不用为食物操心了 云心点点头 只不过 少女从小养成的节俭性格 估计一时半会儿是改变不了的 楚风 这里还有好多肥肉 云心把猪蹄和猪肉挂上去后 发现水缸内还有好几大块肥肉 用来炼猪油吧 可以用来炒菜做饭 楚风提议道 肥肉是可以炼油的 用猪油做出来的饭菜会更香更好吃 偶尔能改善一下火食 那就吃饭吧 吃完才有过来炼猪油 云心倾笑点头 刚锅内的猪杂汤已经煮好了 好 楚风来到木凳坐下 云心端着桃碗 给楚风盛了满满的一碗道 快尝尝 味道怎么样 肯定好吃 楚风嘴角带着笑意 他端起桃碗 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猪血 塞进嘴里嚼了起来 怎么样 和上次的鹿血比起来 哪个好吃 云心瞪大双眼期待问道 楚风把猪血吞下 对着少女竖起大拇指夸赞道 很不错 都一样好吃 那你就多吃一点 还有猪肺猪心 都尝尝 云心开心地笑起来 用竹勺咬了许多肉 倒在了楚风的桃碗里 你也吃啊 煮太久就不好吃了 楚风连忙道 干锅底下可是还有炭火烧着的 好 云心端起桃碗 夹了一块猪肺塞进嘴里嚼着 剩下的都是你的了 楚风再盛了一碗说道 今天野猪的内脏有点多 煮了满满一锅 云心嘴巴塞满了食物 发出模糊不清的声音 还有这么多 你吃完再盛一碗 剩下的才是我的 楚风看了一眼干锅 确实还剩下挺多的 就又盛了半碗 在直播间内 许多观众都羡慕 嫉妒恨起来 果然晚上就不应该来 看两人吃饭的 看得我都饿了 我家有猪酒 要不要来吃 直接待二十岁左右 长得好看的小姐姐 不行了 我现在出门 兄弟们等着我 还好我点的毛血旺 已经到了 半个多小时后 楚风两人在闲聊中 吃完了一整锅的猪杂汤 好冲啊 云心拍了拍肚子 眼上都是满足的深情 那你先坐会儿 我来练猪油 楚风起身 把钢锅内剩下的汤底倒掉 用清水冲洗了一下 重新挂回了木沟上 少女坐在旁边 看着楚风熟练地 冲洗着砧板 拿着柴刀切割起肥肉 切成一块块 放在钢锅里面 烧红的锅底 一碰到肥油 顿时发出声响 有油滴喷射出来 你坐远点 热油见到了 会起水泡打 楚风摆了摆手 说道 好 云心乖乖地往后 挪了挪凳子 对猪油还是有点害怕的 在孤儿院的时候 大家吃的都是猪油 特别是炸油的时候 热油见到人身上 就会起水泡 没有处理好的话 还会留下痕迹 在野外没有烫伤药 被热油喷倒 只能用清水反复 冲洗降温 就算是这样 还是很容易起水泡 然后留下疤痕 好了 接下来就让他慢慢炼吧 楚风把最后一块肥肉 丢进了干锅里 他拿着煮勺 把锅底的肥肉翻上来 新放下去的肥肉 落入锅底 让肥肉充分受热 这样炼猪油 就会快很多 锅内的肥肉 不停抖动着 已经有猪油被炼出 十多分钟后 黄灿灿的猪油 越来越多 肥肉被炼成了油渣 漂浮在油面上 这些猪油 勾用很长时间了 楚风看着大半锅的猪油 省着点用的话 可以改善生活 野猪相比于家猪 身上的肥肉会少很多 能炼出半锅猪油 已经算很多了 油渣装在桃罐里面吧 炸过的可以放很久 云欣把桃罐抱过来说道 我去把砧板和柴刀先洗一洗 好的 楚风用筷子 把油渣夹进了桃罐内 把桃罐装了一半 剩下的热油 要等冷却后 再倒进桃罐内封存 油腻腻的 木炭都洗不干净了 要是有肥皂就好了 云欣用木炭搓洗着柴刀 洗了两次之后 发现还是很油 肥皂 楚风轻声念着 眼前突然一亮 他起身拿起另外一个桃罐 往里面倒了点水 在火堆旁抓了把草木灰 扔了进去 拿着小木棍 开始搅拌起来 云欣勉强把柴刀和砧板洗完 疑惑得道 楚风 你在做什么 秘密 明天你就知道了 楚风轻笑道 哎呀你又是这样 云欣撅着嘴跺了跺脚 他看到楚风神秘兮兮的模样 很想冲过去掐他一把 好了 你收拾一下准备睡觉吧 不然晚一点又会很吵 楚风抿了抿嘴催促道 他担心 再晚点 会有野兽过来 会吵得少女睡不着觉 云欣把砧板和柴刀放好 望着楚风问道 那你呢 你先睡 我要守一下夜 楚风扭头回应一个安心的笑容 轻声道 这水还要搅拌 猪肉也要熏干水分才行 不然明天我们可出不了门 他要守火堆熏制猪肉 如果这个猪肉的血水没有被熏干 在野外这样的天气很容易会变质 好吧 云欣乖巧地应道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 大白妖 演播 根号18 清晨 鸟踢声在丛林间回荡 楚风睁开了双眼 扭头看向身旁的少女 云欣和往昌一样 整个人趴在他身上 此时嘴角还挂着一滴水珠 楚风无声地笑了笑 伸手轻轻推开少女 轻手轻脚地爬出了水袋 穿好裤子和麻布衣 脉步走出了庇护所 她的视线扫尸木棚里的野猪肉 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前到 楚风在脑海中下令 眼前弹出一道虚拟的屏幕 她望向屏幕内十八号的日期亮了起来 楚风洗漱过后 轻轻推开了惊奇大门 探头看向外面 云欣这时从庇护所内走出 看见楚风的举动后 压低声音问道 楚风 他们都走了吗 她的精神看上去不是很好 可以清晰地看见困倦 这是昨晚睡不好的缘故 昨晚 云欣睡下不久 荆棘围栏外面就传来了寿吼声 吵得少女一直睡不安稳 一直到楚风熏干猪肉 进了睡袋她才睡得安稳 楚风视线扫视着外面 没有发现野兽的身影 这才松了口气 出声道 没事了 他们都走了 她看着地上的脚印 与脑中的知识做着对比 得出是属于熊和柴的 以及一些猫科动物 地上还有几根荆棘条 显然 是野兽从围栏上拉扯下来的 那我去煮早餐了 云欣放下心来 小心翼翼地断起钢锅 把里面的猪油倒进了桃罐内 少女端着钢锅去水槽接了水 昨晚两人已经把水缸内的水都用完了 等她回来时 楚风已经把火堆点了起来 云欣往钢锅内放了点油渣和野菜 切了块猪肉放进去 楚风低头看着桃罐内的草木灰水 经过一夜的沉淀 没溶解的草灰和杂质都沉底了 水的上半层相对于干净了许多 要是有鸟蛋就好了 楚风嘴里嘀咕着 鸟蛋可以用来测试草木灰水里面减的浓度 云欣凑了过来 低头看着桃罐内的草木灰水 扭头好奇地问道 鸟蛋我知道哪里有 不过要先告诉我你要做什么 楚风嘴角勾起 对着少女勾了勾手指说道 凑过来我告诉你 云欣没有多想凑了过去 以为楚风是不打算让直播间的人知道 突然 楚风抬起双手 朝着云欣的肚子伸去 手指跳动间让少女大笑起来 好痒 楚风快住手 云欣发出一灵般的笑声 拱着腰往后躲去 楚风穷追不舍 笑着追问道 那你告诉我 鸟蛋在哪里 云欣脸色羞红 躲避楚风的双手颤声说道 在 在海边的路上 你快住手 两人玩闹了一会儿 楚风才松开手 让少女得以喘息 云欣红着脸整理着衣服 撅着嘴说道 楚风你耍赖 楚风嘴角上扬 轻笑道 好了 吃完早餐该出发去海边了 不然到了中午会很热的 半个小时后 两人吃完早餐 收拾东西准备出发 楚风手里拿着柴刀 背起竹篓 里面放着装满水的竹筒 少女的竹篓里面 装着绳子和钢锅 准备去海边熬炎 楚风关好荆棘大门 手握着柴刀往丛林走去 同时警惕地观察着周围 她是担心 昨晚的野兽没有走远 还蹲守在附近 少女紧跟在楚风身后 同样留意着周围的环境 半个多小时后 两人来到有鸟蛋的地方 这里距离咸水恶所在的断崖不远 芸汐 你说的鸟蛋在哪里 楚风握着柴刀 将前面拦路的树枝砍断 早上吃早餐的时候 少女和她说 上次去海边回来的时候 在路上看到过鸟巢 里面可能会有鸟蛋 因为有鸟从里面飞出去过 记得 就是这里附近啊 我找找看 芸汐拿着木棍 敲打着周围的草丛 驱赶有可能躲在里面的毒蛇 楚风同样在找着 视线一转 突然在不远处的大树上 看见了一个草团 她走过去 抬头望着树叉上的鸟巢 扭头对少女喊道 芸汐 你来看看是不是这个 芸汐跑了过来 仰头看向头顶树叉上的鸟巢 皱紧眉头 不太确定地倒 应该是这个吧 记不太清楚了 我上去看看 楚风把竹篓放下 伸手抓住树干开始往上爬 鸟巢在距离地面 大概三米高的树叉上 想知道有没有鸟蛋 只能爬上去了 楚风在孤儿院的时候 也经常爬树掏过鸟蛋 那个时候老被院长奶奶 抓住说叫 芸汐抬头看着 开口叮嘱道 楚风 你小心一点 知道了 楚风踩着树干 爬到鸟巢所在的树叉旁 将手伸进鸟巢里掏了掏 楚风 有鸟蛋吗 芸汐微眯着眼睛期待地问道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 照射在少女脸上 使得她只能微眯着眼 确实又有一番风情 你看看这是什么 楚风将手缩回来 摸到了一颗拇指大小的鸟蛋 向少女摇了摇手中的蛋 好小啊 都不够一口 芸汐撅着嘴有点失望的 这鸟蛋不是用来吃的 我还有其他用处 楚风从树上下来 把鸟蛋用甘草包着 放进竹篓内 又卖关子 芸汐依旧撅着嘴 楚风背起竹篓 带着少女绕过断崖 往海边走去 对于断崖处的咸水恶 楚风内心已经有了计划 不过今天的目标是海边熬岩 计划只能延后 二十多分钟后 树木的间距越来越宽 树木也变得宽大了不少 海水的声响清晰地传进两人耳中 代表着海边就在前面了 两人继续走了几分钟 来到了海岸边 我们什么时候去那边看一看 会不会有更大的海滩啊 芸汐迎着海风深吸了一口气 伸手指了指海岸的左边 两人之前来都是在附近查探 没有走太远 楚风微微思索了一下 说道 可以啊 趁着现在太阳还没有那么炎热 我们也可以先过去那边看看 也许会有新的发现 楚风两人走在海岸边 朝海岸线的另一边走过去 芸汐 多喝点水 小心别中暑了 楚风从竹篓内 拿出竹筒递给了少女 芸汐擦着额头 一口地喊 接过竹筒喝了几口 递回去说道 你也多喝一点 嗯 楚风仰头喝了两口 将竹筒放回了竹楼内 两人继续往前走去 一路上只有宽大的树木 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二十多分钟后 楚风 快看 那边是不是沙滩啊 芸汐惊喜地喊道 少女突然地蹦跳起来 伸手指着远处海岸 露出的一点黄色的地方 走 我们去看看 楚风大步往前走去 两人走了几分钟 很快就看到了一片海滩 比之前经常去的海滩 要大上许多倍 只不过 还是有很多石头 楚风 那里是不是椰子树啊 芸汐美目发亮 海边有一大片 绿油油的椰子树 是椰子树 这次来得很值得 楚风笑了起来 等一下有椰枝喝了 我们下去吧 那边会低一点 芸汐指着不远处的斜坡 一直蜿蜒 向海岸线下的海滩 走吧 今天就在下面熬眼了 回去的时候 再去那边的海滩拉竹子 楚风望着那成片的椰子树 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 两人来到斜坡处 小心翼翼地踩着乱石 来到了海滩边 我们去那里吧 可以乘凉 芸汐望着不远处的椰子树林道 少女鼻尖挂着汗珠 精致地脸庞在太阳底下 有点泛红 快走吧 今天太阳太大了 楚风望了望烈日 再这样晒下去 少女很容易就会中暑 两人大步朝着椰子树林走去 躲进了阴凉处后 同时长舒了一口气 楚风 好多椰子啊 芸汐张着红唇兴奋道 在椰子树的顶端 有十几棵足球大小的椰子挂在那里 这一片椰子树的每一棵都结有椰子 甚至地上还有许多已经裂开的椰壳 在太阳的暴晒下已经干枯了 先生火熬炎 待会儿再摘椰子喝 楚风搬来几块石头 堆成一个灶台 好 芸汐兴兴致勃勃地拿起钢锅 跑到海边装了半锅水回来 楚风收集了一些晒干的椰子壳 然后钻木取火 有带着的火引子 十多分钟后就把火生了起来 少女把钢锅架在了石头上开始熬盐 这次两人打算多熬一点盐 还有那么多的野猪肉没有腌制 芸汐 盯着火 我去摘两个椰子 楚风嘱咐道 把柴刀绑在腰间 爬树小心一点 芸汐提醒道 眉目中有着期待 知道了 楚风点点头 来到一棵椰子树下 扫尸眼树根四周 她发现 坠落在地上的椰子 很多是裂开的 甚至有许多都裂成了好几份 裂开的椰子 里面的椰肉也不见了 她嘀咕了句 有点奇怪 椰子树的树干 普遍都能长到十五到三十米高 这个高度 一不小心摔下来 是会致命的 楚风也没有想太多 用带来的绳子 打了两个绳套 然后绕过树干 两头分别套在脚掌上 学着电视里摘椰人的模样 脚上的绳子卡着树干 双手抱着树干 一点一点往上爬 芸汐给火堆填了几个椰壳 抬头看着 楚风一点一点 向上爬的身影 忍不住再度出声叮嘱道 楚风 小心一点 等着喝椰汁吧 楚风带着笑意的声音响起 她仰头看着头顶的椰子 大概还有三四米的高度 几米的高度 她爬了七八分钟才到达树顶 在她的头顶 是绿色的椰子 每一个都硕打无比 像一颗颗足球挂在那里 少女担心地看着 是不是还要留意不远出 干锅内熬煮的盐 芸汐 你让开一点 我摘了椰子丢下去 楚风低下头喊道 现在抬手已经可以碰到椰子了 好 芸汐回应道 倒退着回到了火堆旁 楚风从腰间拿出柴刀 一只手抱着树干 另外一只手握着柴刀 对准了椰子树顶部的连接处 用力地卡了几刀 沉闷的声音接连响起 四个椰子从树上坠落 砸在了沙土上滚了出去 有椰子了 芸汐的脸上充满笑容 脉部就要去捡 先别过去 我再摘几个 楚风大声喊道 打算多摘几个 毕竟上一次树也是很不容易 门响声接连响起 楚风挥动着柴刀 六七个椰子掉落下来 砸在沙土上 应该够吃了 楚风嘴里嘀咕着 手上的动作停了下来 将柴刀别在了腰间 楚风 够吃了 下来小心一点 芸汐不厌其烦地叮嘱着 好 楚风随口硬道 小心地扶着树干 慢慢往下挪 几分钟后 他重新回到地面 然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双手解着脚上的绳子 脚怎么样 会不会勒得很疼 芸汐连忙跑过来 关心地问道 伸手摸着楚风的脚掌 双眼在他身上乱瞄着 楚风解开绳子站了起来 原地转了一圈 笑道 不用担心 我没事 芸汐亲自查看过了一遍 发现没有伤口 才松了一口气 他抱着收集过来的椰子 说道 这椰子看起来好大啊 就是不知道甜不甜 事实就知道了 楚风蹲下身去 拿着柴刀对准椰子 狠狠地砍了一刀 他又接连砍了两刀 他将椰子的表皮劈裂 将椰子开了一个口 由椰汁从里面流了出来 你尝尝 楚风放下柴刀 抱起椰子 对准了少女的红唇 慢慢地将里面的椰汁 倒进少女的口中 芸汐接连喝了好几口 眉目一亮 砸了砸嘴 说道 嗯 还不错 清淡中 又带着一点甜味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 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 大白妖 演播 根号18 你快尝一尝 芸汐连忙说道 楚风仰头喝了好几口 椰汁的味道的确是清爽的 接连喝了好几口之后 评价道 还不错 她把手里的椰子 递给了少女 拿起柴刀 开了两个椰子 两人又喝了好几大口 椰肉脆脆的 还挺香 芸汐用手 掰了一块白色的椰肉 塞进嘴里嚼了嚼 她想着 是不是要把椰子肉弄出来 晒干后 可以当作小零食 待会儿用竹筒 把椰汁装进去 椰肉挖出来 可以回去煲汤 楚风看着地上 剩下的几个椰子道 没晒干的椰壳 还是很重的 没有必要 连壳一起带走 芸汐认真地点了点头 准备等会儿 把竹筒里的水喝完了 再来装椰汁 两人来到了钢锅前 锅内的海水 少了三分之二 并且已经有点粘稠了 有结晶化的趋向 芸汐往火堆里 架着椰子壳 望向外面黄色的海滩 探道 外面好热啊 还想去海边 看看有没有海带的 那就做点防晒霜吧 楚风望着 毒辣的太阳轻声道 防晒霜 芸汐愣住了 连忙扭过头说道 我们现在是在野外 要怎么做防晒霜啊 用椰子 楚风神秘一笑 手指敲了敲 刚刚喝完椰汁的椰子 芸汐皱眉 狐疑地问道 楚风 椰子可以防晒 头顶的无人机 围绕着两人旋转 将这一幕拍了下来 直播间的观众 刷起弹幕 都好奇地问了起来 椰子可以做防晒 荒野外还能做防晒霜 我只知道雪野猪那样 浑身涂满泥巴 前面那位你是个狼人 在下佩服 我又准备好笔记了 这次的教程 应该比上次的牙刷靠谱 是不是又有人 准备好联系工厂了 楚风别卖罐子了 赶紧说吧 我很好奇 用椰子怎么做防晒 难道用椰子 涂抹全身 当然可以 你待会试试就知道了 楚风自信道 用柴刀 将整个椰子壳 剖上两半 他用随身带着的竹勺 刮起了椰肉的表面 随着速度越来越快 椰肉渐渐地薄了下去 最后只留下一坨 乳白色的粘稠果肉 在壳内 少女精益地 看着楚风的动作 想不通这椰子 如何做防晒 同样 想不通的 还有直播间的观众们 楚风握着果肉挤压起来 一滴滴半透明的液体 重新落入椰壳内 直到果肉 挤不出液体后 才停下来 椰壳内的半透明液体很少 倒在手里 只能装满一个手心 好了 把这个涂抹在皮肤上 就可以防晒了 楚风甩了甩 有些酸胀的手 把装着半透明液体的 椰壳递给了少女 捣碎的椰肉中 榨出来的汁 里面含有少量的椰子油 云新接过椰壳 惊愕地问道 这是什么 真的可以防晒吗 当然 这是用椰肉 榨出来的椰油 涂在身上 是有防晒作用的 楚风解释着 这是按照系统 给的知识做出来的 椰油的功效有很多 可以用来防晒和护肤 甚至还能用来 养护头发 楚风 你怎么知道这个的 云新半眯着眼睛 狐疑地问道 这是我从以前的 一本杂志里面看到的 当时觉得挺稀奇的 就记在脑子里了 楚风睁着眼说瞎话 系统的存在 是不会和任何人说的 我试试 云新相信了 倒了点椰油 涂在裸露在外的皮肤上 少女放下椰壳 拿起小竹篮 迈着步伐跑到沙滩上 在阳光底下跑了几圈 楚风 真的好像没那么刺痛了 云新挥舞着双手喊道 在这种毒辣的天气下 阳光长时间照射 在皮肤上会刺痛 现在涂了椰油之后 缓解了这种状况 那也不要晒太久 找一找有没有海带之类的 没有就赶紧回来吧 楚风扬声叮嘱道 他要在这里 看着干锅内的盐 我知道了 云新随口应道 拿着竹篮低头 在海水内的 乱石堆中寻找着 望着少女的身影 楚风笑了笑 低头往火堆里 架了两个椰壳 此时锅内 已经没剩下多少海水了 在锅底全是结晶盐 又过了几分钟 海水被彻底烧干 锅内只剩下了结晶的海盐 他拿着竹梢 将锅内的海盐 全部都刮了出来 倒进了干燥的竹筒内 楚风端着钢锅来到海边 再度装了半锅海水 架在了石头上 叶肉都去哪里了呢 楚风看着火堆里燃烧的椰壳 嘴里嘀咕了一句 难道会是被什么东西吃了 他说到一半突然愣住了 脑袋里搜索着知识 过了一会儿站起身 往一棵椰树下走去 蹲下身仔细地查看 椰树的根部 楚风 看我找到了什么 远处传来芸汐的呐喊声 楚风只好放下内心的疑惑 站起身往海边跑去 嘴里一边回应道 找到什么了 他来到少女的身边 芸汐正站在一堆 被紫菜覆盖住的乱石堆前 原来少女发现的是紫菜 芸汐伸手掀下一缕缕 软绵绵的紫菜 在手里甩了甩 俏皮可爱地说道 你看 这里有好多紫菜 很不错 来到这边真的值了 楚风接过少女手中的海带 发现不用怎么清洗 就已经很干净了 紫菜是蛋白质含量 最丰富的藻类之一 同时还含有碳水化合物 维生素和矿物质 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等一下 可以煮紫菜汤喝 对于芸汐来说 发现新的食物 是最值得开心的事 好啊 那就再找找看 还没有别的东西吃 楚风嘴角带着笑意 伸手帮少女脸上 沾着的水珠擦去 我刚刚还捡到几个海螺 还有几块海带 芸汐把竹篮递到 楚风面前 里面有几个海螺 还有几块巴掌大的海带 我看看 还能不能再捡几个海螺吧 楚风弯下腰 在乱石堆翻找着海螺 那我把紫菜扣下来 芸汐伸手扣着紫菜 成片成片的 很容易就被取下 在海水里洗了洗 放进篮子中 过了一会儿 楚风只找到了两个海螺 倒是海栗子有不少 她反身跑回了椰子林 给火堆里添了几个椰壳 然后提着柴刀 又回到了海边 用柴刀将海栗子敲了下来 楚风站在海水里 用柴刀从石头上 将海栗子一个个敲了下来 洗干净放进竹篮内 海栗子等一会儿可以吃一点 剩下的可以晒干储存 楚风扭头对少女道 伸手抖了抖竹篮里的海栗子 芸汐思索了一下 不太确定地说道 紫菜烘烤一下 是不是可以做成海苔 应该可以吧 楚风不确定地说道 那我就把这里的紫菜都摘走 到时候回去试一下 芸汐兴致勃勃地 转身投入到采光紫菜的 事业中去了 楚风轻笑声 弯下摇继续挖着海栗子 半个小时后 两人提着竹篮 小跑着回到了椰子林内 太阳太过于毒辣 再晒下去 很有可能会中暑 快喝点水 楚风拿起竹筒 递给少女关心道 她发现少女的脸颊 有点泛红 这是在海边晒太久了 椰子油的防晒效果 终究没有防晒霜强 好 芸汐接过竹筒 喝了好几口 发烫的脸颊 才舒服了许多 不要出去了 在这里煮点东西吃吧 楚风接过少女 递回来的竹筒 叮嘱到 仰头喝了几口水 少女点点头 弯下腰 把第二锅熬煮好的精盐 刮进了竹筒内 倒了点清水 在缸锅内 烧着准备做午餐 楚风把竹筒放下说道 芸汐不要乱跑 我去椰子林里面看看 我知道了 你自己小心一点 芸汐随口硬道 扔了两个椰壳 进火堆里 开始处理起 海栗子和野菜 不走远 你放心 楚风回应了一声 戴上绳子和柴刀 迈步走进了椰子林 她的双眼 在地面扫尸着 观察着椰子树的根部 往里面走了几十米 后停了下来 果然没猜错 楚风眼睛一亮 在一棵椰子树下 蹲了下来 那里有一棵 头颅大小的洞穴 她扶下身 看向洞内 隐约地可以看见 一个暗红色的钳子 又是一道梅味 楚风嘴角勾起 手握着柴刀 塞进了洞内顶了顶 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有个东西在里面 突然 她感觉到柴刀 被什么东西夹住了 用力地往外一拽 一只橙红色的大螃蟹 被拉了出来 果然是椰子蟹 楚风振奋到 连忙用脚踩住 椰子蟹的壳 椰子蟹是一种寄居蟹 能够长到一米长 是最大的陆生蟹类 体重最高能达到六千克 最爱的食物就是椰子肉 它的钳子力气很大 钳甲里比人嘴巴的 咬合力要大许多 配合着三对强壮的后卒 可以把坚硬的椰子壳凿开 轻松地吃到里面的椰肉 这也是之前地面 有那么多裂开的椰子壳 里面却没有椰肉的原因 还挺大的 楚风蹲下身子 打量着在脚下挣扎的椰子蟹 目测它有半米多长 掏出绳子 将椰子蟹捆成了一个粽子 在他眼里 这是不可多得的美味 他在四周寻找起来 很快又在另外一棵椰子树下 发现了一个洞穴 按照同样的办法 把柴刀伸进去捅了头 看来今天是大丰收了 楚风轻笑着 感受到洞内还有一只椰子蟹 把柴刀拉了出来 这次的椰子蟹没有跟着跑出来 于是 他直接用柴刀挖起了洞口 几分钟后 篮球大小的洞口被刨开 并看见一只更大的椰子蟹 躲在洞穴内 楚风犹豫了下 没有直接伸手去掏 椰子蟹钳子的力道可不小 很容易就会被假伤 他握着柴刀 把洞穴顶部的土刨开 直到能看清整只椰子蟹后 才停了下来 然后用柴刀慢慢地 把椰子蟹从洞穴内赶了出来 楚风按照同样的方法 三两下把椰子蟹捆了个结石 这是他抓到的第二只 楚风 可以吃午餐了 你在哪儿 远处传来芸心清脆的呐喊声 来了 楚风提着两只椰子蟹扬声回应道 迈不往回走 准备吃完饭回来再继续寻找 楚风 你提着的是什么 芸心双眼注视着椰子蟹内 看见楚风手中的椰子蟹 惊异地问道 怎么长得那么奇怪 有同样疑问的 还有直播间的观众 导演已经把观察员的直播间画面 切换成了楚风两人的直播间 一会儿没看 楚风又抓到了什么 看起来好像红色的大蜘蛛 没见识 那明明是乌龟 这是螃蟹吧 前面几位建议区医院查一下眼睛 什么螃蟹啊 长得真奇怪 我知道 这是椰子蟹 味道有点像龙虾 前面那位兄弟 你是吃过吗 荒野生存在小萝莉两人身上 怎么感觉变了味 确定不是美食节目吗 吴晴月美目中有着好奇 扭头看向何明问道 何老师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叫椰子蟹 是一种寄居蟹 是已知最大的鹿生蟹 主要以一叶肉为食 何明侯杰上下滚动了几下刀 他以前吃过椰子蟹 味道很鲜美 现在提到还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我很好奇味道是什么样的 感觉楚风去野外生存 吃得比我还好 搞得我都想去了 吴晴月用手处着下巴 眼里有着向往 这 何明抿着嘴 导演的安排他是不能说的 齐薇挺抿了抿嘴 这椰子蟹他好像吃过不少 王林坐在一旁 眼观鼻鼻关心 他决定 只要是楚风两人的直播间 能不开口说话就不开口 安安静静 做一个美男子 王老师 吴晴月扭头看向王林 开口想说些什么 我去方便一下 王林站起身来转身就走 看来王老师憋了有一会儿了 何明打着哈哈开始转移话题 直播间的弹幕又疯狂地刷了下来 王专家施展了尿顿之术 躲开了女神的言语攻击 王专家这是有心理阴影了呀 心疼老王三秒钟 一二三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大白妖 演播根号18 楚风把两只椰子蟹放在竹篓内 看着少女蹲在竹篓前 望着里面挣扎的椰子蟹满脸好奇的模样 这是椰子蟹 待会儿可以煮一只尝尝些 楚风轻叫一声 说道 据说它后足的味道有点像大龙虾尾的味道 她听说椰子蟹非常贵 不比一些大龙虾便宜 真的吗 我还不知道大龙虾是什么味道呢 芸汐美目内有着期待 她吃过一些小虾 可没有吃过大龙虾 待会儿尝一下就知道了 吃完我们再去抓 这里面应该有不少椰子蟹 楚风伸手摸了摸少女的脑袋瓜 她身后的椰子林很大 地面都是被凿开的椰子壳 这种环境很适合椰子蟹生活 所以她猜测 椰子蟹的数量应该不会少 先吃点海栗子吧 不够吃再煮了它们 芸汐俏皮地用手戳了戳椰子蟹的壳倒 好 楚风搬来两块石头 两人坐在上面吃了起来 干锅内煮着去了壳的海栗子 还有一些紫菜和海带 调味料还是太少了 芸汐嘴里小声低谷 夹了一个海栗子塞进嘴里嚼着 这次她只放了一点野生姜去腥 二十多分钟后 一锅海鲜紫菜汤就被两人吃完了 少女把最后一个海螺里面的肉挑了出来 塞进嘴里嚼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还意犹未尽地扎了扎嘴 把椰子蟹煮了吧 试一下味道怎么样 楚风从竹篓内抓出一只椰子蟹递给了芸汐道 她知道少女现在只吃了半饱 再吃一只椰子蟹应该就差不多够了 好 芸汐脸色羞红 结果椰子蟹手一沉 瞪着美目惊愕道 楚风 这椰子蟹得有两三斤了吧 差不多 楚风点了点头 许多椰子蟹普遍都是这么重 更大的可以长到七八斤 那我们煮着吃吧 还有些淡水 芸汐摇了摇竹筒里的水 刚好够煮一只椰子蟹 就用淡水吧 待会儿渴了我们还可以有椰汁喝一喝 楚风看着堆放在一旁的几个椰子 已经够两人喝的了 少女点点头 提着钢锅和椰子蟹去了海边 用海水把钢锅冲洗了一遍 再用黄沙将椰子蟹反复搓洗了几遍 才拎了回来 钢锅架在石头堆砌的炉灶上 少女把竹筒内的淡水全部倒了进去 淡水只能淹没椰子蟹一半的身体 应该够了 芸汐嘴里嘀咕着 蹲下身 往火堆里添着椰子壳 火被烧得很旺 十多分钟后 锅内的水开始不停地沸腾起来 此时椰子蟹身上的颜色 已经从橙红色往熟红色过渡了 锅内的椰子蟹被绳子捆着 只是挣扎了一下就不再动它了 再煮一会儿吧 还没有熟透 芸汐嘀捂了一句 用竹勺搅动着椰子蟹刀 美目内满是期待 楚风拿起柴刀 把剩下的椰子都剖开 清澈的椰汁被倒进了竹筒内 清理完椰汁 她挖着椰肉 准备拿回去晒干当零食吃 平时可以用来熬汤做调料 晒干后还可以磨成粉泡水喝 楚风 可以吃了 芸汐用竹筒戳了戳已经红透的椰子蟹问道 先把水倒掉 楚风将钢锅内的水倒掉 这样锅内只有椰子蟹才不会那么烫手 钢锅被放到了地上 她掰了一只蟹腿递给了少女 蟹腿上还冒着热气 少女接过后用嘴不停地吹着气 芸汐等蟹腿冷下来 双手用力一掰 两截的蟹腿从关节处断开 一块白嫩的蟹腿肉被带了出来 还有汤水滴落 嗯 她仰着头 把蟹腿肉塞进了嘴里嚼了起来 眉目内有着满足 芸汐伸出拇指 笔了笔 模糊不清地说道 楚风 很好吃啊 楚风芸汐两人吃得正香 而直播间内的观众却不淡定了 弹幕飞快地刷了起来 妈呀 我都看饿了 我也想吃叶子蟹 为什么每次点开小萝莉两人的直播间都是在吃东西 这还是荒野求生吗 求求楚风你做个人吧 其他选手都快饿死了 强烈要求 楚风两人去当吃播播主 众所周知 荒野生存是一个吃播节目 野外能吃到七八百块钱一斤的叶子蟹 而我在城市里却吃不起 肚子不争气地叫了 可是我这里还有滚烫的砖药斑 味道很鲜美 楚风也掰了一根蟹腿 里面的蟹肉很容易就被扯了出来 吃起来味道很鲜美 原来龙虾尾是这个味道 芸汐赞叹着 把另外一节蟹腿肉塞进嘴里吃着 楚风把剩下的几只蟹腿都掰了下来 用柴刀将蟹壳整个撬开 露出里面的黄色蟹膏 她用竹勺挖了点蟹膏递给少女说道 试试这个蟹膏味道怎么样 少女接过竹勺 把里面的蟹膏塞进嘴里细细品尝起来 芸汐忍不住扎了扎嘴说道 比那些螃蟹好处多了 突然发现 来荒野生存也是挺不错的 楚风不禁感叹道 再次挖了一块蟹膏塞进嘴里嚼着 两人在都市可吃不起椰子蟹 毕竟一斤的价钱可不便宜 我们等一下再去抓两只吧 明天也可以吃 芸汐损了损手指 满脸都是期待 好 你把剩下的都吃了吧 我已经饱了 楚风拍了拍手 抱着椰子喝了口椰汁 楚风 你真的吃饱了吗 芸汐咬着蟹腿 微眯起眼 狐疑地望着楚风 楚风嘴角勾起 伸手戳了一下少女的额头笑道 当然饱了 我要是不吃饱的话 竹篓内还有一只叶子蟹呢 那我都吃了 芸汐舔了舔嘴角 伸出小手捞起叶子蟹 大口吃了起来 没过多久 干锅内就只剩下一堆蟹壳 能吃的都被少女吃完了 我去打一点海水 继续熬盐 然后我们再去抓叶子蟹 芸汐起身 端着干锅迈着小碎步去了海边 庇护所内的猪肉还有很多 这次熬盐要熬许多次才能够用 不一会儿 少女端着半锅海水回来了 干锅架在石头上继续熬煮着 两人带着绳子和柴刀 转身进了椰子林 中午 毒辣的太阳高挂在天空 阳光照射在竹林内 竹林 柳一梦和柳一秋两人正在抓着竹鼠 两人用的都是前两天想到的狠办法 直接将竹鼠从洞内挖出来 姐 我们今天能抓到竹鼠吗 柳一梦手里握着一根削尖了的竹子 正蹲在一个大腿粗细的洞穴前刨着土 她说着 用手撩了一下额前垂下来的发丝 手上粘着的泥土顿时在脸上留下了三道泥痕 柳一秋蹲在另外一个洞穴前 同样拿着竹子刨着地 头都没有回得应道 应该可以吧 姐 我想吃肉 柳一梦嚷嚷的 有气无力地刨着土 两人已经两天没有吃到肉了 都是靠芒果干和野菜汤冲击 挖了两天的竹鼠洞 愣是没有抓到一只竹鼠 柳一秋没好气 硬道 想吃肉你还不快点挖 不然今晚又要吃野菜了 一想到今晚很有可能又是吃野菜 两姐妹感觉脑袋发懵 嘴巴都是苦涩的 为了肉 哇呀 柳一梦发喊的喊道 手中的速度加快 洞穴被刨得越来越大 柳一秋眼角抽抽 伸手给了妹妹一个脑瓜般咆哮的 笨蛋你小声一点 有竹鼠都被你吓跑了 姐 你声音比我还大 柳一梦抱着脑袋痛哼一声 委屈巴巴地盯着她 没有 柳一秋收回有点发麻的手 面无表情的 就有 你说什么 没什么 一个小时后 两人看着面前被挖得一片狼藉的竹林满是腿败 竹鼠没有挖到 身上和脸上倒是沾满了泥土 像两个乞丐 现在要是有谁能给我一块肉 我就嫁给她 柳一梦阳躺在地上 有气无力地道 柳一秋翻了翻白眼 说道 没出息 直播间的观众听到这句话之后 像打了鸡血一样 疯狂地刷起了弹幕 还嫁给我 我家是开养殖场的 有三百多头猪 前面的走开 药价也是嫁给我 我家是养鸡的 鸡肉比猪肉好吃多了 我家有一片椰子林 有很多椰子蟹 土豪批发嘛 我都要快变成柠檬精了 我养了三个情人算不算 牛皮 椰子蟹都批发 是在下输了 告辞 柳一梦双手 撑着地面坐了起来 一本正经地说道 姐 我嫁过去了 你就有肉吃了 荒山野岭的 你嫁给谁啊 刘一秋忍着 再给妹妹一记脑瓜崩的冲动 这里只有姐姐了 给我块肉 我嫁给你 刘一梦表情呆呆地 看着姐姐 刘一秋翻了翻白眼 伸出手 再度给了妹妹一记脑瓜崩 几分钟后 柳一梦一手捂着脑袋 另外一手刨着土 可怜巴巴地道 姐 我看今天的竹鼠是抓不到了 要不挖点竹笋回去吃吧 唉 柳一秋叹息一声 无奈地开口说道 挖吧 这个季节的竹笋都在土里面 要挖深一点才能看得见 姐 其实竹笋也挺好吃的 我们可以挖一些晒干存起来 柳一梦嘴里念叨着 手上的动作却没有停 现在这个季节竹笋可不好挖呀 柳一秋无奈道 我挖一挖看 也许就挖到了呢 柳一梦动力满满地说道 柳一秋站起身来 看着在竹鼠洞穴旁拼命挖土的妹妹 捂着额头没有好气地说道 柳一梦 你觉得竹鼠洞穴旁能挖到竹笋 柳一梦愣住了 眨着水灵灵的眼睛疑惑地问道 挖不到吗 笨蛋 就算是有竹笋 肯定是被竹鼠挖洞的时候给吃完了 柳一秋翻了翻白眼道 那我们去哪里挖 柳一梦表情呆愣地说道 去竹林另一边吧 柳一秋指着竹林的另外一边说道 竹林的另外一边 两人之前去探索的时候 没有看见有竹鼠的洞穴 两姐妹来到竹林的另外一边 蹲下身继续挖了起来 半个小时后 柳一梦惊喜的声音响起 姐 我挖到竹笋了 很好 挖深一点 要整根都挖出来 柳一秋平静道 相比于挖到竹笋 她更愿意的是抓到竹鼠 毕竟两人已经两天没有吃到肉了 好 我会给她一个完整的人生的 柳一梦又开始表演了 十多分钟后 柳一梦挖出了一根完整的竹笋 有二三十厘米那么长 姐 快看 整根完整的都挖出来了 柳一梦炫耀式地朝姐姐晃了晃手里的竹笋 还没等柳一秋回过头来 随着一声清脆的声音响起 竹笋断成两节 柳一秋嘴角抽了一下 看着表情凝固的妹妹无言以对 时间一点点流逝 到快天黑的时候 两人才挖到了四根竹笋 大小和第一根相差不大 回去吧 等一下天黑了不安全 柳一秋扶着一旁的竹子站了起来 只是蹲太久 血液流通不畅 导致身体酸麻 柳一梦好像完全没有感觉 猛地站起身 紧接着头就开始发晕 摇摇晃晃直接撞在了一旁的竹子上 发出了一声闷响 啊 好痛啊 柳一梦捂着额头 单手握着竹子 让自己保持平衡不倒下去 看见妹妹这个样子 柳一秋感觉今天的头又大了一圈 这是没肉吃才会变得这么蠢萌 柳一秋抱起地上的竹笋 扭头说道 把弓箭什么的都拿好 我们回去了 知道了 柳一梦一只手捂着额头 一边把弓箭和军刀都捡了起来 那一步跟上了姐姐的步伐 俩人走了几步 在路过竹鼠洞穴的时候 姐姐拉着妹妹停了下来 姐 怎么不走了 柳一梦疑惑地问道 柳一秋指着不远处冒出头的竹鼠 压低声音道 快看 那有一只竹鼠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看看能不能射中它 那是一只水壶大小的竹鼠 此时正警惕地将头探出洞穴 好奇地看着周围被毁去的其余洞穴 这次一定会中的 柳一梦信誓旦旦道 熟练地搭建弯弓 瞄准了竹鼠探出头的脑袋 柳一秋双手紧紧地捏着竹鼠 嘴里不停地念叨着 一定要中一定要中啊 在柳一秋紧张的视线下 柳一梦松开了手 长剑飞射而出 直接射穿了竹鼠的脑袋 姐 我射中了 我终于射中了 柳一梦愣了一下 立即兴奋地蹦蹦跳跳起来 今晚总算有肉汤可以喝了 柳一秋这才松了口气 这是妹妹第一次靠实力射中的猎物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 大白妖 演播 根号18 太阳西下 天空仿佛蒙上了一层青纱 我们到家了 楚风尖头扛着一大捆竹子 走出了丛林 在她的面前是荆棘围城的营地 她尖头的竹子 有十来根小腿粗的竹子 全部夹起来 已经有一百多斤了 两人在海边吃完椰子蟹后 就去了椰子林 在楚风的寻找下 花了半个小时又抓了两只椰子蟹 下午太阳没有那么毒辣时 两人继续熬了几次盐 才收拾东西离开 去了有竹子的那片海滩 用绳子绑了一大捆竹子后 直接返程了 路上 两人没有停留 终于赶在天黑之前 安全地回到了营地 终于到了 这一次是大丰收啊 芸汐气喘吁吁地蹲下身去 把背着的竹篓放下来 很累了吧 先休息一下 楚风走了过去 帮少女把竹篓放下来 哪里有你累啊 竹子都是你拖过来的 最少有一百五十斤 都让你少拿点了 芸汐撅着嘴唠叨着 黑白眼眸中有着关心 她站起身 不由分说地 按着楚风的肩膀 让她坐在水槽边 纤细的手指 按在了她的肩膀上 慢慢地捏着肩膀 我真的不累 楚风苦笑一声 少女的长发 顺着她的肩膀垂落下来 一股淡淡的少女体香 在鼻尖飘荡着 我乖坐着 芸汐撅着嘴 按着肩膀不让她起来 昨天楚风搬了两百多斤的野猪 金铁又扛着百多斤的竹子 走了一个多小时 说不累谁会相信 楚风无奈地笑了笑 只好安静下来 享受着少女的服务 十多分钟后 楚风拍了拍少女的手 说道 好了 天色都快黑了 好吧 我先把紫菜洗干净晾着 芸汐看了看天色 这才放开了楚风 她收拾着竹篓里的东西 把三只捆得严严实实的叶子蟹 放在了另外一个竹篓内 然后把紫菜和海带都倒进了水槽内 蹲下身子清洗起来 紫菜洗完要沥干水分晾干 接下来方便烘烤做成海苔 楚风看着少女忙碌的样子 决定先回庇护所 把火生起来 待会儿才可以过滤盐 十多分钟后 火堆被点燃 少女也已经洗完紫菜走了进来 芸汐放下装有叶子蟹的竹篓 转身将荆棘大门关上 走到了火堆旁坐下问道 楚风 是要过滤盐吗 嗯 猪肉要用盐巴腌制一下才行 楚风点头硬道 她把竹筒内的盐倒进了桃罐 加了点清水搅拌起来 让盐融化 我来帮你 芸汐手里拿着竹筹 搅拌着盐水 楚风拿起之前用过的过滤装置 将里边的木炭倒掉 重新抓了一些新的木炭放了进去 按照上策的方法 用清水反复冲洗着 一直到流出来的水是清澈的为止 芸汐接过楚风手里的过滤装置 想起白天掏鸟蛋的事 她忍不住问道 楚风 盐已经坏了 我来过滤吧 你现在告诉我 那个鸟蛋用来做什么 被芸汐一提醒 楚风才想起来 还有这么一回事 没想到 少女一直惦记着鸟蛋 那是用来检测 草木灰水里的含减量 楚风起身 将装油草木灰水的桃罐 爆了出来 检测出来要做什么 芸汐惊起到 手里过滤盐水的动作顿住了 她在学校可没有学过 用鸟蛋检测水的含减量 也没有听说过这种方法 用来做肥皂 楚风轻笑道 小心翼翼地 将陶罐内上面一层 比较干净的水 倒在了竹筒内 用草木灰水做肥皂 芸汐惊起道 草木灰水可以做肥皂 当然不是 还要加入猪油才行 楚风嘴角勾起 开始替少女科普 最简单的肥皂做法 其实就是用 碱水和油混合制成的 许多人都不知道 自己常用的肥皂 竟然是这么来的 在古代 人们还没有发现解 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 发现草木灰和猪油混合后 可以将一些难洗的污渍洗去 这才发现了 肥皂的制作方法 肥皂竟然是用猪油 和草木灰做成的 芸汐惊起道 眉目里有着吃惊之色 这只是简单的肥皂制作方法 楚风解释道 两人的对话 被直播间内的观众听到了 一条条惊叹的弹幕 开始刷了起来 我常用的肥皂 竟然是这么来的 算是长见识了 这些是初中知识吧 我早知道了 先是做牙刷和纺织机 现在又是做肥皂 过几天是不是该造人了 前面的啊 我劝你善良 小洛丽是我的 谁都抢不走 拿起小本子系起来 准备开工厂了 不单单是猪油 用植物油也可以 只要纯度足够 就可以做出肥皂 楚风拿起鸟蛋 准备检测水的含减量 有没有达到要求 鸟蛋落入水中 不管是浮起来 或者沉底 都意味着含减量 没有达到要求 楚风扭头对少女解说道 所以鸟蛋必须浮在水中间 才是可以的 芸心似懂非懂地点来点头 至于这是什么原理 还是没有弄明白 楚风轻轻把鸟蛋放进了竹筒 碰到水后缓缓下沉 最后悬浮在了水中央的位置 楚风 快看 鸟蛋浮在中间了 芸心连忙道 很好 韩减量已经够了 楚风满意地点头 用竹筒在装油的陶罐内 咬了一勺野猪油 倒在了竹筒内 说道 接下来就是不停地搅拌 一直到粘稠为止 他用小木棍不停地搅拌着 竹筒内的草木灰水 和猪油混合在一起 随着时间的流逝 竹筒内的液体越来越粘稠 草木灰水已经完全 和猪油融合在了一起 楚风找来一个桃碗 将竹筒内的液体倒了进去 正好装满意外 楚风 肥皂就这样做好了吗 芸心凑近 闻了闻桃碗里的液体 没有闻出什么特别的味道 要放两天 等它凝固后 才知道能不能用 楚风把桃碗 放在了木旁的边缘 远离着火堆 否则它永远都凝固不了 太好了 要是真的成功了 以后就可以用肥皂洗头了 芸心清脆生兴奋道 伸手摸着早已经油腻腻的长发 夜晚 漆黑的夜空繁星点点 一颗流星划过天空 楚风 快看 有流星 芸心抬头伸着懒腰 视线从木棚与庇护所之间的 一米间距 看到一颗流星飞快地划过天际 她刚刚过滤完海盐 刚过内还在煮着盐水 再熬煮一遍之后 才是人能吃的食用盐 在哪儿 楚风仰着头 双眼寻找着流星 找了一圈之后没有看见 扭头望向少女 芸心双手合十 仰头对着天上的繁星许愿 嘴里不知道在嘀咕着什么 楚风等少女许完愿 好奇地问道 芸心 你许了什么愿望 我告诉你 芸心俏皮地吐了吐舌头 摇了摇头 一本正经地说道 院长说了 愿望不能说出来 不然就无法实现的 小时候还在孤儿院 院长就和她说过 天上出现流星时 对着她许愿 愿望就会实现 楚风嘴角有着笑容问道 你刚刚看见的是 彗星还是流星啊 当然是流星 扫把星和流星的区别 我还是分得出来的 芸心撅着嘴 瞪了一眼楚风 彗星划过天空时 尾巴向扫把 所以又被称之为扫把星 在许多年以前 人们认为扫把星 会带来祸害 因为彗星和流星 长得很像 所以许多人许愿时 其实都不知道 自己对着的是流星 还是扫把星在许愿 楚风笑着蹲下身 继续磨着手里的野猪獠牙 昨天杀死的那头 是雄性野猪 张有两根十厘米长的獠牙 大概有三指粗 她打算磨成两把短刀 两人目前只有一把柴刀 把野猪獠牙磨成短刀 做饭时就不用 共用一把柴刀了 獠牙短刀切个野菜 什么的还是可以的 等愿望实现了 你就知道了 芸心巧笑奄然 用竹刀搅拌着钢锅内的盐水 好让水分蒸发得快一点 两人可是现在还没有吃晚餐的 好 楚风翻了翻白眼 少女也开始玩神秘了 她看着手里 那已经被磨掉一层的野猪獠牙 按照这个速度下去 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成 半个小时后 钢锅内的盐水开始变得粘稠 盐水的减少 导致钢锅温度上升 水分蒸发得更快了 芸心继续搅拌了一会儿 等盐水彻底消失之后 用竹刀把熬好的盐 刮了一部分进竹筒内 等明天太阳出来再晒干 就是人能吃的盐了 剩下的盐刮在了桃碗里 等冷一些之后 要抹在野猪肉上 野猪肉才能储存得更久 今天吃猪肉乱炖吧 芸心往钢锅内 倒了半锅水烧了起来 她拿起砧板 把野猪的尾巴切成段 又切了一块猪肉 放进了钢锅内煮着 几分钟后 水开始沸腾起来 少女放了一些野菜和木耳 犹豫了一下 把前天在水溪抓到的两只螃蟹 也洗干净丢了进去 两只螃蟹一直放在水槽内 用小竹篮盖着没有逃走 今天少女洗紫菜的时候 才想起来 真的是乱炖 初风轻笑道 芸心翘脸微红 用竹勺舀舀了一点汤尝了尝 满意地说道 味道还不错 可以吃了 两人坐在木凳上 边聊天 边吃着野猪肉乱炖 很快 两人吃完晚餐 少女收拾着厨余 然后用晾凉的盐 把挂着的野猪肉 都抹了一遍 少女坐在木凳上 编着绳子 两人边聊着天 从孤儿院聊到了 离开孤儿院的学校生活 好了 你该洗澡睡觉了 初风把手里 还没有磨完的 野猪獠牙放下 现在天色可不早了 再晚点就更冷了 好 芸心起身去准备洗澡水 初风看了看 木棚侧放着的木床框架 起身把大床放平 打算先把大床做出来 她拿起柴刀 把拖回来的竹子 按照床的长度量好 然后将竹子削成竹片 把竹节凸起的地方削平 十多分钟后 芸心洗完澡走了过来 问道 今天是要把床做好吗 嗯 今晚我们就可以睡床了 初风轻笑道 面前的竹片 已经差不多够用了 她起身抱着竹片 铺在了床上 让光滑的一面朝上 铺满了整个床面 拿起绳子 开始将竹片固定在床板上 这样睡觉翻身的时候 竹片才不会跟着翻转 我来捆了一头 芸心拿着绳子帮忙 两人在木棚内忙碌起来 二十多分钟过去了 竹片完全被固定好了 一张两米长 一米八宽的大床就完成了 好了 完工 初风拍了拍手 满意地看着面前的大床 这是怎么样 芸心坐在床檐摇了摇 发现只是有一点轻微摇晃 初风直接躺上去 在床上滚了两圈 拍起屁股摇了摇 大床也只是轻微摇晃而已 很稳 比以前出租房的床还要稳 芸心笑颖引导 在出租房时 睡的床是很旧的木板床 轻微一翻身 整张床都会晃动 导致少女晚上睡觉时 都不敢随意翻身 只能躺得比直 你把睡袋先拿出来 我把床放进去 初风起身说道 好 芸心连忙点头 转身进去庇护所里 把睡袋给搬了出来 初风双手搬着大床 小心地挪进了庇护所里面 放进去后 把庇护所塞得满满的 都塞满了 芸心看着被竹床塞得 没有一丝缝隙的庇护所 狭小的空间反而更有安全感 过几天把新庇护所建起来 就宽敞了 初风无奈道 当初搭建庇护所 只是暂时应急用的而已 她已经决定了 这几天没有特殊情况 就不出去了 要先把庇护所 搭建起来才行 现在新的庇护所 建了一半 要是突然下雨 就会很麻烦了 雨水会让黏土变软 会冲刷掉很多黏土 要赶在下雨前把墙砌完 然后烧成半桃状态才可以 你赶紧睡吧 不早了 初风把睡袋 铺在大床上说道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 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 大白妖 演播 根号18 好 你快去洗澡吧 也早点休息 芸心点头硬道 她伸了一个懒腰 爬上大床钻进了睡袋 在里面试着滚了一圈 知道了 初风看着少女 在睡袋里翻滚的样子 笑了笑 转身把地上 没有用完的竹子 收拾放在了一旁 十多分钟后 初风擦着湿答答的头发 回到了木棚 摸着头上的湿发 自言自语着 再磨一会儿 等头发干了再睡吧 她拿起野猪獠牙 继续磨了起来 一直到月亮当空 才停下来 还差一点 明天再继续吧 初风打了一个哈欠 把已经成形的短刀放下 起身洗了洗手 她擦干手上的水渍 小心地爬上了床 钻进了睡袋内 芸心察觉到动静 整个人贴了过来 宛如八爪鱼般 趴在了初风身上 睡吧 初风嘴角勾起 伸手揽着少女的腰 缓缓闭上眼睛 随着两人的睡去 营地很安静 只剩下还没有 燃烧完的火把 在威风的吹动下 火焰缓缓地摇动着 一个小时后 突然传来了声响 芸心皱着眉头 嘴里嘀咕着 初风 你别磨牙了 初风被吵醒了 睁着睡眼惺忪的眼眸 扭头轻声问道 怎么了 芸心没有回应 抿了抿嘴继续睡着 初风打了一个哈欠 闭上眼睛准备继续睡 初风猛地睁开眼睛 警惕地侧耳倾听 她脸色凝重起来 这声音像是在木棚里传来的 难道是有动物 钻进了庇护所了 在野外有问题 就要立刻起来查看 不然等问题发生的时候 就太晚了 初风轻轻地将少女 搭在身上的手脚挪开 小心翼翼爬出水袋 拿上竹弓 往木棚走去 她来到木棚 双眼四处扫视着 耳朵认真地听着四周的声响 急促的声音再次响起 诶 兔子 初风听着声音望去 发现是竹笼里传出来的声音 她拿过竹制的火把点燃 半蹲下地靠近竹笼 火光照进竹笼里 看清了里面的状况 诶 母兔子竟然生了 初风惊讶道 芸心在床上翻了翻身 伸手摸了摸身旁 没有摸到熟悉的身体 让她彻底醒了过来 她揉了揉眼睛 扭头扫视四周 看到初风的身影后 问道 初风 你在做什么 母兔子生小兔子了 初风扭头回应道 竹笼内有四只大兔子 还有七只小兔子 其中一只兔妈妈 正躺在草堆上 肚子上有七只 刚出生的小兔子 在喝着奶 另外三只大兔子 睁着星红的眼睛 躲在竹笼的角落 他们害怕的是火把 真的吗 芸心眨了眨睡眼 惺忪的眼睛 还没有反应过来 她恍惚了一会儿 立即回过身来 连冲锋衣都没穿 就爬下了床 不要太大声 会吓到母兔子的 初风压低声音道 好 我知道了 芸心紧张地点头 穿着鞋子来到竹笼边 美目好奇地看着 竹笼里的小兔子 她在学校上生物课时 老师曾经说过 兔子生产后 受到惊吓 就会把自己的孩子吃掉 也不能用带有异味的手 去触摸小兔子 不然也会导致 小兔子被吃掉 这一点不知真假 可她也不敢去尝试 芸心看着小兔子 浑身光秃秃的模样 忍不住吐槽起来 没有毛 看上去好丑啊 初风轻笑一声 还没有长毛的小兔子 看上去是有点丑 要等过几天 才能陆续长出毛来 初风 要把他们分开养毛 芸心扭头低声问道 嗯 把另外三只大兔子 移到别的地方去吧 母兔和小兔就不要动了 初风点头说道 她弯下腰 伸手揪住了另外三只大兔子的耳朵 把他们移到了另外的一个笼子里 竹笼内的小兔子 让两人仿佛看见了一盘盘兔子肉飞来 养大后 就有源源不断的兔肉可以吃了 初风 小兔子长大后 这个竹笼就太小了 芸心轻声道 小心翼翼地 给母兔放了点野菜 等性的庇护所建好之后 这里就用来养兔子和放杂物吧 足够了 初风嘴角微扬 轻声道 好了 快睡吧 明天再去搁点草料喂兔子 好 芸心硬道 两人回到了床上躺下 只是小兔子的出生 让两人一时半会儿也睡不着 初风 小兔子长大后 我们就有好多肉吃了 芸心扭过头 悠悠声道 有了这些小兔子 我们能够坚持多久啊 不出意外的话 可以坚持一年 初风嘴角含笑 眼眸中满是自信的光芒 她身上可是有系统的存在 就算没有这些兔子 也能靠礼包学来的知识 在这里度过一年时间 可是冬天快到了 我们没有防寒的衣服 芸心嘟着小嘴 等建好庇护所 我们就开始解决保暖问题 初风摸了摸少女的脑袋瓜 新建的庇护所 之所以用黏土和石头 其中一点原因 也是因为冬天要到了 可以更多的防风防大雨 她可是知道 海岛时常有暴风雨 如果来上几次海上 台风就难熬了 芸心脸色泛红 柔声问道 得到了奖金 你想要做什么 首先送你去最好的学校上学 然后再给孤儿院圈钱 初风沉思下说道 少女如果还想上学 肯定是要供着去读最好的学校 然后从小长大的孤儿院 也要捐一笔钱 不为别人就为院长奶奶 初风 你呢 芸心好奇地问道 初风说的计划 都是关于别人的 没有一点是提及到她自己 这让她很好奇 别忘了 我们得到第一名 还有一片地要我管理呢 初风轻笑道 她有自己的土地之后 单单只是军孤生长业配方 就能赚到很多钱 更别说以后还有其他礼包了 啊 你不读书了吗 芸心惊恶问道 不读了 读书不就是为了钱吗 初风嘴角微挑 看到少女还想说什么打断道 好了 赶紧睡吧 熬夜对皮肤不好 现在想这些还是有点太早了 起码要在这里生存一年才行 等拿到大奖再讨论也不迟 嗯 晚安 芸心抿了抿嘴 脸上闪过一丝复杂 有钱了 她也不太想上学了呀 少女把头贴在了 楚风的胸膛 缓缓地闭上双眼 晚安 楚风轻声道 同时在脑海中下令道 先到 她眼前弹出一道虚拟的屏幕 屏幕内 那代表十九号的日期亮了起来 距离下一个礼包还有两天 离月礼包还有十一天 清晨 阳光照射在咸月岛上 在山林中 有两名男子正在挥刀前行着 突然 其中一人 走着走着倒在了地上 李华 你确定这边有竹林吗 张振华黑着脸沉生道 挥舞着手里的柴刀 砍断刚刚绊倒他的腾条 张振华是一位皮肤偏黄辣色的中年男人 今年三十二岁 是一个小公司的老板 而他还不是主事人 他老婆才是真正的画权人 在他表弟张振华的怂恿下 两人才参加了野外生存 没想到最后真的被选中了 他的表弟叫做李华安 今年二十五岁 在他公司当个保安 两人选的装备分别是一把柴刀 一个钢锅和一把斧头 睡袋和两件冲锋衣 当然 我在山上远远地就看见了 应该就是这个方向 李华安不耐烦道 自从登陆咸岳岛后 自己的这个表哥 每天都会在耳边问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 他们是从山上下来的 那里是他们第一个登陆点 周围只有遍地的野菜 偶尔可以看见有蜥蜴出现 但两人都抓不住 我和你说你可别不耐烦 是你拉我来这里的 在这里还吃不饱睡不好的 张振华瞪着眼睛骂着 两人登陆咸岳岛后 两人就没有吃饱过 每天都是吃野菜支撑着 只有第一天登陆时抓过蜥蜴 之后就再也没有吃过肉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 两人商量了一下 就决定离开那里 寻找另外一个有食物的地方 李华安额头青筋乱跳 内心憋着一口气 他很想揍张振华一顿 自己这个表哥就只会埋怨别人 他想到第一名的奖金 憋屈得只能忍住 快走吧 应该快到了 李华安安安耐住心下的冲动 你都已经第三次这么说了 我看是走错方向了 张振华撇了撇嘴说道 从出发到现在 表弟每次都是这么回答的 李华安黑着脸 一言不发地继续前进着 不然我们退出吧 回去我请你吃肉 张振华继续说道 不行 我们要拿到第一名 李华安摇头坚定道 就这么退出绝不甘心 他不想打一辈子的工 特别是在自家表哥的公司里 给的工资太低了 张振华瞪大眼大喊道 你是想钱想风了 好好工作才是最实际的 非要来参加这个野外生存 还吃不饱 快看 竹林到了 李华安捏紧着拳头 正要爆发的时候 视线内出现了一片竹林 还真给你小子找到了 快过去看看 张振华还想继续说教 听见竹林到了之后 顿时精神一震 连忙催促着 两人迈步 朝竹林走去 几分钟后 来到了竹林面前 李华安眉头一皱 看着被刨得乱七八糟的地面 沉声道 这里还有别的挑战者 那我们过去找他们 要点肉吃吧 张振华脸上有着喜色 连忙高声喊道 有人吗 别喊了 就算人家有肉 也不会给我们的 李华安阻止道 他非常后悔 早知道能被选中 为什么要拉表哥 一起组队报名呢 怎么就不会了 别把人家想到那么坏 张振华瞪眼道 李华安无语 在内心付费着 也不想一下 现在是什么地方 大家都是竞争对手 凭什么给他们肉吃 这里应该有竹林 张振华视线在周围扫视着 发现了竹林内的 那一个个洞穴 立即兴奋起来 他认识的朋友中 有一个开农家乐的 附近就是有一片 很大的竹林 里面也有竹鼠 他还亲手抓过几次来吃 真的吗 要是真有竹鼠 我们就在这里搭庇护所吧 李华安连忙问道 绝对有 而且应该还不少 张振华咧着嘴 信誓旦旦的 竹林内像这样的洞口 有许多 竹鼠的数量不会少 能抓得到 李华安连忙追问着 很简单 在洞口做几个声套 就可以了 张振华随口道 他整个人趴在地上 眼睛望向洞穴内 按照朋友教的办法探查起来 那我们就在这里搭建庇护所吧 刚好有那么多的竹子 李华安放心下来 提着斧头准备去砍竹子了 你们是谁啊 突然 两人背后传来了质问声 刘一梦和柳一秋出现了 刚刚开口说话的 正是姐姐柳一秋 柳一秋板着脸 手里挥着军刀 警惕地盯着陌生的两个男人 内心非常的紧张 两人今天起床 准备来竹林再碰碰运气 看能不能再射中竹鼠 却没有想到 在这里遇到了 迁移过来的李华安和张振华 女人 张振华眼睛一亮 双眼上下打亮着 刘一梦和柳一秋 内心惊叹 双胞胎姐妹 柳一秋两姐妹 现在样子狼狈了点 头发乱糟糟的 可也能看出来是两个美女 毕竟修长的腿 还有脸型 这是遮掩不了的 姐 又是一个色狼 柳一梦压低声音 嘀咕了一句 手里握着的弓箭紧了紧 她讨厌对方炙热的眼神 还在乱瞄着 就跟在学校里 看到的一些男生差不多 李华安视线 落在了柳一梦手里的弓箭上 连忙白手道 别紧张 我和你们一样 都是来参加荒野生存的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柳一秋伸手将妹妹 往自己身后拉了拉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在荒野外出事 可没有人能及时来救两人 当然是找食物啊 我们已经打算在这里 建庇护所了 以后可以互相照顾一下 李华安轻笑一声说道 是啊 我们四个人可以互相帮忙 你们两个女生独自生存 肯定很困难 张振华咧了咧嘴和善地道 姐 他们不怀好意 柳一梦扭头 在姐姐耳朵旁嘀咕道 别信他们的话 柳一秋默不作声地点点头 瞥了两人一眼 冷声道 这里是我们占据的地方 你们换一个地方 李华安颠了颠手上的斧头 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节目组没有规定 我们不能在这里吧 他能猜到节目组的用心 就是要让他们竞争 你 柳一秋张了张嘴 说不出反驳的话来 节目组的确没有让人 只能待在一片地方的规定 甚至他也想过 要是在这里过得不好 就会迁移到别的地方去生存 好了 别打扰我们建造庇护所 李华安淡淡地摆摆手道 这么好的地方 他怎么也要 厚着脸皮留下来 毕竟这可是关乎超级大奖 只要得到大奖 他完全可以一步登天 不用再去做什么保安了 我们走 柳一秋脸色微变 黑着脸 拉着柳一梦转身走了 姐 可是我们还要抓竹鼠 柳一梦撅着嘴道 一步三回头地看着竹林 好不容易吃上一顿肉 他有弓箭在 也不怕那两个男人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 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 大白妖 演播根号十八 夜晚降临 微风吹过竹林 庇护所内 柳一秋柳一梦两个人 正大眼瞪着小眼 我们还是搬走吧 离开这里 柳一梦撅着嘴道 不行 这里有竹鼠还有芒果树 搬走去了别的地方 不一定会比这里好 柳一秋摇摇头拒绝 他也想搬走 但不能说搬就搬的 过滤实在是太多了 如果找不到比这里 更好的地方呢 这里有色狼 柳一梦 柳一梦嚷嚷道 两人早上离开竹鼠所在竹林后 就去了别的地方探索 最后依旧没有能找到肉 只带回一捆野菜 中午时 柳一秋带着柳一梦 本来想去竹林抓竹鼠 试试运气 结果又碰到了李华安两人 他们直接将竹鼠洞装上陷阱 彻底地霸占了竹鼠资源 两人没有办法 只好去了竹林的另外一边 挖起了竹笋 让两人没有想到的是 下午的时候 李华安和张振华竟然找上门来 用借鉴搭庇护所的理由 想要进来参观 最后还是被柳一梦 弯弓搭建的举动吓跑了 再住两天看看 不行 我们再搬走 柳一秋伸手揉了揉太阳穴 不愿意放弃这里的竹鼠 这是目前两人 肉类食物的唯一来源 周围能探索的地方 都探索过了 虽然有发现陆群 可是柴群却是让人 不敢轻举妄动 要是明天 他们又来骚扰我们怎么办 而且竹鼠也已经被霸占了 柳一梦撅着嘴嚷嚷道 他很不喜欢那两个人 尤其对方看他们的眼神 根本就是不怀好意 那你说 我们要搬到哪里去啊 柳一秋无奈地问道 内心对李华安这两人的做法 也是感到讨厌 要不我们去山丘那边吧 我觉得那边应该有许多好吃的 柳一梦歪着头说道 他早就想去远处探索了 要不是姐姐约束着 也许已经单独出发了吧 如果对面资源比这里差呢 柳一秋严肃脸道 这是绝对要考虑的问题 不然离开后再回来就难了 那我们就再换个地方 总会有何事的 柳一梦愣愣愣小声道 他已经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 虽然这里有竹鼠 但是太难抓了 每次都是靠运气才能抓到一只 更何况 现在竹鼠洞已经被别人霸占了 不行 现在住两天 看情况再决定吧 柳一秋摇摇头道 不愿意去冒没有把握的险 他在想着 是不是去交涉一下 来个井水不犯河水 储存够食物才搬迁营地 那就再住两天 要是没有改变 我们就搬走吧 柳一梦哭着脸道 没办法 一切还是他姐姐做主 睡吧 明天起来再说 柳一秋思绪很混乱 叹了口气躺了下去 柳一梦也躺了下去 撅着嘴嘀咕道 姐 我想吃肉 你昨天不是说 谁给你肉 你就嫁给谁吗 柳一秋扯了扯嘴角 调侃道 有吗 我昨天 没说这些话吧 柳一梦眼睛乱瞟着 开始装失忆 有 没有 你好好想想 你是在装睡吗 没有 第二天清晨 太阳从海平面缓缓升起 阳光洒落在竹林内 张震华手里拎着一只竹鼠 压低声音和李华安交谈着 你说 他们会答应和我们合作吗 两人昨天搭建好庇护所之后 就在竹鼠的洞口设下绳套 第二天起来 竟然抓到了三只竹鼠 在李华安的建议下 两人各怀心思 想找来柳一秋两姐妹合作 会答应的 毕竟我们有食物 李华安自信道 他昨天就试探过了 那两姐妹不会补出树 弄得陷阱也太简陋了 食物肯定非常少 张震华抬头看了眼 头顶的无人机 露出和善的笑容 双朗地说道 我也觉得 四个人互相帮忙合作 生存下去的几率才会大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两人也有那么一点点心思 特别是李华安这个未婚人士 十多分钟后 两人来到了柳一秋姐妹 所在的竹林 张震华偷偷用脚踩了一下李华安 用眼神示意她开口喊话 她可不敢明目张胆地 招惹柳家姐妹 自家母老虎 肯定此时正在盯着直播间 李华安翻了翻白眼 朝竹围栏内的庇护所喊道 两位美女 在不在家 正在熟睡中的柳一秋姐妹 顿时被外面的叫喊声吵醒了 他们怎么又来了 柳一秋恼怒道 柳一梦顶着乱糟糟的头发 爬起身来 撅着嘴咬牙道 烦死了 他们怎么那么烦人啊 两女穿好冲锋衣裤 走出了庇护所 一眼就看到了满脸笑容的 张震华李华安两人 两位早啊 张震华笑着打招呼道 柳一秋眯着眼睛 盯着两人清冷道 有事 柳一梦拿起弓箭 脸色不善地看着两人 我们是来找你们合作的 张震华面带笑容道 双眼扫视着柳一秋两人 柳一秋眉头一条 语气不动声色问道 怎么合作 我发现你们挖洞抓竹鼠 那是错误的方法 张震华咧着嘴正色道 我们可以给你们竹鼠 你们可以帮我们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 他提起手里的竹鼠晃了晃 想引起两姐妹的注意 柳一梦瞪着双眼 小声嘀咕道 姐 他们抓到竹鼠了 我们一共抓到了三只 怎么样 考虑一下我的建议 张震华脸上的笑容更和善了 抱歉 我们不会答应的 请你们离开我们的庇护所 柳一秋冷着脸道 他看过太多这样的事情了 只不过是金钱换成竹鼠罢了 张震华愣住了 笑容消失 沉声道 四个人一起生存下去的几率才会更大 考虑一下我们的建议 我们会抓很多竹鼠 肯定能拿到大奖的 李华眉头紧皱起来劝说 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特别是对于单身汪来说 特别是一个接触不到美女的单身汪 不需要 请回吧 柳一秋淡摸道 张震华咬牙 最终摊了摊手 想起头顶有无人机 一些话还是少说点好 你们还是考虑一下吧 我们没有别的意思 李华勉强扯了扯嘴角 说道 我们就在竹林另一边 你们考虑好了 可以过来找我们 庆尘 楚风推开荆棘大门 看向远处已经大亮了 天空舒展着腰身 脑海中下着命令 签到 一道虚拟的屏幕在他眼前弹出 那代表二十的日期亮了起来 还有一天 看来今天晚上又要熬夜到凌晨了 楚风嘴角勾起 内心很期待 下一个礼包会出些什么奖励 昨天一整天都在营地忙碌着 上午去小溪边挖黏土 期间还割了一点青草 回去喂兔子 下午就没有出去了 忙着弃墙边绳子 新庇护所的三堵墙都已经弃好了一半了 大门的位置 楚风是用堆砌法建造的 用石头一块压着一块的方式 准备建成一个半圆形的拱形房门 为了通风和采光 这个拱形的房门会做得很大 完成后 预计将会有一米五高 两米宽 现在这个半圆形的房门已经弃好一半了 剩下的今天就能全部弃完 在墙壁的另一侧还预留有一个一米半多块的缺口 那是用来建造厕所的 楚风 今天要出去吗 芸汐揉了揉睡眼惺忪的眼睛走了出来 不了 今天把三堵墙都砌完吧 楚风轻摇头道 新庇护所要抓紧建造了 好 那我去做早餐了 芸汐打了一个哈欠 提着干锅装着椰子蟹 去水槽清洗了 三只椰子蟹 昨天已经吃了两只 这是最后一只了 好 楚风点头硬道 转身去了乱石堆 趁早上太阳还没有那么大 先砌一会墙 他昨天已经搬了足够的粘土 剩下的只需要专心搭建庇护所 准备在三天内全部搭建好 楚风用水将最顶层凝固的粘土软化 接着一层一层铺上新的粘土 挑选大小相差不多的石块 开始弃墙 半个小时后 楚风 吃早餐了 吃完再弄 芸汐在庇护所内大声喊着 来了 楚风随口应当 去水槽洗手后进了庇护所 吃饭时 芸汐想起昨天晒好的紫菜还没有处理 于是开口问道 楚风 你知道海苔要怎么做吗 很简单的 楚风嘴里嚼着叶子蟹的蟹绞肉 开口说道 把晒干的紫菜撕碎 撒上一些油和盐搅拌均匀 再放进烤箱烤就可以了 可是我们没有烤箱啊 芸汐皱着好看的眉头道 楚风想了想 开口道 用摇炉就可以了 和烧陶瓷差不多 只是要等火灭了再把紫菜放进去 里面的温度足够把紫菜烘烤完成 虽然摇炉已经裂开了 用粘土修复一下 用来烘烤紫菜还是可以的 毕竟烤海苔温度也不用追求太高 好 那我待会儿试试 芸汐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十多分钟后 两人吃完了早餐 少女收拾着钢锅和桃碗桃盘 准备拿去冲洗 芸汐 试一下肥皂 看看好不好用 楚风叫住了少女 从木棚的角落里 拿出了前天做的肥皂 她望着桃碗里的肥皂 用手搓了搓 发现已经凝固了 放在鼻前闻了闻 也没有太大的味道 因为条件的限制 第一次能做成这样 已经很不错了 有机会 楚风决定再把肥皂改良 摘一些花瓣烘干 捣碎后和草木灰水混在一起 再和猪油搅拌均匀 这样做出的肥皂会有花香味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往里面加上一点 止痒的药槽 做成药造 用来清洗被蚊虫叮咬后的伤口 可以用来止痒 花瓣暂时手上没有 楚风主要的 还是先把庇护所建好 只能把计划延后实施了 可以用了吗 云欣接过楚风递过来的桃碗 惊一道 试试就知道了 楚风用手指从桃碗里 抠了一点肥皂出来 沾了点水 双手快速地搓了搓 刚吃完椰子蟹 手上粘的都是油渍 正好用肥皂洗一洗 她双手放在水槽内冲洗了一下 油渍很快就被洗掉了 露出了满是手茧的双手 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楚风面带笑容满意地点了点头 牛头对少女说道 今晚你可以尝试一下洗头发 让我试试 云欣开心地道 她用手指抠了点肥皂 学着楚风的模样搓了搓手 用水冲洗之后 同样地把手上的油渍洗掉 从来没觉得肥皂这么好用过 云欣惊叹一声 打量着自己的手 已经好久没有洗得这么干净了 你可以学着我的方法 试试自己做些肥皂 楚风伸手摸了摸少女的脑袋瓜道 云欣沉默了一下 随后摇头道 还是不要太浪费油了 肥皂有一块就行了 剩下的用来做饭吧 少女虽然也爱好 但也知道油的重要 用来做肥皂还是太浪费了 毕竟野猪油也不是很多 直播间内的观众再次刷起了弹幕 小萝莉好懂事啊 爱了爱了 我女朋友要是由小萝莉一半懂事 我就不用和她分手了 以后要去就娶小萝莉这种 懂事又体贴 你们都让开 小萝莉是我的 楚风含笑点头 看着少女兴致勃勃地 拿着肥皂去洗锅碗 她决定 忙完庇护所就去打猎 到时候就有肥肉可以摸游了 像肥皂什么的可以多做几块 在荒野 也要过上有质量的日子才行 休息了一会儿后 楚风把木棚的木桌搬出来 来到了乱石堆 随着石墙越气越高 站在地面已经有些够不着了 只能借助桌子来增加自身的高度 两个多小时后 楚风把最后一块石头用粘土固定住 第一堵墙就算是正式完工了 整堵墙高度达到了两米 在中间的位置留有一个一米宽 半米多高的方孔 这是为后面装窗户预留的位置 楚风坐着喝水休息 一会儿后继续气起了另外一堵墙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卢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 大白妖 演播 根号十八 少女洗完锅碗 来到摇炉旁 看到摇炉上的几刀裂痕 用粘土补一下好了 芸心嘴里嘀咕着 转身去找粘土 不一会儿 少女捏着一大团粘土回来了 她用手将粘土均匀地抹在了裂缝处 把裂开的缝隙全部填满 先把火烧着预热一下 芸心喃喃自语 起身爆来一堆柴火 点燃开始预热摇炉 她起身回到庇护所内 把装油紫菜的竹篮拿了出来 芸心边撕着紫菜 嘴里边念叨着步骤 楚风说要先把紫菜撕碎 她看着缸锅内已经装了半锅的紫菜 犹豫了下没有再继续撕下去 剩下的准备留作以后吃 芸心起身用竹勺咬了一点野猪油 均匀地倒在了紫菜上 接着又撒了一点盐 她用竹铲搅拌着紫菜 让油和盐都均匀地附着在紫菜上 放点椰肉吧 味道应该会不错 芸心起身从桃罐内抓了一把椰肉 昨天她就已经把椰肉晒干了 装在桃罐内封存起来 芸心拿着野猪獠牙磨成的短刀 把椰肉切成丝 接着倒进锅内 和紫菜均匀地拌在一起 短刀是昨晚除锋磨好的 留给少女当作柴刀用 会比柴刀好用一些 少女断着钢锅来到了摇炉前 用手轻轻摸了摸摇臂 发现已经有点烫手了 温度应该够了 芸心迟疑道 她第一次烘烤紫菜 用木棍把还在燃烧的木头 挑了出来 小心翼翼地将钢锅塞进了摇炉 随后缝炉 过会儿再来看吧 芸心拍了拍手 起身离开去缝炉皮衣 最近两天都在忙别的事 将近十来分钟后 她才回到摇炉 应该可以了吧 芸心有点不确定 蹲下身 用木棍小心地 把摇炉的盖子打开 她用木棍跳着 把钢锅挪了出来 放在一旁 摇炉的热量 让她手有些发烫 看起来还可以 尽量处风尝尝吧 芸心嘴角微扬 看着已经变成墨绿色的海苔 如果让她自己尝试的话 不用说 肯定还不错 毕竟不挑食的人 很多东西评价 都是还可以 还不错 芸心小心地端着钢锅 进入庇护所 准备装进桃盘里 让海带的热量散去 紫菜里面含有 枣红素的特殊色素蛋白 预热后就会分解 让它退去原本的紫色 所以 紫菜做成的紫菜汤和海苔 会有绿色 楚风正踩在桌子上 砌着墙 这时候 少女端着桃盘走了过来 里面装着烤好的海苔 楚风 海苔做好了 你尝尝 芸心笑颜迎道 那我先去洗个手 楚风搓了搓手上的黏土 笑道 我来喂你吧 芸心脸颊微红 拿筷子夹起了一片海苔 递到了楚风的嘴边 楚风嘴角微扬 望着面前筷子上的海苔 已经有些烤焦了 张口把海苔吃进了嘴中 入口先是海苔的干脆 紧接着 有一股淡淡的椰香在嘴里 还伴随着咸味 以及猪油的香气 好不好吃 芸心美目满是期待 清脆声道 我放了一点晒干的椰肉 味道会不会奇怪啊 很不错 我觉得比超市买的海苔 要好吃多了 楚风轻声夸赞道 张着嘴是一少女再来一口 那你就多吃一点 芸心笑挖了眼 又夹了一大块海苔 塞进了楚风的嘴里 她把前天带回来的紫菜 一半都做成了海苔 可以用来当零食 至于剩下的紫菜 烘干了装进陶罐 留着以后煮汤用 楚风嘴里嚼着海苔 柔声说道 你也吃 不然软了就没有那么好吃了 好 我来试试 芸心夹了一块海苔嚼了起来 眉目一亮 调侃道 我觉得 我有当大厨的天赋 你一直是我的大厨啊 楚风嘴角微扬 两人从孤儿院出来后 只要有少女在 很多的时候都是她在做饭 真是的 又说些让人心动的话 芸心脸色羞红 笑声道 嘴里嚼着海苔 微微低下了头 楚风微微一愣 随后微微低下头 靠近了少女 轻声问道 芸心 你刚刚说什么 没 没什么 我去把东西放下 然后来帮你 芸心脸色微红 娇含得轻横一声 转身小跑着离开了 楚风扬声笑了起来 少女身体微微一抖 跑得更快了 这辈子的饭 好像都有人选了呢 楚风嘴角含笑念叨了一句 扭身继续气起了墙 过了一会儿 芸心迈着小碎步走了过来 楚风 我帮你递石头吧 你就不用爬上爬下了 芸心歪下腰 抱起一块石头递上去 好 楚风停下 要下木桌的动作 接过少女递过来的石头 继续忙碌起来 时间在两人的忙碌中 悄然流逝 下午 太阳慢慢向西边倾斜 毒辣的阳光 逐渐温和了许多 有了少女的帮忙 楚风气强的速度快了许多 到了下午 已经把第二堵墙和厕所都建好了 目前就还差大门没有封顶 楚风 这大门上面要怎么弄啊 芸心看着半圆形的大门道 她担心石头太重 会把半圆形的石门压塌 整堵墙就都倒了 做一个梯子形的支撑架 架在石门里做支撑就好了 楚风沉思了一会儿说道 下了木桌去准备 她找了一根大腿粗的木头 以石门的高度量好 用柴刀将木头砍断 把其中一端削成凸子形 拿起另外一根木头 按照石门最顶点的宽度量好 用柴刀砍断后 在中间的位置削出了一个微槽 两根木头组合在一起 凸起的位置和微槽相接 用小木片将接口处的缝隙塞满 防止松动掉落 这样一把梯子形支架就做好了 楚风接着在横架 用竹子绑了个半圆弧 这样做圆拱门时 石块才会受力 这样就好了 楚风抱着梯子形支架 塞进石门内 顶端刚好顶在石门最上方的石头 这样子继续往上堆积石块 也不用怕她会坍塌了 她做的是石拱门原理 一块石块压另一块石块 成半弧形 最终上面封顶交接 立即会被两边的石块分散 两人继续忙碌着 一直到天快黑了 两人才将最后一块石头固定好 好大啊 芸心搓着手里的黏土 看着已经完工的三堵墙 美目内满是惊叹 新的庇护所长和宽都是七米多 高度达到了两米左右 这比两人在城市住的出租屋还要大 明天把墙烧成半桃之后就可以开始建屋顶了 楚风轻笑一声感慨道 屋顶大概一天就能建完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搬家了 她打算明天开始找干燥的木头 把三堵墙和地面都用火焖烧一遍 烧成半桃状 再继续搭建剩下的门窗和屋顶 夜晚 海风吹过丛林 庇护所内 楚风芸心两人吃完晚餐 坐在一起聊着天 桌上摆着两杯松真茶 还有白天烤好的椰子味海苔 这里过得比城市舒服多了 芸心柔声感叹着 端起桃杯喝了一口松真茶 一只手捏着一块海苔塞进了嘴里嚼了起来 以后我们会过得更好的 楚风同样喝着茶道 少女美目中有着期待 日子过得好不好不重要 重要的是和谁一起过 楚风 松真快没有了呢 芸心看着桃杯里面漂浮着的松真说道 等把庇护所搭建好了 我们就出去一趟吧 楚风柔声道 两人洗头也是要用到松真的 好 芸心清脆生硬道 她拿起一旁 缝制了一半的鹿皮衣继续忙碌起来 整块鹿皮做成了一件背心 连接处用的是麻绳 裤子上拆下来的线已经不多了 少女花了大半个小时 编出来和毛线一样粗细的麻绳 用来缝制瘦皮衣 鹿皮衣到现在就差最后一边还没有封口 今天晚上就能完成 楚风也开始忙碌起来 要用竹子做门窗 到时候庇护所搭好后 就可以装上去用了 她把竹子裁成两种尺寸 一米和半米 全部都削成竹片后 用颈字形的办法 用绳子固定住 然后在一米宽的一头 绑上两根绳子 用来固定在窗框上 楚风 衣服做好了 云欣欢喜到 手里拿着缝制好的鹿皮背心 少女的手艺很好 瘦皮背心的两边 都是用麻绳固定住的 用的是穿鞋带的方法 最后在下方打成了一个蝴蝶结 这样子穿脱也会非常方便 很好 非常结实 楚风接过少女递过来的鹿皮衣 检查了一下后 轻巧的 你去试试吧 好 云欣拿着鹿皮衣进入了庇护所 不一会儿 少女出来了 身上穿着刚刚缝制好的兽皮衣 大小刚刚好 怎么样 好看吗 云欣期待问道 用手扯了扯兽皮衣一摆 在原地转了一圈 好看 很适合你 这才像个野人了 楚风嘴角勾起打去道 云欣翻了翻白眼 撅起嘴道 那也是一个最漂亮的野人 哈哈 楚风被逗笑了 时间缓缓流逝 两人逗着嘴 好了 去洗澡吧 时间不早了 楚风轻声道 云欣摸着油油的长发 头皮也是痒痒的 柔声说道 嗯 今晚要洗下头才行 她拿起干锅从水缸里盛水 挂在木钩上烧煮起来 几分钟后 锅内的水开始沸腾 少女提来木桶 将热水倒了进去 往里面加了冷水 试着温度 快蹲下吧 楚风催促道 手里端着 壮有肥皂的桃碗 啊 好 好 云欣愣了一下 长长的睫毛眨了眨 随即反应过来 脸色微红地蹲了下去 疼的话就喊一声 楚风拿起竹筒 装满水 倒在了少女头上 用食指抠了一块肥皂 再手先化开 她把肥皂均匀地抹在少女的头发上 修长的手指在她的头皮上抓来抓去 云欣低着头 这一次用的是肥皂 比上一次洗头舒服了许多 肥皂的润滑让头皮不再干涩 让打结的头发缓缓松开了 有肥皂洗头 比用木炭好太多了 我倒水了 把眼睛闭上 楚风提醒道 拿起竹筒冲洗着少女的长发 手指不断在黑发间揉搓着 云欣内心满是欢喜的 这是楚风第二次帮自己洗头 技术比第一次有长进 虽然也有点疼 但还是很开心 楚风帮少女冲刷干净后 说道 别动 我帮你擦干头发 她拿起一旁的毛巾 小心地帮少女擦着头发 细心又仔细地动作 让云欣双眼眯了起来 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心情非常地不错 好了 楚风温和道 手下意识地甩了甩毛巾 云欣脸色微红 站起身来 发出一声感叹 好舒服啊 用肥皂洗头 担尽了许多 她摸着头发 发现顺滑了许多 快去洗澡吧 楚风轻笑一声道 嗯 云欣红着脸 跑去拿衣服了 半个小时后 少女洗完澡 趴在了睡袋里 她拖着下巴望着火堆 有了床就是不一样 不用再睡在地上 就算是有杂草扑着 也让人不自在 楚风 你也赶紧洗澡睡觉吧 云欣扬声喊道 你先睡吧 我把这把短刀抹好就睡 楚风手里拿着另外一根野猪獠牙 一样准备把它磨成短刀 好 云欣乖乖地点头 侧躺着盯着楚风的身影 就这样过了十多分钟 少女的视线朦胧起来 在不知不觉中 缓缓睡着了 楚风扭头看过去 轻笑着摇摇头 起身帮少女把睡袋植好 她帮少女植好被子 拿上冲锋衣和肥皂 带上烧热的石头 准备去洗澡 时间缓缓流逝 一个小时后 楚风咧了咧嘴 站起身缓缓伸了一个懒腰 洗完澡后 又磨了半个多小时的野猪獠牙 到现在有点犯困 不知道过了十二点没有 夜晚的时间是难以掌握的 她在脑海中试着下令道 签到 随着话音落下 她眼前弹出一道虚拟的屏幕 前到七天 得到出击礼包一份 楚风脑海中响起机械化的声音 立即驱赶走了困顿的睡意 顿时把注意力凝聚在眼前 望向屏幕看到 二十一号日期亮了起来 原来不知不觉中 又熬到了凌晨 忙碌起来的时间 就跟不值钱一样 说走就走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三百六十五天 作者大白妖 演播根号十八 楚风联盟在脑海中下令 打开礼包 三十六种陷阱经验礼包一份 初级 木初宣扬经验礼包一份 初级 造纸经验礼包一份 初级 楚风脑海中接连响起三道声音 每听到一个都让她精神一震 先躺着吧 初风嘴里嘀咕着 往火堆里添了木柴 转身轻手轻脚地爬进了睡袋 有了前两次的经验 她已经习惯性在睡袋中 打开礼包了 嗯 芸心发出脚横 被她的动作影响到了 睡吧 楚风伸手环抱着少女 缓缓闭上了眼睛 同时在脑海中下着命令 打开三十六种陷阱经验礼包 随着话语落下 大量的知识就涌入了她的脑海中 脑袋有点酸胀 额头开始有冷汗冒出 她紧紧咬着牙关 十分钟后 所有的知识才全部传输完 楚风喘着气 缓了一会儿才适应下来 随后开始整理三十二种陷阱礼包 带来的知识 越看内心越是开心 三十六种陷阱礼包 顾名思义 里面包含了三十六种陷阱的搭建方法 从无到有 有详细的画面和文字做讲解 一眼就能让人看明白 三十六种陷阱中 包含了各式各样的陷阱 针对天空飞禽的 水里鱼虾的 草原路洋的都有 全方面的加强 看来我的鳄鱼肉有着落了 楚风在接收完全部的知识后 内心对咸水鳄已经有了更好的打算 在她得到的知识中 有几个陷阱是专门针对特殊地形来设计的 沼泽 雪地 丛林等 以前得到新手大礼包 里面只有少数几个常规陷阱 根本没有这个礼包详细 打开畜牧驯养经验礼包 楚风在脑海中默念 默处驯养经验礼包 传输中 大量的知识再度涌入楚风的脑海 有了刚才的经历 这一次的传输只是让她脑袋发胀 将近二十分钟后 全部的知识才传输完毕 楚风深吸一口气 揉了揉额头 缓解着脑袋的酸胀 过了一会儿 她才开始整理起脑海中的知识 有趣 还能驯化动物 可以好好利用一下了 楚风整理完知识后 无声地咧咧咧嘴 畜牧驯养经验礼包 给她的知识是关于驯养动物的 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关于驯化野兽 楚风决定找个时间出去探索一下 看看能不能抓一只小的野兽回来试试 她压下内心的思绪 在脑海中默念叨 打开造纸经验礼包 这是让她最兴奋的一个礼包 可以解决目前很多的麻烦 比如上完厕所 只能用木棍树叶的尴尬处境 两人来到荒野 唯一一点没有适应的 就是上完厕所后的售后问题 造纸经验礼包 传说中 这一次时间只持续了五六分钟 全部的知识就已经传输完 造纸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啊 楚风嘴角露出淡淡的笑容 她仔细整理完脑海中的知识后 发现其中提及的几个造纸方法都很简单 所用的材料有难有益 简单的方法就很容易能找到 里面提及的材料有很多 可以用植物的纤维 瘦毛 破布等 每一种都有详细的步骤解说 原本的楚风 也只是知道 造纸需要用到一些植物纤维 却是不知道详细步骤 现在有了造纸的全部知识 发现原来是那么简单 过两天可以试着做一些纸出来用 解决上厕所没有纸的问题 楚风在内心打算着以后的计划 该睡觉了 楚风打了一个哈欠 刚刚传输完知识的脑袋 还有点酸胀 她抱着少女的手紧了紧 闭上眼睛缓缓睡着了 第二天 清晨 丛林内有鸟儿在嬉闹 柳一梦手里拿着竹筷子 苦着脸看着刚锅内煮好的野菜 绝着嘴嚷嚷道 姐 我们搬走吧 她想起昨天那两个男人手里抓着的竹鼠 内心就很不甘心 本来那片竹林就是属于他们的 她也想吃肉啊 再等等 有一秋嘴里嚼着苦涩的野菜 要等到什么时候 有一梦夹着野菜塞进嘴里 又是一天没有肉的开始 我去和他们交涉一下 竹鼠不能让他们全部霸占了 柳一秋尘声道 她不甘心放弃已有的生存资源 如果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没有肉类怎么办 柳一梦翻了一个白眼 用牙齿咬着筷子 发出模糊不清的声音 姐 我觉得 他们不会让步的 你放弃吧 柳一秋沉默了一下 叹息道 就算要走 也要准备万全才行 她知道妹妹的话 对方是胁迫他们合作 意图实在是太明显了 还要准备什么 我们就这点东西 带走就行了 柳一梦眨了眨眼睛疑惑到 她用手示意着 庇护所内的睡袋 军刀和弓箭 最后用筷子 敲了敲面前的钢锅 除了这些 就剩下他们身上 穿着的冲锋衣了 当然是准备一些路上吃的 还得准备好几天的量才行 不然去别的地方 找不到吃的怎么办 柳一秋美好气道 姐 你说的是芒果吗 柳一梦长睫毛抖了抖道 嗯 多摘一些芒果 晒晨干带着 或许搬走了以后 想吃都吃不到了 柳一秋无奈道 柳一梦夹了一大坨野菜 塞进嘴里 狠狠地嚼了起来 说道 那我们赶紧吃完早餐 去摘芒果吧 最好全部摘完 不能便宜了他们 嗯 全部摘完 柳一秋咬牙发狠道 十多分钟后 两人吃完早餐 离开庇护所 去摘芒果 两位美女早啊 你们这是要去干嘛呢 李华安张振华又出现了 手里提着竹鼠 笑着对两姐妹打着招呼 两人还没有死心 昨晚商讨了一下 决定今天再来试一次 也许能日久生情呢 毕竟两人现在不愁吃喝 思想上就会拐弯 姐 我们晚点再出门吧 柳一梦咬牙在柳一秋耳边 嘀咕了一句 随后拉着姐姐进入了庇护所 反手拉上了竹门 李华安和张振华黑着脸 对视了一眼 无奈只能离开了 清晨 楚风云心已经吃完早餐 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少女在营地内晾晒着刚洗好的衣服 楚风则在营地周围的丛林内收集枯树枝 芸心晾好衣服 朝丛林内喊道 楚风 你在哪里啊 楚风听到了声音 连忙扬声回应道 这里 过了一会儿 少女穿着昨天刚做好的兽皮衣钻进了丛林 来到了楚风的身旁 我来帮你了 芸心清脆声说道 弯下腰捡起了树枝 今天要开始烧制那三堵墙了 所需要的木头是大量的 正好 这几天一直是大太阳 丛林内许多树枝都被晒得干枯 收集起来也不是很麻烦 只是会比较耗费时间而已 临近下午 两人搬完最后一趟木头回到营地 在新建的三堵石墙前 堆放着小山一样的木头 这是两人一上午的劳动成果 楚风 这些木头要怎么放啊 芸心好奇地问道 长一点的木头靠着墙壁放 短一点的木头放在房子里 铺在地上就行了 楚风轻声吩咐道 最重要的就是那三堵墙壁了 需要大火烧制 这样才能让黏土淘气化 才能够让石头更加牢固 毕竟 她没有太多时间来烧砖 只能用这种取巧的方法 好 芸心随口应了声 搬着木头 小心地钻进了新庇护所内 两人再度忙碌了起来 小山一样的柴堆越来越少 一个小时后 楚风拍了拍手上的灰尘 在她的面前 新庇护所完全被干燥的木柴覆盖住 这些全部烧完要烧好久吧 芸心甩了甩酸杖的手感叹着 这些木头还不够 烧的过程中还要继续加才行 楚风长吐了一口气 今天恐怕都要在捡木头中度过了 那我去煮点午餐吧 补充一下体力 芸心柔声道 转身进了庇护所 准备午餐去了 导播厅的导演 发现了楚风芸心两人奇怪的举动 连忙吩咐 将观察员的直播间切换了过来 并吩咐何明接话题 何明听着耳脉内导演的吩咐 开始岔开话题 引到了楚风两人身上 让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直播间 观察员直播间的画面切换 楚风芸心两人的直播间切换了进来 诶 诶 楚风这是要做什么 何明惊恶道 愣神看着屏幕里装满木柴的新庇护所 这跟之前看到的不一样啊 这不是要搭建新的庇护所吗 怎么还收集起了木头 吴清月表情呆呆的 一时间想不明白 为什么要这样做 王林同样也惊恶了 皱眉思索起来 何明见王林没有说话 于是扭头看向齐薇婷问道 薇婷 你怎么看 不懂 齐薇婷轻冷道 难道是收集木头用来过冬 吴清月眨着美目 试探性问道 楚风会不会搭建的这个庇护所 是用来存放木柴的 存放木头 王林轻声念着 随后摇了摇头 这个猜测一点也说不通 只是用来放木头就没有必要 费时费力搭石墙了 会不会是用来搭建屋顶的 何明皱着眉头再次猜测到 他看楚风两人的庇护所 现在就差个屋顶了 可这木头也太多了 根本不像是要搭屋顶的意思 特别是还堆码了整个庇护所 这个可能性会比较大 吴清月赞同地点点头说道 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既然我们都不能确定 就接着看下去吧 何明笑着把注意力引导向直播间 众人完全没有往其他方面想去 特别是无人机航拍起 没有把楚风云心两人对话传输过来 观察员们只能靠猜测的 楚风这时转身去找了一些干草 塞进了木柴的缝隙中 待会点火的时候才会容易点 他转身进了庇护所 过了一会儿 手里就拿着一根燃烧着的火把走了过来 这火把烧下去 什么重做都会死光吧 楚风望着石头墙 在里面发现有蜘蛛 他沿着石门预留出来的缝隙 钻进了里面 将塞着的几处甘草点燃 甘草被点着 火焰向周围蔓延 一些干枯树枝也被点燃 开始持续燃烧起来 楚风飞快地从预留的缝隙中钻出 离开了石门 接着他将三堵墙周围的木柴 按照同样的方法全部点燃 木柴被点燃发出爆裂声 火星四溅 熊熊大火包裹着新的庇护所 周围都是乱石堆 所以楚风并不担心 会将周围的丛林点燃 还真是热呀 楚风站在不远处 感受着微风迎面吹过来的热浪 观察员的直播间内 众人都惊呆了 无情月精致的脸上满是惊恶 惊呼道 楚风 他怎么把所有木头都点了 这是什么操作 和明也是梦的 齐薇亭皱下眉 也被楚风的举动弄得琢磨不透起来 难道 王林看着被熊熊大火包裹着的庇护所 脑海中有了一个猜测 无情月炸把这长睫毛 单手撑着下巴 扭过头问道 王老师 你应该知道楚风 为什么这么做的用意吧 和明齐微亭 都转头看向了王林 这让他打死不开口地决定 胎死腹中 楚风应该是想把庇护所里面的墙壁的粘土 烧成半桃状 王林干咳两声 将自己的猜测说了出来 全部烧成半桃状 他的想法很好 这样子新的庇护所会很坚固 就算有暴风雨来了也不怕 王林少见地夸赞了道 海岛的积极转换 他记得 咸月岛在冬天来临之前 可是都会下暴风雨的呀 原来是这样 吴晴月惊异道 完全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操作 楚风的这个想法太棒了 和明惊奇地夸赞道 他被楚风的这个办法惊艳到了 对比其他挑战组烧专实的做法 无疑是楚风的办法更惊艳 也更方便实施 要是我能去野外生存的话 我选择和楚风一做 他实在太聪明了 吴晴月毫不吝惜地夸赞道 他看了这么多天的直播 其他的选手 没有几个是过得比楚风两个人好的 而且楚风这里居然有肥皂 每一餐还都有肉吃 和明刚端起了水喝了一口 听到吴晴月的话就被呛到了 何老师 你没事吧 吴晴月连忙问道 没没事 和明摆摆手连忙起来 齐薇婷抿了抿嘴 双眼微眯起来 瞥了一眼和明收拾桌面的囧态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菲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 大白妖 演播 根号十八 云心从庇护所出来 美目内有着惊叹 说道 好大的火啊 楚风往后退了几步 再到少女的身旁倒 火大才好 这样烧出来的墙壁才更结实 黏土温度高就会桃化 这相当于把整个庇护所 当作一件淘气来烧 云心看着被点燃的庇护所 有点担心地问道 可是这样 会不会让别的挑战组的人 发现我们在这里啊 他仰头看天 火焰燃烧木柴产生的灰色浓烟 飘向了高空 应该不会吧 楚风也不确定道 这一点他倒是也没有想到 这么多的木柴被点燃 浓烟是避免不了的 他现在就希望不要吸引太多挑战者过来 要是来的人不怀好意 就赶走他们 云心握着小拳头 娇憨地轻哼了一句 他觉得现在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两人这样一直下去也不错 不想有人来打扰 好 赶走他们 楚风倾笑着摸了摸少女的脑袋瓜 赶快去吃午餐吧 我们接着去收集木头 云心脸微红 小手推着楚风的后背往庇护所走去 楚风嘴角勾起 反手勾住了少女的肩膀 柔声道 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再去 好 云心脸色羞红轻声道 半个小时后 楚风两人吃完午餐又进了丛林 继续收集木头 这次他们走得更远了一些 楚风站在一棵枯死的大树下 伸手拍了拍树干说道 这棵树应该死了好多年了 砍回去烧了吧 他决定砍一些大一点的木头回去烧 这样子才能够烧得更久 大树完全干枯了 通体呈灰白色 还有一点腐朽 大概有七八米高 云心正弯着腰捡着树枝 抬头的时候 还看见有几只蜜蜂在头顶飞过 他惊讶地问道 楚风 你看 那是不是蜜蜂啊 蜜蜂 楚风眼睛一亮 朝少女指的方向看去 连忙问道 云心 哪里有蜜蜂 那里呢 刚刚有几只飞过去了 云心抬手指着 不远处的灌木丛道 走 过去看看 楚风出声道 大踏步朝少女指的方向走去 云心连忙跟上了楚风的步伐 追问道 楚风 是不是会有蜂蜜啊 这里可以看见蜜蜂 那就意味着 可以找到蜂巢和蜂蜜 追上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楚风的确是要找蜂蜜 蜂蜜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 它可以补充营养 增强人的免疫力 熬夜后喝一杯蜂蜜水 可以缓解疲劳 改善人的精神状态 最重要的是蜂蜜可以补充体内消耗的糖分 糖分作为人体三大营养物质来说 对人体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楚风两人从登岛至今 就很少吃到有含糖的食物 体内的糖分被消耗得难以得到补充 时间一久 身体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这个时候 蜂蜜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它里面还有丰富的果糖和葡萄糖 对人体是有极大好处的 可以补充人体消耗的糖分 这也是楚风听到有蜜蜂之后 立即追寻的原因 在系统得到的身体强化食补配方中 就有好几种配方 是需要用到蜂蜜的 他打算 修建完新的庇护所 就要继续寻找食补配方中的食材 用来提升两个人的体质 二十多分钟后 两人放慢了脚步 在他们的前方 能够看到有许多的蜜蜂在空中盘旋 好多蜜蜂啊 蜂潮一定很大 芸汐压低声音说道 蜂蜜肯定也很多 楚风轻笑出声道 那么多蜜蜂要怎么办 我们都没有防蜂服 芸汐看着那群成全的蜜蜂有些害怕 要是被一群蜜蜂围住 恐怕整个人都会中一圈 楚风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随后叮嘱道 你在这里别动 我过去看看 不行 太危险了 要去也是我和你一起去 芸汐美目一瞪摇头道 放心 我只是过去看看情况 不会轻举妄动的 楚风用手摸了摸芸汐的脑袋瓜 安抚道 何况你这么好看的脸蛋 要是不小心被遮上了 到时候就肿得跟猪头一样了 讨厌 芸汐翻了翻白眼 担心地叮嘱道 那你自己要小心一点 看一眼就回来 她还真担心会被遮成猪头 可又不放心楚风 放心 无认识那种蜜蜂 毒性很小 只要不是被盯上百八十次 就不会有问题 楚风给少女又打了一针强心剂 无论什么蜜蜂 她的尾针都是有毒的 只是毒性大小的区别 毒性小的蜜蜂 遮人只会伤口红肿 更厉害点的 会导致头晕发烧 除非遇到毒性极强的蜜蜂 被遮伤才有可能导致休克和过敏死亡 比如胡风和杀人风 芸心撅着嘴妥协了 严肃脸叮嘱着 那你不要扣他近 一有危险就跑 我知道了 楚风认真地点了点头 她将自身的气息隐藏起来 小心地往前走去 看不见我 楚风挑了挑眉 靠近发现那些蜜蜂完全忽视了她 仿佛是把她当作了树木一般 她内心猜测着 看来是隐匿气息起的作用 她走了三四分钟 穿过丛林发现了一块五六米高 三四米宽的石头 石头的缝隙中 有一个脸盆那么大的蜂巢 好大的蜂巢啊 楚风双眼发亮盯着蜂巢 蜂巢挂在石头两米高左右的位置 周围有成群的蜜蜂正在飞进飞出 这是一种浑身土黄色的蜜蜂 在尾部有两圈黑色的纹路 每一只大概只有花生那么大 但数量非常的多 这么大的蜂巢 蜂蜜应该也很多 看来得回去准备一下才行啊 楚风嘴里念叨着 视线在周围扫视起来 楚风的视线一顿 在巨石的不远处 看着了一大坨粪便 还有一些杂乱的脚印 她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 蹲下身看着那些杂乱的脚印 熊的脚印 楚风眉头紧皱 她伸手摸着那些脚印 对比着脑海中的知识和画面 最少是今天早上留下的脚印 今天熊来过了 楚风站起身 视线扫视周围一圈 随后快步地离开了这里 往少女的位置走去 芸心一直站在原地 双眼注视着楚风消失的方向 内心焦急地等待着 我回来了 楚风的身影从灌木丛中钻了出来 楚风 你没事吧 芸心靠近楚风 双眼仿佛扫描仪一样 扫视着她的全身 没事 好得很 楚风倾笑一声安抚道 芸心小手拉着楚风的身体晃来晃去 抬起她的手仔细查看着 还拉起衣服 看里面有没有被蜜蜂钉到 她亲自查看了一圈 没有发现伤口后才松了一口气 怎么样 有什么发现吗 芸心这才问起收获 看见了一个蜂巢 蜂蜜应该是有不少 只是我发现了点东西 楚风严肃脸道 芸心好奇心被勾起 连忙追问道 发现了什么 楚风扭头扫尸眼四周 叹了口气 发现了熊的脚印和粪便 芸心瞪着美目惊呼一声 连忙催促道 那我们快走吧 蜂蜜不要了 别担心 我观察过熊市早上来的 楚风冷静地分析说道 回去拿点东西过来 把蜂蜜给割一下回去 芸心皱着好看的眉头反问道 不行 还是太危险了 万一熊来了怎么办 楚风伸手揉开少女紧皱的眉头 柔声道 我们回去戴上火把和弓箭 小心一点就没有问题 她还在想 要是可以的话 把熊傻了 那样就有熊大衣可以穿了 可是 芸心撅着嘴 还想说些什么 放心会没事的 楚风脸上挂着自信的笑容 笑着说道 我们回去吧 木头应该快烧得差不多了 两人回到原先的位置 把已经收集好的木头捆起来 拖着往营地走去 楚风和芸心回到庇护所时 木头已经烧了三分之二了 火势依旧很大 原本黄色的黏土 现在已经全被烧成了黑色 两人将收集到的木头 放在了三面墙的周围 火焰瞬间将其吞没 走吧 趁现在还早 割完蜂蜜还可以再拖点木头回来 楚风沉声道 他和芸心从庇护所内出来 手里拿着柴刀 火把和火种 主攻 芸心抱着桃冠 跟在后面念叨着 千万要小心啊 发现熊我们就跑 芸心 独自一个人遇到熊的时候 千万不能跑 人是跑不过他的 楚风摇摇头道 遇到熊千万不能跑 他会视作是一种威胁和挑衅 别看熊的身体很笨重 但实际上 他全力奔跑起来时 时速可以达到四十公里每小时 而且耐力十分惊人 全速状态下 奔跑几十分钟都不休息 那就爬树 它那么重 应该爬不上去的 芸心撅着嘴继续说道 熊也会爬树的 而且爬得很快 楚风接着摇头 那 那就和他打一架 芸心气急 口不择言道 楚风嘴角上扬 赴黑道 熊一巴掌可以拍裂我们的脑袋 当场死亡那种 那我们要怎么办 芸心黑着脸问道 可以踮起脚尖 尽量让自己的身体显得高大一点 然后凶狠地盯着他的眼睛 楚风翻找着脑中的知识说道 体型大小的突然改变 确实会让许多动物产生疑惑和动摇 从而止步不前 或者选择离开 如果熊没有被吓跑 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保持这种姿势 然后面对着熊倒退着慢慢走开 有一定的几率能成功逃走 网上流传这么一种说法 就是遇到熊躺在地上装死就不会有事 事实上有时候这个方法会让你死得更快 因为熊是杂食动物 除了水果和坚果之外 有时候他们也会吃死去和腐败的动物 芸心嘴角扯了扯 翻着好看的白眼 悠悠开口道 这样做是晚三秒被吃掉吗 楚风扯着嘴角苦笑一声 满脸的尴尬 两人的直播间内 观众弹幕飞快地刷了起来 楚风要去采集蜂蜜 别忘了熊最喜欢的就是蜂蜜 楚风被小萝莉怼得乌烟已对了 还是不要去了吧 要是遇到熊怎么办 遇到熊可以按照楚风说的办法做 还真有一定几率可以逃脱的 要是没用 是不是真的就和小萝莉说的一样 晚三秒钟被吃掉啊 遇到熊可以躺在地上装死 你以为遇到的是熊二和熊大那两头含熊吗 怎么一天没见 楚风就要带着小萝莉去给熊送快递肉餐 芸心走快两步和楚风并行着 他拉着一张脸扭头盯着楚风的侧脸认真道 楚风我们不要蜂蜜了去捡木头吧 放心我有把握 楚风举着手里的火种说道 真遇到熊了可以用火吓它 芸心眯着眼睛狐疑地问道 有用吗 当然 这些都是我从电视上学来的 楚风拍了拍胸膛自信道 实际上 这些都是系统传输的知识 熊是怕火和强光的 可以用火光下跑它 熊的势力也很差 其实可以点燃枯草 形成大量的浓烟 阻挡熊的视线 再往顺风的方向逃离 让熊的嗅觉找不到沿途的气味 就有很大的几率能逃走 好吧 还是让小心点的 芸心叹了一口气 不再反对了 毕竟反对也无效 两人沿着痕迹往前走 很快就回到了原来 发现风群的位置 芸心 你在这里等着 我很快就回来 楚风接过少女怀里的陶冠 芸心皱着精致的眉头 叮嘱着 你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你不回来 我就不走了 放心吧 我一定会安全回来的 楚风认真回应道 他在周围抓了一大把枯草 随后点燃火把 往蜂巢的方向走去 芸心咬着下唇站在原地 注视着楚风的背影 消失在灌木丛中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 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 大白妖 演播 根号18 楚风小心翼翼地靠近了蜂巢 视线往四周看去 并没有在地上发现新的熊脚印 内心的紧张少了一丝 他其实现在也并不想碰到熊 毕竟匆匆忙忙准备得还不够齐全 真的遇到熊就只能想办法逃跑了 火把还没有靠近蜂巢时就先点燃了 火的出现吸引了周围蜜蜂的主意 蜂群有些混乱起来 盘旋在楚风的头顶 他来到巨石下 把陶罐放在一旁 蹲下身 用手里的火把将枯草点燃 枯草快速地燃烧起来 大量的浓烟向上飘去 楚风举着枯草在头顶摆动着 将那些盘旋在蜂巢周围的蜜蜂赶走 蜜蜂遇到浓烟开始失散开来 有的已经晕乎乎地乱窜 甚至掉落在地 浓烟熏了一会儿 楚风将枯草放在了蜂巢旁 让浓烟持续飘荡在巨石边 楚风举着柴刀 勉强勾搗到了蜂巢 他一咬牙 跳起身来 用柴刀直接将蜂巢削下了一大块来 蜂巢坠落下来 掉在了地上 金黄色的蜂蜜 从蜂巢的缺口处流淌而出 往地面低落而去 楚风眼几手快地抱起桃冠 将那块蜂巢装了进去 同时将桃冠放到了蜂蜜低落的下方 直播间的观众再度沸腾起来 弹幕不断地刷着 唯一有卧槽才能表达心中的点赞 不要命了吗 那么多蜜蜂就敢直接现场取灭 我已经可以预见 楚风的脸变成猪头了 好可怕我都不敢看了 小魔女 鱼翅乘188 楚风 小心点啊 楚风现在不知道直播间内发生了什么 也没有那个心思知道 此时的他尽全力地隐匿着自己的气息 躲在巨石旁 看着金黄色的蜂蜜 化作一条金色的丝线落入桃冠中 风群疯狂了 但不敢靠近风潮 周围的浓烟熏得他们找不到方向 楚风甩了甩双手 嘴里抽着冷气倒 还真是有点疼 他的双手被遮了三四下 已经有一些轻微红肿了 金黄色的蜂蜜不断滴落着 三四分钟后 蜂蜜滴落的速度才变得慢了下来 开始一滴一滴地往下滴 到最后隔几秒钟才会滴落下来一滴来 楚风犹豫了一下 没有将剩下的半个蜂巢取走 准备留到以后再来取 他站起身 用准备好的树叶将桃冠封住 随后捡起地上的火把 抬脚将地面点燃的树叶采灭 楚风抱着桃冠 飞快地朝少女所在的方向跑去 嘴里嚷嚷着 芸心快跑 蜜蜂来了 在他的身后 有几十只蜜蜂追着 楚风只好继续挥舞着手里的火把 芸心远远地就听见楚风的声音 当视线中出现他的身影后 才转身飞快地往庇护所跑去 十多分钟后 两人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 身后已经没有蜜蜂追来了 芸心双手撑着膝盖 半弯着腰侧头望向楚风 喘着粗气 断断续续地问道 楚风 你没事吧 没事 就是有点累 楚风双肘撑地 喘着气坐在了地上 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 少女双眼打亮着楚风 从头到尾扫视着 她美目以宁立刻走了过去 拉起楚风的手检插着 芸心咬着下唇 看着楚风双手上的红肿 柔声地问道 会不会很疼啊 有一点点而已 楚风轻笑道 芸心美目一瞪 鼻子有些发酸沉声道 你还笑 手都快肿成猪蹄了 没事的 回去用肥皂水冲洗一下 再找点药草敷着 很快就会好 楚风站起身 拍了拍屁股沾着的灰尘 随后弯下腰抱起了桃冠 蜜蜂的毒是酸性的 而肥皂水为碱性 两者是可以中和的 把桃冠给我 手都这样了还逞能 芸心翻了翻白眼 连忙接过桃冠 走吧 我们先回去再说 楚风善善地甩了甩手 她被蜜蜂遮了几下 还真别说 真的很疼啊 几分钟后 两人回到了营地 坐着别动 我帮你弄点肥皂水 芸心严肃脸 指着水槽边的石头 好 楚风乖乖地坐在了石头上 过了一会儿 芸心端着肥皂走了出来 从里面抠了一点肥皂 融化在另外一个桃碗内 我帮你冲洗一下 芸心抿了抿嘴道 抓着楚风的手 就要把肥皂水淋了上去 等一下 好像有两个伤口里面 有蜜蜂的尾刺 需要先弄出来才行 楚风摆摆手 阻止了少女的动作 在哪里啊 芸心愣了愣 连忙放下逃婉 焦急地抓着楚风的双手 翻看着 楚风额头流汗 轻声提醒道 在手腕关节处 看到了 你别动 我来吧 芸心轻声道 她立即起身 小跑向了荆棘围栏 从上面掰了几根荆棘刺下来 没有针 只能用这个代替了 芸心咬着下唇 小心地帮楚风 挑着皮肤里面的蜜蜂尾刺 过了一会儿 两根尾刺都被少女挑了出来 楚风嘴角带笑说道 舒服多了 先肥皂水清洗一下 芸心按着楚风的手 将伤口的位置露出来 她端起桃碗 将肥皂水 一点点倒在了楚风的手背上 感觉好多了 没有那么疼了 楚风出声道 原本还想去找一点药草敷一下 现在倒觉得不用了 那就再洗一次 芸心松了口气 接着又抠了一块肥皂 画进了桃碗内 一点点冲洗着楚风的双手 这时候 她才不去想 省不省肥皂的问题了 直播间内 观众将这一幕幕看在了眼里 我突然也想被蜜蜂遮一下了 想让小萝莉帮我挑刺 楚风是怎么做到的 没有穿防风服 竟然只是被遮了几下而已 怎么做到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一幕好有爱啊 楚风运气真好 竟然没有遇到熊 是很遗憾啊 前面那位 我看你倒像一头熊 比熊二还二的那种 小萝莉 我也被遮了 帮我也看一下吧 下午 临近傍晚 天色已经有些发挥 柳一秋和柳一梦 此时正在摘着芒果 姐 那两个人好讨厌啊 柳一梦仰着头 手里拿着竹竿 敲打着树上的芒果 嘴里说着今天发生的事 两人原本早上 就打算出发摘芒果 结果就遇到了 李华安和张振华 为了不让他们 发现芒果树的位置 两人又只好回了庇护所 等他们不在的时候 再去摘芒果 但是两人没有想到 只要他们一出门 李华安和张振华 就会准时出现 无论他们走到哪里 就会跟到哪里 他们抱着想要 好好谈合作的借口 一直跟在他们身后 怎么都赶不走 这让柳一梦柳一秋 既愤怒又无奈 两人只好在周围 找了一些野菜 就匆匆回到了庇护所 直到下午临近傍晚 两人才找到了机会 背着竹篮拿起竹竿 来到芒果树的位置 好了 天快黑了 快点时间摘吧 柳一秋在旁边 捡着芒果 想到那两人的 所作所为 也是感到头疼 柳一梦把竹竿一丢 撸起袖子 跃跃欲试道 姐 我爬上去摘吧 速度快一点 芒果树上 已经有些芒果熟透了 用竹竿敲打 掉落下来就会摔烂 那样根本储存不了多久 好 你小心点 柳一秋轻声叮嘱的 放心 我以前爬过树 柳一梦双手抱着芒果树树干 双脚蹬着树干往上挪去 她以前和其他的弓箭爱好者们 一起去野外玩过 经常爬到树上摘野果吃 柳一秋嘴角扯了扯 嘴里憋着笑 她看着柳一梦 此时像狗熊爬树一样的姿势 一天的郁闷顿时少了许多 柳一梦扭头看到 有些许发呆的柳一秋嚷嚷道 姐 你在干嘛 还不帮我推一下屁股 我过不着 她已经爬到了一米多高 距离下一根树枝还有一段距离 来了 柳一秋抿着嘴 走过去双手拖住了柳一梦的翘臀上 努力地往上推着 最后鬼使神拆地捏了一下 两三分钟后 柳一梦顺利地爬上了树 站在了三米高的树叉上 一只手紧紧地抱着树干 她俯视着树下的姐姐 撅着嘴问道 姐 你刚刚是不是偷偷地掐我屁股了 没有 柳一秋嘴角微扬说道 对于这种事她才不会承认呢 不过妹妹的翘臀比自己要大一些呢 真的吗 柳一梦半眯起眼胡一道 当然是真的 柳一秋翻了翻白眼 美好气道 好了 赶紧摘芒果 天快黑了 那你在下面接着啊 柳一梦连忙道 伸手将一旁够得着的芒果随手摘下 好 柳一秋伸手接着 一颗芒果从她的手指尖划过坠落 姐 刚刚那颗是熟的 都摔烂了 柳一梦嚷嚷着 再来 柳一秋善善道 姐 这个一定要接住 又大又黄 肯定很甜 柳一梦从头顶摘下一颗黄透的芒果喊道 柳一秋高举双手 一本正经地说道 没问题 我准备好了 柳一梦松开了手 芒果依照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往下落去 没有意外地 再次从柳一秋的手指尖划过 姐 柳一梦黑着脸喊道 柳一秋望着地上已经摔烂的芒果 不甘心道 再来 姐 秋放过 最后一次 太阳快消失的时候 柳一梦才将树上的大部分芒果摘完 装了满满一大竹篮 快下来吧 天花黑了 要回去了 柳一秋仰头说道 他的脚下 七八个已经摔烂的芒果安静地躺在那里 仿佛在控诉某人的反应能力 装在篮子里的芒果大多数还是轻的 现在只剩少数几个熟的芒果 好 柳一梦随后应导 抱着树干缓缓转身准备下树 突然 她发现在远处的山丘的另一边 有浓烟飘荡着 姐 那边有浓烟 柳一梦喊道 手指着远处的山丘方向 浓烟 我这里看不到啊 柳一秋眉头微皱 抬头看向远处 却什么都看不见 她现在站在树下 视线全部都被树叶挡住了 看不见远处的景物 就山丘那边 柳一秋描述着自己看见的位置 应该是其他的参赛选手 你先把位置记住 柳一秋猜测道 如果山丘那边真的有其他参赛选手 或许那边会是接下来的一个好去处 经过今天发生的事 柳一秋就已经下定决心 带着自己的妹妹迁移了 找到另外一个地方继续生存 她唯一怕的就是 如果那边的挑战者 也跟这边的两个人一样的德行 那就太糟糕了 记住了 柳一梦回应道 慢慢地扭身抓着树干往下挪着 柳一秋看着妹妹 再度像狗熊爬树的样子 忍不住开口叮嘱道 你小心点 别把胸磨平了 本来就不大了 闭嘴 我可是还会发育的 一定会赶超你 柳一梦嘟着嘴嚷嚷起来 柳一秋淡淡地捕刀说道 你没机会的 五六分钟后 在柳一秋的帮助下 柳一梦安全地从树上爬了下来 柳一梦拍了拍手上的树皮渣 恶狠狠地说道 姐 你说 我们要不要把树也砍了 她是一点东西都不想留给那两个男人 不用 芒果树一般每年只结一次果 除非这里气候温暖 才有可能再结一次 柳一秋摇摇头道 她在学校看过一本书 里面提及的就是关于芒果结果的次数 一般来说 芒果树一年只会结果一次 除非是所在的地方常年气候温暖 才会反季节的结果 出现第二次 甚至是第三次开花结果 那估计不会结果了 冬天都快到了 就是不知道这里会不会下雪 柳一梦说着搓了搓手臂 临近晚上 她已经感觉到越来越冷 这意味着闲月岛的冬天就快到了 下雪 应该不会吧 柳一秋皱着眉头 沉默了一下说道 节目组应该不会那么没人性的 毕竟两个人都没有过冬的衣服 如果还遇到下雪天气的话 十有八九坚持不下去就会被淘汰 直播间内 观众听到这句话都笑了起来 不 你错了 节目组就是这么没有人性 真的会下雪吗 那他们怎么办 都没有羽绒服保暖 咸月岛不止会下雪 还有暴风雨呢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咸月岛迎来了夜晚 从高空俯视整座咸月岛 可以看到灵性的一点火光 那是参赛选手升起的火堆 芸心正在庇护所内做着晚餐 今天她煮了鱼和野菜木耳一起熬成鱼汤 准备给楚风补补 楚风正在乱石堆 给燃烧着的新庇护所添加着木柴 两人取完蜂蜜回来 处理完伤口后就继续去收集木柴 原本芸心是不答应的 但楚风的手经过肥皂水冲洗之后 消肿了许多 最后她才妥协了 再烧两个小时应该就差不多了 楚风将手里的木头 通过石门丢进了新的庇护所内 在她的身后 还堆积着许多木柴 这些是两人在夜晚来临之前收集到的 足够燃烧两个小时了 明天还得再出去一趟才行 楚风嘴里轻声念着 她准备用木头搭建屋顶的框架 再用香蕉叶 粘土之类的来做屋顶 这些东西都要去收集 楚风 可以吃晚餐了 芸心的声音从庇护所内传出 来了 楚风拍了拍手上的灰尘硬道 她回到庇护所内 芸心已经用桃碗盛好了鱼汤 还用野莓酱做了一盘凉拌野菜 芸心把筷子递给了楚风揉声道 快坐吧 楚风坐在火堆旁的木凳上 端着桃碗喝了一口鱼汤 她轻笑着赞叹道 手艺一如既往的好 好吃你就多吃一点 芸心笑颖迎道 她望着楚风端着桃碗的手 担心地问道 楚风 你的手感觉怎么样了 不痛了 你看都已经消肿了 楚风伸出左手晃了晃 啊 好像是没那么肿了 芸心拉着楚风的左手 惊讶地翻来覆去地查看 半个多小时后 两人吃完晚餐围坐在木桌旁 楚风把装有蜂蜜的桃罐拿了出来 用筷子将里面的蜂巢落出 在桃罐内剩下的是金黄色而粘稠的蜂蜜 有桃罐的三分之一那么多 好香啊 芸心耸了耸鼻子说道 这可是纯正的野蜂蜜 用温水泡点喝吧 补充一下糖粉 今晚也会睡得好一点 楚风把蜂巢放在了桃盘上 用筷子把上面还未破裂开的蜂巢戳破 让里面的蜂蜜流出 蜂蜜最好用温水冲泡 水温不能超过六十度 温度过高 会破坏其内的养分 最好将水温保持在四十度左右最佳 好 芸心点头硬道 她端来两个桃杯 用竹勺在桃罐内咬了一点蜂蜜 倒在桃杯内 又从桃罐内咬了一点温水 倒进去搅拌着 啊 芸心端起桃杯喝了一口 发出悠长的感叹声 满足地开口说道 好甜啊 女孩子都喜欢吃甜食 少女也不例外 每天晚上睡觉都可以喝一点 对皮肤好 还有一定的丰胸 楚风 楚风习惯性地开始科普 说到后面 连忙尴尬地杀住了车 芸心脸色微红 眯着眼睛狐疑地问道 真的吗 蜂蜜水真好喝 楚风尴尬地干咳两声 喝着蜂蜜水转移着话题 少女美目瞪了楚风一眼 然后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胸口 接着将手里的蜂蜜水 三两口喝完 直播间内的观众们 都开始沸腾起来 一条条弹幕飞快地刷着 楚风说的是真的吗 喝蜂蜜可以疯凶 不管了 我要去试一试 我要做一个 昂首挺胸的真女人 小萝莉相信了 看来她也很在意 自己的大小啊 小魔女 小鱼是成八十八 我先去试试 有效果 再来打赏一波 平兄怎么了 平兄我骄傲 我为国家省不了 秀出现了啊 赶紧赐作 楚风喝完蜂蜜水后 看着桃盘内的蜂巢 里面的蜂蜜 已经全部都流出来了 将盘内的蜂蜜 倒进桃罐 剩下一个蜂巢 这个蜂巢 就是用来熬蜂蜡的吧 芸汐望着盘内的蜂巢说道 她在孤儿院时 看过院长奶奶制作过蜂蜡 原材料用的就是蜂巢 嗯 可以 楚风笑着点头道 眼前的蜂巢可是好东西 熬成蜂蜡后也是可以食用的 还可以做成蜡烛食用 蜂蜡是蜂巢加工提纯得来的 纯天然的蜂蜡是可以食用的 具有一定的止氧止痛效果 还能够补养气血和美容养颜的作用 它能够让人的皮肤变得细嫩 面色也会变得越来越红润 我来弄吧 这个我会 芸心举着手跃跃欲试道 好 那我去给石墙添点柴 楚风气伸出了庇护所 这个钢锅还是太小了 得把蜂巢挤一挤 不然可能放不下 芸心嘴里念着 双手拿起蜂巢用力挤着 不一会儿 蜂巢被按压成团放进了锅内 少女往里面加了点水 直到没过蜂巢为止 芸心把火烧得很旺 过了几分钟 钢锅内的水就开始沸腾起来 蜂巢慢慢融化了 全部化进了水中 钢锅内的水原本是清澈的 现在变成了乳黄色 还有一些杂质浮在里面 要等它冷了才行 脏东西才会沉下去 芸心自言自语着 小心翼翼地将钢锅端起 放在了桌面上冷却 蜂巢内有许多杂质 少女把漂浮在热水上层的杂质捞出 只要等热水冷却之后 蜂蜡就会凝固 十多分钟后 楚风回来了 她将剩下的木柴都丢进去燃烧 进行最后的烧制 芸心怎么样了 楚风好奇地问道 等它冷却之后 就可以得到风辣了 芸心指了指钢锅中 乳黄色的液体道 那就先去洗漱吧 水温没有那么快降下来的 楚风看着钢锅内的水轻声道 好 芸心清脆声应道 今天收集木头也流了一身汗 黏糊糊的 很不舒服 清晨 阳光照进楚风芸心两人的庇护所内 楚风咧了咧嘴 睁开了眼睛 打了一个哈欠 扭头看着靠在自己胸口的少女 新的一天开始了 她轻轻地挪开少女 小心翼翼地从睡袋内钻出 穿好了裤子和鞋子 脉步走出了庇护所 签道 楚风在脑海内下着命令 一道虚拟的屏幕从眼前弹出 那代表22号的日期亮了起来 她来到木棚内 看向钢锅内的水 在上面漂浮着一层黄色的凝固物 这就是疯腊了 还有一点杂质再熬一次好了 楚风看着已经凝固的疯腊 里面还掺杂有一些杂质 她蹲下身子 钢锅内换上新的水 将疯腊掰成几块 重新放进锅内 火已经熄灭了 自从有了荆棘的保护 她就不用首页看火了 楚风用钻木取火的方式 将火堆点燃了起来 再度熬起了疯腊 进行第二次锯除杂质 她起身伸了一个懒腰 推开荆棘大门 走到水槽旁 双手捧起冷水洗着脸 清晨的水很冷 让她精神一震 楚风用手搓了搓脸 把挂在脸上的水珠抹掉 迈步走向新的庇护所 映入她眼帘的是一片漆黑 地上堆满木头 燃烧号形成的黑色木炭 三堵石墙完好无损 只是墙壁通体变成了黑色 这要是清洗的话 还真是费时费力了 楚风脸上有着苦笑 地面的木炭堆成了小山 墙壁表面也沾满了黑色的灰尘 这些之后 都是要全部清理出去的 楚风踩着木炭靠近了石墙 伸手敲了敲 发出了咚咚的闷声 石墙表面的黏土 已经被烧成了半桃花 变得坚硬起来 看来是成功了 楚风嘴角勾起满意的笑容 围着三堵石墙转了一圈 她手不停地敲击着墙面 发出的都是石心的闷响 楚风 烧得怎么样了 成功了吗 芸心顶着杂乱的头发 穿着草鞋小心翼翼地 踩着木炭来到她的身旁 很成功 全部半桃花了 以后下雨也不用怕强倒了 楚风笑着说道 看起来很结实 芸心伸手敲了敲石墙 美目扫视着周围乌漆麻黑的一片 翘脸充满苦笑道 看来有的忙了 楚风嘴角上扬 将手搭在了少女的肩上 柔声道 我待会儿做一下扫吧 嗯 那我先去做早餐了 吃完才有力气干活 芸心微红着脸 小心地踏着木炭回庇护所去了 楚风看着少女害羞的模样 一天的心情都好了许多 她走向丛林 抱着一堆折断的树枝回来了 都是树木末端的枝条 左扫把很简单 把枝条折断的那一端用绳子捆住 再用一根削尖的木棍穿进去 简易的扫把就做好了 楚风按照同样的方法 又做了一把出来 准备用来清洗新庇护所的地面 现在要做的 是把大块的木炭全部清理走 剩下细小的炭渣 就可以用扫把清扫干净 楚风转身回到了庇护所内 过了一会儿 她拎着两个竹篓走了过来 弯腰把大块的木炭 全部装进竹篓内 装满后 她一手拎着一个竹篓 将里面的木炭 倒在了不远处的空地上 这些木炭楚风准备留着 以后捣碎了埋进土里当肥料 可以用来种植一些野菜等植物 将近一个小时后 楚风才将所有的大块木炭 全部清理走 剩下的一些都是一些炭渣 需要用到扫把来清扫 这些她准备等屋顶 搭建好了之后再继续清理 否则搭建屋顶时 又会变得很脏 索性到时候一起清理了 芸心在庇护所内扬声喊道 楚风 可以吃早餐了 来了 楚风随口硬道 拍来拍已经全部染黑的手 苦笑了一声 转身去了水槽边清洗 她洗完手 回到庇护所吃起了早餐 少女早上做了鹿肉炖木耳 还有一条熏鱼 半个多小时后 两人吃完早餐 背着竹篓出门了 这次要去割一些椒叶回来 还要再摘一些木耳 楚风还打算找一找 有没有鸡油菌 再做一次食补 给两人补一下身体 一个多小时后 楚风带着芸心来到了山丘处 芸心 你在这里摘一些木耳 顺便看看有没有鸡油菌 楚风把竹篓里的獠牙短刀 递给了少女 开口道 我去割郊夜 你自己小心一点 不要走远了 她多叮嘱了一句 有事就大声喊我 好 芸心乖乖地点头 接过短刀在附近找起了木耳 楚风转身走向了野椒林所在的沟壳 小心地跨过地上的乱石 来到野椒树的面前 抬头望着树上的野椒 发现有一串野椒已经泛黄了 砍回去放两天就能吃了 楚风嘴角带笑 提着柴刀将泛黄的那串野椒割下 放在了竹篓内 她查看了一下其他的野椒 都还是青色 要过几天才能收割 楚风把竹篓放在一旁 挑选宽大的椒叶割了起来 每一株香蕉都只割了四五片叶子 留下一些 让野椒能进行光合作用 将近半个小时 楚风才将所有的野椒树割了一遍 椒叶用带来的绳子捆好 放在了一旁 她转身走出了沟壳 双眼看向四周 找寻着少女 楚风 你看我 找到了什么 芸汐的声音在前方传来 什么 楚风闻声走了过去 几分钟后 她来到少女所在的位置 楚风 这里有好多的鸡油菌啊 芸汐看见楚风后 惊喜地喊道 指了指自己的身后 在少女的身后 有一株巨大的树木 在树木底下 长有七八株鸡油菌 每一株的长相都很好 通体金黄色 你真是我的小福星啊 楚风振奋道 这么多鸡油菌 已经足够做好几次食补了 她蹲下身 小心地将那些鸡油菌 全部采摘下来 我还采了一些木耳 芸心笑盈盈地转过身 示意着自己背后背着的竹篓 她的竹篓已经装得半满了 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野菜 木耳 其中还有许多都是食补需要用到的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大白妖 演播根号18 楚风看着少女炫耀的模样 脸上露出宠溺的笑容 她揉声说道 走吧 可以回去了 好 芸心笑着硬道 几分钟后 两人回到了野椒林所在的沟壑 楚风又割了几块野椒树皮 准备带回去做麻布衣 芸心看着竹篓内放着的一串野椒 竟喜道 嗯 野椒已经开始熟了 回去放两天就能吃了 楚风说着 背起装有野椒的竹篓 另外两只手分别抱着野椒叶 牛头对少女说道 走吧 远路返回 芸心皱着好看的眉头 别忙道 我帮你拿一些吧 不用 椒叶很轻的 楚风笑着拒绝 双手夹着椒叶往前走去 真是的 又扯呢 芸心撅着嘴 跺了跺脚追了上去 两人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 这次走了一个半小时才回到了营地 楚风将野椒叶放在了石墙旁 抬头打亮着新庇护所 今天要开始建房顶了吗 芸心帮忙把楚风背后的竹篓放下 野椒还是很有分量的 这一串 结有二十多个小野椒 嗯 下午吧 先做午餐吃 楚风轻笑道 今天找齐了做食补的材料 打算先做出来一些补一补 下午才有力气干活 好 那我去做午餐 芸心乖乖地点头 转身要往庇护所走去 今天午餐我来做吧 楚风叫住了少女开口道 嗯 芸心停下脚步 惊讶道 你来做午餐 嗯 今天我下厨 楚风轻笑着 伸手弹了一下少女的额头 没好气道 至于那么惊讶吗 她要做食补 现在食补配方 还不能告诉少女 特别是在镜头之下 你这是来抢我的工作啊 芸心挑了下眉头 也遇到 那你就休息一下吧 楚风轻笑道 不行 你做午餐了 那我做什么 芸心撅着嘴不乐意道 好了 你把木耳洗一洗晒干 还有鸡油圈也要烘干 这样才能储存酒 楚风笑着指了指 竹篓里面的木耳和鸡油圈 好吧 芸心愣了愣 点头硬下来 她提着竹篓去了水槽边 确实对于楚风下厨感到很新奇 之前在出租房的时候 两人也是谁有空谁下厨 只是来到了荒野 两人很有默契地分工 少女力气比较小 做一些轻松的活 楚风内心松了一口气 转身进了庇护所 她熟练地生活烧水 等水开了之后 按照上次食补配方中的烹饪要求 将一些难煮的食材 按照规定的分量和顺序丢了进去 十多分钟后 锅内的汤变成了绿色 里面有太多种类的讨药和野菜 楚风用竹刀搅拌着 这次鸡油菌木耳比较多 一股淡淡的香味飘荡出来 好香啊 芸心甩着手上的水渍被香味吸引了进来 差不多可以吃了 楚风轻笑道 已经把所有的材料都放进去了 剩下的就是靠火候慢熬 楚风 你做的是不是 我感冒那天吃的野菜汤 芸心耸了耸鼻子吸了一口香气 她敏锐地立即认出来 那天感冒吃的野菜汤让她印象深刻 你的鼻子倒是挺灵的 都快比得上猎犬了 楚风轻笑着点点头 从竹筒里倒了一点盐浸锅内 再度搅拌了一下 开口道 嗯 可以吃了 她端起桃碗盛了一大碗递给了少女 芸心双手接过桃碗 低头喝了一小口 美目发亮地赞美道 好喝 和鸡汤一样 那就多吃点 楚风伸手帮少女额前垂下来的发丝比到耳后 你也吃 芸心羞涩地催促道 好 楚风端起桃碗也开始吃了起来 第一口浓汤下去 胃立马就暖了起来 半个多小时后 一大锅的食补被两人吃完 好饱啊 感觉比吃肉还要饱 芸心长舒了一口气 摸着微微鼓起的小肚子 那你先休息一会儿 楚风拿起竹篓内的柴刀 扭头对芸心说道 我去砍一下木头过来当方梁 你不要左远了 注意安全 芸心乖乖地点头定竹道 知道 楚风认真点头 提着柴刀进了丛林 他走了十多分钟后 停下了脚步 来到了此次的目的地 这里是丛林的北边 生长有许多笔直高大的树木 这些都是安树 每一棵都有七八米高 有的甚至已经长到了十来米高 够长啊 楚风拍了拍安树的树干 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花了两个多小时 才砍下来七棵七八米高的安树 用柴刀将细小的树枝削掉 然后拉着树干开始往营地走去 七根安树木头 楚风花了将近一个小时 才将它们从丛林内搬到营地 芸心听到动静后 从庇护所内走了出来 问道 楚风 这些是准备用来做防粮的吗 啊 这些用来做煮防粮 楚风喘着粗气说道 一屁股坐在了安树上 我给你煮了点薄荷水 芸心转身进了庇护所 端着桃丸走了出来 他将手里的桃丸递给了楚风 然后伸着小手按着楚风的肩膀 楚风大口喝着薄荷水 身体的疲劳消散了许多 感觉有一部分是食补的作用 十多分钟后 楚风再度站起身说道 好了 我再去砍点树 我和你一起去吧 芸心跟上了楚风的步伐 好 楚风这次要去砍的是松树 不用砍太长的木头 会比安树牵很多 少女也可以绊得动 大概十五分钟后 两人再次来到丛林的西边的游松林 芸心轻声说道 先摘一点松树吧 家里剩下不多了 他每次洗头都要放一些松树进去煮 平时也经常泡茶 松树消耗得很快 可以啊 楚风轻笑着点头 少女负责摘着松树 楚风则开始砍伐松树 削续树之后 剩下笔直的树干 阳光渐渐没有那么毒辣了 时间也飞快流逝 临近太阳快西下的时候 楚风才砍够够用的木头 他用绳子将砍下来的木材捆住 每十根捆成一捆 每一捆大概有一百五十斤左右 一共有四捆 两人花了将近一个小时 在天黑之前才将所有的木材运回基地 花费的时间比我想象中的要多呀 楚风感叹道 今天已经把需要用到的木材全都运了回来 明天可以正式搭建屋顶的框架 再过几天就可以搬进新庇护所驱住了 清晨七点左右 鸟梯声回荡在丛林中 楚风和芸心正在水槽旁刷着牙 楚风 早上想吃什么 芸心刷着牙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 楚风将漱口的水吐掉 想了想说道 做点蜂蜜烤肉吧 好久没有吃烤肉了 好 再煮点野菜汤 今天早晨就是这些吧 芸心点点头 用桃杯接了水竖着口 楚风洗漱完站在新庇护所的面前 望着眼前黑乎乎的墙壁 脑海中确实回忆着 房顶框架的搭建方法 算了别弄得太复杂了 他决定搭建一个A字形的房顶 比较容易搭建 下雨天还不会有房顶积水的情况 楚风提着弓冰铲 低头走进了新庇护所内 新庇护所的石门高度 只有一米五左右 他的身高已经有一米七八 每次进出都得弯腰低头才行 楚风来到墙角 握着弓冰铲敲了敲墙角的地面 随后敲碎半桃状的地面 挖起了深坑 将近半个小时 他在前后两堵墙中间的地面 各挖了一个深坑 光是用弓冰铲敲碎半桃状的地面 就花了不少时间 最后 在新庇护所正中间地面 也挖了一个坑 这些深坑是准备用来放木头的 用来支撑起房顶横梁的支柱 楚风 吃早餐了 芸汐的脑袋从石门外探了进来 好 楚风拍了拍手上的尘土 他洗完手回到了庇护所内 看到木桌上摆放着的钢锅和桃盘 深吸了一口气 好香啊 楚风伸手在桃盘内捏起一块烤肉塞进嘴里 要是院长奶奶在这里 又要说你不好好用筷子了 芸汐笑盈盈道 递过去一双筷子 两人小时候在孤儿院时 因为抢食物的原因 就直接用手抓 经常被院长奶奶唠叨 那也是你做的烤肉太好吃了 楚风嘴角含笑 嘴里嚼着肉 这还挂上我了 芸汐翻了翻白眼 脸上却是充满开心的笑容 两人在聊天中吃完了早餐 少女收拾着桌子 楚风出了庇护所 继续搭建屋顶的框架 她抱来三根大腿粗的木头 放在了新庇护所前 用柴刀在每根木头一端的侧面 挖出一个凹形槽 又花了将近半个小时 才把三根木头都立在了 早上挖好的坑洞内 有凹形槽的一端朝上 借着木桌的帮助 楚风爬上了石墙 站在了石墙顶部 楚风 你小心点 芸汐站在石墙下 仰着头担忧地望着楚风 生怕会发生什么意外 我会的 你把松木递给我 楚风嘴角含笑道 微蹲下身子 探手伸向下方 好 芸汐立即应了 麻利地把一根松木 立了起来递上去 楚风双手握着少女 递过来的松木 慢慢地把它拉了起来 最后用绳子将松木 固定在支撑柱 销好的凹形槽内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 楚风才将三根支撑柱 都用松木互相固定住 不至于让支撑柱 互相歪歪斜斜的 免得架构上不稳定 主要是在石墙上不好行动 动作都要慢慢地来 耗费了大量的时间 楚风长呼了一口气 慢慢地爬下了石墙 用手拍了拍身上的木屑 楚风 先休息一会儿吧 芸汐轻声道 手里拿着桃碗 里面装的是 早上煮好的松针茶 好 正好得做一个梯子 楚风接过桃碗开口道 张嘴喝了一口松针茶 他准备做一个梯子 以后方便爬上爬下搬运木材 有的地方单靠木桌已经够不着了 木梯做起来其实并不麻烦 楚风准备做的是人字木梯 稳固性和实用性都比较大 他找来四根松木 还有一堆材断的等长木头 用绳子把木头固定在了两根松木之间 做出了两把H形的梯子 在以人字形的角度 用绳子将两把梯子的一头固定到一起 做成了一个人字形的梯子 为了更加稳固 楚风在人字形中间的位置 夹了两根木头 交叉固定在四根松木中间 形成了一个三角形 三角形是所有形状中最稳定的一种 许多建筑都会用到这种结构 比如很有名的埃菲尔铁塔 金字塔等 接下来 楚风继续忙碌起来 踩着梯子 在少女的帮忙下慢慢地将鞍树树干搬上了房顶 架在了十墙两端的凹槽中固定住 时间飞快流失 下午天气变得阴凉起来 日轨上影子指向的位置大概是五点左右 楚风将最后一根鞍树树干固定在框架上 到现在整个A字形房顶的主框架就搭建好了 接下来还需要将松木以鱼谷的排列方式 固定在所有鞍树树干上 用来支撑铺设房顶时所用的其他材料 天黑之前应该可以打完 楚风轻声道 现在距离天黑还有一个多小时 他浪费那么多的精力 就是想搭建一个牢固一点的房子 免得有猛烈的海风吹过来 到时候把房顶给掀出去 那就太尴尬了 楚风 不用那么着急的 明天再继续也可以的 芸汐轻声道 今天一整天都在忙碌 休息的时间非常少 他能够感觉到 楚风有点着急了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还不如赶紧做完了再休息 楚风轻笑道 在野外 没有什么娱乐项目可以打发时间 劳动反而能让时间过得快一点 现在吃的已经暂时不用担心了 他本可以待在旧的庇护所里闲着 但是那样太无聊了 还不如去想办法提高生活质量 搭建更大更稳固的新庇护所 就是其中一种方式 能大大提高生活质量 住得更舒服 也更安全 而且在荒野 只有多老者才能存活得更久 越懒的人越容易被淘汰 楚风下来后休息了一会儿 就踏着木梯再度爬上了石墙 手撑着屋顶的框架在上面爬动着 将一根根松木用绳子固定住 楚风 我来固定这一头吧 芸心站在石墙边的木桌上喊道 她只够得到边上的木头 谁让她的身高不怎么高呢 那你小心脚下 不要踩空了 楚风嘴角带着笑叮嘱道 少女从来都很懂事 一直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好 芸心笑盈盈地点头 认真地用手里的绳子绑着松木 楚风两人的直播间内 许多长期助手的观众都在感叹着 弹幕一条条滚动起来 小萝莉好勤劳啊 比隔壁组的女生勤快多了 那些女生就只会吃喝撒娇 怎么能和小萝莉比 我申请过去住一晚 主要吧不是为了小萝莉 就是单纯地想住一晚而已 信了你的鬼 造老头子坏得很 我很好奇 楚风用什么来扑屋顶才不会漏水 或者 楚风会烧瓦片也不一定 以她的大手笔很有这个可能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 大白妖 演播根号十八 夜晚 连风吹过丛林 陈智希的营地内 赵雷等人围坐在火堆旁 正在聊着天 我说 你这里好像也不怎么好啊 这么多天了 只吃到两次肉 赵雷不满地撇了撇嘴 他们合作以来 每天都一起出去找食物 但收获却很少 只能找到一些野菜和军菇 偶尔也能抓到一两只蜥蜴 陈智希抿了抿嘴 面无表情说道 这才刚开始 总会找到动物捕杀的 你前两天也是这么说的 结果连着吃了两天的野菜 就连棕驴心都快吃完了 赵雷瞪着眼睛说道 他手里抓着一根棕驴心 这是仅存的了 黑熊嘴角扯了扯 内心无语起来 棕驴树心原本还有不少 但自从赵雷 赵雷来了之后 储存的棕驴树心就越来越少 明天继续去更远的地方探索一下吧 或许就能找到食物了 陈智希感到头疼起来 开始怀疑找两个人合作 是不正确地决定了 原本他认为 四个人找到食物的概率会更大 没有想到 这块地方根本就没有什么能吃的 就连野菜和菌类都很少 更让他无语的是 赵雷两兄弟的胃口太大了 几天以来 赵雷兄弟两人基本活没怎么干 吃的却比谁都多 周围能探索的都差不多了 去更远的地方探索 白天回来庇护所的时间根本不够 赵雷沉声道 这几天四人一直在探索 只有晚上来临前才会回到庇护所 夜晚的荒也是很危险的 探索只能在白天进行 加上丛林里的路并不好走 需要提防躲藏在草丛内的毒蛇毒虫等 一天时间要来回 根本走不了多远 陈智希沉默了一会儿 抬头说道 那就搬迁吧 找一个更好的地方生存 他觉得是时候继续搬迁了 不能在一块区域一直待着 这样很难生存下去 这就好比动物世界里迁徙的野猫牛 只有不停地迁移 找寻有草的地方才能存活下去 黑熊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 可想到自己现在的身份 最后选择了闭嘴 搬迁 你们才刚搬过来没有多久 现在又要搬迁 赵雷惊愕道 我们是来荒野求生的 还是来荒野搬家的 赵雷皱起眉头 这才没几天又开始搬迁 这边的资源 已经没有什么可开采的了 要想吃到肉 那么只有搬迁到 其他资源丰富的地方 陈智希淡默道 赵雷紧盯着陈智希 一字一句地问道 搬到哪里去 你又怎么知道 下一个地方能找到肉吃 搬到哪里都可以 总比一直待在这里强 陈智希冷声道 几天没有吃到足够的肉 让他有点烦躁起来 已经快忘记 肉是什么味道的了 赵雷赵雷沉默起来 两人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离开过这片登陆点 对于离开这片地方 还是会有抵触心理 如果继续待在这里 靠吃野菜和军蕾 大概也能坚持一个月 更久是不可能的 黑熊淡默道 他是根据现在 众人的身体情况来分析的 随着一天天过去 如果没有肉类 补充身体消耗的热量 那么就只有退出比赛 否则身体会吃不消 陈智希嘴角带着笑 看着两人 以退为进地说着 或者 你们也可以选择 继续留在这里 我们自己搬迁 他已经决定了 明天一早就开始搬迁 重新找一个资源丰富的地方生存 赵磊和赵磊对视一眼 眼神快速地交流着 好 一起搬迁吧 既然我们选择了合作 那就要同甘共苦 赵磊咬牙道 一脸大意凛然的模样 没错 人多生存下去的可能性才大 赵磊认同地点了点头 两人都不愿意放弃合作 毕竟这几天 虽然没有怎么吃到肉 但却比以前轻松了许多 或许换个地方 会过得更好 陈智希嘴角扯了一下 说道 很好 那明天一早开始搬迁 那我们要往哪里去 赵磊咋咋咋咋咋 他眼睛视线 瞟向弟弟手里的棕榈树心 今天晚上 他并没有吃饱 陈智希没有说话 扭头看向一旁的黑熊 往东方吧 那边地势较低 可能会有水源 黑熊思索了下 开口说道 他曾经是特种兵 对于野外生存的知识 一点都不比在场的人少 甚至懂得更多 在野外想要生存的酒 最重要的就是水源 只要能够找到水源 那么找到食物的几率 就会大很多 毕竟大部分动物 都是要喝水的 那就往东面前一把 陈智希嘴角微扬 黑色的眼目闪烁了下 找到水源 或许就能够找到 其他参赛组了 或许向他们 借点食物 也是可以的 观察员的直播间内 和明等人 正看着四人的直播间 弹幕陆陆续续地 滚动起来 又要搬前 一点都不消停啊 东边 那边好像有不少参赛组 楚风和小洛丽的位置 也在东方 不过距离他们 还是有点距离的 不知道以后 有没有机会碰上 和明扭头看向王林 好奇 问道 一直搬迁 会不会不太好 以他们现在的情况 搬迁或许是 最好的选择 王林平淡道 换作自己 也会选择再次搬迁 找一个更好的地方 继续生存 无情愿满 脸同情地说道 和楚风他们两个人一比 他们算是混得很惨了 王林抿着嘴 很想吐槽一些话 楚风两人 根本不能以常理去看待 第一次看见 有人野外生存 竟然就做起了 梳子牙刷 肥皂等东西的 而且 两人在野外 每一餐都能吃到肉 还吃得很不错 这一点他却是 有点佩服了 毕竟自己在野外生存时 都做不到 每一餐都能吃上肉 夜晚 丛林寂静起来 夜晚的捕食者 开始活动了 可以吃晚餐了 芸心把钢锅 放在了木桌上 麻利地摆好桃碗和筷子 马上 楚风轻声道 手里揉搓着 水缸内浸泡着的 芭蕉树皮 这是早上少女 放进去泡着的 打算过段时间 用来编织麻线 多做几件麻布衣 待会儿再弄 冷了就不好吃了 芸心柔声催促道 来了来了 楚风轻笑着回应着 伸出手 甩了甩手上的水渍 脉步走了过去 坐在了木凳上 两人分别坐好 一人一碗 热气腾腾的 鹿肉炖木耳 还有一锅紫菜汤 里面还放了半条鱼 还有海栗子体现 旁边放着一小碗 野莓酱 这些天 再去海边 捞一些海栗子吧 晒干存起来 冬天才有吃的 芸心嘴里嚼着 鹿肉说道 嗯 顺便再拉一些 竹子回来 楚风夹起一块 鹿肉 蘸了蘸野莓酱 放在嘴里嚼了起来 轻声说道 还可以再抓几只 椰子蟹 再多摘一些 椰子回来 要是有主食就好了 芸心看着面前的鹿肉 想起已经很久 没有吃到米饭 面条之类的主食了 主食 楚风轻声自语着 脑海中找寻着 相关的信息 过了一会儿 他开口道 等新庇护所搭建好 我们再去远一点的地方 探索吧 看看能不能找到 替代主食的食物 楚风的脑海中 已经有了想法 只要能找到 那几种植物 那么主食就会有了 好 芸心笑盈盈地点头 二十多分钟后 两人吃完晚餐 围坐在木桌旁 芸心 我教你射箭吧 楚风看着挂在 庇护所门口的弓箭 说道 你想不想学 他想起 今天给少女煮的食补 吃完要锻炼 才能更快地增强体质 否则就算吃得再多 身体也不会马上 有太大的变化 毕竟食补 和身体强化药剂是不同的 一种是循序渐进的食补法 一种是立竿见影的药剂 楚风也打算 让少女学会射箭 多学会一种自保的能力 遇到危险后 能够有手段反抗 芸心眼前一亮 跃跃欲试地说道 好啊 那我教你 楚风嘴角带笑 只要少女肯学 那么就没有问题了 她起身捡起一块扁平的木头 用木炭画了几个圆圈和中心点 随后把木头挂在了荆棘大门上 距离两人站的位置 只有四五米 芸汐 看好了 我先教你姿势 楚风嘴角含笑 弯弓搭箭 眼神注视着木头 芸汐脸色微红 注视着楚风弯弓搭箭的身姿 不禁赞叹道 楚风 你现在的样子好酷啊 楚风眉头未挑 故作风骚地甩了甩头发 傲然道 更酷得还在后面 说完 她松开了手 逐渐飞射出去 射在了木头上的中心点上 随后 一连射了三箭 全射在圆圈中心 楚风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 芸汐瞪着双眼惊叹道 楚风嘴角勾起 嘚瑟道 我一直这么厉害的呀 芸汐翻了翻白眼 叫声道 给你三分颜色 你就要开染房了 好了 你来试试吧 楚风不再逗弄少女 芸汐接过弓箭 试着拉动了一下 吃惊道 好吃力啊 只能拉开这么多了 她把弓拉开三分之二 就已经拉不开了 手臂还有点发颤 终究还是力气太小了 多练几次 慢慢的你就可以把弓拉满了 楚风鼓励道 如果每次少女吃完食补 都能练一下子弓箭的话 很快力气就会得到增强 到时候 把主弓拉满 就完全没有问题 姿势这样对吗 芸汐扭头问道 她回忆着楚风 刚刚射箭时的姿势 调整着自己的动作 开弓时要注意三平 手腕伸直 后面这只手压低一点 楚风伸手调整着少女射箭的姿势 射箭要注意三平 也就是前手要腕平 后手要肘平 前后手的腕和肘要和肩膀齐平 这是射箭最基本的动作要领 这样吗 芸汐咬着下唇 手微微地轻颤着 这是拉弓太久导致的 嗯 放箭前要屏住呼吸 然后再放箭 楚风轻声道 开弓后 呼吸要均匀 不要晃动 瞄准后 在放箭前应该屏住呼吸 然后再放箭 要想射得准 需要不断地练习 做到稳如泰山才行 芸汐按照楚风说的做 瞄准了荆棘大门上的木头 屏住呼吸 松开了手 竹箭飞射出去 钉在了荆棘围栏上 距离木头 还有四五厘米的距离 少女一连射了十几箭 只有一根竹箭射中了木头边上 芸汐甩了甩手腕 撅着嘴道 这准头也太差了 才蒙中一剑 按照我说的 多练习就会容易射中了 楚风拉着少女的手 轻轻地帮她揉捏着手腕 轻声说道 先休息一下才继续吧 好 芸汐脸色羞红 咬着下唇 任由着楚风帮自己揉着手腕 十几分钟后 再来 芸汐兴致勃勃勃地说道 她弯弓搭剑 脑海中回忆着楚风说的话 万肘尖达到三平 视线里 箭头的位置瞄准了木头 少女松开了手 弓箭飞射出去 钉在了木头下方的边缘上 这次第一箭就射中了 芸汐 进步飞快啊 楚风夸赞道 她知道 刚刚芸汐的力气再大点的话 逐渐就不会落在下方 而是正中木头了 还是因为少女的力气太小了 我好像知道该怎么做了 就是我力气太小了 芸汐嬉笑地 甩了甩酸胀的手腕 已经很棒了 楚风柔声道 今天先到这里吧 明天再继续练 我再练一会儿 芸汐再次万功搭剑 继续练习起来 直播间内 观众看着这一幕 刷起了弹幕 小萝莉好厉害呀 刚开始接触射箭 就能射得那么好 这有什么 这么近的距离我也可以 小萝莉今年只有十六岁 看你的头像 应该迈入不惑之年了吧 我猜他应该是从敦煌来的 前面厉害 骂人不说脏话 各位大佬 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没看懂 敦煌壁话很多 自己体会 只能帮助你到这里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 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大白妖 演播根号18 清晨 阳光照射在竹林内 柳一秋柳一梦 正在竹林空地 翻晒着芒果 前天傍晚 两人摘完芒果回来之后 就准备晒成芒果干好 带走 经过昨天太阳一天的暴晒 芒果已经半干了 今天再晒一天 就差不多了 柳一秋弯着腰 将芒果片翻面 请冷道 昨天那两个讨厌的人 没有来 柳一梦嘴里 吊着块芒果干 边嚼边模糊不清地说道 不来更好 省得看见心烦 你再吃下去 芒果干都被你吃完了 柳一秋嘴里 没有好气地说道 哪有 明明还有很多 柳一梦嘟起嘴 将嘴内的芒果咽下 悄悄地又往嘴里 塞了一块芒果干 你又出了一块 我看见了 柳一秋眯着双眼 脸色不善地看着妹妹 啊 没有啊 绝对没有 柳一梦伸手捂着嘴巴 摇晃着头否认 松开手 柳一秋眼睛更迷了一分 嗯 柳一梦照做地松开了手 嘴巴却鼓鼓的 眼神开始乱飘起来 张开嘴 柳一秋嘴角扯了扯道 两位美女早啊 突然 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响起 李华安张振华又一次出现了 你们又来干嘛 柳一秋眉头一皱 暂且放过了自己的妹妹 转而脸色不颤地盯着刚来的两个人 嗯 柳一梦快速地嚼了嚼嘴里的芒果干 咽下后恶和狠地问道 就是 你们别来打扰我们了 我们还是想要和你们合作 张振华脸上带着笑容 说着说着吃惊道 我们有竹鼠 诶 你们怎么会有这么多芒果干 李华安也瞪大了眼睛 能闻到芒果独有的香味 柳一梦脱口说了一句网络流行语 与你无瓜 要你管 张振华扯了扯嘴角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直播间的观众听到这句话都沸腾了 不停地刷着弹幕 笑喷了我了 就是与女无瓜 要你管 柳一梦 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 请原谅我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呀 不懂得可以跟我一起念诵一遍咒语 巴拉拉能量 乌卡拉卡 李华安颤抖着嘴 差点想笑出来 只好用手掐着自己的大腿 不让自己笑出声来 有一秋扯了扯嘴角 忍着自己的笑容 这个时候笑出来 似乎不太好吧 张振华干咳了两声 接着笑道 我们既然是邻居了 就要互相帮忙 是啊 好东西要分享 李华安认同地点了点头 既然这样 那你们把有竹鼠的那一片竹林 也分给我们一半 刘一秋鄙夷的看着两人说道 要不这样吧 我们这里有只竹鼠 和你们换这里的芒果 张振华转移着话题 抬手晃了晃手上的竹鼠 这是一只小竹鼠 有半个水壶大小 是啊 我们可以做交换呢 竹鼠换芒果 你们不吃亏 李华安再度点点头 你们怎么这个样子啊 还要不要脸啊 刘一梦眉头一力嚷嚷到 手里拿着弓箭 准备捍卫着自己的芒果干 他们面前的芒果干很多 装起来 能把竹篮堆满四分之三 这还是晒干水分的缘故 你当我们是傻子吗 柳一秋脸色沉了下来 直播间的观众们 也开始打包不平起来 这两个人真恶心 一直比拳头大点的竹鼠 就要换一大篮子芒果 我觉得还好啊 竹鼠毕竟是肉类 比芒果贵点很正常 不公平 这么小的竹鼠 最多换几个芒果而已 嗯 张振华脸色已僵 善善地放下了手中的竹鼠 李华安眼珠子一转 随即和善地笑道 不然这样 你们告诉我 芒果树在那里 我们用这只竹鼠做交换 不可能 你们就死了 姐 让我说完 刘一梦挥着小拳头嚷嚷的 说到一半被柳一秋 直接捂住了嘴 柳一秋脸上露出肉痛的神情 咬了咬牙说道 成交 不过 你们得先把竹鼠给我们 李华安张振华对视一眼 交流了一下眼神后互相点了点头 不相信梁女敢骗他们 反正现在两人就是有空来撩妹 单竹鼠 两人就捉了七八只 吃喝是不用愁了 好 我们相信美女的为人 张振华将手里的竹鼠递了过去 刘一秋伸手抓住了竹鼠的耳朵 抬手指向芒果树的位置说道 往这个方向走 你就能看见了 走 我们摘芒果 张振华脸上一袭 带着李华安连忙离开了 刘一秋看着两人离开 嘴角露出僵硬的笑容 一副奸计得逞的模样 他刚刚指的位置是正确的 但是芒果树上的芒果 已经被两人摘得差不多了 剩下的又小又轻 还在最高的树顶位置 姐 看得漂亮 刘一梦注视着两个人的身影 消失在竹林内 随即高呼一声 举着手要和姐姐机长 刘一秋笑着配合了一次 两只细长的手掌拍在了一起 姐 你说他们看到芒果树 没什么芒果之后 会不会来找我们算账啊 刘一梦嬉笑地问道 他刚刚被捂住嘴的时候 就猜到姐姐要做什么了 所以很配合地装作反对的模样 来迷惑李华安两人 为什么要找我们算账 刘一秋淡默道 他们自己说的 用竹鼠换芒果树的位置 我可没说是怎么样的芒果树 刘一梦嘴角微扬 嬉笑道 姐 你这个样子很像老奸巨华的商人 我看你是皮痒了 刘一秋翻了翻白眼说道 是有点痒了 姐 你帮我挠一挠 刘一梦哼哼地 去去去 刘一秋嫌弃地挥了挥手 低头望着手中的竹鼠轻声说道 今天有肉吃了 没想到离开前还能吃一次竹鼠肉 我去烧水 先把它吃了再说 柳一梦蹦蹦跳跳地跑去烧水了 直播间的观众们再度刷起了弹幕 我要去他们的直播间看看 很好奇发现芒果树后的表情是什么样的 一起啊 走走走走 我只能说干得漂亮 楚风云欣正在水槽旁刷牙漱口 云欣把嘴内的水吐掉 张着嘴问道 楚风 看看我的牙齿干不干净 白不白啊 嗯嗯 楚风鼓着嘴 凑过来打量着少女的牙齿 随后吐掉嘴里的水 轻笑着说道 又白又干净 那就好 芸欣笑盈盈道 转身拿着洗漱用具回庇护所 在野外 除了食物和保暖问题比较重要外 口腔问题也需要重视 实际上 对少女来说 最严重的会引发口臭 口臭可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楚风洗漱完 拿着牙刷回到了庇护所 少女正准备煮早餐 两人今天打算出去一趟 割一些干草和搬一些粘土回来 准备开始搭建屋顶了 楚风 今天早上吃猪肉还是鹿肉啊 对了 还有鱼和腊肠呢 芸欣烧着火 刚锅内的水还没有烧开 锅底有细微的小气泡 都可以 楚风轻笑道 这种选择性的问题还是饶了自己吧 毕竟都想吃 那就吃猪肉吧 芸欣娇悍地轻哼了一声 哼着哥开始做饭 那我去周围割一些野草 楚风拿着柴刀 趁早上凉快准备出门 好 注意安全 芸欣提醒道 我知道了 楚风笑着硬道 推开经济大门 进入了丛林 丛林内 干草有很多 尤其是一些较为开阔的地方 许多都发黄了 这边好像还没来过 楚风打量着周围 这里是乱石堆后面的丛林 他砍下了一根树枝 敲打着周围的灌木 以防有毒蛇之类的躲藏在里面 诶 这里竟然有臭黄金 楚风眼前一亮 来到灌木前查看着 他面前有着七八棵灌木 每一棵大概有两米多高 长有许多细嫩的绿色枝条 上面长满了叶子 叶子的形状类似枸杞 只不过多了许多锯齿状的边缘 叶片也要更大一些 好东西 希望可以吃点不一样的 楚风轻笑着 用柴刀割下了一根根细嫩的枝条 五六分钟后 他就割了一大捆 应该够吃了 楚风用绳子将割下来的枝条捆住 随后开始割起了甘草 半个多小时后 他背着割好的甘草 手里提着臭黄金条 往营地走去 楚风刚踏入营地 就看见少女站在经济围栏前 练习着射箭 双手拉弓 表情严肃地盯着不远处挂着的木头 少女松开了手 逐渐擦着木板落在了远处的地面上 就差一点 再来 云心撅着嘴自言自语着 他脉步捡逐剑的时候 发现了楚风 嘴角露出笑容连忙说道 回来了 快洗手 吃早餐吧 好 楚风轻笑一声 把甘草堆放在新庇护所旁 提着臭黄金枝条 在水槽旁洗着手 楚风 手里拿的是臭黄金吗 云心不确定地问道 是啊 今晚可以吃凉粉了 楚风轻笑道 在孤儿院的时候 院长就摘过许多臭黄金的叶子回来 做成凉粉 给孤儿院的孩子吃 那个时候 两人就围在一旁 看着院长是怎么做的 太好了 自从出了孤儿院 就没有再吃过 用臭黄金做的凉粉了 云心美目一亮开心道 楚风甩了甩手上的水渍笑道 他也已经很久没有吃到过 臭黄金做的凉粉了 最近的一次 还是在孤儿院的时候 我记得利用草木灰水 我先去弄好 云心兴致勃勃地跑进了庇护所 草木灰水 要沉淀过后 用上面清澈的部分 少女抱着陶罐在火堆旁 抓了一把枯草烧 剩下的灰白色的草木 灰进了陶罐内 然后加水搅拌了起来 让它沉淀一会儿吧 先吃饭 楚风笑着催促起来 少女是真的想念凉粉了 来了 云心随口硬道 将陶罐放在了木棚旁 然后才坐在木凳上 一起吃起了早餐 二十多分钟后 两人吃完早餐 少女起身端着钢锅去清洗 楚风把臭黄金枝条上的叶子 都摘了下来 在水槽清洗过后 放在陶罐内 直播间内 观众都在讨论 楚风这是要做什么 两人说是要用树叶做凉粉 搞不懂 凉粉 在荒野还能吃上凉粉不成 那是臭黄金叶 是可以做成凉粉的 我老家就有 我的小伯伯准备好了 先记下来了 要是楚风成功了 我也去试一试 我先烧一锅热水 云心端着钢锅走了进来 里面装了大半锅的清水 挂在木钩上煮着 几分钟后 钢锅内的水开始沸腾 一个个的气泡产生又炸开 等水完全烧开后 楚风将钢锅内的热水 倒进装有臭黄金叶的桃罐内 滚烫的热水 立马让臭黄金叶半熟起来 有一些已经开始软化了 开始搅拌 云心兴致勃勃地拿来木棍 伸进桃罐内开始搅拌起来 没多久 臭黄金叶开始慢慢捣烂了 随着少女的不停搅拌 七八分钟后 绿色的叶子全部捣烂成泥 又融入水中 颜色呈现深绿色 还有些许粘稠 可以了 接下来就是过滤了 楚风手里拿着一个竹筒 一头被裹上了布料 过滤还是用之前的布料好一点 不片蒙在竹筒上 做成了一个小小的过滤网 交给我吧 云心接过过滤的竹筒 用木勺摇起一勺勺 深绿色的枝叶倒进竹筒内 被过滤的汁水 落在了另外一边的桃罐内 经过麻布的过滤 原本粘稠的液体 也变得稀薄起来 残渣都被隔绝在麻布竹筒内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 大白妖 演播 根号18 云心抖了抖竹筒 将里面的残渣倒在手中 用力地挤了挤 把里面蕴寒的汁水都挤了出来 他起身 把泡好的草木灰水 爆了过来 小心翼翼地 将表面清澈的水 倒进了过滤好的桃罐内 拿着竹筒继续搅拌着 好了 放几个小时凝固就可以了 云心拍了拍手 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笑了起来 如果在城市 有冰箱冷藏一个小时左右 就能凝固 在野外 就只能靠时间让它冷却了 等凝固后 就是臭黄金凉粉了 做好的臭黄金凉粉是绿色的 有清热结暑的功效 而且它的叶子 根和种子 都是可以入药的 可以把桃罐的口风煮 放到水槽内冷却 会凝固得快一些 厨风提议道 他们在出租屋时 经常这么做 刚煮好的粥都会沉进碗里 然后放在冷水中 很快就会冷却下来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云心眼睛一亮 用桃盘倒扣着 盖在了桃罐上 再用绳子绕了几圈固定 她抱着桃罐来到水槽旁 把桃罐小心翼翼地 放在水槽内 水面刚刚好 到桃罐的三分之二处 云心抹去鼻尖上的汗水 说道 楚风 我们去割野草吧 看你满脸的汗 休息一下再出门吧 我给你编个斗笠 楚风轻笑一声 外面的太阳 已经慢慢升高了 白天的天气 依旧很热 少女的鼻尖和额头 都有汗水 来到荒野 已经二十二天了 两人身上的肤色 黑了好几度 尤其是少女 原本白皙的皮肤 也已经黑了下来 看上去 却是有一种野性的美 云心伸手抹掉脸上的汗水 毫不在意地笑道 今天晚上再编吧 现在不出门 过一会儿会更热的 好 楚风吃一下点点头 少女还是这么懂事 自从来到荒野 就没有抱怨过 都是为了生存考虑着 两人背起猪笼 里面放着的是 装满水的猪筒 拿着需要的工具 就出门了 十多分钟后 云人来到瀑布 下游小溪水的附近 这里有许多的野草 已经够用来铺盖屋顶的了 原先 你割干草时 记得敲打一下草丛 楚风叮嘱道 荒野的草丛 随时可能藏有毒虫和毒蛇 少女力气比较小 所以割干草由她负责 她则去挖粘土 铺盖屋顶需要的粘土 也是大量的 我记得 云心笑盈盈地摆摆手 手里拿着木棍 敲打着周围的草丛 有事就喊我 楚风再一次叮嘱了一句 转身去了小溪旁 好 我知道了 云心撅着嘴 拉长音 小溪距离少女 只有一分钟的路程 远远地透过几株灌木 还能看见少女 弯腰割野草的动作 楚风盯着看了一会儿 才放心地用弓冰铲 挖起了粘土 今天需要搬运十多烫粘土 才够铺盖屋顶的量 她打算 这两天就把屋顶完工 接下来 还要铺设排屋管道 还有厕所需要完善 之后才能入住新庇护所 时间在两人忙碌中 不经意间偷偷溜走 下午一点左右 云心楚风搬完了 最后一趟粘土和甘草 少女割完甘草 就一直帮楚风的忙 搬运粘土的速度 才快了不少 两人回到庇护所 就坐在木棚内乘凉休息 楚风往钢锅内加着水 扭头对少女说道 还想不想吃昨天的野菜汤 想 云心清脆生硬道 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那我来坐 伸手清理着野菜和草药 准备再做一次食补 给两人补充一下体力 好 我去看看粮粉凝固了没有 云心盖口道 本来还想着自己煮午餐的 她起身走出了荆棘大门 往水槽走去 来到了水槽旁 云心小心翼翼地 把桃罐爆了出来 揭开绳子 掀开桃盘望着桃罐内 原本是液体状的 臭黄精汁水已经凝固了 用手指戳了戳 还有弹性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云心笑声嘀咕着 起身抱着桃罐回了庇护所 庇护所内 楚风正在往钢锅内 放着食补要用到的材料 钢锅内已经有了许多的草药 和野菜在煮了 楚风 这个凉粉可以吃了吗 云心笑眼如花说道 凝固好了 楚风轻声问道 完全凝固了 就是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待会可以放点野莓酱试试 云心说着 把桃罐放了下来 她用獠牙短刀 将桃罐内的凉粉切成小块 轻轻拿出来后 再切成条状 摆放在桃盘内 再淋了一些野莓酱上去 桃盘内的凉粉是绿色的 配上红色的野莓酱 让人看了很有食欲 蜂蜜也放一点吧 楚风提醒道 好 云心拿着煮勺 舀了一点蜂蜜 均匀地淋在凉粉上 咽了下口水说道 看着就觉得很好吃啊 我这也快好了 楚风轻笑一声 说着把鸡油菌放了进去 锅内的水不停地沸腾着 渐渐地 有鸡汤的味道 飘散了出来 楚风又煮了几分钟 最后才将钢锅端上了木桌 给少女盛了一大碗 嗯 云心端着桃碗吹了吹气 喝了一口之后夸赞道 还是那么好喝 我试一试凉粉怎么样 楚风夹了一块凉粉 上面还沾着蜂蜜和野莓酱 她塞进嘴里嚼了嚼 眼睛一亮清笑道 嗯 味道很不错 酸酸甜甜的很好吃 是吗 我尝尝 云心期待地加起一块凉粉 塞进嘴里嚼着 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说道 好怀念这个味道啊 楚风面带笑容说道 我觉得比院长奶奶做的好吃 没有啦 我比院长奶奶差远了 云心脸色泛红娇撑 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摄像机 吃着凉粉 她突然想到了什么 问道 臭黄金哪里找的 以后多做一些来吃 这也算是一道食物了 可以省一点肉了 在乱石堆后面的丛林 有空可以多采集一些 楚风轻声道 楚风和云心两人很快吃完午餐 休息了半个小时后 准备铺设房顶 两人来到新庇护所前 地面堆着小山包一样的粘土 旁边还有一捆捆的干草 以及一叠叠的野芭蕉叶 楚风 现在要怎么做啊 云心轻声问道 这些芭蕉叶要用两根猪条 并排夹住 然后才可以铺到房顶上 楚风轻声安排道 野芭蕉叶是很好的防水植物 干枯后也不怕腐烂掉 顶上几个月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来帮忙 云心举着削手道 我削猪条 你把芭蕉叶夹住 楚风拿着柴刀说道 交给我吧 云心一口硬了下来 楚风削着猪条 这一步要求不用太惊喜 很快就能够削够夹芭蕉叶的猪条 两人把芭蕉叶放在两根猪条中间 这一步进行得非常快 只用了半个多小时 就把所有的芭蕉叶用猪条夹住了 接下来我们来玩粘土吧 楚风轻笑道 他脱了鞋 在少女懵懵的眼神中 解开甘草捆着的绳子 把甘草均匀地撒在了粘土上 然后光着脚踩来上去 将甘草一点点踩进粘土里 粘土里加甘草 主要是为了增加其抗拉强度 类似于混凝土中的钢筋作用 利用的是植物纤维的抗拉性能 这样做也能够很好地 起到稳固的作用 下雨天也不怕将粘土冲散 有点类似于植物根茎固土的远离 好像挺好玩的 芸心兴致勃勃地脱了鞋 跟着楚风一起踩踏着粘土 双脚踩泥巴发出怪异的声音 半个多小时后 芸心笑不出来了 苦着一张脸 做着反复的动作 踩泥土可是非常吃力的 抬脚踩下 楚风看着撅着嘴的少女 轻笑道 先休息一会儿吧 目前这些先用着吧 地上的粘土已经有了一半 被混进了干草 可以开始铺盖房顶了 我帮你递东西 芸心抖了抖脚上沾着的粘土 脚掌在干草上摩擦了几下 将脚底的粘土刮干净 好 楚风点头 抱着一排野椒叶 扶着木梯爬上了房顶 房顶的铺设一共要铺三层 第一层也就是最下面一层 要用野椒叶 可以很好地挡住框架上 大大小小的缝隙 以及最后一步的防水 第二层用的是干草 掺和过的粘土 覆盖在野椒叶上 晒干后 可以起到防水隔音等效果 第三层 楚风打算 覆盖上一层厚厚的干草 作为最后一道防水工序 只要干草层铺得够厚 就完全不怕水渗漏下去 就算是一点点水 也会被粘土层吸收 这种方法 跟一些国家民间的房屋差不多 也全是用干草和泥巴 做成的屋顶 原本楚风是打算 烧制桃瓦片来做房顶的 但实在是太耗石耗力了 时间上已经不允许了 距离冬天的到来 已经没剩下多少天 这从白天和黑夜的温差就能感受到 夜晚的温度已经越来越低了 楚风站在石墙上 手里拿着绳子 另外一头连接着地面的一个竹篮 竹篮是用来装粘土的 这样一个人在下面装粘土 另外一个人在上面拉 很容易就能把粘土运上方顶 此时 云心正弯下腰 用弓冰铲铲着粘土倒进了竹篮内 一直到把竹篮装满才停下 好了 云心放下弓冰铲喊道 好 楚风拉着绳子 慢慢地将竹篮拉上了房顶 他拎着竹篮 小心翼翼地爬上了房顶的框架 将野胶叶用绳子固定在框架上 然后楚风用粘土压住野胶叶 慢慢用粘土均匀地覆盖在中间的位置 篮子里的粘土很快就用完了 楚风将篮子扔了下去说道 云心 用完了 好 云心随口应道 用弓冰铲再度将竹篮装满 楚风在覆盖房顶的时候 他则继续将干草混进剩下的粘土内 云心仰着头 看着房顶上忙碌的楚风 一边用双脚将干草掺和进粘土 再过两天就能住新房子了 云心嘴角扬起道 他很喜欢新的庇护所 因为够大 四面都是厚重的墙壁 给他有一种家的安全感 这是树叶做成的庇护所没法比较的 随着日轨上的影子越来越淡 地上的粘土也减少了许多 新庇护所的屋顶也已经有近一半被铺上了粘土 楚风手扶着屋顶框架 站直了身体感叹着 明天再铺一天就能完成了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太阳已经息落 日轨上的影子在靠近六点时的位置就消失不见了 楚风先来吧 混好干草的粘土已经有完了 云心搓着双脚喊道 他决定今天晚上好好洗一个澡 全身上下都要用肥皂搓洗一遍才行 知道了 楚风随口喊道 扶着房顶的框架慢慢向下走去 踩着木梯回到了地面 明天再弄一天应该就好了吧 云心仰着头看着已经被遮了一大半的房顶 明天一上午应该就能完成 然后下午把厕所修一下 我们就可以搬进去住了 楚风满意地看着自己的作品 新庇护所建好后 在荒野的紧迫感就会少了许多 衣食住行 起码现在已经做到了持温饱和助安稳 他相信很快保暖的衣物也会有的 温身黏乎乎的先把澡洗了吧 楚风趁少女不注意 沾满粘土的五指 在他的脸上画了几道胡须 楚风 你好坏啊 云心撅着嘴嚷嚷道 也用带有黏土的手摸向他的脸 小花猫你追不到我 楚风歪了一下头 笑着往庇护所跑去 可恶 别跑 云心娇悍地喊着 两人玩闹了一会儿才回到了庇护所内 云心顶着一张花猫脸 在烧着水 火堆内还有烧着的石头 为等一下洗澡做着准备 楚风伸手扣了扣脸上粘着的黏土块 这是少女不久前糊在他脸上的 楚风 云心扭头轻声喊道 怎么了 楚风疑惑地问道 云心轻声说道 你头发好多泥巴 我等一下帮你洗头吧 好啊 楚风嘴角微扬地一口硬下来 我觉得你头发也该剪了 有点太长了 云心歪着头 打亮着楚风的头发 是有一点 楚风伸手扯着额前的刘海 已经垂到鼻子的位置了 来荒野前 他的头发就已经有点长了 到荒野后 更是没有机会去打理 那我今晚帮你剪头发 再帮你洗头 云心笑盈盈地拿着柴刀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那开口说道 话虽这么说 但是以前用的都是剪刀 柴刀还真的是第一次 云心晃了晃手中的柴刀情笑着说道 你放心 以后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的 我觉得长头发其实挺好的 楚风抓了抓自己的头发 一本正经道 天冷还可以保暖呢 要不不剪了 长头发不适合你 天气那么热很难受的 洗头也很浪费肥皂的 云心掰着手指 说着长头发的坏处 楚风嘴角一抽 翻了翻白眼说道 你这是在诉苦吗 他怎么感觉 少女是在说自己长头发的难处 难道就因为他以前说过 喜欢黑长直的女孩子 没有啊 云心美目闪过一丝笑意 楚风叹了口气 抿了抿嘴说道 那你来剪吧 放心 我会很温柔的 云心笑盈盈地把柴刀冲洗了一下 他站在楚风的身后 小手抓起楚风头顶的一撮头发 拿着柴刀比划了几下 我要开始了 你不要乱动 云心柔声道 捏着那撮头发 找准角度缓缓地割了起来 楚风清晰地察觉到自己的头发 随着柴刀的前后滑动在晃动着 感觉头皮有些发紧 痛吗 云心低着头关心地问道 不痛 楚风咧咧咧嘴巴 头发像是被割稻草一样割 感觉心里毛毛的 不会被割成地中海吧 云心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眼睛瞥向了一旁干锅下的火堆 俏皮道 我有个办法 要不 用烧红的木炭来熔断你的头发 不 不用了 用柴刀割挺好的 楚风双眼瞪大 真的怕少女来这种操作 如果用木炭来熔断头发的话 一次性只能用极少的头发 不然头发很容易就会被木炭点燃 十分危险 一不小心就会把整顶头发都烧光 那算了吧 云心俏皮地吐了吐舌头 她就是故意逗楚风的 认认真真地帮楚风割起了头发 楚风坐在木凳上 头随着柴刀轻微地摇晃着 一脸生无可恋的表情 云心看着眼前摇晃的头 想了想说道 楚风 你抓着头发根部 我抓着尾部 这样割才不会伤到你头皮 而且也会比较快一些 毕竟少女单手抓头 手里点全在头皮上 这样楚风的头发根部 会拉扯得很疼 好 楚风抬手捏住 额前刘海的根部 云心捏着发尾 柴刀在两人手指间滑动着 这次楚风感觉好受多了 这里再短一些吧 云心嘴里嘀咕着 握着柴刀小心地搁了起来 随着时间的流逝 地面的头发越来越多 半个小时后 云心停下了手中的柴刀 楚风原本垂到鼻子的长发 现在变成了乍丽的短发 显得精神多了 观察员们正好观看着 楚风云心两人的直播间 楚风这头发 很有心意 和明说完 紧抿着嘴角 努力控制着自己的表情 我倒是觉得挺好看的 阳光精神了许多呢 吴清月一本正经地说道 只是她的双肩不抖的话 也许更有说服力 手艺挺不错的 王林面容古怪地 轻咳了两声道 齐薇挺抿着嘴 望着屏幕里楚风 仿佛被狗啃过的头发 烟底闪过一丝笑意 直播间内的观众 疯狂地刷起了弹幕 恕我直言 只要是小罗莉剪的头发 我都可以 我不管 小罗莉剪的头发 是最好看的 还真别说 小罗莉的手艺挺不错的 用柴刀能做到这样 已经很棒了 我想开发廊 就差小罗莉 这样的新锐发型师 我想请小罗莉 帮我进行一次 头部无用软组织群体 切割手术 楚风伸手抓了抓 自己的头发 最长的部分 大概只有为止那么长 很好看 芸汐满意地放下了柴刀 全方位地打量着 楚风的新发型 嘴角忍不住上扬一分 希望是真的 楚风哭笑着嘀咕了一句 在野外没有镜子 也不知道自己的头发 变成了什么模样 水烧好了 我帮你洗头吧 芸汐提着木桶 把钢锅内烧好的送针水 倒了进去 加了点冷水 试了试温度 楚风乖乖地蹲好 低下了头 等着少女帮自己洗头 闭上眼睛 我要倒水了 芸汐拿起竹筒 装满水 倒在了楚风的短发上 很快 就将头发全部淋湿 她在桃碗内 抠了一点肥皂 均匀地抹在了 楚风的头发上 小手开始搓洗着头发 时不时用止度 按压着她的头皮 这些是少女从网上学来的 按压的都是脑袋的学位 能让人的身体放松下来 楚风闭着眼睛享受着 每次少女帮忙洗头 都会很认真 比起自己的手法 好太多了 实在是一个享受 几分钟后 好了 我要倒水了 芸汐提醒到 拿着竹筒装满水 倒在了楚风头发上 另外一只手不停地揉搓着 让肥皂剩余的泡沫冲走 她将木桶内的水倒完 拿起准备好的毛巾 擦拭着楚风的头发 楚风擦干头发 用手指扣了扣耳朵里的水 忍不住感叹一声 舒服 你先去洗澡吧 芸汐从床脚拿出楚风的内裤 和换洗衣物 递给了她 好 楚风接过少女递过来的衣服 万一要把火队里烧红的石头 夹进了工兵产中 十几分钟后 等她洗完澡出来 少女也已经洗好了头 正弯着腰擦着头发 你也去洗澡吧 楚风笑着催促道 好 芸汐随口应了声 把一头长发熟练地盘起来 用一根竹签穿过固定竹 最后 拿起衣物准备去洗澡了 楚风看着这一幕 微微思索了一下 找了一块细长的木头 坐在木凳上 用柴刀削了起来 楚风仔细地削着手里的木条 按照脑袋里的摄像图 修改着细节 木屑从柴刀间滑落 木条越来越细 一个大概的形状 被楚风削了出来 楚风吹了口气 把多余的木屑吹掉 看着手里的成品 那是一把木簪 木簪有十五厘米长 大概食指粗细 一头被削尖 有些许圆润 另外一头是一个球状 有点像裁缝用的大头针 还算可以 楚风手指摸错着木簪 把上面的少许木刺拔掉 云仙洗完澡走了进来 好奇地问道 楚风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木簪 给你做的 楚风嘴角带笑 把手里的木簪递给了少女 诶 我看看 云仙接过木簪 反复打量着 脸上早已经笑开了花 暂时只能做成这样 将就用吧 楚风轻笑道 云仙微红着脸 笑盈盈地说道 我很喜欢 楚风嘴角扬起 柔声说道 试试 看看会不会太粗了 好 云仙把头发上的竹签拔掉 把木簪再插了回去 牛头笑着问道 好看吗 好看 楚风嘴角含笑点着头 那以后就用这个了 云仙把手里的竹签丢掉 楚风起身 把少女头上的木簪拔下 塞进她的手里笑道 先取下来吧 头发还没干呢 夜晚的冷风一直垂 头发不晾干的话 很容易感冒的 我来做晚餐 云仙羞红着脸 披着长发去煮晚餐 两人还没有吃晚餐的 楚风轻笑一声 拿起柴刀削起竹子 她要做斗笠 竹片要削成柔软的竹条才行 这是一个费时间的活 半个小时后 少女做好了晚餐 她也削好了一把竹条 做一个斗笠勉强够用 楚风 先吃晚餐吧 云仙熟练地摆好桃碗和筷子 接着往楚风桃碗里 盛好肉汤 好 楚风拍拍手走了过来 坐下好就要拿起筷子 楚风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 云仙瞪着眉目 下巴往水缸的位置挪了挪 呃 好好我去洗手 楚风善善地站起身 在水缸内咬了一点水 冲洗着双手 两人吃起了晚餐 少女晚餐做的是野菜炖猪肉 还有一盘凉拌野菜 和臭黄精凉皮 你多吃点 最近都瘦了 楚风嘴里嚼着野猪肉 双眼打量着少女 我明明胖了好吗 你是打算把我喂成猪吗 云仙翻了翻白眼 察觉到自己这两天 好像胖了的样子 她发觉最近一段时间 每餐都是吃肉 继续这样下去 很有可能真的会发胖的 楚风低笑一声念叨 胖点才好 那样才有肉感 肉感 晚上抱着睡觉才舒服 而不是干肉的骨头架子 个得慌 你乱说什么 云仙叫沉道 翘脸泛红 嘴里的野猪肉都忘记嚼了 我说你做的晚餐很好吃 楚风嘴角勾起道 往嘴里塞了一块凉粉 那你就多吃一点 云仙红着脸美好气道 她顿时想到了一些异样的想法 低头望着自己的胸 暗自咬了咬牙 大口吃起肉来 晚餐在两人的交谈中吃完了 少女去庆里餐去 楚风在木棚旁找来一个椰子壳 这原本是上次用来装椰肉的容器 她把椰子壳固定在了木桌上 然后拿起六根竹条 每两根为一组 三组竹条的每个中间位置相互交叉 这样以交叉点为圆心向外算 就有十二根竹条呈放射状朝外 然后再一根压着另外一根竹条 相互交叉 楚风把固定好的竹条压在了椰子壳上 用竹签固定住 然后用新的竹条串插进去 和原先的六条竹条相互交叉 它现在做的是斗笠的圆顶 也就是容纳脑袋的部分 椰子壳是模具 用来固定斗笠 防止变形 它的大小和人的脑袋差不多 斗笠一般分为两种 区别在于斗笠的帽顶 分别是尖顶斗笠和圆顶斗笠 两者只有外形的区别 楚风打算做的斗笠是圆顶斗笠 而且有宽大的茂盐 可以用来遮阳避雨 芸心清理完餐具回来 坐在木凳上 看着楚风用灵活的双手 拨动着竹条 他美目闪过一道异彩 轻声问道 楚风 你这是和王大爷学的吧 孤儿院守门的王大爷 平时没事的时候 很喜欢摆弄这些 有好几次就是找了一些竹条 在值班室内便挤了斗笠 听说拿去卖了换肉吃 是啊 不过这是我第一次做 楚风轻笑一声道 想起了王大爷 手把手教自己的画面 旧时代的人都会很多手艺 特别是一些老大爷 他们在那个时代谋生 就会去学很多手工艺 毕竟食物匮乏的年代 会尽一切可能 去学赚口吃的的手艺 我来帮你吧 芸心轻声道 帮忙用手压着竹条 然后学着楚风的动作 把新的竹条交叉叠着编进去 它是会编竹篮和竹篓的 斗笠的编织原理也是差不多 看一会儿就能学会 嗯 你小心点 不要被竹条的毛刺扎到手了 楚风定住道 知道了 芸心随口应道 兴致勃勃地编织了起来 在两人的分工合作之下 很快斗笠的帽顶就编好了 接下来开始编帽岩 相比于帽顶会好编了许多 二十多分钟后 楚风将边缘多余的竹条 弯折着编在了一起 这样 斗笠的第一层框架就编好了 楚风做的斗笠是两层结构的 中间夹一层 可以防水遮阳的材料 按照同样的步骤 两人很快就做出了第二层的框架 中间防水的那一层要用什么 我们好像没有竹叶啊 芸心好奇地问道 斗笠大部分中间层 都是用竹叶做防水 这里虽然有竹子 但是却没有竹叶 用芭蕉树叶代替吧 干了之后也不会腐烂 楚风思索了一下说道 那我去拿 芸心起身出了庇护所 野芭蕉叶都放在外面 她很快就把芭蕉树叶拿了回来 芭蕉树叶已经有些干苦了 这是在太阳下晒久的原因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 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大白妖 演播根号18 楚风接过芸心递过来的芭蕉树叶 把芭蕉树叶撕成巴掌宽的长条 均匀地铺在了第一层茂岩的内部 尤其是在圆顶的位置 更是多覆盖了两层 她又削了两根竹片放在了茂岩内 可以起到一个支撑茂岩固定芭蕉叶的作用 楚风拿起第二层抖力框架 压在了有芭蕉叶的第一层上 将芭蕉叶和竹片夹在了中间 最后用木槿树皮撕成一纸宽的长条 穿过两层茂岩的缝隙固定住 按照相同的方法 木槿树皮穿过一个个菱形的缝隙 把上下两层的框架牢牢固定住 把边缘给包裹住 楚风又找来两根麻绳 系在了圆顶边上 用来做固定脑袋的绳子 到此整个斗力就做好了 做好的斗力是圆形的 直径大概有五十厘米左右 表面是竹条分割出来的 一个个菱形网格 直播间的观众们 又不断地刷起了弹幕 为楚风的硬核感到惊叹 同样是手 为什么我不会 我的手表示他有自己的想法 别人的手是手 我的可能是双爪子吧 看到这个 我突然想起我爷爷了 他也会变这个 我就想当一下键盘侠 看到这里 我果断地砸了自己的键盘 刚开始看到楚风做 很自信我也会 到后面表情逐渐蒙蔽 来试试 看看大小合不合适 楚风说着 把斗力带在了少女的头上 刚刚好 就是有点重 不过还能接受 云心抓着两条绳子 晃了晃脑袋 斗力晃动了一下 没有掉下来 竹子还没干透 等晒一段时间 里面的水分消失了 就会轻一些 嗯 习惯了就好了 楚风轻声道 对这个作品 还是很满意的 再做一个吧 你也可以带 云心柔声道 楚风嘴角戴笑 抬起胳膊弯曲着手臂 说道 不用了 我喜欢自己黑一点 有空再做一个就好了 而且到了冬天 皮肤很快又会变白的 云心眉头一挑 好笑道 那到时候 你就真成野人了 你见过野人会变斗力的吗 楚风没好气到 哼 不就有一个吗 云心捂着嘴偷笑起来 两个人开始嬉闹斗着嘴 玩了一会儿 少女开始练习射箭 命中率已经提高了一些 从原先十根主箭 只能命中一两根 提升到了现在 十根能命中三四根的程度 楚风则在旁边处理着竹子 他要把竹子内的竹节都打通 明天才能用来铺设排污管道 一回生二回数 有了之前的经验 剩下的竹子很快就被打通了 好了 你该睡觉了 楚风叫停了少女 他练习射箭已经有好一会儿了 欲速则不达 好 云心乖乖硬道 收拾着射出去的竹箭 整理后放进了竹筒内 他洗了洗手 刷过牙后翻身钻进了睡袋内 楚风 你还不睡吗 云心探着脑袋问道 你先睡吧 我再弄点东西 楚风柔声道 那你要早点睡啊 云心叮嘱了一句 将脑袋缩进了睡袋内 楚风站起身 拿起柴刀和火把 小心地推开了经济大门 留意着外面的情况 经济围栏外 那堆为了震慑野兽的火堆 已经烧得差不多了 只剩下一小撮火苗 还在冷风中跳动着 随时都有可能熄灭 没发现有什么危险后 他迈步走向了新的庇护所 新庇护所也要做个围栏才行啊 楚风嘴里嘀咕着 他来到石墙旁 这里边有许多树皮 是白天从安树上剥落下来的 石头要剥了树皮后 才更加耐用 楚风收集着安树皮 随意地捆在了一起 拉着往庇护所走去 当他来到经济围栏时 发现了远处石头后面 出现了一双眼睛 正盯着他 直播间内的观众都躁动起来 他们通过楚风头顶的无人机 看得更加清楚 又是那头柴 一直窥探着楚风他们 看得我都紧张死了 待会儿那柴 不会直接扑过来吧 楚风冲啊 杀柴吃啊 又是你 楚风眉头一皱 手里的柴刀握得更紧了 猜测是那只经常徘徊在周围的柴 那双眼睛一直注视着楚风 似乎畏惧他手里的火把 过了一会儿 那双眼睛消失在了黑暗中 楚风警惕地盯着那块区域 过了一会儿 没有什么变化 他才慢慢地退着进了庇护所 用木头顶住了经济围栏的门 他决定 下次夜晚出去 要把弓箭戴上 再遇到他一次 就直接射杀他 楚风坐在了木凳上 用柴刀处理起了暗树皮 暗树皮是准备用来造纸的 他趁现在晚上空闲 先处理好树皮 之后造纸就会简单很多 楚风仔细地处理这树皮上的杂质 将那些有颜色的部分 全部都用刀刮干净 时间缓缓流逝 楚风打了一个哈欠 放下手里的柴刀站了起来 活动了一下身体 他的面前堆放着处理完的暗树皮 比原先的干净了许多 睡觉了 楚风把处理好的暗树皮捆好 放在了木棚的角落 他在水缸内洗了洗手 刷过牙后来到了床前 脱了衣物 小心翼翼地钻进了睡袋 少女习惯性地翻了个身 手脚搭在了楚风身上 头靠在了她的胸膛 楚风感受着少女身上的温度 原本有点冷的身体 迅速地暖和起来 楚风嘴角含笑 扭头看着少女熟睡的翘脸 轻声念叨着 这怎么有点像暖床丫头了 随后 她缓缓闭上了眼睛 温暖的被窝 让人的睡意更重了 清晨 凡人的鸟儿又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柳一梦柳一秋很早就起了床 今天 他们准备搬迁了 正在收拾着可以带走的东西 姐 把这个也带走吧 柳一梦手里拿着之前做的竹凳 不行 柳一秋严肃脸拒绝道 为什么 不带走的话 他们肯定会拿去用的 柳一梦撅着嘴嚷嚷道 太重了 我们还有芒果干和竹笋要带 柳一秋坚定地摇了摇头 她不知道 两人这次搬迁要走多久 有些东西不必要带的 是坚决不能带走的 那我就把它烧了吧 柳一梦撅起嘴无奈道 是一点东西都不想留给那两个人 烧吧 走的时候 把庇护锁也拆了 柳一秋点头 这是一个好办法 在他们的身旁 放着两个竹篮 里面各装了一半晒干的芒果干 还有一些晒干的竹笋 柳一梦提着竹凳 犹豫了一下 还是塞进了火堆内 火焰很快就把竹凳淹没了 我煮点早餐吃吧 路上才有力气 柳一秋断着钢锅 往里面倒了点清水 开始煮了起来 想念昨天那只竹鼠的味道了 柳一梦叫汗说道 昨天和那两个人交化了竹鼠 为了避免他们回来反悔 所以两个人立即把竹鼠吃掉了 结果一整天下来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李华安和张振华竟然没来 希望换个地方 能找到肉吃吧 柳一秋惆怅起来 如果没有那两个人的到来 竹林会是一个很好的庇护所 最好是有很多很多肉 吃不完的那种 柳一梦憧憬到 柳一秋美好气地瞪了妹妹一眼 说道 别做白日梦了 赶紧先把东西都收拾好 打火石就得先装起来 知道了 柳一梦撇撇嘴把打火石装进了冲锋衣的口袋内 半个多小时后两人吃完了早餐 柳一梦把钢锅什么的都收了起来 放在了竹篮内 走吧 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带走的了 柳一秋北起竹篮 视线扫视着整个庇护所 我先把庇护所给拆了些 柳一梦提起军刀 把庇护所相连的绳子割端 整个庇护所轰然倒塌 变成了一堆乱竹堆 柳一秋看了过 也动起手来 很快竹子做成的围栏也被推倒 柳一梦拍了拍手 看着自己的杰作 很开心地说道 好了 我们走吧 他弯下腰 提起竹篮 另外一只手握着弓箭 两人趁着李华安张振华 还没有力行打扰的时候 往竹林外走去 开始了他们的搬迁之旅 还记得之前 看的浓烟是在哪吗 柳一秋扭头问道 两人这次迁移的目标 就是上次发现浓烟的地方 想要过去看看 那边的资源怎么样 知道 在山丘另一边 柳一梦指着东边的方向问道 他说着 落后了柳一秋半步 小心地伸手进姐姐的竹篮内 拿了一块芒果干 又塞进嘴里嚼着 柳一秋扭头 正好看见妹妹嘴里嚼着芒果干 顿时眯起眼 语气不善道 你又偷吃 帮你减轻重量吗 柳一梦板着脸一本正经道 柳一秋嘴角一抽 抬手给了妹妹留下一个脑瓜绷 柳一梦嘟着小嘴 委屈巴巴地跟在柳一秋的后面 嘴里的芒果干还是照样嚼着 一个多小时后 两人来到了开阔地前的丛林边缘 到了这里 两人早已经气喘吁吁了 尤其是提着这么重的芒果干 严重影响了前进速度 姐 前面就是开阔地了 穿过之后就是山丘 柳一梦透过丛林的缝隙 发现了之前见过的开阔草地 先休息一会儿 柳一秋喘着气说道 靠着一棵大树坐了下来 姐 你还是要多运动才行 太虚了 柳一梦斜瞥了一眼说道 柳一秋美目不善地瞪了眼妹妹 呃 柳一梦善善地把竹篮放下 在周围溜达起来 你不要乱跑 小心遇到柴群 柳一秋连忙叮嘱道 可还记得 上一次在这里 看见柴群时的模样 我就看看 柳一梦回应道 慢慢走出了丛林 看向外面的开阔地 几百米的开阔地 此时正有几只鹿 正在那里低头吃草 还有几只 正抬头警惕地观察四周 除此之外 就没有别的动物了 没有柴 柳一梦扫视了一圈 没有看到柴的影子 内心顿时松了一口气 她再观察了一会儿 牛身回了丛林 来到了柳一秋的身前 怎么样 有什么发现没有 柳一秋询问道 只看见鹿 没有看见柴 我们要不要直接穿过去啊 柳一梦挥了挥手 一副冲锋的模样 不行 太危险了 要是走到一半 柴群突然出现怎么办 柳一秋严肃脸拒绝道 那要绕路吗 柳一梦听到柴群后 也有点后怕 打消了直接穿过 开阔地的念头 只能绕路了 柳一秋无奈道 为了安全起见 宁愿多绕点路 两个人接着休息了十多分钟 随后提起竹篮继续出发了 两人绕着桐林的边缘 往对面的山丘走去 边走还警惕地观察着四周 生怕有柴突然出现 幸好一路上有惊无险 花了半个多小时 安全地绕过了开阔地 来到了山丘脚下 走吧 时间不早了 天黑之前 看能不能爬上山顶 柳一秋沉声道 仰头看向山顶的位置 山丘虽然不是很高 但是根本没有路 可以上到山顶 需要他们一路 披荆斩棘地往前才行 路上会不会遇上 什么危险还是未知的 两人还背着芒果干 边走还需要探查 前路的草丛 是否有毒蛇等 柳一梦两人出发了 手里握着军刀 劈砍着拦路的荆棘和灌木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 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 大白妖 演播 根号18 早上九点多 鸟鸟吹烟在山林上飘荡 芸心正在庇护所内煮着早餐 干锅内翻滚着鹿肉和野菜 用煮勺慢慢搅拌着 她眼睛透过经济大门 看向营地外 嘴里念叨着 楚风应该快回来了吧 楚风今天一早 就进入丛林阁干草了 新庇护所第三层 需要的干草是大量的 趁着早上天气凉快 先搁一下回来 我回来了 过了一会儿 外面传来楚风略带喘息的声音 她背着一大捆干草 手里还个拎着一小捆 走得满身是汗 楚风 赶紧洗手 吃早餐了 芸汐放下煮勺 起身走出了庇护所 连忙帮忙将楚风背上的干草 卸下来 我先洗八脸 楚风伸手抹了抹脸 将沾得满脸的野草叶子抹掉 她来到水槽旁 双手捧着水洗着脸 忍不住低声喘息了一声 好爽 凉快多了 刚流弯汗 不能立马洗脸 会着凉感冒的 芸汐美目一瞪 连忙把毛巾递过去 知道了 楚风嘴角微扬道 借过毛巾胡乱地擦了一把脸 跟着少女进了庇护所 少女快速地摆好碗筷 盛了一大碗鹿肉放在了楚风面前 芸汐储着下巴 柔声说道 多吃点 好好补充一点体力 你也吃 楚风轻笑一声 夹了一块鹿肉塞进嘴里 芸汐笑盈盈地点头 夹着鹿肉也大口地吃了起来 对于她来说 最幸福的时候就是每天吃饭的时候 二十多分钟后 两人在聊天中吃完了早餐 少女抱着钢锅去清洗 该继续搭建房顶了 楚风站起身活动了一下腰身 迈步朝新庇护所走去 她准备今天把房顶全部铺完 接下来才能有时间做其他事 楚风把剩下的黏土全部混进甘草 用双脚用力地踩着 我来了 芸汐头上带着斗力小跑过来 撸起裤脚 加入到了玩泥巴的队伍中 二十多分钟后 楚风 你上去吧 剩下的我来踩 芸汐白白手道 拧着嘴唇用小脚丫子 努力地踩着 行 楚风点头 踩着木梯爬上了房顶 可以拉上去了 芸汐用弓冰铲 铲着黏土装进了竹篮内 两人配合默契 一篮接着一篮的黏土 被拉上了房顶 黏土的铺设速度在变快 临近下午两点时 整个房顶的第二层黏土 就全部铺好了 唉 楚风长舒了口气 满头大汗地看着整个房顶 昨天铺设的那些黏土 已经干透了 太阳这么大 如果继续这样晒下去 今天就能把整个房顶的黏土晒干 楚风 下来喝水 芸汐仰着头喊道 手里拿着桃罐 里面装了一大半的薄荷水 来了 楚风张嘴硬道 目前房顶不用再上来了 要等黏土干透了 才能继续铺设第三层干草 她慢慢地爬下了房顶 少女已经倒了满满一大碗的薄荷水 递到了她的面前 楚风接过桃碗 大口大口地喝着水 干燥的喉咙得到了滋润 喝完水 楚风整个人舒服了许多 喉咙还有一点甜味 侧头问道 你在里面放了蜂蜜吧 是啊 给你补充一下挺的糖分 芸汐笑盈盈地道 挺好喝的 楚风轻声道 蜂蜜水是有一定 恢复疲劳的功效的 劳累后喝点蜂蜜水 对身体有很大的好处 你休息一下吧 我去煮点鱼汤 芸心把桃罐塞进了楚风的手里 扭伸回了庇护所 楚风走进了新的庇护所 乘凉的同时 打量着里面的环境 地面有一颗颗的碳渣 还没有来得及清理 偶尔还能看见一点黏土 这是从房顶掉下来的 新庇护所很宽敞 阳光透过大门和窗孔 照射进来 也不会感觉到昏暗 楚风走到墙边 这里有半米多的缺口 进去后就是厕所了 厕所很大 长河宽都有一米五左右 以后洗澡和上厕所 都会在这里 楚风还打算 把水用竹管也接过来 到时候 洗澡和冲厕所 就会方便很多 厕所的地面还没有修整 但是已经挖好了沟渠 一直延伸到外面的丛林 这是用来埋排污管道的 先把排污管道买了吧 楚风想着 迈步走出了新庇护所 把昨晚准备好的竹子 给拉了过来 他按照上次的办法 在竹子的两头削出卡槽 把一个根竹子 相互连接固定住 然后小心翼翼地 伴着竹子 放进了挖好的沟渠内 接口处 用粘土牢牢地包裹着 防止待会儿 埋土的时候发生脱落 试试看能不能排污 楚风嘴里念着 在水槽处 接了半桃罐的水 他选座排污管道的竹子 都很粗 和他的小腿差不多 正常不乱丢东西进去 是不会发生堵塞的情况的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楚风还是打算实验一下 以免大便堵在管道里 那样就有点太糟糕了 他往里面加了一些 树叶和小块的木炭 随后抱着桃罐来到的厕所里面 对准了排污管道的入口处 把水连带着木炭 树叶一起倒了进去 楚风放下桃罐 起身往新庇护所外走去 来到排污管道的尽头 在管道出口的地面 已经被水浸湿了 还有几块木炭 和少许树叶落在一旁 看来排污的能力 还是很成功的 楚风嘴角勾起 他拿起弓冰铲 把挖沟取挖出来的土 重新覆盖回去 最后还用脚用力地踩了踩 接下来就该把厕所修一下了 楚风自言自语着 手里握着弓冰铲 打算付出行动 楚风 别忙了 先吃午餐 云心叫憨的声音传来 来了 楚风扬声应道 只好转身往水槽走去 他捧水洗着脸 想了想 把头伸到了主管下 任由冷水冲洗着头发 把上面沾着的黏土 汗水冲洗掉 云心闻声走了出来 美目瞪着数落道 楚风 这样会生病的 人在出汗时 皮肤下的血管是扩张的 血液循环也在加快 突然用冷水冲洗的话 会让毛孔和血管等都收缩 身体散热的渠道也就堵死了 这样一来二去 身体来不及适应 会很容易生病 楚风刚洗完头 发烧还有不少水往下滴着 少女的话 让她善善地抬起了头 赶紧把水擦干 小心生病了 云心美好气地数落着 精致地消脸上满是关心 好 楚风轻笑一声 伸手捋着头顶的短发 两人回到庇护所 少女找来毛巾盖在了楚风头上 小手仔细地搓着 楚风苦笑 任由少女收拾着自己 知道她是在担心自己会生病 喝点鱼汤吧 云心放下毛巾 用竹勺咬了一碗鱼汤 楚风坐在木凳上 端起鱼汤喝了一口 说道 真香 一口鱼汤下去 消耗的体力仿佛正在逐渐恢复 虽然是食物进入体内 因为温度产生的错觉 但这种感觉非常好 还有很多呢 云心端起鱼汤 抿了一口说道 钢锅内 少女这次煮了两条鱼 放了一些柠檬片野菜 提前去腥 味道出奇地好喝 楚风 下午还要出去割干草吗 云心嘴里嚼着鱼肉 一根鱼骨被吐了出来 下午把新庇护所清洗一下吧 等天气凉快 接再出门 楚风轻声说道 新庇护所目前就差厕所 壁炉还没有修正 接下来 只需要把门窗装上 之后就可以暂时居住了 嗯 也不知道 冬天来来会有多冷 云心有点担忧道 过几天我们就出门打猎吧 有了瘦皮就能保暖了 楚风已经有了打算 不管冬天有多冷 防患于未然才是正确的 好 那我招紧时间练一下弓箭 我也要打练 云心兴致勃勃地道 那你可要加油了 毕竟动物也不会待在那么近的位置 让你射打 楚风嘴角扬起一鱼道 少女这两天练习弓箭 目标把离她只有四无名远 准头虽然在提高 但是距离变远的话 还是射不准的 云心脸色微红 娇悍地说道 总会有那么一两只离得近的 希望会有一两只傻的动物送上门 楚风倾笑调侃道 我会打到猎物的 云心翻了翻白眼说道 实际上 她真的遇到猎物 还是会让楚风出手的 毕竟那样子成功率会大一些 一顿午餐在嬉闹中结束 吃完午饭 少女和楚风两人 每人拿着一把树枝做成的扫把 进了新庇护所内 开始清扫地上的碳渣 外面太阳很毒辣 在庇护所内会凉快许多 树枝刮蹭着地面 把碳渣扫出了门外 露出有点发灰的半桃状地面 我去弄点水来洗一下吧 云心皱着好看的眉头 用手蹭了一下石墙 沾了一手的碳灰 少女说完 抱着陶罐去了水槽打水 墙壁内部太黑了 不小心靠到墙壁 衣服就全黑了 楚风则出了新庇护所 在干草堆内抓了两把干草 卷成椭圆形 用绳子系紧 这是用来刷墙的 两人没有多余的布料 可以用来当妈不用 在孤儿院里 打扫卫生的时候 就是用干草刷锅刷墙 少女很快就抱着陶罐回来了 接了满满一陶罐的水 给 用这个刷吧 楚风递给少女一个干草刷 好 云心接过草团 在陶罐内沾了沾水 往黑色的墙上刷去 湿的干草刮刷刷着墙壁 把上面沾着的碳灰 吸附在干枯的草叶上 还挺干净的 云心轻笑道 拿下来的干草上 沾着厚厚的一层碳灰 你刷下面吧 上面太高了我来刷 楚风拿着干草刷着最上面的石壁 好 云心随后硬道 蹲下身 擦洗着石墙的边边角角 这新的庇护所 很有可能是要长期住下去的 把这里当作新家来对待 两人刷洗着庇护所 花掉了一个多小时 才把庇护所内所有的石壁和地面 都清理了一遍 看起来干净了许多 云心满意地看着整个周围的墙壁和地面 等通风晾干明天就搬过来吧 楚风轻声道 看得出少女对这新庇护所很喜欢 楚风 我们还要弄一个经济围栏吗 云心扫视一周问道 她很喜欢旧庇护所的经济围栏 给人的感觉非常安全 要的 有围栏会安全一些 楚风打算在新庇护所周围建一个大围栏 形成一个小院子 空间才不会像旧庇护所那样 让人感到压抑 经济围栏是一定要弄的 不然遇到熊过来 这新庇护所不一定能挡得住熊的鸡爪子 要不把旧庇护所的荆棘拆过来 云心双眼微亮道 楚风愣了愣 随后摇摇头道 还是不要了 那边用来养兔子什么的 也会比较安全一点 差点忘了 还有兔子 云心俏皮地吐了吐舌头 走吧 天气凉快了许多 我们再去割点干草 楚风走出了新的庇护所 天上毒辣的太阳 已经往西边的天空倾斜了 日轨上的代表时针的阴影 落在了下午四点的位置 房顶的粘土已经干透了 第三层的干草 已经可以开始铺盖了 好 云心转身回庇护所 拿了短刀和斗笠 就跟着楚风走进了丛林 再去割一点臭黄金吧 晚上做好 明天也可以吃 云心轻声道 已经盘算着明天早上要吃什么了 可以 楚风惊笑一声 带着少女往乱石堆后面的丛林走去 一个小时后 楚风背着一大捆干草 手臂夹着一捆干草 少女跟在身后 一只手提着干草 另一只手拿着臭黄金的枝条 太阳已经偏西了 过不了多久又要黑了 楚风决定 先把房顶的干草铺完再休息 踩着木梯爬上了房顶 光着脚踩在干燥的粘土上 被太阳暴晒过的粘土还是有温度的 云心把干草给我 楚风探手开口道 好 云心用绳子捆在干草上 让楚风可以拉上去 楚风慢慢地爬上了房顶 把干草均匀地铺在了粘土上 最后一层压着一层 堆得厚厚一叠 整个房顶的干草铺完后 已经是一个小时后了 楚风找来之前砍好的松木 每两根的一头捆在了一起 拉开形成了人字形 跨过房顶的最高处压在了干草上 这样 就算刮大风也不会把干草吹走 起到了一个固定的作用 这样 新庇护所就完成三分之二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 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大白妖 演播根号18 太阳西下 天空变得昏暗起来 再过不久就要进入黑夜了 柳依梦和柳依丘 拨开前面挡路的藤条 缓缓爬上了山丘最高处 在一片乱石堆挺了下来 好累啊 走不动了 柳依梦满身大汗地 靠坐在一块石头上 柳依丘喘着粗气 一屁股坐在了柳依梦的身旁 有气无力地说道 休息 休息一会儿 她的眼前有些发黑 这是体力消耗太多的原因 穿越丛林实在是太耗费体力了 连柳依梦都有些受不了 更不用说柳依丘了 两人从山脚下爬上来 花了大半天的时间 中间休息了好几次 身上带着的水也只剩下一点了而已 今天不走了 体力消耗太大了 柳依梦苦着脸道 随手把竹篮放到一旁 她脱下草鞋 抬起脚看到脚底已经起了两个水泡 而且已经被磨破了 那就休息一晚 明天再继续走 柳依梦满脸的疲惫 伸手从竹篮内拿起了竹筒 打开后喝了一口水 姐 我也要 柳依梦一眼巴巴地看着姐姐 她带在路上的水已经喝完了 喝水不要喝太猛了 现在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够找到水源 柳依梦没好气地说道 把手里的竹筒递了过去 柳依梦接过竹筒 张着嘴巴就要猛喝一口 最后犹豫了下 只喝了一小口润润喉咙 她看着周围渐渐暗下来的天空 有点无助地问道 姐 接下来要怎么办啊 先找个安全的地方 度过今晚 柳依梦现在感觉一个头两个大 视线扫尸着周围陌生的环境 去那里吧 有一个大石缝 柳依梦侧头说道 伸手指向不远处的位置 在两人不远处 有好几块巨石互相倚靠在一起 正好形成了一个大石缝 走吧 过去看看 柳依梦美目一亮 起身提着竹篮朝那里走去 柳依梦连忙穿好草鞋 提起竹篮忍着痛跟了上去 几分钟后 两人踩着一地的乱石来到了石缝前 没有粪便之类的 看样子没有野兽在这里过过夜 柳依梦仔细地查看着石缝内的环境 发现地面很干燥 没有动物的毛发 石缝只有一个出口 大小刚好够两人并肩躺下 那我们今晚就在这里过夜吧 柳依梦赞同道 柳依邱放下竹篮 拿起军刀说道 先去找一些木头和杂草回来 等天黑了就不能乱走了 夜晚一定要生一堆火起来 还有地面也要用杂草割开 好 柳依梦背起弓箭 跟着姐姐往不远处走去 她的双眼打亮着四周 突然发现山丘下的远处有烟飘起 下一刻一个不留神她踩到了碎石 脚一歪整个人摔倒在地 好痛啊 柳依梦皱着眉头喊道 柳依邱眉头一皱 回过头来脸色一变 急忙问道 怎么了 崴到脚了 柳依梦单手撑着地面坐起 一只手捂着左脚 可怜巴巴地看着姐姐 她的左脚脚腕有些泛红 一碰就刺痛无比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柳依邱连忙蹲下身 扶着妹妹站起身来 我刚刚看见那边有烟 没留神就这样了 柳依梦可怜兮兮地道 伸手指向山丘下的远方丛林 有烟 柳依邱依邱侧头看去 果然在山丘下的丛林远处 看见了有烟飘着 嗯 应该是其他参赛组的人员吧 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 柳依梦又一只脚蹦着 身体已靠在姐姐身上 明天再说吧 你的脚都成这样子了 能不能停止下去 还是一个问题 柳依邱叹息一声 扶着妹妹往石凤走去 望山刨死马 那烟雾看着不是很远 可一旦行动起来 得大半天也说不定 我能坚持下去的 不管如何都不能退出 柳依梦抿着下唇喊道 现在还不知道 你的脚是不是伤到筋骨了 如果是就麻烦了 柳依邱扶着妹妹坐下 小心地脱下她的草鞋 查看着伤势 如果伤到骨头或者经脉 不及时处理的话 就会红肿起来 如果是韧带 骨头断裂等 以后就算痊愈了 也很有可能会留下后遗症 变成瘸子 也是有可能的 应该没有伤到筋骨 我们不用退出的 柳依梦咬着下唇 装作没事的样子 慢慢扭动着脚踝 你还逞强 给我放松 别乱动 退不退出 明天再说 柳依邱眼角一挑 忍着给妹妹一个脑瓜帮的冲动 最终还是体谅她是个伤员忍住了 姐 你先去找一些木头吧 不然今晚我们就惨了 柳依梦看着越来越黑的天说道 嗯 你乖乖坐好 我去捡柴火 柳依邱再度叮嘱了一句 拿着军刀小跑着去了丛林 小心一点 柳依梦连忙喊道 知道了 柳依邱随口应道 双眼在周围寻找起来 很快在周围发现了许多木头 柳依梦坐在石缝前的石头上 双眼盯着山丘下鸟鸟升起的烟 嘴里嘀咕着 不知道会是谁在那里啊 天完全暗了下来 柳依邱摸着黑 抱着一大捆木头和一点杂草 回到了石缝处 因为有了打火时 火堆很快被剩了起来 照亮了石缝周围 今晚只能吃芒果干了 柳依邱坐下来叹息一声道 天已经黑了 没有机会去找野菜 而且水也只剩下一点 根本不够用来煮野菜吃 芒果干也挺好吃的 柳依梦嘴里嚼着芒果干 表情呆呆地望着前面的火堆 你的脚还痛吗 柳依邱翻了翻白眼 借着火光茶看着妹妹的左脚 柳依梦长长的睫毛抖了抖 扯了扯嘴角说道 不痛了 别逞强 柳依邱语气无奈地伸手 轻轻拍了一下妹妹的脑袋 叹了口气道 实在不行 我们就退出吧 医药费我再想办法 不行 我会好起来的 而且还要拿到名次 这样才有钱给妈妈治病啊 柳依梦说着说着低下了头 嘴里嚼着的芒果干 感觉都索然无味了 知道了 柳依邱轻轻点了下头 往火堆里架了一块木头 她决定 等明天看一下妹妹脚的情况 或者求救一下其他的挑战者 实在不行 只能退出 直播间内的观众刷起了弹幕 柳依梦受伤了 她们还能坚持下去吗 该不会也要退出了吧 她们能坚持这么久 就这两个女孩子而言 已经很不容易了 夜晚 天上繁星点点 好美啊 柳依梦倚靠在石头上 仰着头看着夜空 山丘上往周围看去 视野开阔了许多 可以看见满天繁星 柳依邱手里握着军刀 视线扫视着周围 随后扭头对妹妹说道 今天已经很累了吧 你早点睡 我来守夜 不行 我也要守夜 柳依梦摇头拒绝道 你脚受伤了 需要好好休息 才会好得快 柳依邱严肃脸道 柳依梦板着脸 一本正经地说道 那也不行 姐 你今天也很累了 不睡觉 明天怎么有力气下山啊 她没等柳依邱说话 就下决定道 姐 你守上半夜 我守下半夜 不行 柳依邱正要拒绝 你记得叫我 柳依梦立即半眯着眼睛 装睡起来 柳依邱叹了口气 无奈道 你赶紧睡吧 啊 啊 好 柳依梦打了一个哈欠 身体精神上的疲劳 让她开始晕晕欲睡 突然 远处山林传来几声 此起彼伏的兽吼声 在寂静的夜里 格外清晰 姐 有野兽 野兽的吼叫声 顿时让柳依梦 睡一一扫而空 柳依邱伸出手指 放在唇边小声道 安静 我们有火堆 不用怕 她警惕地看着 远处黑暗中的丛林 拿着木柴往火堆扔去 把火烧得更旺一些 柳依梦也抱着弓箭 随时做好搭弓射箭的准备 嘴里念叨着 不要过来 千万不要过来 柳依邱听着妹妹的念叨 眼角抽抽 无语道 别念了 越念越紧张 哦 柳依梦撅着嘴 安静了下来 此时观察员的直播间 已经切换到了柳依梦 两人这边好一会儿了 他们会不会有危险啊 吴晴月瞪着眉目 捂着嘴紧张地看着 按道理说 他们有火堆 如果遇上了野兽 只要不是那种饿了很多天的 应该不会有事 王林皱着眉头分析道 野外一些野兽如果饿太久了 反而会铤而走险 太危险了 不过野外生存就是这样的 看他们能不能坚持下去了 和明叹息一声 也是紧张地注视着萤幕 王老师 听得出 是什么野兽的声音吗 吴晴月连忙问道 听声音 应该是柴的 王林思索下回答道 柴 千万不要是柴群啊 那样就太危险了 吴晴月替柳依梦两姐妹担心起来 接下来就要看他们的运气了 王林摇摇头道 另外一边 楚风和芸心两人刚吃完晚餐 少女正在处理臭黄金的叶子 把他们的叶子摘下来清洗 楚风 又有蚊子了 芸心挥着手 把头顶盘旋着的蚊子赶走 应该是驱虫伞药效过了 楚风拍了下自己的小腿上 抬起手 看到掌心有一小瘫血迹 那是属于蚊子的 怎么办 芸心苦着脸 手里拿着臭黄金的枝条挥舞着 现在也没有制作的材料了 只能明天出去一趟找一些回来 楚风无奈到 忘记储存制作蛆虫药的材料了 这几天太忙了 有些东西难免会遗漏 看来今晚 只能错进睡袋内睡觉了 芸心叹息了一声 去虎堆边上 那些蚊子就不敢靠近了 楚风连忙道 嗯 芸心点头 把臭黄金搬到了火堆旁 开始摘着叶子 明天要搬过去住的话 那么新庇护所的门 就要先做出来才行 楚风思索了一下 用木炭在地上画起了草图 不一会儿 草图就画好了 是一个长方形的门 她找了一堆木头 按照一米七左右为标准 用砕刀 把木头都结成了同样的长度 如果有铁钉就好了 楚风感慨了一句 她拿着绳子 把所有结下来的木头排列好 一根挨着一根地绑了起来 二十多分钟后 楚风把木头都固定好了 做成了高一米七 宽两米左右的木门 木炸门的最后一根木头 被换成了两米长的松木 这是用来固定大门的 到时候一端埋在地里 另外一端固定到石墙上 再用竹筒做门轴斗 这样就可以随意活动了 楚风再找来了四根两米长的松木 分别固定在了木门的上下两边 这是为了防止木门晃动 她把木门靠着木棚内放好 明天拿过去新的庇护所装上就可以了 搞定 楚风拍了拍手 一时间无所事事 她微微思索一下 提身拖来竹子 用柴刀把竹子削成竹片 然后再从中间分开处理成竹条 接着小心翼翼地把竹条再度削细 变成了一个个长长细小的竹条 出气和牙签差不多 楚风 你这是要做什么 芸心好奇地问道 造纸要用到的工具 楚风轻声道 控制着手里柴刀的力道 把竹子削成一根根牙签系的竹条 她得趁着晚上有空闲 先把造纸要用到的工具做出来 造纸要用到的工具需要很多根竹条 一天晚上是完成不了的 啊 楚风 你居然要造纸啊 芸心瞪着美目惊讶道 还是第一次听说楚风会造纸 早上放进水槽浸泡的鞍树皮 就是用来造纸的 楚风轻声解释道 今天早上她就已经把昨晚处理好的鞍树皮 放进水槽浸泡着了 过上几天 树皮软化了就能拿出来用了 你什么时候会造纸的 我怎么不知道 芸心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从网上学到 其实很简单 到时候你看到就知道了 楚风嘴角扬起 造纸的确很简单 不过那是在她得到造纸 惊艳礼包的情况下 好吧 芸心撅着嘴道 楚风又玩神秘了 不过有了纸以后 自己是不是上厕所 就不需要再用木棍和树叶了 菊花不用再受摧残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 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 大白妖 演播 根号18 清晨 楚风慢慢睁开了眼 额头脸颊上各有一个红点 这是昨晚被蚊子叮咬留下的 她侧头看了一旁抱着自己的少女 嘴角含笑 轻轻地把她搭在自己身上的手脚拿开 然后小心翼翼地爬出了睡袋 楚风穿好异物和鞋子 外部走出了庇护所 同时在脑海中下令 签到 一道虚拟的屏幕从眼前弹出 她看着那代表26号的日期亮了起来 还有两天 楚风轻声自言自语着 把虚拟的屏幕收起 距离下一个七天签到礼包 还有两天 她很好奇 下次还能得到什么好东西 而且还有一个更令人心动的 那就是即将到来的月签到礼包 根据系统出现的那道虚拟屏幕 后面还未亮起的日期 只要还差四天 就可以领取月签到礼包了 七天签到礼包都能铲出那么多好东西 月签到礼包应该不会差了 楚风伸了一个懒腰 推开荆棘大门走了出去 习惯性地观察着四周 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后 她来到了水槽旁 捧着冷水洗了个脸 让自己惊上了许多 楚风 你今天好早啊 芸汐打着哈欠从庇护所内走出 太阳都快晒屁股了 楚风嘴角寒笑道 海岛上总是很早就能看见太阳 从日轨上显示的时间 现在应该是早上七点钟左右 我先去做早餐了 芸汐翻了翻白眼 扭身走进了庇护所 拿干锅接水去了 先把门窗装上吧 楚风洗完脸精神了许多 一大早就准备忙碌起来 她进了木棚 扛着做好的门盒窗 迈步往新的庇护所走去 楚风先是往有点硬的黏土里面 加了点水 均匀地搅拌让它软化 直接用手挖了一大团黏土 来到了石墙边 将黏土均匀地抹在 预留的窗口四周 应该差不多吧 楚风歪着头目侧 拿起一旁的窗户 对准了预留的窗口 慢慢地装进了窗洞之中 沿途被挤压着 将窗户固定在了墙壁上 她试着拽了拽窗户 发现还是有点轻微摇晃 于是回庇护所找来一些竹片 均匀地插进了窗框 和墙壁之间的缝隙 她拽了拽窗户 发现已经很彻底地 固定在墙上了 接下来装大门 楚风转身来到 半圆形的石门处 用弓兵铲 在石门旁边挖了一个大坑 大小与木门用来支撑的松木一样大 接着 往土坑里放了一些石块 防止木门开合久了 摩擦之下就会让土坑越来越深 楚风把木门搬起来 将长的那一段放进了土坑内 木门靠着墙立了起来 在靠墙壁的位置 楚风将门轴上预留的竹筒 用绳子固定在了墙壁上 这下子晚上也安全了 楚风试着推动木门 开合了几次 发现很轻松 不会有摇晃的情况 新庇护所的围栏还没有搭建 那么木门的结实性就很重要了 芸心手里拿着竹筑 走出经济围栏喊着 楚风 吃早餐了 来了 楚风开口硬道 今天应该是最后一餐 在旧庇护所用餐了 待会儿他们就打算把壁炉搭建起来 以后做饭就都在新庇护所内做了 楚风在水槽旁洗了手 随手甩了甩手上的水珠 进了庇护所准备吃早餐 芸心眯着眼睛 按住楚风面前的筷子称怪道 你是不是没有刷牙 呃 我现在就去 楚风嘴角抖了抖 今天早上 一直在忙着做门窗 倒是忘了刷牙了 五分钟后 楚风刷完牙重新坐在了木凳上 这次少女笑盈盈地帮她盛好了早餐 今天的早餐 有臭黄金粮皮 也没酱拌野菜 和鹿肉炖木耳 早餐很丰富 两个人都能吃得饱 可能是这几天都在做重力活的缘故 楚风发现 自己比平时多吃了一碗 吃完早餐的楚风 继续到新庇护所忙碌起来 她搬来几块平整的石头 钻进了新庇护所内的厕所 准备开始修整厕所 厕所的地面也已经被烧成半桃状了 靠墙半米的位置 拥有一个篮球大小的坑洞 里面连通的就是排污管道 这也是以后两人解决三级需求的地方 楚风用了一些粘土涂在了坑洞旁 把平整的石头摆了上去 周围再用粘土修不好 一个蹲坑就简单地做好了 现在是野外 没有水泥 暂时就只能做到这样了 芸心走了进来说道 楚风 我来帮你了 这个厕所 你觉得怎么样 楚风站起身来 让出了身后的蹲坑 看起来还不错 不过我有个疑问 芸心打量了一下厕所 比之前的木龙厕所好了太多了 什么疑问 楚风疑惑道 就是厕所没有门 味道会不会飘到庇护所内啊 芸心看着石墙内半米多的缺口 脸有点羞红起来 呃 这是我忽略了 楚风善善地笑道 昨晚一直想着做庇护所的大门 倒是忘记了厕所也是需要门的 他转身出了庇护所 找来木头按照大门的做法 再度做了一个木门 并且把木门上的缝隙 都用粘土封住了 楚风装好木门后 满意地拍了拍手 整个庇护所 现在就差壁炉没有搭建了 我去把东西先搬过来 芸心兴致勃勃地转身 回了旧庇护所 准备把那些瓶瓶罐罐的 都搬过来 楚风嘴角喊笑 看着少女出去 跟在后面出了庇护所 来到了预留有孔洞的石墙旁 这里是搭建壁炉的位置 他拿着弓兵铲 准备修整一下孔洞 楚风把石墙上预留的孔洞 修成了方形 大小有小木凳那么大 这是用来搭建烟囱用的 想在庇护所内搭建一个壁炉 那么排烟就很重要了 所以他打算在石墙外 对应壁炉的位置建造一个烟囱 烟囱的作用很重要 当壁炉在燃烧木头的时候 会把空气加热形成热空气 利用热空气上升 以及烟比空气轻的原理 产生的浓烟就会被热空气 从烟囱顶部出口排出 外面的新鲜冷空气 从入口被卷入 这样可以增加木头燃烧 所需要的氧气 使木头更加充分地燃烧 火势会更旺 当然最重要的是防止 一氧化碳中毒 出风气深 在周围找来大小相差不多的石头 又搬来了许多黏土 开始起烟囱 烟囱的搭建很简单 先是用石头和黏土 在地面搭建一个石台 等与石墙预留的洞口齐平后 开始搭建中空的烟囱管道 管道的搭建自然还是用石头 用黏土固定 一层一层往上堆砌 因为有石墙座之称 这一次 楚风要一次性把烟囱做好 之后等壁炉搭建起来 开始燃烧木头的时候 热气会很容易就把黏土烘干 让烟囱稳固下来 再经过长时间烧柴火的燃烧 黏土很容易就会被烧成半淘气壮 半个多小时后 楚风搬来了木桌 站在上面继续搭建烟囱 开始做最后的收尾工作 等烟囱完成后 高度堪比新庇护所的墙壁还要高 将近有两米 而且是呈现一个下宽上窄的形状 接下来就是搭壁炉了 楚风从木桌下来 手指搓弄着指甲缝隙中的黏土 他来到新庇护所内 少女已经把能搬动的东西都搬过来了 剩下一些大件的物品实在是太重 搬不动 云新整理着地面的陶罐 扭头问道 楚风 忙完了吗 新家的喜悦 少女脸上一直挂着笑容 新庇护所已经越来越有家的感觉了 烟囱已经做好了 楚风轻笑道 那帮忙把床搬过来吧 然后我才能收拾一下 允信笑盈盈道 看着新庇护所地面摆放的东西 就忍不住想把它们都整理好 好 楚风笑着点头应道 转身去了旧庇护所 不一会儿 他就扛着木床走了出来 少女在旁边伸手扶着 还好这个门做得够大 楚风慢慢地 把大床从拱形的石门推了进去 一直挪到墙角的位置 楚风 做一个木架子吧 桃冠和水缸这样扑在地上 我觉得太占地方了 允信抱着小水缸 慢慢地挪到了墙边的位置 地上摆着的都是瓶瓶罐罐 有猪筒木筒等东西 可以 楚风认同地点了点头 新家的确是还缺了一个木架子 桃冠这些装有食物的器具 还是要抬离地面才行 要不然会有很多蚂蚁 蜈蚣之类的昆虫爬过 好 芸心笑着硬道 立即收拾着其他东西 接下来就差壁炉了 楚风扭伸来到石墙孔洞的位置 抬眼向外看去 只能看见烟囱内壁 还未干透的黏土 在孔洞对应的地面 还留有一个坑洞 下面是铺设地基前就埋着的碎石 楚风规划好位置 在地面铺了一层黏土 用石块开始堆砌起壁炉 他打算造半米宽一米长的壁炉 同时也是用来做饭的炉灶 冬天还可以用来取暖 石块和黏土铺盖了一层又一层 在地面中间的位置 预留了一个三十厘米左右的缺口 按照石门的建造方式 砌了一个半圆形拱形的门洞 这是用来添柴火的地方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 壁炉的三面炉壁已经砌好 高度大概有六十厘米 整个炉壁还差顶部没有封顶 这也是最难的地方 因为这里要留一个孔洞 用来放置钢锅 楚风沉死了一会儿 转身出了庇护所 在乱石堆中寻找了起来 楚风 你找什么呢 云心走出庇护所好奇地问道 他刚刚已经把东西都摆放好了 木桌也被擦洗后拉了进来 放在了新庇护所的中间 以后 那里就是两人吃饭的地方 找几块扁平的石头 楚风随口硬道 视线在乱石堆扫射着 时不时用手翻动压在下方的石块 云心帮忙翻找起来 过了一会儿 在不远处的乱石堆 找到了一个扁平的石头 他连忙喊道 楚风 你看 这一块又大又平 可以吗 楚风迈步走了过来 看到石块以后轻笑道 很好 刚好可以用来盖炉顶 又找了将近二十分钟 最后才找到几块扁平的石头 最大的两块有半米长 两人费力地把石头 运回了新庇护所里面 楚风把两块最大的石块 小心地架在了两旁的壁炉上 留下了中间一道口子 再用其余石块 用粘土叠加上去 最后只剩下一个方形的缺口 他用粘土 把方形的缺口修补成圆形 大小和钢锅的锅底一样大 这样生火烧水的时候 才不会有浓烟漏出 楚风想了想 用粘土捏了一块扁平的圆形盖子 这是用来遮盖那圆形颅孔的 不做饭的时候就盖起来 这样才不会有烟跑进庇护所 他准备今晚做饭的时候 先把这个圆形的盖子 烧制成半桃状 等以后有空了 再修一个摇炉 重新做一个更耐用的盖子 做好了吗 芸汐端着水走了过来 楚风接过桃碗喝了一口 晚上试试就知道能不能用了 看起来很不错 应该可以用的 芸汐打量着笔炉 忍不住侧头问道 楚风 你的动手能力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的 我一直这么强 只是以前你没发现而已 楚风嘴角微扬 脸上有着嘚瑟 芸汐被逗笑了 俏皮笑道 你脸皮也变厚了 走吧 我们去采一下艾草 楚风爽朗地笑了几声 准备出门去丛林找药草 做蛆虫伞 昨晚楚风睡眠很浅 蚊虫的叫声 一直在头顶和耳旁回荡着 中间被吵醒了好几次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菲鲁小说网 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 大白妖 演播 根号十八 中午 毒辣的太阳照射在山丘上 山丘上的丛林中 柳一秋和柳一梦两个人 正在下山的路上 柳一秋手里握着军刀 将拦路的藤条和树枝砍断 为身后的妹妹清除障碍 姐 我好渴 柳一梦仗着干干的嘴唇 手里撑着早上姐姐做的拐杖 一拐一拐地跟在柳一秋身后 今天早上 两人就把已经剩下不多的水喝完了 在毒辣的太阳照耀下 早已经口干舌燥 再忍忍 到了山下 看看能不能找到水源 柳一秋无奈道 也感觉到自己的喉咙都快冒烟了 我们还有多久能下山啊 柳一梦免了抿干燥的嘴唇说道 一只手撑着拐杖 用没有受伤的右脚往前蹦着 她的左脚已经红肿起来 有淤血在里面 疼痛感比昨天晚上清了不少 倒是让她松了口气 感觉是没有伤到筋骨 需要休养一段时间就能好起来 他们还能继续留下来 应该还要再走两个小时 柳一秋回到砍断眼前的树枝岛 在这里虽然能看见山下的丛林 但还是有不短的距离 而且一路上要清除障碍 否则柳一梦根本难以跟上 速度会更慢 两个小时 从来没有觉得 两个小时是那么的漫长 柳一梦苦着脸感叹着 一只手拎着篮子往前蹦去 原本柳一秋要把她的篮子也拿走 却被她拒绝了 理由是拿着两个篮子 根本没有办法清除障碍开路 不过在柳一秋的执意要求下 篮子内的芒果被分走了一般 减轻了不少重量 再坚持一会儿 故而这片灌木丛应该就好所多了 柳一秋沉声道 早上从山顶往下看的时候 发现越靠近山脚下的灌木会越少 嗯 柳一梦点点头 看着地面小心地前进着 脚上的草鞋已经破损得很厉害了 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柳一秋回过头问道 不用 到山脚下再休息吧 这里太阳太大了 柳一梦摇晃着脑袋道 好 柳一秋点头 继续往前开路 将近两个小时后 两人终于下了山丘 在山下的丛林内休息了起来 柳一梦手里拿着芒果干 犹豫下重新放回了篮子内 现在的她很渴 芒果干太干了 根本吃不下 她的视线在周围扫视着 有了新的发现 侧头对着姐姐说道 姐 你看那些花 好好看啊 花 柳一秋正在探查周围 寻着妹妹手指的方向看去 那是一片两米多高的植物 张有一片片 类似于香蕉叶的叶子 叶间呈现紫色 并且开满了许多红色的花 这是 柳一秋皱眉思索起来 感觉花非常的熟悉 好一会儿后 恍然大悟道 是焦鱼 花挺好看的 柳一秋轻声道 柳一秋迈步走了过去 用军刀斩断焦鱼 把焦鱼花递给了妹妹说道 给 好看就拿着 柳一梦有点哭笑不得 结果焦鱼花放在了鼻下闻了闻 有淡淡的香味 姐姐因为是研究植物的原因 对花更多的是研究价值 欣赏方面是完全不在意的 我去周围找找看 有没有水 柳一秋对焦鱼并不感兴趣 双眼视线扫视着周围 或者说不怎么了解 只知道焦鱼的名字 一起去吧 这里看起来都没有什么可以吃的 柳一秋撑着拐杖站了起来 把花放在了竹篮内 嗯 柳一秋点点头 一只手搀扶着妹妹 这里的地形相对好走了许多 两人往丛林内走了十多分钟 有了新的发现 姐 你看那些是不是木耳啊 柳一梦指着不远处的一根腐木 上面长了许多黑色的木耳 是木耳 柳一秋眼睛一亮肯定道 姐 这里有人来过 有脚印 柳一梦喊道 眼间看到 腐朽树干旁边的地面 有几个清晰的脚印 看样子 离其他参赞选手的营地不远了 柳一秋神色严肃的 他仔细一查看周围 发现了不少脚印 木耳也有被采摘的痕迹 我们要不要找一下他们在哪儿啊 柳一梦提议道 先不要默然打扰 我们先找到水源再说 柳一秋情声道 其他参赛选手 不见得乐意别人靠近 贸然打扰的话 或许会被驱赶 这附近都没有看见会有水的迹象 柳一梦无奈道 撑着拐杖努力地站直着 往那边走走看吧 看看会不会有别的发现 柳一秋伸手指向东边 然后搀扶着妹妹继续前进着 两人继续走了几分钟 来到了一道沟壑旁 里面是一片野椒林 这里竟然有野芭蕉 柳一秋眼睛一亮 眼上顿时展露出喜色 柳一梦惊喜地喊道 姐 我看见野椒了 走 我们下去 我有办法找到水喝了 柳一秋振奋道 搀扶着妹妹下到沟壑内 往野椒林走去 什么办法 柳一梦疑惑地问道 周围一点水的影子 他都没有看见 你等着喝水就好了 柳一秋提着军刀 来到了一棵野芭蕉树前 他半蹲下身子 在离芭蕉树根部 十厘米左右的位置 他用军刀将芭蕉树砍断 柳一秋望着芭蕉树 缓缓倒下 开始用军刀挖着 剩下的一节芭蕉树干 在断口的位置 往下挖出一个凹槽 随后用芭蕉树叶盖住了断口 按照同样的办法 他又看到了另外一棵芭蕉树 好了 等一段时间就会有水喝了 柳一秋整个人放松下来 这种取水的办法 是从网上学来的 这样就会有水喝 柳一梦惊惑地问道 这种取水的办法 还是第一次看到 从网上学来的 柳一秋开口说道 他转过身 用军刀将倒在地上的 芭蕉树树干劈开 挖出了最里面 白色的芭蕉芯 递给了妹妹 这是什么 柳一梦疑惑地接过手 芭蕉芯 可以吃的 柳一秋轻声道 他挖出另外一小半的芭蕉芯 然后张口咬了起来 一根根百思 从断结面被拉了出来 这可以吃 柳一梦呆了呆 初次对姐姐的信任 他也开口咬了起来 嚼了几下 发现芭蕉芯内有许多水分 干渴的喉咙得到了滋润 整个人舒服了许多 好多水分啊 味道还不错 柳一梦长长的睫毛抖了抖 接着咬了几口芭蕉芯 嚼了起来 得救了 柳一秋发出感叹 嘴里嚼着芭蕉芯放松了下来 暂时缓解了缺水的危机 两人在野芭蕉林里休息着 柳一秋时不时去翻开 芭蕉叶查看 被挖开的树干内 已经有了少许的水 渗透出来了 柳一梦咋了咋嘴 眼巴巴地说道 姐 再给我来一块芭蕉芯 柳一秋拿着军刀 一刀剖开了另外一棵芭蕉树的树皮 挖出了里面洁白的芭蕉芯 支撑两半后 递给了妹妹一截 吃了这么久的野菜和芒果干 终于换了一个口味 柳一梦满足地嚼着芭蕉芯 一根根丝线挂在了嘴角 我们待会儿去看看 有没有水源 或许在这里搭建庇护所 也不错 柳一秋侧头说道 嗯 柳一梦认同地点了点头 嘴巴鼓鼓地塞满了芭蕉芯 将近两个小时后 柳一秋掀开了两棵芭蕉树上盖着的叶子 里面的凹槽已经有一半的水了 两人在野窖林内休息着 吃着芭蕉芯嚼着芒果干 补充今天的消耗 你还渴吗 柳一秋扭头问道 准备用竹筒把水都装起来 吃了芭蕉芯已经不渴了 柳一梦摆了摆手说道 那水就先储存起来 柳一秋点头 两棵芭蕉树凹槽内渗出来的水 都装进了竹筒内 然后用芭蕉叶再次盖住 下次需要时再回来取 柳一梦看着 只装满一个竹筒的水 感叹感叹说道 姐 为了这么一点水 就砍断两棵芭蕉树 会不会有点浪费了 在野外 没有水只能这样 不过 芭蕉树砍断的树根 还会再重新长出芽来 一年多 又可以长大 柳一秋情生说道 农夫在收成完香蕉的时候 也会把结果果实的香蕉树砍断 让养分留给新芽成长 原来是这样啊 柳一梦了然地点了点头 观察员的直播间内 何明 吴晴月几人 已经观察两姐妹有一会儿了 八枪树还能这样取水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 吴晴月惊叹道 一副长了见识的表情 在野外如果找不到水 的确可以用这种办法取水 王林淡淡地点头 这种取水办法 他也是知道的 何明皱着眉头 惊疑道 我怎么看 他们刚刚所在的野教练很熟悉 贝何老师你这么一提醒 好像是有点熟悉啊 就像是在 谁的直播间里面也看到过 吴晴月皱着好看的眉头 却怎么都想不起 在哪里见过 毕竟要观察的直播间太多了 看见过的景色也非常多 脑海中没有固定的印象 很难马上辨认出来 楚风 齐薇婷解明恶药的开口 安静地继续注视着面前的屏幕 哦 我想起来了 这片野骄灵 就是楚风直播间出现过的 吴晴月恍然大悟道 这么说来 双胞胎姐妹现在在 楚风营地的附近了 何明惊议道 四人难道会相遇 那他们是不是会和楚风遇到一起啊 吴晴月双眼发亮 何明饶有兴趣地说道 我现在很好奇 四个人相遇会是个什么情况 我猜楚风应该会帮助他们吧 吴晴月接话猜测道 我觉得不会 虽然楚风食物还有很多 但是如果多两个人的话 那么就不够了 王林双手抱胸 淡淡地分析起来 人是自私的 更何况这涉及到超级大奖 帮助他们就相当于 给自己培养竞争对手 吴晴月眉头微微皱气 反驳道 不是所有人都是自私的 那可不一定 楚风两人现在肉的储存量 足够生存很久了 再加两个人进来 肯定是不够的 王林自信地说道 楚风云心两人 现在可以过得很好 但是多了两个人出来 情况又不一样了 他认为楚风 不会受留两姐妹 不然冬天肯定熬不过去 四张嘴 比两张嘴消耗的 要多得多 这 柳一秋两个人 又不是拖累 他们也可以帮很多忙的 只是懂得知识太少了 吴晴月弱弱地说道 双胞胎姐妹能生存到现在 在她看来已经很努力了 对比一些男生挑战者 已经很厉害了 而且 柳一秋两姐妹 也不一定会依赖楚风两人 吴晴月按照之前的情况分析 两姐妹都不是喜欢依赖人的性格 也许吧 能多淘汰一些选手 何乐而不为呢 王林探了探手 毕竟荒野生存不是过家家 考虑更多的就是现实 和民看到气氛有点强 连忙接过话题 两位的猜测都是有道理的 不妨观众们也可以猜一猜 最后他们如果相遇的话 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柳一梦柳一秋从沟壑内爬了上来 应该还有不到两个小时 天就要黑了 柳一秋抬头透过丛林的缝隙 看向天空 阳光已经温和了许多 那我们赶紧走吧 最好先找个有水源的地方 柳一梦拎着竹篮 竹着拐杖往前走去 往这边走 沿着这些痕迹走 应该可以找到水源 柳一秋伸手拉住了妹妹 指着身后的方向道 这是一条被清理过的小道 沿途的灌木枝条和藤条都被砍过 显然是别的参赛选手做的 意味着沿着这条小道 可以去到他们的营地 或许水源就在那里 那我们快走吧 柳一梦也明白过来 拄着拐杖当先走了过去 一个多小时后 天上的太阳往西边缓缓落去 原本明亮的天空 也被蒙上了一层灰纱 姐 天又要黑了 我们还没有找到水源 要不要先找个地方 先度过一晚 柳一梦提见一道 再往前走走 这里没有可以让我们休息的地方 柳一秋眼内有着焦急 天黑下来就太危险了 没想到 沿着道路一直走 竟然走了将近两个小时 虽然主要是柳一梦脚的问题 导致走路速度非常慢 柳一梦咬着下唇往前走着 突然在她的视线里 不远处的天空有吹烟声器 她惊喜地喊道 姐 那里有烟啊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卢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 大白妖 演播 根号18 天空已经有点暗了下来 楚风云心两人正在新庇护所内 准备测试白天搭建的壁炉 白天出门去丛林内找了一些艾草 楚风为了不让直播间的人发现驱虫散的配方 在寻找药草的时候 特意多找了几种不相干的药草 找完药草后没有逗留 两人赶在天黑之前回到了庇护所 发现壁炉已经干得差不多了 于是准备测试一下 应该干了吧 楚风站在壁炉前 伸手控制着力道 按压着壁炉的炉壁 发现并没有松动的迹象 可以用火烧了吗 芸心轻声问道 可以了 你去庇护所那里把火引过来 楚风扭头说道 好的 芸心迈步出了新庇护所 没一会儿就拿来了一根半燃烧的木头 楚风接过手后 拿了一些干草塞进了壁炉内 很快火就被烧忘起来 原本有些昏暗的新庇护所 也有了光亮 它往壁炉内塞着树枝 火石越来越大 火焰被烧忘起来 粘土做的圆形盖子 也开始被烧制 壁护所内没有浓烟 看来是成功了 楚风轻笑道 壁炉内有木头在燃烧 却没有烟飘进壁护所 证明烟囱的作用被发挥出来了 两人在旧庇护所做饭时 燃烧木头产生的烟总会胡乱飘着 有时候还会飘进庇护所内 十分抢人 我去搬一些木头来 今晚在这里做晚餐了 云心笑盈盈道 已经开始想用壁炉做饭了 她转身小跑出了庇护所 想趁着天还没有黑下来 先把旧庇护所的一些木头搬过来点 楚风看着少女兴致勃勃的模样 笑着继续测试着壁炉 要看一下壁炉的密封性怎么样 云心微微低头从石门走出 蹦跳着往旧庇护所走去 突然 她听到了什么声音 身体一将停了下来 视线注视着营地外的丛林 姐 有亮光 这里应该有人 我看到了 柳一梦柳一秋两个人嘀咕着 拨开灌木从丛林内走出 出现在了丛林边上 两人的眼睛正好与云心的双眼对视在一起 场面有些安静 又有些尴尬 柳一梦拄着拐杖 眨不着大眼睛惊恶出声 这不是那个小女孩 她还记得云心 因为少女是最小的一个挑战者 见到少女的一刻 柳一梦不知道为什么 内心松了一口气 云心眉头微微一皱 惊恶道 你们怎么在这里啊 对于双胞胎姐妹 她是有印象的 毕竟双胞胎姐妹可不常见 特别是长相还非常亮丽 这个 能不能给点水喝啊 柳一秋轻声道 一路走过来 已经把芭蕉树收集的水喝完了 云心 怎么了 楚风疑惑的声音响起 从新庇护所内走了出来 她看见柳家姐妹两人 顿时就愣住了 楚风 他们想喝点水 云心扭头解释道 柳一秋嘴角抽抽了一下 脸色有点尴尬 楚风眉头微皱 顿了顿说道 芸心给他们倒点水吧 好 芸心乖乖地点头 转身回到新庇护所 倒水去了 好久不见 柳一梦挥着手打着招呼 嘴角勉强扯了扯 露出一丝微笑 好久不见 楚风微笑适宜 疑惑地问道 你们怎么不在这里 这时 少女刚好断了两个竹筒杯出来 递给了柳一秋两人 谢谢 柳一秋柳一梦同时答谢道 接过竹筒抿了一口 薄荷水 柳一秋眼睛一亮 尝出了水里薄荷的味道 感觉喉咙清凉了许多 她脚怎么了 楚风打量着两人 发现柳一梦拥着拐杖 一只脚还抬离了地面 不小心晚了一下 不过应该没大碍 柳一梦说着还拥着拐杖在原地蹦了蹦 却一不小心扯到了伤口 让她的眉头立即拧了起来 那个 可不可以在你们营地这里暂住一晚 柳一秋皱着眉头 看着妹妹的脚 内心暗叹一声 犹豫了一下说道 明天我们就离开 她担心自己妹妹的脚伤 今天已经累了一天了 吃不好睡不好的 加上天已经完全黑了 现在再去重新找地方度过一晚 是不现实的 最重要的是 这里有水 楚风没有立即答应 范问道 先说说是怎么回事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去那边坐着说吧 云欣开口试一道 四人在水槽旁的乱石堆坐了下来 柳一秋解明恶药地 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 脸上挂着无奈之色 比如 营地主鼠资源被霸占 被人骚扰之类的情况 两人实话实说了出来 原来是这样 云欣点了点头 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可以让你们在这里住一晚 楚风沉思下点了点头 柳一梦此时脚受伤了 这点举手之劳的方便 还是可以帮忙的 柳一秋松了一口气 认真地道谢 谢谢啊 我们明天一早就会离开的 柳一梦表情呆呆的 看着姐姐和楚风两人聊天 嘴巴勉了勉 默不作声地听着 那暂时给你们住吧 我们今天刚收拾腾空出来的 云欣嘴角韩笑来到经济围栏 伸手推开了经济大门 庇护所已经收拾过了 里面只剩下木棚和兔子 还有一些木头 剩下的东西都已经搬到了新庇护所 原本这里打算留下来养兔子 和放置一些杂物之类 那个是庇护所 柳一梦双眼看见了不远处惹眼的大房子 顿时善善地闭上了嘴 两个庇护所 柳一秋恶然道 原本以为那豪华的庇护所才是两人住的 他没想到那堆荆棘也是一个庇护所 楚风两人那么有精力嘛 居然建造了两个庇护所 柳一秋回过神来就轻输了口气 有庇护所就好 心也安定一些 他连忙提着竹篮说道 我们这里有芒果 可以给你们一些 柳一秋本着不想太亏欠人的心理 想分享一点食物给楚风云心两人 是啊 我们这里有芒果干 柳一梦同样说道 把篮子递了上去 露出里面的芒果干 还有那一朵红色的花 楚风视线落在了柳一梦竹篮内的红色花朵上 眉头微微一挑 犹豫了一下 没有开口询问 芸心看了一眼竹篮内的芒果干 随后抿着嘴巴 侧头看向楚风 楚风视线和少女接触 嘴角扬起说道 拿几个就可以了 她是看出少女 好像是挺想吃芒果干的 眼睛都快放光了 好 那我们就拿几个好了 芸心对着两女笑盈盈地说道 伸手从柳一秋的竹篮内 拿了五个芒果干 五个太少了 再拿几个 柳一梦连忙摆摆手 说着就从竹篮子内抓了一把芒果干 塞到了少女手里 芒果干不大 是从完整的芒果上 切下一块来晒干的 一个芒果可以切成两三块 这怎么好意思呢 芸心脸颊泛泛红 双手捧着一堆芒果干 没事的 还要谢谢你们收留我们一碗 柳一秋摇摇头道 举手之劳而已 楚风嘴角微扬道 旧庇护所空着也是空着 就让给她们住一碗 特别是两女现在的行为 让楚风对两人产生了好感 说明对方不是那种 扣扣缩缩的人 芸心看着柳一梦 有些红肿的脚 连忙说道 她脚还伤着 我们先进去坐着休息吧 好 柳一秋也没有推让 搀扶着妹妹 进了荆棘围栏的庇护所 走吧 回去做饭 今晚有芒果干吃 芸心捧着芒果干 闻着散发出来的味道 整个人愉悦起来 喜欢的话 我们可以拿点东西去换 楚风倾笑一声 看来少女是最近吃肉吃多了 有点怀念水果了 暂时不要了 芸心犹豫了一下摇摇头 两人回到庇护所 壁炉内的火还在燃烧着 哎呀 忘记拿木头了 芸心看见壁炉才猛然想起来 自己原本是要出去拿木头的 没想到 遇到了柳一梦他们 彻底忘记了这个事 她说着 把手里的芒果干放在了木桌上 小跑着出了新庇护所 姐 这个庇护所看起来 比我们竹林那个还要好啊 柳一梦撑着木拐 在木棚周围观察着 是很安全 柳一秋认同地点着头 荆棘围城的围栏 给了很大的安全感 柳一梦发现了两个竹笼 好奇地她探头查看 紧接着镜户出声喊道 姐姐 这里竟然有兔子 兔子 柳一秋双眼一亮 她走过去探头一看 果然 两个笼子内养着十多只兔子 其中有几只明显是刚出生没有多少天的小兔子 看着好可爱啊 兔肉应该很好吃吧 柳一梦双眼发光到 偷偷咽了一下口水 这是他们养的 你就别打主意了 柳一秋伸手敲了一下妹妹的脑袋 把她脑袋里的想法敲散 她虽然也很想吃兔肉 但现在怎么说都是寄人篱下 这么做不好 要不我们用芒果干 和他们换一只兔子吧 看起来比那些竹鼠肥大多了 柳一梦舔着嘴角 有点想吃肉了 不行 我们明天离开后 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吃的 这芒果干要留着 柳一秋严肃脸道 她决定明天天亮就离开 在附近寻找合适的地方 搭建庇护所 芒果干要留在路上吃 而且要有自知之明 芒果干怎么比得上一只兔子 人家不一定愿意交换 还是不要去做些尴尬的事好 哦 柳一梦憋着嘴 也是想到了 芒果干好像换不到兔子 她就没有再说什么了 乖乖地伸手在竹篮内 拿起一个芒果干嚼着 你们休息了吗 荆棘围栏外传来芸心的喊话 还没呢 柳一秋连忙硬道 起身打开了荆棘大门 我来拿点木头 芸心面带微笑道 侧身进来后 往堆放木头的位置走去 挑挑剪剪 用绳子捆了一大捆木头 柳一梦嘴里嚼着芒果干 好奇地问道 那个 我想问一下 你们兔子是打算一直养着 是啊 没有食物的时候 会考虑吃了它们 芸心提起滚好的木头 侧头倾笑道 你们早点休息啊 好 柳一秋侧身帮忙打开了京急大门 芸心抱着木头离开了 回到了新的庇护所 楚风正在翻转着壁炉的圆形盖子 把另外一面翻过来烧制 今晚我们煮猪肉乱炖吧 再做一个凉拔野菜 芸心说着把木头放在了壁炉旁 那里是专门用来堆放木头的 楚风嘴角仰起来笑道 我才不是什么大厨呢 芸心称怪地白了他一眼 他用木棍小心地推开了圆形的盖子 把钢锅放在了炉灶口上 用竹勺在水缸内摇了水 倒进了钢锅内 开始做起了晚餐 蚊子还真是多 楚风抬手挥了挥 头顶的蚊子开始多了起来 他起身 把今天采集到的草药都拿了出来 挑挑剪剪 准备着做蛆虫伞需要的草药 身体挡着一旁的摄像机 把草药按照一定的比例 放进了准备好的竹筒内 楚风准备做蛆虫伞了 否则今晚又会睡不安稳 他拿起木棍 开始搅拌着竹筒内的草药 将它们全部捣碎搅拌在一起 蛆虫伞还没有做好 楚风头顶的蚊虫就已经散去了 飞快地远离着它 过了一会儿 竹筒内的草药都被捣烂了 竹筒底部 有许多墨绿色的汁水 楚风起身出了庇护所 在外面墙壁角落抓了一把碳灰 扔进了竹筒内继续搅拌起来 一直搅成泥状才停下 他把倒出来的蛆虫伞泥 揉成大大小小的团 把其中的三分之二 放在了庇护所的角落 剩下几个蛆虫伞团子被留了下来 准备替换身上之前带着的蛆虫伞 楚风 可以吃晚餐了 芸汐喊道 好 楚风随口应道 少女正在摆着碗筷 木桌上摆着刚煮好的 还冒着热气的猪肉乱炖 一旁是凉拌野菜 臭黄金凉粉 另外一个桃盘内 还装着几个芒果干 楚风坐在了木凳子上 看着一桌子的食物 惊讶道 今天怎么吃得那么丰盛 今天搬新假 当然要吃好吃一点的 庆祝一下 芸汐笑盈盈地拍拍手 也坐了下来 给楚风盛了一碗猪肉乱炖 是该庆祝一下 楚风轻笑道 生活总需要点仪式感的 不然在野外就太无聊了 她说着夹起一块野猪肉 塞进嘴里嚼着 每一餐都有肉的感觉真好啊 我先试试这芒果干 闻起来好香啊 芸汐拿起一个芒果干 撕了一小块塞进嘴里嚼着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大白妖 演播根号18 黑夜 天上满天繁星 荆棘围栏内 柳一梦柳一秋两人 正围坐在火堆旁 手里拿着芒果干正在嚼着 火堆上的钢锅正煮着水 里面煮着几块竹笋 这就是他们今晚准备吃的晚餐 干巴巴的 柳一梦嘴里嚼着芒果干 眼睛瞟向木棚内竹笼里的兔子 别看了 那不是我们的兔子 柳一梦美好气道 用木棍搅拌着钢锅内的竹笋 今晚总算能安心地休息一会儿了 柳一梦鼻子耸动了一下 轻声说道 姐 你有闻到什么味道吗 柳一秋停止搅拌的手 耸了耸翘鼻 好像是肉的味道 好香啊 她看着手里的芒果干 突然感觉索然无味了 姐 楚风他们在吃什么好吃的 会不会吃很多肉啊 柳一梦轻轻推开了荆棘大门 探头看着乱石堆的大房子 忍不住砸了砸嘴 我也不知道 柳一秋嘴角扯了一下 挑过来的肉味道实在是太有人了 柳一梦叹了口气关上了荆棘大门 单脚蹦着坐回了火堆前 看着手里的芒果干 再看看钢锅内的清水煮竹笋干 她侧头眼巴巴地看着竹笼里的兔子 又无奈地叹息了一声 两人的直播间内 观众刷起了弹幕 好可怜啊 闻着肉味吃着素食 楚风过的才是生活 双胞胎姐妹现在只是在维持生命吧 不是有兔子吗 杀一只来吃吧 隔壁楚风吃的是真好 我刚刚去看了一下 对比之后就是天地之差 新庇护所内 云心嘴里嚼着芒果干 脸上有着满足 来到了荒野那么久 平时吃的都是野菜和肉类 水果就吃过野莓椰子而已 先吃肉 芒果干休闲的时候再吃吧 楚风轻笑道 他决定得去找一些野果回来 一直吃肉也不行 一些水果毒有的维生素 还是需要补充的 好 云心乖乖地放下芒果干 拿起筷子夹了一块肉 塞进嘴里嚼着 他看着钢锅内 冒着热气的猪肉乱炖 嚼着嚼着突然停了下来 楚风察觉到了少女的不对劲 疑惑问道 怎么了 云心抿了抿嘴 犹豫了一下 摇摇头 轻声说道 没什么 你是想 叫他们过来吃饭 楚风沉思以下 就猜到了少女的心思 他估计 刚才柳家两姐妹 给的芒果干的行为 触动了少女 特别是对方 特别是对方还受伤的情况下 人多少都会怀有善意的 会同情弱者 除非是已经麻木不仁的人 或者是自私自利 到了一定程度 云心脸微红 没有说话 单手处着下巴 只是默默嚼着嘴里的肉 他的确是这个想法 今天看见柳家姐妹落魄的样子 还以为是两个野人 就这样 他们还愿意 把自己的芒果干分享出来 去吧 楚风嘴角微扬 伸手轻轻拍了一下 少女的脑袋瓜 少女的一点善意 她还是想要维护的 毕竟肉还有不少 之后也要开始狩猎了 真的可以啊 云心瞪着双眼 真的 我们这也吃不完 楚风肯定地点点头 好 我去邀请他们 云心笑盈盈地站起身 举着火把出了庇护所 往荆棘围栏走去 她来到荆棘围栏外 清了清嗓子喊道 你们休息了吗 没呢 稍等一下 我给你开门 柳依丘的声音传来 不一会儿 荆棘大门被打开了 疑惑地问道 云心 有什么事吗 她说着让开了身子 让少女走了进去 云心迈步走了进去 双眼快速在火堆上 扫尸了一眼 还往竹笼方向 瞟了一眼 她轻声道 我们做了点吃的 你们一起过来吃吧 啊 柳依梦嚼着芒果干 听到这话双眼一亮 张嘴想说点什么 柳依丘用眼神 悄然地瞪了妹妹一眼 然后对少女感激道 不用了 我们已经吃得差不多了 饱了 这样啊 那你们吃完早点休息啊 云心哑然 扫尸烟火堆 点了点头 转身离开了 她知道 柳家两姐妹是不好意思 也不好强求 柳依梦看到云心离开后 望着姐姐可怜兮兮地说道 姐 我们才吃了一块芒果干 拿人家手短 吃人家嘴软 何况他们 已经把庇护所让给我们 住了一晚了 不能亏钱太多 柳依丘严肃连道 拿着木棍 继续搅拌着清水里煮着的竹笋干 也对 我们还是尽中关系 柳依梦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无奈地继续嚼着干巴巴的芒果干 云心举着火把很快回到了庇护所 放好火把后坐回了木凳上 拒绝了吗 楚风见少女一个人回来 大概就猜出了是怎么回事 嗯 云心苦笑着说了一下经过 她无奈道 估计两人都不太好意思 拿个桃罐给他们装一点过去吧 楚风嘴角含笑道 对两姐妹的印象还是很不错的 如果是其他挑战者 听到有吃的的话 可能情况就不一样了 肯定会厚着脸皮过来蹭吃蹭喝 那样的话 楚风肯定不会给好脸色 嗯 这好像也可以啊 云心思索下点点头 起身在墙角抱来一个空桃罐 用竹勺在钢锅内咬了一点野猪肉 倒在了桃罐内 她犹豫了下 拿来另外一个桃盘 夹了一些臭黄金粮粉进去 然后把桃盘放在了桃罐上 一只手抱着桃罐 另外一只手拿着火把走出了庇护所 楚风嘴角带笑 看着少女离开的背影 感慨着少女懂得人情世故 柳一秋 我又来了 云心站在荆棘围栏外喊着 至此 大门很快就被打开了 柳一秋惊异地看着少女 这个给你们 尝尝我做的晚餐好不好吃 云心笑应迎道 把桃罐稳稳地塞到对方的怀里 柳一秋还想拒绝 可看到少女脸上的笑容 无奈地换了话语 车怎么好意思 再拒绝就是太矫情了 少女也是好心意 这点能真心感觉到 没什么 还要谢谢今天你们送的芒果 云心笑眼如花地摆了摆手 你等我一会儿 柳一秋轻声道 抱着桃罐转身进了庇护所 过了会儿 她手里捧着竹笋干走了出来 轻声道 这是我们事的竹笋干 煮着吃 喂得还不错 也给你们尝尝 那我就不客气了 云心犹豫下接了过来 柳一秋注视着云心离开的背影 默默地关上了荆棘大门 姐 在野外 竟然还有凉粉可以吃 柳一梦惊愕地看着摆在桃罐上的桃盘 里面装着绿色的凉粉 这绿色的是凉粉 柳一秋恶然 仔细看 才发现 那一块块绿色的竟然是凉粉 这怎么做的 柳一梦百思不得其解 在野外怎么可以做凉粉 我也不知道 柳一秋不解地摇了摇头 他虽然是生物学家 但也不一定会研究植物可以做什么吃的 研究的更多的是 植物的药用和生长周期等等特性 柳一梦把桃盘扳开 一股热气从桃罐内涌出 同时肉香味也飘了出来 他借着火光 看着桃罐内的猪肉乱炖 咽了一下口水说道 姐 有肉吃了 这是猪肉 柳一秋嘴巴抿动了下 不争气地咽着口水 姐 给你筷子 柳一梦从竹篮内翻找出筷子 递给了姐姐一双 最后 他伸进桃罐内夹了一块野猪肉 塞进嘴里嚼了起来 脸上都是满足之色 柳一秋也夹了一块猪肉塞进嘴里 嚼了几下之后 就品尝出味道的不同 他双眼微凉 惊奇道 味道很不错 好像还放了盐 两人之前处理竹鼠的时候 吃起来还是有点腥味的 再加上没有盐调味 那味道实在是有点清淡 他们还有盐 柳一梦惊讶道 想起自己之前吃的那些野菜和竹鼠等 都没有放过盐 味道一眼难尽 应该是楚风他们去了海边 估计熬煮海水取盐的 柳一秋猜测着 接着往嘴里又夹了一块野猪肉 来到荒野 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食物 里面还有野浆 柠檬 野菜和木耳 柳一梦看着桃罐内的猪肉乱炖 认出了许多食材 看来这附近的资源不错 我们明天在周围找个地方搭庇护所吧 柳一秋若有所思道 嗯 和楚风他们做邻居也不错 起码比那两个色狼好多了 柳一梦认同地点了点头 他想到李华安张振华两人 就气得牙痒痒 尝一下凉粉味道怎么样 柳一秋夹起一块嫩滑的凉粉 塞进嘴里嚼了起来 他才嚼了两下 低声惊呼道 嗯 酸酸甜甜的 其中还有蜂蜜 居然还有蜂蜜 柳一梦也连忙夹了一块凉粉塞进嘴里 刚入口就品尝出了蜂蜜的味道 再来一块 柳一秋伸着筷子夹着 给我留点 柳一梦嘟着嘴嚷嚷起来 嘴里的凉粉还没有咽下去 在两人的争抢中 一盘凉粉很快就被吃完了 甜食果然能让女孩子愉悦起来 我们把竹笋放进去 伴着吃吧 柳一梦看着钢锅内煮着的清水竹笋 可以啊 柳一秋用筷子 把钢锅内的竹笋夹进了桃罐内 和剩下的猪肉乱炖一起伴着吃 过了一会儿 剩下的猪肉乱炖也被两人吃完了 嗯 吃到肉的感觉真好 柳一梦拍着肚子感叹着 柳一秋用手指敲了敲桃罐 惊起道 这桃罐和桃盘子也是他们做的吧 他完全想不到在野外还能过得这么好 此时的观察员直播间内 众人正在讨论着 果然如此 楚风两人还是伸出援手了 吴清月笑迎迎道 扭头看向一旁的王林 只是赞助一晚 给点十五而已 对楚风影响还是不大的 王林干渴两声淡淡地说道 他也没有想到 在荒野生存时 双方已经是竞争关系了 楚风还愿意去帮助自己的对手 柳家姐妹两人也是知进退 没有完全依赖人的想法 是值得人学习的 楚风脸颊柔和了许多赞赏他 还有云心楚风两人肯分享食物 这点就值得夸赞 齐薇婷抿了抿嘴 认为 柳家姐妹首先分享自己的食物 这点就很难能可贵 要知道 两人只剩下一袭芒果干和竹笋干了 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发展下去啊 吴清月很好奇 期待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让我们持续关注下去吧 和明清笑道 新庇护所内 云心正在收拾着锅碗 唉 得再去一趟海边了 竹子又没有了 楚风无奈道 上次拉回来的竹子 大部分用去建造屋顶了 他准备再去拉一些竹子回来 然后把水槽那边的水分流过来 到时候搭建一个新的围栏 围成一个院子 云心把锅碗放在一旁后 提议道 那就明天去 嗯 那就明天去 楚风思索了一下点点头 少女坐在木桌前 用处理过的野芭蕉树皮编着麻线 准备给楚风再做一件衣服 那样才可以换洗 楚风则拿着柴刀 准备做一个木架子 用来摆放那些瓶瓶罐罐 他把松木 按照一米五左右的长度截断 一共做了四根 这是木架子的四条腿 紧接着 拿来松木截出六根两米长 六根半米长的木棍 楚风把四条腿和六根长棍 六根短棍 相连 用绳子固定在了一起 把剩下的松木全部截断 长度控制在两米一左右 最后 一根根地排列着放在了木架上 再用绳子固定住 整个木架就做好了 完成后的木架有一米五高 两米多长 半米宽 可以放很多东西 楚风 你坐在这个木架 我都觉得可以当床睡了 云心抬头看着楚风的成果轻笑道 这个木架坐得有点大 像是一个小型的上下铺 大点你就可以放很多东西了 楚风笑着道 他把木架放在了墙旁 少女放下手里的麻绳连忙走了过来 开始把地上的陶罐摆在了木架上 这样看起来舒服多了 云心拍了拍手笑道 看着各种瓶瓶罐罐 整齐地摆放在木架上 觉得顺压了许多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 大白妖 演播 根号18 清晨 天空是灰暗的 丛林中下着熙熙丽丽的雨 把周围的一切都打湿了 姐 下雨了 柳依梦睁着迷糊的眼睛醒了过来 听着雨声拍打着庇护所上的树叶 竟然下雨了 柳依秋叹息一声 抓了抓乱糟糟的头发 两人昨晚很早就休息了 两天没有休息好 所以睡得很香 柳依梦表情呆呆地看着姐姐 伸手揉了揉眼睛问道 下雨了 我们还走吗 先不走了 下雨天 你的脚也不方便行动 柳依秋犹豫了一下 叹息道 你要是再摔倒了 又扭伤了另外一只脚 怎么办 她没想到今天会下雨 只能在这里再待一天了 起码要等雨停了才能走 这样啊 那我再说一会儿 柳依梦打了一个哈欠 感觉没有睡够 一头倒了下去继续睡着 真是的 柳依秋美好气地 伸手拍了一下妹妹的翘臀 嗯 柳依梦嘴里嘟囊了一句 翻个身继续睡着 柳依秋嘴角抽抽 无奈地爬起身 穿好冲锋衣走进了木棚 用大火石把火烧起来 她踢着钢锅推开了荆棘大门 戴上兜帽 在雨幕下来到水槽接水 双脚踩着泥泞的土地回到了木棚 把钢锅挂在了木钩上 开始烧水 这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啊 柳依梦扯下兜帽 揉了揉如鸡窝一样的长发 看着木棚外下的雨有点惆怅 她扭头看着自己熟睡的妹妹 突然发起呆来 新庇护所内 楚风和芸欣睡在大床上 昨晚是两人第一次在新庇护所过夜 出奇的 两人都睡得很早 没有失眠的状况 芸欣睁开了眼睛 侧头看着还在睡觉的楚风 脸色微微泛红 小心翼翼地 把手脚从她身上挪开 她起床穿好衣服和鞋子 拿起一旁的木簪 把披散下来的长发挽起固定住 然后端着钢锅推开了木门 发现外面下起了小雨 新庇护所的房顶很厚实 有黏土和厚厚的干草 啊 竟然下雨了 芸欣把伸出去的脚收了回来 过了一会儿 她换上防水鞋 戴上兜帽 抱着锅碗再次出了门 芸欣在经过荆棘危蓝的时候 侧头望了眼荆棘大门 然后来到了水槽旁 开始清洗锅碗 楚风睁开了眼睛 在睡袋中舒展着腰身 缓缓爬了起来 穿好鞋子和衣服 她在脑海中下着命令 签到 眼前虚拟的屏幕一闪跳了出来 上面表示着 二十七号的日期亮了起来 今晚又要熬夜到凌晨了 楚风嘴角阳起 今晚过了十二点 下一个七天签到礼包 又能领取了 她扫视着庇护所 没有看到少女的身影 来到了窗户边上 用木棍把竹窗织起来 庇护所内的光线 顿时亮了许多 下雨了呀 楚风望着外面 稀稀利利的雨 视线扫视着 很快就在水槽旁 看见了少女忙碌的身影 真是 她摇摇头转过身 在庇护所内检查着 抬头扫视着屋顶 检查那里是否会漏水 索性找了一圈 没有发现有水滴下来 证明屋顶的防水 做得还是很成功的 她又检查了一下 三堵墙壁 也没有发现渗水的情况 内心顿时安稳下来 这是新庇护所 搭建好的第一个雨天 已经成功地 经历住了第一个考验 同时她内心也很庆幸 自己提前一天 把新的庇护所屋顶 用甘草搭建好了 否则像今天的这场雨 会让搭建的难度提升 今天的海边之行 是去不了了 楚风叹了口气 楚风 你起床了 芸汐在门外甩了甩身上的水渍走了进来 她把锅碗放在了木桌上 随后把身上湿答答的冲锋衣脱了下来 挂在了一根支撑柱的木钩上 这是芸汐昨晚在支撑柱上绑了几个木钩 用来挂一些工具 比如弓箭 斗笠等 嗯 高气 楚风再度打了一个哈欠 我去煮早餐 你先吃点野芭蕉 好像已经熟了 芸汐来到墙边 墙角放着竹篓 表面包裹着芭蕉叶 是为了让芭蕉熟得更快一些 她掀开盖着的芭蕉叶 发现里面放着的野芭蕉已经熟透了 有点熟过头了 楚风走了过来 伸手把整串芭蕉拎了出来 放在了木桌上 她发现 有几个野芭蕉的表皮 已经有部分变成了褐色 楚风 你把它们切下来吧 才不会压坏了钉在下面的野芭蕉 芸汐端起钢锅 把洗好的桃碗桃盘摆放在木架上 她端着钢锅去了水缸边 加水准备做早餐 好 楚风轻笑道 拿起刘牙短刀 沿着野芭蕉的果饼切割起来 不一会儿 她就把全部的野芭蕉都切了下来 五六个连成一小串 剩下的芭蕉干被放在了一边 楚风 烟囱有点漏雨 壁炉里面都有点潮湿了 芸汐蹲在壁炉前 伸手摸了一下里面的炉壁 沾了一手湿大大的碳灰 她原本想要点火做饭的 没有想到火星刚出现 放进去就被熄灭了 哦 我忘记了 烟囱上面没有搭一个遮雨的 楚风一拍脑袋苦笑道 那怎么办啊 芸汐扭头问道 手掌上的碳灰非常惹眼 我现在做一个装上去就好了 楚风拿来两指粗的长木棍 用柴刀截出四根巴掌长的木棍 最后楚风戴上斗笠 握着一大团黏土 搬着梯子来到了烟囱旁 小心地爬着梯子来到了烟囱的顶端 她用黏土将四根木棍固定在了烟囱顶端 然后把一块扁平的石头摆了上去 木棍支撑石块起来的空间 会让浓烟飘散出去 楚风搬着木梯回到了新庇护所内 把木梯摆好来到了壁炉前 跪趴在地上看着壁炉内 已经没有雨水滴落进来了 她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尘道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好 芸心蹲下身 拿着甘草继续生火 过了一会儿 火被生起来 甘草快速被点燃 她往壁炉里面塞着树枝和木头 开始做起了早餐 楚风拿着一根野芭蕉 剥开金灿灿的皮后咬了一口 嚼了几下说道 嗯 挺甜的 她侧头看着忙碌的少女 拿起一根野芭蕉 剥开皮后来到壁炉旁 张嘴 楚风把野芭蕉递到了少女的嘴边 啊 芸心脸微红 张嘴咬了一小口嚼着 美目微亮地说道 温温诺诺的 还有点甜 今天就把它们都吃完吧 楚风轻笑道 还有那么多啊 怎么可能一天吃得完啊 芸心翻了个白眼 看着木桌上那几十根野芭蕉无语 说道 而且吃太多会拉肚子的 那串野芭蕉很大 全部切割下来 有三四十根 每一根都有三指醋 正常人吃三四根就会有饱腹感 那剩下的就切片烘肝吧 放到明天就该坏了 楚风把剩下的一口野芭蕉味到少女嘴里 许多水果都是可以烘肝做成肝果片的 香蕉切片烘肝 吃起来脆脆甜甜的 嗯 芸心嚼着野芭蕉点了点头 手里的竹勺搅拌着钢锅内的食物 她往钢锅内放了一点盐 今天早餐做的是竹笋炖鹿肉 里面还放了少许野菜 看来雨今天是不会停的了 柳一秋透过木棚和庇护所之间的空隙 抬头看着天 整片天空都是灰蒙蒙的 她看着还在睡觉的妹妹 忍着给她一个脑瓜崩叫起床的想法 抱着一旁的桃馆 移开了母棚 柳一秋来到水槽旁 开始清洗桃罐 用甘草搓洗着里面 仔仔细细地洗了一遍后 把水沥干 她起身看向不远处的庇护所 烟囱已经有吹烟飘起了 犹豫了下 还是抱着桃罐走了过去 放点柠檬片应该会好一点 芸心正在搅拌着钢锅内的鹿肉 想了想起身去了木架 从竹筒里拿出三片甘柠檬片 放进钢锅内 楚风在一旁削着竹条 继续做着造纸工具 下雨天有很多事情都做不了 少女搅拌着钢锅内的食物 用竹筒摇起后品尝了一口 满意地点点头 然后把钢锅整个端起 转身放在了木桌上 她转身要把壁炉上的锅盖盖上 却看见了门外站着的柳一秋 柳一秋抿了抿嘴 有点干巴巴地说道 那个 我把桃罐拿来还给你们 先进来吧 外面再下雨 芸心笑盈盈地走了过去 伸手拉过门外的柳一秋说道 小心头 门有点低 柳一秋的身高要比少女高一些 进门需要弯腰才行 她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芸心拉进了庇护所 柳一秋进来后才发现 这个庇护所只能用豪华来形容 竟然有大床 壁炉等 关键是整个庇护所内很干净 不会有潮湿的感觉 她发现地面和墙壁竟然很平整 有种红桃的质感 顿时有点想不通 同样是在野外 楚风两人是如何过得这么好的 那个 谢谢你们昨天晚上的晚餐了 柳一秋连忙把桃冠递了过去 不用谢 你们也给了我们芒果干和猪笋了 芸心笑眼如花道 结果桃冠放在了一旁的木架上 最后 芸心拉着柳一秋在木凳上坐了下来 还给她倒了一杯水 柳一秋沉饮了会儿轻声问道 外面下雨了 我妹妹脚不太方便 可不可以再让我们住一天啊 楚风放下手里的柴刀 轻点了下头问道 当然可以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什么问题 柳一秋脸上有着疑惑 昨天我在你妹妹的竹篮里 看见了一朵花 你们是从哪里摘的 楚风好奇地问道 这是她一直惦记着的 那朵焦鱼花是在一座山丘下摘的 距离野焦灵不是很远 柳一秋没有多想说出了位置 她看着木桌上的野芭蕉 就能猜到楚风应该是去过那个地方了 只是她不知道楚风突然问焦鱼花做什么 难道是喜欢焦鱼的花 那你知不知道 焦鱼根部的快径是可以用来做主食的 楚风嘴角扬起问道 可以用来做主食 柳一秋恶然 随后摇了摇头 对于焦鱼她的认识并不多 看来你并不知道 楚风微点了下头 思索下继续说道 我有个提议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柳一秋眉头一挑 好奇地问道 什么提议 你带我去找焦鱼 找到后所得一人一半 然后我教你怎么用焦鱼做成主食 算是焦化了 你认为怎么样 楚风平静道 她没想到 能发现一种可以做主食的植物 这点还是要把握住才行 可以 柳一秋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缓缓点了点头 她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议 要不是楚风 她也不知道焦鱼的快径能做成主食 就算知道了 自己也没有方法 把焦鱼加工成主食 芸汐在一旁听着 等两人谈完话后 轻声说道 既然这样 那你们就过来一起吃早餐吧 这 不了 柳一秋双眼瞄了一下钢锅内 正在冒着热气的鹿肉 控制着欲望 摇了摇头 我们有吃的 一起过来吃吧 吃饱了才有力气 挖焦鱼可不是轻松火 楚风嘴角含笑道 如果不是柳一秋 恐怕自己还不知道岛上有焦鱼 这 柳一秋犹豫了 去把你妹妹叫过来吧 吃完我们早点出发 楚风轻笑着催促道 好吧 柳一秋只好点头答应了 转身戴上冬帽 往旧庇护所走去 最终不争气地 分泌出了许多口水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 大白妖 演播 根号18 柳一秋回到了庇护所内 柳一梦还在睡觉 嘴巴时不时嘟囔着什么 她忍不住 伸出手 给了妹妹翘臀上 来了一巴掌 直接把她给拍醒了 柳一梦顶着乱糟糟的 短发做了起来 伸手揉着翘臀 委屈巴巴地说道 姐 怎么了 起床洗手 我们去楚风那边吃早餐 柳一秋翻了翻白眼 没好气到 吃早餐啊 柳一梦悠悠地舒展了一下腰身 紧接着反应了过来 猛然瞪大了双眼 惊恶道 姐 你刚刚说的是 去楚风那边吃早餐 嗯 赶紧起床吧 别让人久等了 柳一秋点头催促道 哦 姐 你和我说说是怎么回事啊 柳一梦随手抓了抓乱糟糟的短发 起身收拾着自己 昨天那个焦鱼花 快筋可以做成一种主食 柳一秋简单地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 同时不忘告诫自己的妹妹 待会儿管住嘴吧 知道了 管住嘴 少说话 多吃菜 柳一梦嬉笑道 单脚站着 一手撑着拐杖 我看你是疲痒了 柳一秋嘴角抽抽 自己好像没有教她多吃菜吧 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 柳一梦看着姐姐不善的眼神 连忙摆手嬉笑道 开玩笑的 走吧 在柳一秋的缠扶下 两人很快就来到了新庇护所内 刚一进门 柳一梦就瞪大了眉目 双眼四处飘着 看见庇护所内的各种摆设后 双眼更是瞪得老大 走啊 小 柳一梦挥着双手打着招呼 话还没说一半 感受到腰间的刺痛瞬间就闭上了嘴 让你们久等了 柳一秋略带歉意地道 默默地收回了底在妹妹腰间的手 芸心见两人进来 轻笑着示意道 快坐吧 她刚刚去找了两块大块的木头 给两人当凳子用 好 柳一秋搀扶着妹妹坐下 自己也坐在了一旁 芸心给两人找来了两个竹碗 盛了一碗鹿肉放在她们面前 谢谢啊 柳一秋柳一梦同时道谢 鹿肉的味道飘进了鼻尖 都偷偷地咽了一下口水 姐啊 好多肉啊 柳一梦小声念叨了句 快吃吧 冷了就不好吃了 楚风看着柳一梦双眼放光的样子 嘴角微微扬起 嘴里嚼着鹿肉 柳家姐妹也拿起筷子吃了起来 夹着鹿肉塞进嘴里嚼了嚼 脸上都是满足的神情 又吃到肉了 芸心 你做的早餐吗 柳一梦嘴里嚼着鹿肉 边嚼边说道 好好吃啊 比我姐姐厉害多了 喜欢就多吃一点 芸心笑眼如花 自己做的饭菜能被人认同 是件让人开心的事 好 柳一梦鼓着嘴点头 伸着筷子 往嘴巴里又塞了一块鹿肉 柳一秋眼角抽抽 感情自己出门前的叮嘱都白费了 早上八点 观察员的直播间准时开播 第一个观看的 就是楚风两人的直播间 吴清月长长的睫毛抖了抖 惊奇道 柳家姐妹怎么和楚风他们一起吃早餐啊 显示器内播放的画面 正是楚风两人和柳家姐妹吃早餐的场面 看来今天更早的时候有发生过什么 何明若有所思的道 此时观察员的直播间内开始刷起了弹幕 观众三言两语就把早上发生的事情给描述了一遍 观察员们才恍然大悟 这算是一种交换吧 楚风提供技术 柳家姐妹提供原料 双方共赢 何明轻轻点头道 焦鱼是什么 吴清月看着弹幕上一直在刷着焦鱼 自己完全不认识 我也不知道 何明缓缓摇头 没有听说过这种植物 或许自己见过 但是不知道叫什么 吴清月侧头问道 王老师 你知道吗 王林摇了摇头 他也很好奇所谓的焦鱼是什么 还能加工做成主食 那就让我们看下去吧 他们很快就要出发了 何明说着场面话 楚风四人很快就吃完了早餐 柳一秋正在帮着少女收拾锅碗 柳一梦则坐在木桌旁 双眼有意无意地 飘向木桌上的野芭蕉 想吃就吃吧 楚风嘴角扬起轻笑道 呃 不用了 柳一梦免了抿嘴 连忙摆了摆手 你姐姐出去了 可以吃了 楚风微笑道 刚好柳一秋和姐姐端着钢锅出去了 他看得出 这问题少女有点怕柳一秋 那我就吃一个 柳一梦看着姐姐离开 内心松了一口气 拿起一根香蕉吃了起来 这是什么 柳一秋跟着云心走出了庇护所 在水槽旁准备洗刷锅碗 看见少女端出装有灰白色膏体的罐子 这是肥皂 芸心轻声道 啊 这是肥皂 柳一秋顿时瞪大了双眼 是啊 楚风做的 厉害吧 芸心笑盈盈道 扣了点肥皂开始搓洗钢锅 很厉害 野外也能做出肥皂 难以想象啊 柳一秋惊叹道 伸手也抠了一点肥皂 帮忙清洗着碗筷 我和你说啊 楚风会的东西可多了 它会在目驱火 芸心嘴角含笑着说道 她在说着一些关于楚风的平常事 只不过涉及到秘密的东西都没有提 比如驱虫伞之类的 楚风这么厉害啊 柳一秋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很多事情听起来简单 可实实起来完全是两码事了 起码换作是自己是做不到的 两人很快洗完了锅碗回到了庇护所 一眼就看到柳一梦嘴里正塞着野芭蕉 在桌面上已经放着两个吃完的野芭蕉皮了 嗯 姐 你回来了 柳一梦善善地把嘴里的野芭蕉咽下 还忍不住扎巴扎巴嘴 柳一秋顿时感觉一个头两个大 自己的妹妹怎么就这么没脸没皮呢 太丢人了 收拾一下我们准备出发吧 楚风清笑道 原本 柳一梦是只打算吃一个的 看样子又意犹未尽 她就又让她继续吃了起来 一吃就是三个 芸心把锅碗摆好 绝着嘴说道 楚风 我也想去 楚风伸手揉了揉少年的脑袋瓜 揉声道 下雨天外面路很难走 更何况你的冲锋衣要给我穿 你就在家里做点手工吧 好吧 那你路上小心点 要早点回来 芸心憋着嘴乖乖地点了点头 不忘叮嘱注意安全 柳一梦嘴中塞着芭蕉 发出模糊不清的声音 姐 你也小心点 柳一秋瞪了妹妹一眼 转身说道 我回去拿弓箭和竹篮 竹篮就不要拿了 用竹篓吧 背着容易点 芸心从墙角 把小竹篓拿了过来 放在了柳一秋的面前 好 柳一秋点点头道 背着竹篮去了旧庇护所拿东西 楚风穿着冲锋衣 背起另外一个竹篮 里面放着柴刀竹筒 一定要小心点 芸心再次叮嘱道 我知道了 楚风认真地应道 拿起竹篓走出了庇护所 往旧庇护所走去 柳一秋就背着竹篮拿着弓箭 从旧庇护所走了出来 她的弓箭是碳纤维制成的 看上去就比楚风的竹篮 要好用上许多 箭筒里 装着五根同样材料的箭 走吧 楚风轻笑道 好 柳一秋点点头硬道 朝前走去 沿着昨天来时的路往回走 楚风跟在身后 稀稀利利的雨水 打在头顶的树叶上 然后再滴落在两人的身上 被冲锋衣抵挡在了外面 楚风 你知道附近 有地方适合搭建庇护所吗 柳一秋沉吟了一会儿问道 准备天晴就要去找地方 搭建庇护所 继续生存下去 我探索的地方不多 没有发现很好的地方 楚风轻摇了摇头 伸手拨开面前 被雨水压得垂落的树枝 善意地提醒道 而且这位有柴熊的触摸 你们要注意安全 柳一秋脸色微贬 失声道 这附近会有熊和柴 楚风的话顿时让他的心头打起鼓来 原本以为自己之前遇到柴 就已经是很危险了 没有想到这里竟然还有熊 熊有多么危险 他从电视书本上了解过的 一巴掌就能把人的脑袋拍裂 这还要在附近搭建庇护所吗 否则你认为 那经济蔚蓝是用来做什么的 楚风淡然道 你们的胆子真的很大 柳一秋嘴角有着苦涩 内心佩服楚风两人的胆量 在有熊和柴出没的地方住了这么久 小心点就没事 而且说不定运气好 就能把熊给杀了呢 楚风嘴角微扬道 脑海中已经有了捕杀熊的计划了 他没把熊来过营地的事情说出来 不然非吓坏对方不可 呃 这个玩笑不好笑 刘一秋嘴角抽抽 杀熊 这根本就是异想天开 如果狩猎到一头熊 那就有熊皮大衣穿了 楚风淡笑道 刘一秋不知道说什么了 该夸他大胆呢 还是该说他不知死活 毕竟那可是熊啊 两人一路上没有再说话 一个小时后 两人来到了山丘下 靠近了有大片骄鱼的地方 突然 楚风停了下来 抬手示意柳一秋不要动 柳一秋疑惑 压低声音问道 怎么了 今晚可以夹菜了 楚风轻笑道 手指向前方 在他的前方不远处 大概五十米左右的距离 有一只肥瘦的野鸡 正在低头刨着地 似乎是在找虫子吃 柳一秋顺着楚风手指的方向 很快就看见了 那只肥瘦的野鸡 他双眼翻亮光 喃喃自语 好肥的野鸡啊 楚风没有言语 拿起竹弓准备要射杀野鸡 楚风 你射得准吗 要不要用我的弓箭 柳一秋突然轻声道 眼神扫视了一下 楚风手里的主弓 他连忙把手中的长弓 递了过去 同时从箭筒内 拿出一根长箭 今晚请你吃烤野鸡 楚风眉头一挑 伸手接过递过来的弓和箭 那能不能吃到野鸡 就看你剑术了 柳一秋抿了抿嘴 倒是没有太大期待 放心 楚风嘴角扬起 握着碳纤维制成的弓 熟练地弯弓搭建 柳一秋美目中有着惊讶 楚风一出手 就让他感觉到有不同 和妹妹那种半桶水的技术 完全不一样 楚风半眯着一只眼 长剑瞄准了野鸡 做到三瓶后 毫不犹豫地松开了拉弦的手 力剑飞射而出 撞过坠落下来的雨水 瞬间射中了野鸡的一条腿 将他牢牢地定住 射中了 好厉害啊 柳一秋双眼未睁 惊讶地张着小嘴 愣了一会儿 才追着楚风往前跑去 今晚有口福了 楚风捡起地上的野鸡 剑只是冻穿了野鸡的腿 他还在活着挣扎中 他把剑拔了出来 在地上雨水堆积成的水坑内 洗了洗 挽给了柳一秋 然后用绳子把野鸡捆了起来 好大一只飞机啊 今晚有肉吃了 柳一秋美目一直盯着野鸡 走吧 弯弯焦鱼赶紧回去 野鸡死了 口感可就不好了 楚风轻笑一声 把野鸡扔在了猪篓内 再往这边走几分钟就到了 柳一秋回忆着路线 带着楚风往左前方走去 两人走了几分钟 回到了当初柳家姐妹 发现焦鱼的地方 有这么一片焦鱼啊 挖出来应该都够 我们吃一段时间了 楚风嘴角上挑道 提着弓冰铲来到近前 打亮着面前的一片焦鱼 要怎么弄啊 柳一秋放下了猪篓 手里握着军刀 只要根部的快径 那里才是最重要的 楚风开口道 弯下腰 用弓冰铲插进土里 把一株焦鱼连根带土 掘起 他蹲下身来 用手指将多余的土掰开 露出里面包裹的快径 一株焦鱼有七八块快径 每一块有鸡蛋大小 原来是这样 柳一秋看着楚风的操作 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来挖 你来摘吧 就让速度快一点 楚风握着弓冰铲道 如果没有弓冰铲 挖起来会慢上许多 这一片焦鱼要挖完 估计需要一两个小时 好 柳一秋放下了军刀 用手掰着根部连着的快径 在雨水的冲刷下 变得干净了一些 两人分工明确 速度快了许多 焦鱼越来越少 地上倒了一大片焦鱼的叶杆 半个多小时后 楚风把所有的焦鱼都挖了出来 然后 开始把摘下来的快径 都装进了猪楼内 他想了想 又用柴刀割了不少焦鱼的经验 用绳子捆成了一大捆 准备带回去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 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 大白妖 演播 根号18 柳一秋看着楚风的动作 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楚风 这些焦鱼经验 还有别的用处吗 这是造纸的材料 先拿回去放着 楚风随口应道 在造纸的经验礼包中 提及的造纸材料中 就有提及焦鱼 他的经验 都可以用来造纸 你会造纸 柳一秋惊讶道 知道一点 不过要实践后 才能知道能不能成功 楚风说得很保守 这样啊 柳一秋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焦鱼摘下来的快径 装满了两个竹楼 还有许多装不下 楚风只好在竹楼口上 插上几根树枝 用焦鱼液搁荡起来 扩大了竹楼的容量 这才把所有的快径都带走了 走吧 回去了 楚风背着竹楼 小心地站起身 壁弯里 还夹着大捆的焦鱼经也 柳一秋也背着竹楼 缓缓站了起来 幸好背的是小竹楼 不然非得压得它站不起来 两人往来时的路回去 走到一半的时候 楚风再次停了下来 侧头看着不远处的树底下 柳一秋停了下来 疑惑地问道 楚风 怎么了 又有野鸡了 不是 是一株草药 楚风听笑道 剥开灌木来到了树底下 慢慢蹲下身子 用弓冰铲 将一株绿色的草药 连带着根茎挖了出来 这是什么草药 柳一秋皱着眉头问道 这种草药完全不认识 虎杖可以活血化玉 楚风抖了抖草药上的泥土 随手把虎杖放在了竹楼内 轻声道 你妹妹不是脚崴了吗 虎杖配合其他草药 可以很快治好 虎杖 根状茎可供药用 有活血散鱼 通经震壳等功效 在系统提供的医药经验礼包中 就有关于虎杖配合其他草药 处理崴脚扭伤的办法 柳一秋听完后呆了呆 不确定地问道 你要帮我妹妹治脚 正好找到了最后一味药 要想好得快 还是要用草药敷一敷 楚风嘴角寒笑道 其他缺失的草药 刚好制作蛆虫散时 还剩下了一些 柳一秋深吸了一口气 郑重地道 麻烦你了 妹妹的伤 一直是她心头的一个砍 之前只是表面上故作镇定 没事 何况你也帮我大忙 楚风不在意地摆了摆手 焦鱼快镜 是近来最大的收获之一 柳一秋张了张嘴 不知道说些什么了 感谢的话语都太苍白无力 快走吧 楚风转过身 迈步朝前走去 柳一秋暗自叹息了一声 这次又欠下人情了 连忙跟上了楚风的步伐 这次两人满载而归 走了一个半小时才回到营地 柳一梦站在新庇护所的门口 头顶带着斗笠 看见两人后 扭头对少女喊道 他们回来了 在庇护所内 少女连忙放下手里的工作 连忙来到了庇护所的门口 楚风来到水槽旁 把竹篓放在了那里 提着野鸡往新庇护所走去 身后跟着柳一秋 你们没出什么事吧 芸欣看见楚风手里的野鸡后 惊喜地喊道 又抓到野鸡了 没事 很顺利 楚风颠了颠手里的野鸡笑道 这次比上次的野鸡要肥很多 他之前就用石子 打死过一只野鸡 这是他们抓到的 第二只肥野鸡凶 这野鸡真肥 柳一梦探头惊叹道 第一次看见跟家养鸡 差不多大小的肥野鸡 幸好有你们的弓箭 不然还不一定能抓到它 楚风嘴角微扬 好笑地看着柳一梦 双眼发光的模样 云仙笑盈盈地 接过楚风手里的野鸡 放在墙角用猪笼盖住 准备留到晚上再处理 姐 真的吗 柳一梦看向姐姐 目光中带着询问 嗯 楚风隔着差不多五十米外射中的 她的剑术比你好太多了 柳一秋肯定地点头 想起自己妹妹每次捕猎 都是靠运气才射中的猎物 这么厉害 等我脚好了 来切磋一下 柳一梦撅着嘴道 随时欢迎 楚风嘴角扬起 有人似乎很不服气啊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好 柳一梦叫憨得到 她试探性地用左脚撑着地 发现还是很痛 肿胀的脚踝还没有消肿 还是敷一点药才行 楚风轻笑一声 轻身拿着虎杖去清洗 然后找来一个竹筒 全部切碎扔了进去 用木棍开始捣着 诶 这是要做什么 柳一梦探头好奇地问道 这是准备帮你治脚呢 你给我消停点 柳一秋美好气地 敲了一下妹妹的脑袋 柳一梦愣了一下 随后问起来 帮我治脚 楚风还会医术啊 只知道一些偏方而已 楚风随口说道 端起竹筒起身来到木架子旁 她用身体挡住摄像头的视线 在瓶瓶罐罐内 抓了一些草药丢进去竹筒内 随后继续搅拌起来 楚风用木棍一直搅拌着 直到竹筒内的草药 全部倒成了泥 有墨绿色的汁水流出 好了 过来坐着吧 楚风向柳一梦招了招手 好 柳一梦乖乖地坐在了木凳上 楚风用木棍从竹筒内 挑出一坨墨绿色的草药泥 均匀地覆盖在柳一梦肿胀的脚踝上 她起身找来一块晒干的芭蕉树皮 撕成薄片后 包住了她的脚踝 没有多余的布片的原因 只能用芭蕉树皮代替了 感觉怎么样 楚风包扎好后问道 感觉冰冰凉凉的 好像没那么痛了 柳一梦惊奇道 长长的睫毛抖了抖 明显地感觉到 左脚比之前舒服了许多 嗯 敷上两天就差不多了 剩下的药泥应该够用了 楚风把竹筒递了过去 柳一梦接过竹筒 脸上挂着兴奋的笑容说道 楚风 你太厉害了 你好好敬仰吧 别乱走动了 楚风轻笑道 起身准备去处理那些焦鱼快镜 灰猛猛的天空 雨还在嘻嘻沥沥地下着 楚风戴上兜帽出了庇护所 迈步走向水槽 准备处理一下焦鱼 老实坐着 别蹦来蹦去的 柳一秋侧头对妹妹叮嘱道 她戴上兜帽 出了庇护所 跟着楚风往水槽走去 要在这里弄吗 柳一秋问道 把泥巴冲洗一下 去庇护所里面处理吧 楚风把猪楼里的焦鱼 倒进水槽中 她迈步站在水槽中 弯腰用手在水中搅拌着焦鱼 让焦鱼上的泥巴 开始融入水中 然后拿起来装进猪楼中 楚风看着柳一秋 不知所措的样子 水槽不是很大 只够一个人动手 她把装了半猪楼的焦鱼 推过去说道 你把这些先搬回去吧 好 柳一秋连忙点头 提起猪楼往新庇护所走去 让她看着别人干活 自己一个人站着看 这怎么可能自在得了 特别是寄人篱下的情况下 会让人心中生出愧疚感 两人把冲刷好的焦鱼 搬到了新庇护所门口 有无言的遮挡 为了不弄脏庇护所里面 就在门口处理起焦鱼 楚风坐在门口的石头上 手里拿着一块竹片 正处理着焦鱼的快径 她用竹片把快径的表皮刮去 一些有腐烂的地方也一同挖掉 去除表皮后的快径是浆黄色的 和野浆长得有点相似 柳一秋默默蹲下身 学着楚风的模样 用竹片挂着快径的表皮 处理过表皮的快径放在竹篓内 楚风把一些很小的快径 单独地挑了出来 堆放在一旁没有处理 楚风 这些是要做什么的 柳一秋疑惑地问道 用来当种子的 到时候种在庇护所旁边 以后还能再收回一次 楚风倾笑着解释道 毕竟要在荒野生存一年 焦鱼种上几个月就可以收获 她打算 在庇护所周围 开啃出一片土地来 用来种植一些草药 野菜等植物 确实是个好办法 柳一秋赞叹道 在荒野要想生存下去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 源源不断的食物 楚风抬头看了一眼柳一秋 嗯 柳一秋认同地点点头 自己和妹妹要不是因为 没有足够的食物 也不会选择搬迁来到这里 她低头处理着手中的快径 过了一会儿 好奇地问道 楚风 你这些都是和谁学的 孤儿院门口的王大爷 他平时就喜欢弄这些 楚风嘴角扬起解释道 孤儿院 柳一秋脸色一正 嗯 我和芸汐都是从孤儿院出来的 楚风随口说道 手里的动作却是不慢 快速地处理着快径 这样啊 柳一秋抿了抿嘴 说完低下了头 他没想到 楚风两人竟然是孤儿院出来的 难怪两人自力更生的能力这么强 楚风 我来帮你了 芸汐拿着竹片 挤在楚风的身旁坐下 拿起快镜处理着 他呢 楚风好奇问道 你们去洗浇鱼的时候 他就趴着木桌睡着了 芸汐嘴角带着笑 实际上 柳一梦是太困了 这两天因为脚受伤的原因 他都没有怎么睡过好觉 担心着自己受伤的原因 导致被淘汰 加上脚上的疼痛感 夜晚也是被痛醒 睡眠一直不足 现在敷上楚风的草药 让他莫名的心安 一不注意就睡着了 柳一秋眼角跳了跳 妹妹现在跟猪已经差不多了吧 她扭头望向庇护所内 看到妹妹正趴在木桌上 侧面正对着大门 小嘴微微嘟起 柳 柳一秋刚想开口 叫醒妹妹来帮忙 让她睡吧 脚疼晚上很难睡得好 楚风摆了摆手阻止 真是不好意思啊 柳一秋尴尬地扯了扯嘴角 没事 这里也坐不下太多人 楚风轻声道 新庇护所的门口可不大 屋檐也就那么大 几三个人就已经有点勉强了 三人快速地处理着快径 两珠楼的快径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全部处理完 再次取水槽洗干净后 装进珠楼 背回到庇护所 剩下的可以在庇护所里面进行了 柳一梦趴在木桌上 嘴里嘟囔着什么 快给我醒醒 柳一秋放下猪篓 走过去没好气地揉着妹妹的脑袋 柳一梦扎巴着嘴醒了过来 迷迷糊糊地说道 你们忙完了 不仅忙完了 还吃饱了 柳一秋翻了翻白眼 对于妹妹是真的没辙了 楚风笑着把珠楼放下 然后转身出了庇护所 在乱石堆翻找着石块 过了一会儿 挑了几块干净较为平整的石头 用水搓洗干净之后搬了回来 楚风 接下来要怎么弄啊 芸心蹲在旁边问道 要把快径全部都磨碎才行 楚风坐了下来 在地面铺上了一层野芭椒叶 把石块摆了上去 他手里拿起一块快径 然后在石块上摩擦着 把快径一层层磨成碎泥状 碎泥顺着石块滑下 落在了芭蕉叶上 再被楚风捧起 放在了准备好的水缸中 磨碎的焦鱼是褐色的 和完整模样的姜黄色 区别很大 这样啊 我也要磨 芸心看了一会儿就明白了 学着楚风的模样 在另外一块石头上 磨起了快径 有点像磨豆浆 柳依秋也蹲坐下来 拿起快径在石块上摩擦着 好像挺好玩的样子 我也来帮忙 柳依梦跃跃欲势倒 用一只脚蹦了过来 你小心点 柳依秋连忙起身 搀扶着妹妹坐了下来 左脚伸直放在了地上 没事 我感觉脚好了许多 柳依梦兴致勃勃地拿起快径 在另外一块石头上摩擦着 四个人一起动手 速度快了很多 两株楼的快径 一个小时就全部磨完了 磨出来的碎泥 装满了一个小水缸 用手摸起来很粘稠 接下来就是去扎了 楚风轻声道 找来之前 用来过滤臭黄精用的布块和竹筒 他把洗澡用的小水缸 搬出来备用 在竹筒内装了一点焦鱼磨出来的碎泥 然后开始往里面加水 用小木棍快速搅拌着 褐色的水透过布块流入准备好的消水缸中 竹筒内原本粘稠的碎泥就变得干涩起来 剩下的都是一些褐色的纤维糟粕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 大白妖 演播 根号18 竹筒慢慢地挤压过滤着 芸汐美目闪烁着 吐槽道 这要弄到什么时候去啊 竹筒很小 每次只能装一点碎泥 按照现在的速度 要全部去除丸渣 可能要到深夜了 把剩下的三块布拿出来用吧 楚风沉思了会儿轻声道 他原先穿来野外的那条裤子 到现在也就剩下三块巴掌那么大的布料 拿出来用的话 那就意味着 那条裤子正式宣告被利用完毕 好 芸汐点头 在木架上拿过竹筒 拿出三块巴掌大的布料 楚风找来三个竹筒 用绳子把布块固定在一头 拿给了柳一秋两人 柳家姐妹和少女开始干起活来 水缸内褐色的水越来越多 另外一个水缸内的碎泥 却在缓缓减少 楚风看了一会儿 起身把另外一个小水缸 搬了出来备用 否则过滤出来的水 一个水缸是不够装的 他决定等天晴了 再建一个摇炉 多烧制一些桃冠水缸出来 以防不时之需 时间一点点流逝 庇护所内的四人都在忙碌着 庇护所外的雨渐渐停了 但是天色也没有变亮 反而逐渐暗了下来 往常这个时间 太阳已经开始稀落了 哦 终于全部弄好了 柳依梦甩了甩有点酸胀的手 一屁股坐在了木凳上 在她的面前摆放着三个水缸 其中两个已经装满了褐色的水 这是去玩渣的焦鱼水 等沉淀后就能够得到焦鱼粉了 而焦鱼粉就是楚风需要的东西 可以用来做成主食 还具有清热力湿 解毒消肿 健脾胃的功效 我去烧水 准备杀鸡吧 芸心放下手里的竹筒 起身往钢锅内加了水 架在壁炉上烧着 楚风则和柳依丘一起 小心翼翼地 搬着水缸放在了墙边 静等它沉淀 一晚天空看不见星星 下过雨后的丛林 到处都是湿漉漉的 钢锅内的水开始冒着气泡 芸心起身来到墙边 掀开竹笼 把奄奄一息的野鸡抓了出来 她熟练地用手 抓着野鸡的翅膀和头 把脖子的位置露了出来 伸手把野鸡脖颈处的羽毛 拔掉一些 露出里面的皮肤 秋姐 军刀借我一下 芸心轻声道 一天下来 边干活边聊天 几人也混熟了 几人的称呼 也跟着改变 好 刘依丘开口硬刀 递过军刀 同时脸色有些怪异 十六岁的女孩 是要自己杀鸡吗 刘依梦也吃惊 忍不住问道 芸心 你难道要杀鸡 我以前杀过鸡的 不怕这些 芸心笑眼如花道 她拿起军刀 麻利地在野鸡脖颈处 划开一道伤口 野鸡剧烈地抖动了一下 被少女死死地按住 鸡血从伤口处流淌出来 滴落在了准备好的桃碗内 桃碗里装有一点清水 还加了一点盐 清水会让鸡血煮熟后 口感更加滑嫩 而加盐则是为了让鸡血能更快的凝固 还真的很熟练啊 刘依梦嘴角微抽道 这些长羽毛留着吧 可以用来做竹剑 出风走了过来 伸手把野鸡翅膀和尾部较长的羽毛都拔了下来 准备用来做剑尾 芸欣等到野鸡脖颈处没有血液流出之后 就把野鸡扔在了空出来的水缸内 然后她提着缸锅把热水倒了进去 热水泡野鸡两三分钟再捞出来 会让野鸡身上的羽毛更容易拔掉 芸欣拎着野鸡蹲在屋檐下 开始拔起了野鸡毛 我来帮忙吧 刘依秋走了过来 和少女一起处理着野鸡身上的羽毛 两女很快就把野鸡身上的羽毛清理干净 芸欣拿起军刀 剖开了野鸡的肚子 把里面的内脏都取了出来 在水缸内清洗着 鸡上可以烤着吃 鸡肠鸡肝这些 就和鸡血一起熬汤吧 芸欣处理着内脏念叨着 柳依梦柳依秋两个人尴尬的对视一眼 少女的熟练程度 让两人感到汗烟 两人想起 之前在竹林处理竹鼠 对比现在少女处理野鸡 还真的是浪费 直播间的观众们开始刷起了弹幕 小萝莉看起来是继承了 吃货大国的优良传统啊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双胞胎姐妹处理竹鼠 就是太浪费了 每次看小萝莉杀鸡都觉得 我一个大男生还不如他 快看柳家梁姐妹 她们表情都是呆的 芸欣看到柳依梦呆呆的样子 以为是嘴馋了 轻笑道 再等等 横夸就可以吃了 她找来野浆 干柠檬 塞进了野鸡的肚子内 然后在野鸡的表面 均匀地抹上了少许盐 你们这里离海边很近吗 柳依秋轻声问道 看着竹筒内装着的细盐 嗯 走路大概半个多小时就能到 芸欣轻声道 把野鸡放在了桃罐内腌制 柳依秋点点头 打算有机会就要去海边看看 去弄点盐回来 芸欣 烤炉放哪里了 楚风扭头问道 要准备木炭了 东西都是少女整理的 而且淘气烤炉烧制出来之后 也才用了一两次 在那边 木架最下面 芸欣随口应道 好 楚风在木架最下面 翻出淘烤炉 用弓冰铲 在炉壁内 铲了一些木炭放进去 不是 你们 柳依孟表情又呆住了 啊 怎么了 楚风歪着头问道 你们怎么连烤炉都有啊 柳依秋惊道 她是真的有点难以置信 为什么连烤炉都有 这个呀 是芸欣做的 楚风笑了笑道 柳依秋柳依孟两个人对视一眼 顿时充满挫败感 楚风芸欣两人绝对是来生活的 根本就不是生存 我也是突然想到的 反正烧淘气 一起烧着就可以了 芸欣轻声说着话 手上的动作却是不慢 她往钢锅内加了点水 架在了壁炉上烧着 准备煮鸡血和肝脏等 我去装些水回来 楚风把空着的小水缸 抱了起来 把里面烫野鸡的水倒掉 准备去接一点干净的水回来 不然天越黑 外面就越不安全 好 芸欣随口硬道 用洗干净的木棍把野鸡穿起来 架在烤炉上烘烤着 她做完这些就站起身 把野鸡的肝脏都切成片 放进钢锅内煮着 需要我做点什么吗 刘依秋站在一旁 看得有点不自在 难道一直等着吃就好了吗 什么活都可以 刘依秋补充了一句 看着两人很有默契的样子 自己这样看着别人干活 又感觉插不上手 芸欣搅着钢锅想了想 指着木桌上的野芭蕉说道 那你帮忙 把剩下的野芭蕉切成片吧 晚点再烘烤成香蕉片 好 刘依秋轻声应道 在木桌旁坐了下来 我也来帮忙 刘依孟眼睛一亮 伸手拿起一根野芭蕉 开始包起皮来 刘依秋眼睛半眯着 压低声音道 给我矜持一点 别老想着吃 没有 我才没想着吃呢 刘依孟委屈巴巴道 不能一直吃别人的东西 特别还是寄人篱下的时候 他这点脑子还是有的 知道就好 刘依秋微松了口气 就怕妹妹以为还在学校 几个闺蜜间可以互相吃东西 现在在荒野外 在这个环境下可不一样 做人处事都要有所改变 刘依秋在桌面 垫了一张洗干净的芭蕉叶 然后用军刀 把妹妹剥好的野芭蕉切成片 哇 真香啊 楚风抱着小水缸回来了 里面装满了清水 被放在了壁炉旁 他望着烤炉上的野鸡 表皮已经泛黄 有油纸渗出滴落在木炭上 发出滋滋的声响 已经有香味了 柳依孟眼巴巴地 看着木炭上烘烤着的野鸡 口水都快滴出来了 再等一会儿就好了 楚风轻笑道 手中翻转着野鸡 他侧头望了眼柳依孟的左脚 问道 脚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已经没那么疼了 柳依孟试指活动了一下脚腕 刺痛感已经减轻了许多 那晚上睡觉前再换一次药 明天起来应该就能消肿了 楚风轻声道 好 柳依孟开口硬道 云心端着钢锅放在了木桌上 然后弯腰检查着野鸡 轻声道 应该可以吃了 他找来掏盘 小心地把整只烤野鸡 放在了掏盘上 用军刀将野鸡分解成一块块 吃晚餐了 楚风脉步走向木桌 柳依孟两姐妹已经在摆放餐具了 都去洗手 准备吃晚饭吧 云心视线扫向楚风 下巴往水缸的位置挪了挪 好 楚风嘴角微抽 吃东西前不洗手 是少女不能容忍的 她只能转身去洗手 才回到木桌旁 云心用竹勺给几人盛着汤 里面有野鸡的一些肝脏 还有许多野菜和木耳 柳依孟端起竹碗 轻吹着气 张嘴抿了一口汤 眉目一亮 她伸出拇指 朝少女比了比说道 在野外 第一次喝到这么好喝的汤 真的很好喝 柳依孟喝着汤惊叹道 在野外没想到 也能做出这么好吃的东西 大厨手又进步了 楚风嘴角杨起夸赞道 我才不是大厨呢 云心红着脸 连忙夹了一块烤野鸡说道 快尝尝 烤野鸡的味道怎么样 冷了就不好吃了 有其他人在 楚风的夸赞 让她非常不好意思 好 柳依孟竞声道 夹了块野鸡肉 塞进嘴里嚼了起来 有点脆的外皮 加上嫩滑的鸡肉 让她忍不住大口吞咽起来 嗯 太好吃了 柳依孟嘴里塞着鼓鼓的 随着开口说话 野鸡的爪子在嘴角晃荡着 以后得多去丛林走走了 看能不能多抓几只野鸡 楚风啃着一只鸡吃 烤出来的野鸡味道很美味 特别是有了蜂蜜之后 比之前的烤野鸡好吃太多了 整只野鸡很快就被四人吃完了 四个人都意犹未尽地扎着嘴巴 我来洗碗 柳依孟脸微红地站起身道 刚刚两人没少吃 想起来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不用了 芸芯阻止了柳依孟的动作 轻声叫道 我们晚上不洗碗的 天黑不是很安全 这好吧 柳依孟看了看庇护所外面 没有火光的照耀 四周都是黑乎乎一片 想到周围还有熊和柴 顿时打消了念头 你们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今天也累了一天了 楚风嘴角寒笑道 他看出柳家姐妹有点不好意思 就给两人一个台阶下 好 柳依孟连忙点头 颤扶着妹妹站起身来 轻声答谢道 非常谢谢今天两位的招待 带上火把 回去就不用生火了 芸芯起身 在壁炉内掏出一根燃烧过半的木头 递给了柳依孟 他迟一下说道 可不可以帮我把兔子也喂了 木棚里有青草料 没有问题 柳依孟想也没想地 应下来 晚安 柳依秋搀扶着妹妹往外走去 柳依孟笑着挥了挥手 晚安 晚安 芸芸笑盈盈地回应道 楚风目送着两人回到旧庇护所 才伸手把木门拉了过来 将木门上作为门锁的绳子 拴在了一旁的支撑柱上 这样子就算是有人在外面想开门也拉不开 楚风 要不要喝送春茶 芸芸轻声问道 好 楚风靠在支撑柱上 用柴刀处理着竹片 造纸用的工具还差一点就能完成了 芸芸嘴中哼着莫名的小调 用清水把干锅简单地洗了一下 往里面加了点水 放在壁炉上煮着 楚风好笑地摇摇头 看来柳家姐妹的到来让少女开心了许多 或许是可以聊女人间的话题 柳家姐妹回到了庇护所 用带来的火把点燃了火堆 照亮了整个庇护所和木棚 姐 雨停了 我们明天是不是该离开了 柳一梦扶着姐姐坐了下来 准备换脚上包裹着的药泥 应该吧 柳一秋皱着好看的眉头 无奈道 但是今天我向楚风打听了 周围好像有熊和柴 她现在有点迷茫 不离开 怕会打扰到楚风两人 离开外面又不安全 她没有把握 在别的地方也能搭建出这里一样安全的庇护所 什么 有熊和柴 柳一梦瞪着美目到 脸上有着害怕 嗯 这荆棘围栏 就是用来拦住他们的 柳一秋叹息一声道 那怎么办 云青他们胆子也太大了吧 柳一梦浑身抖了一下 熊有多可怕 他是知道的 以前和俱乐部的人出去玩 他们都说 招惹老虎都不要去招惹熊 因为熊比老虎还要凶猛 让我想想 柳一秋揉了揉眉心 看着面前的火堆思考着 接下来要怎么做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 飞卢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365天 作者大白妖 演播根号18 云青蹲在壁炉前 用弓冰铲在壁炉里产些木炭 放进清理完的烤炉内 他把弓冰铲用水擦洗了一下 擦干后 把切好的野芭蕉片 均匀地摆在弓冰柴上 最后把弓冰铲放在烤炉上 开始烘烤野芭蕉片 云青用筷子 把野芭蕉片翻了一面 看着略带焦黄的野芭蕉 轻声道 要是有糖就好了 如果能找到野生的甘蔗 糖倒是好做 初风轻笑道 只怕是 这个海岛上并没有野生甘蔗 突然 新庇护所外传来了怪异的声响 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外面活动着 初风眉头一皱 放下手里的竹片 握着柴刀站了起来 双眼紧盯着木门 微微侧头仔细地听着 庇护所外的声响 他现在的听力提升了许多 一些细微的声响都能被捕捉到 云青被楚风的动作吓住了 小声地问道 初风 怎么了 噓 外面应该有什么东西在靠近 初风轻声道 柴刀握得更紧了 他听到有东西在靠近庇护所 声音越来越清晰 少女连忙站了起来 在支撑柱上 取下主弓和竹剑 躲在楚风的身后 紧紧地盯着木门 突然 木门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整个木门剧烈地摇晃了几下 楚风 是什么东西啊 云青脸色白了几分 握着弓箭的手 微微颤抖着 还不知道 楚风脸色严肃的 想起今天处理的那只野鸡 外面的存在 应该是被血腥味吸引过来的 他内心有个猜测 只是还不确定 是不是真的 如自己所想的那样 木门再度剧烈摇晃了一下 庇护所外的存在 似乎想破门进来 该死真的是熊 楚风脸色一沉 云青美目远睁 惊骇地颤音道 外面的是熊 嗯 刚刚的吼叫声 就是熊的 应该是被野鸡的味道 吸引过来的 楚风严肃脸道 弯腰拿起弓兵铲 将上面的野芭蕉片 都倒在了木桌上 楚风 那怎么办 这木门看起来 好像不是那么结实了 云青脸色更是白了一分 原本以为很结实的木门 在熊的撞击下 开始摇摇欲坠起来 别怕 会没事的 楚风轻声安抚到 脑袋中快速地搜寻着知识 楚风 鲁玉丘他们会不会有事啊 云青想起柳家姐妹 应该还不知道熊来了 不由得担心起来 提醒一下他们 楚风脸色微扁 扭头朝着旧庇护所的方向 扬声喊道 刘一鲁 你们带在庇护所别出来 熊来了 他的声音似乎是吓到了外面的熊 木门抖动的幅度是越来越剧烈了 楚风的声音清晰地传到了旧庇护所 柳家姐妹脸色一变相互依靠在了一起 姐 楚风说熊来了 怎么办 柳一梦身体一颤 连忙在火堆内拿起了一根火把 我也不知道 先把火堆稍旺点吧 柳一秋脸色也变了变 咬着下唇 往火堆里添着木柴 她知道熊怕火 现在能做的也只有这一步 柳一梦丢下火把 紧握着弓箭 双眼紧盯着荆棘围栏的大门 有点担心地问道 楚风他们会没事的吧 应该会没事 柳一秋吞咽下口水 也不知道楚风两人会不会有事 只能祈祷他们有办法赶走熊 我们要不要出去帮忙啊 柳一梦握着弓箭的手开始出汗了 柳一秋苦涩道 出去给熊送饭盒吗 柳一梦张了张嘴 这样出去似乎真的是去送盒饭的 观察员此时正看的是柳一秋两人的直播间 有熊来了 无情月脸色微变 在直播间内听到了楚风的声音 此时直播间内也疯狂地刷起了弹幕 说的都是关于楚风那边的情况 既然大家都关心楚风那边 那就让我们把镜头切换过去吧 和明神情凝重 导演立即把直播间的画面切换到了楚风那边 画面一抖清晰了过来 画面中可以看见 楚风和云心正围在木桌后 手里拿着弓箭和弓兵铲 正紧听着木门 众人通过庇护所内的摄像头 可以看到木门正在剧烈地晃动着 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 此时直播间的画面一转 切换到了无人机的视角 在无人机夜视移功能的镜头下 一只两米多的熊 正在用爪子刨着木门 时不时发出吼叫声 鼻子在木门上来回地嗅着 好大的熊啊 吴晴月低头惊呼出来 白皙的手捂着嘴 齐薇亭眉头微皱了起来 脸色渐渐凝重起来 这木门挡不住熊的 王林严肃连道 内心替楚风两人紧张起来 那该怎么办 吴晴月紧张地问道 现在只能希望熊自己离开了 或者楚风两人选择退出比赛 王林沉声道 只有选手自己退出比赛 举办方才会派人前去营救 当然是命要紧啊 快提醒他们退出比赛吧 吴晴月连忙催促道 无人机是自带有一个扩音功能的 可以把想说的话直接播放出来 再等等 楚风好像有办法了 和明突然出声道 把众人的注意力再度集中在了画面中 楚风 要怎么办 木门上的绳子要断了 芸心哆嗦这嘴唇 把床搬过来堵住门 楚风视线在庇护所内扫视着 最后目光放在了大床上 两人连忙行动起来 把床上睡袋之类的物品全部扔在了地上 搬着床 侧立着挡住木门前 做完这些 楚风拉着少女再次躲在了木桌后 手里紧握着柴刀和弓兵铲 双眼紧盯着大床 庇护所的木门摇晃得更加剧烈了 固定在墙壁上的竹筒直接脱落了下来 木门整个往外倾斜着 观察员直播间内 天哪 木门要倒了 无情欲惊慌地整个猛然站了起来 楚风和芸心紧盯着大床 熊爪扒了木门的声音 让两人很紧张 我们要不从窗户爬出去吧 芸心紧捏着主弓 手背青筋露气 侧头看着窗户 大小足够两个人通过了 窗户是用黏土和竹片固定住的 如果用蛮力砸开的话 还是可以做到的 我们跑不过熊的 楚风冷静道 压下内心的一丝慌张 开始想着办法 楚风 不然用火把 把木门点燃 把熊吓走 再灭火 芸心颤音道 用火 楚风视线看向壁炉 突然眼睛一亮 他大踏步地来到壁炉前 拎起钢锅 里面装着已经烧开了的滚烫的水 就在这时 庇护所的木门整个往地面倾斜了一大半 被熊爪子压着 熊的脑壳绕过木门 另外一只爪子开始刨着大床 发出尖锐又刺耳的声音 大床被推着 往后移了一劫 顿时让楚风两个人脸色变了变 芸心脸直接吓得煞白了 胶有些发软 整个人颤抖起来 直播间的观众纷纷刷起弹幕 速度飞快 卧槽 接下来该不会是要表演熊口吞活人吧 熊又进来了 赶紧弹幕护体 天哪 楚风两人怎么还不放弃啊 节目组的人还不出面吗 楚风 煞熊取皮 你的熊皮大衣送上门来了 芸心 你躲到木桌下面去 楚风沉声道 断着钢锅小心翼翼地靠近大床 他咬紧下唇 已经可以透过床板的缝隙 看到熊身上的棕色毛发了 少女犹豫了一下 还是乖乖地躲到了木桌底下 趴在地上担心地注视着楚风 楚风一咬牙 把钢锅内的开水直接泼向了木床 开水大部分被木床抵住了 有一部分透过缝隙 喷溅到了熊的爪子和头颅上 大量的热气扑向了熊 熊似乎被烫到了 吓得他离开木门往后退了退 用爪子扒拉着脑袋 有用 楚风眼睛一亮 转身在壁炉内拿出两根燃烧的木头 他的眼睛透过大床的缝隙 紧盯着木门外的熊 随时打算把火把扔向熊 熊烦躁地吼叫了两声 最终扭头往漆黑地从林中跑去 选择离开了 这一幕被直播间的观众看见了 纷纷都松了一口气 牛逼 刷一波礼物压压惊险 鱼丸 乘二三三 小魔女 鱼水城巴巴巴 吓到我了 没事就好 楚风现在看起来有点帅气呢 楚风 熊走了吗 云心美目闪着惊恐 侧耳听着外面的动静 已经安静了有一会儿了 还不清楚 大床就先让他这样吧 今晚先睡地上了 楚风摇了摇头 慢慢靠近大床 再次紧紧地抵在了门洞上 他怕熊还没有走远 随时都有可能折返回来 现在出去查探 显然是不理智的 木门看不清楚破损得怎么样 只能暂且把大床当门用了 好 云心小心翼翼地 从木桌下爬了出来 苍白的脸上有着害怕 明天得把荆棘为蓝 建起来才行了 楚风伸手揉了揉 少女的脑袋瓜安抚着 今天发生的事 让他把经济为蓝的搭建工作 放在了首位 有这么一次就够吓人的了 他决定找个机会 非解决了这头熊不可 嗯 云心非常认同地点了点头 后怕地拍了拍胸口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开口道 提醒一下秋姐他们吧 楚风点点头 朝旧庇护所的方向 扬声问道 刘一秋 你们没事吧 刘一秋 刘一梦此时正紧张地站在火堆旁 竖着耳朵想要听清外面的动静 这时楚风的话语刚好传了过来 让两人精神一阵 刘一梦和姐姐对视一眼 内心的担忧少了一分 随后连忙喊道 我们没事 你们呢 我们也没事 熊不知道走了没有 你们小心点 今晚不要出门 楚风扯着嗓子喊着 好的 我们知道了 刘一梦扬声回应道 悬着的心放下大半 两人想要彻底放心 恐怕要等天亮才行 哼 还好没事 刘一秋松了口气 握着的军刀也放了下来 刘一梦睫毛抖了抖 小声问道 姐 那我们明天还走吗 她今晚被彻底吓到了 刚谈及熊的事 没有想到熊真的就来了 走 还是不走 刘一秋深感哭恼 伸手抓了抓乱糟糟的头发 刘一梦看着姐姐的脸 试探性地问道 要不明天去和楚风商谈一下 让我们留下来 刘一秋犹豫了一下 还是摇了摇头 还是不要了 这样会打扰到他们的 这样做 我们不就和那两个人一样了 我们可以帮他们干活嘛 可以帮他养兔子 割草料什么的 弓箭还能借他用 这算是合作 刘一梦一本正经地说道 刘一秋抿了抿嘴 皱眉思索起来 她看着姐姐不说话 连忙道 姐 我们去到别的地方 如果遇到熊怎么办 这 刘一秋有点点动摇了 叹了一口气无奈到 我们明天去找楚风谈谈 希望他愿意和我们合作吧 他原本就在犹豫要不要离开 现在被熊的出现彻底吓到了 想走的心顿时就被吓走了一半 应该会吧 我们可以帮忙做很多事 刘一梦剥了一下短发调侃道 或者 姐姐 你去追求楚风 没个正经 刘一秋美好气地瞪了一眼妹妹 咬牙道 赶紧换药 快玩睡觉 刘一梦脸红 小声说道 姐 我想上厕所 你找个竹筒 将皱着用吧 外面不安全 好吧 刘一梦苦着脸硬道 现在让她出去也是不敢的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飞鲁小说网独家出品的 荒野生存三百六十五天 作者 大白妖 演播 根号十八 芸心继续用弓冰铲 做着野芭蕉片 只是双眼时不时会看向门的位置 还心有余悸 还没好吗 楚风看着少女担忧的样子 内心在策划着 是不是应该先设陷阱把熊杀了 坏了 芸心心不在焉地硬道 一旁的桃罐内 已经装着许多烘干的野芭蕉片了 只剩下少许野芭蕉片还没有处理 弄完早点睡吧 楚风柔声道 手里的柴刀挥动着 把竹片削薄 她的耳朵仔细地倾听着外面的动静 今晚她打算守一会儿夜 否则不放心 好 芸心怪怪硬道 把最后一部分野芭蕉片放在了工冰柴上 时不时用筷子翻面 十多分钟后 她把所有烘干的野芭蕉片放好 封存在了木架上 今晚你要洗澡吗 楚风看着少女身上粘着的碳灰问道 水已经不多了 不洗了 芸心看着水缸内只剩下三分之一的水 用来洗澡的话是不够的 烧点热水去厕所用毛巾擦一下身体再睡吧 楚风柔声道 少女被熊吓到了 用热水擦一下身体会放松很多 过两天再去海边拖些竹子回来 再把水引过来 晚上不出去也可以天天洗热水澡了 这个可以 芸心勉强笑了笑 往干锅里面加了点水 放在壁炉上烧着 几分钟后水沸腾了 少女连忙把钢锅拎起 把热水倒在了木桶内 加入一些冷水调温 芸心拿起换洗衣服和毛巾 提着木桶进了厕所 楚风坐在木凳上 双眼瞟了一眼厕所 低头继续处理起竹子 这就是有厕所的好处 过了一会儿 里面传来冲水的声音 少女推开木门走了出来 整个人看起来放松了许多 好舒服啊 芸心呼出一口气 用毛巾擦着脸 赶紧睡吧 不早了 楚风嘴角寒笑道 那你也早点睡 芸心叮嘱道 她来到墙边 把扔在地上的睡袋铺好 然后钻进了睡袋 侧头看着楚风 嗯 我守一会儿夜就睡 楚风走过去 帮少女把睡袋移好 好 芸心脸为红 闭上了眼睛 把头埋进了睡袋内 楚风无声一笑 站起身来到大床前 透过缝隙看向外面 发现木门已经倾斜下去了 熊的破坏力还真大呀 楚风观察了一会儿外面 视线被半个木门挡住了 看不真切 她回到木桌旁 继续处理着竹子 还差一点就够用来做造纸工具了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天空的阴云逐渐消散 满天星辰出现了 啊 楚风打了一个哈欠 放下手里的柴刀 在脑海中下令道 牵刀 随着话音落下 她眼前弹出一道虚拟的屏幕 那代表28号的日期亮了起来 紧接着脑海中响起了机械画的声音 丁 千到七天 得到初级礼包一份 楚风脑海中的困意被驱散了许多 继续在脑海中下令道 打开礼包 丁 格斗经验礼包一份 初级 潜水经验礼包一份 初级 天象观测礼包一份 初级 她的脑海中 接连三道机械画的声音响起 每听到一个都让初红精神清醒一分 把熊带来的紧张感也驱散了几分 初红脸上不动声色 把摄像头对准了门口的位置 脱了衣服和鞋子 小心翼翼地钻进了睡袋 她刚一躺下 少女就凑了过来 把头靠在了她的肩膀上 还没睡吗 初红低头轻声问道 嗯 睡不着 芸心睁开眼 轻点了下头 熊的出现让她到现在 心也没有安定下来 楚风伸手拍了拍少女的后背 柔声开口说道 快睡吧 有我在呢 嗯 芸心用头蹭了蹭楚风的胸膛 着了一个舒服的位置 再度闭上眼 十多分钟后 少女的呼吸变得均匀起来 只是眉头还是微皱着 楚风察觉到少女已经睡着了 她在脑海中下令 开启格斗经验礼包 格斗经验礼包传说中 熟悉的感觉再度吸来 楚风的脑袋仿佛被锤子敲了一下 大量的信息涌入脑海 让她脑袋有种炸裂的感觉 十多分钟后 所有的信息才传输完 楚风的额头已经布满了冷汗 闭着眼睛整理信息后 整个人是处于亢奋状态的 格斗经验礼包带来的是 格斗入门精通 此时的她已经是一个 拥有五年格斗经验的人了 这一下子 安全保障又多了一份 楚风振奋不已 没有犹豫 在脑海中再次下令 打开潜水经验礼包 潜水经验礼包传说中 两三分钟后 所有的信息都传输完毕 这次楚风只感觉到 脑袋有点发胀而已 没有太多的不是 原来是这样 楚风整理着信息 同时自身的肺活量 也在被轻微地改变着 潜水经验礼包里面 包含了许多知识 有憋气和换气等技巧 还有简易的呼吸管制作等知识 在水下待上四五分钟应该没问题 楚风感受着身体的变化 肺活量的改变 让自己可以在水下待得更久 肺活量不同 导致每个人憋气时间有所不同 一般人水中憋气时间 在一分钟到两分钟左右 经过专业训练后 就可以达到四到五分钟 还剩下最后一个礼包了 打开吧 楚风在心里默念着 天象观测经验礼包传输中 熟悉的感觉再度袭来 大量的知识涌入脑海中 这次时间也很短 两分钟左右就结束了 楚风开始整理着知识 这次礼包带来的知识 是和天气有关 是通过感受空气中的湿度 观察天空中的云朵 风向等因素 来预测 接下来几个小时 甚至是几天的天气变化 有点像是海上渔民 有经验的渔民 也能判断天气的变化 清晨 下过雨后的天空是湛蓝色的 丛林的树叶上挂着小水珠 柳一梦睁着 有点发黑的双眼趴起身 嘴里嘟囔着 好酷啊 但我睡不着 我也是 柳一秋同样 睁开了有点黑眼圈的双眼 慢吞吞地爬起来 穿上草鞋 打着哈欠准备去洗漱 两人昨晚根本没有怎么睡 睡一会儿就惊醒 神经兮兮的 觉得护栏外有熊 好不容易睡着了 就又开始轮番做噩梦 折腾了一夜 柳一秋轻轻推开了荆棘大门 双眼扫尸着外面 没发现熊的身影后 才走了出来 她扭头朝庇护所内喊道 出来吧 熊应该走了 太好了 柳一梦拄着轨帐 一蹦一跳地出了经济围栏 熊的破坏力可真大 柳一秋突然到 看着新庇护所的方向 原本结实的木门 现在已经倾斜了下来 柳一梦瞪着美目吃惊道 连木门都拆了 太可怕了 大床被挪开了 楚风弯着腰走了出来 双手抬着木门 把她扳到了一旁 靠在了墙壁上 走啊 楚风转身看见柳家姐妹 挥着手打着招呼说道 昨晚睡得怎么样 还行 柳一秋咧了咧嘴 忍住要打得哈欠 昨晚熊没有进到 你们庇护所吧 柳一梦拄着拐杖 朝楚风靠近着 打亮着那扇木门 上面有许多抓痕 没有 我用床挡住了 楚风指了指 庇护所内 已经平放下来的大床 简单地说了一下 昨晚的事情经过 你们的胆子真的很大了 柳一秋苦笑道 虽然楚风说得很轻描淡写 仿佛在诉说 和自己无关的一件事 但是她知道 当时的情况一定很危险 人在野外要是真的遇到熊 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 楚风这般趁着冷静 想出对策把熊赶跑 你心还没起床吗 柳一梦探头 看向庇护所内 昨晚很晚才睡着 让她再睡会儿 楚风扭头看了一眼庇护所 少女现在还躺在睡袋中 回过头来 轻笑道 你们两个昨晚没怎么睡吧 睡不踏实 柳一梦打了一个哈欠道 你们放心睡吧 经济为难还是很安全的 楚风轻笑道 看两女的黑眼圈就知道 昨晚没少折腾 柳一秋点了下头 张了张嘴 想和楚风谈一下合作的事 但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开不了这个口 今天应该不会下雨了 楚风抬头望着天 观察着天空上的云朵 最后得出了这个结论 今天你要做什么 柳一秋好奇地问道 唉 打算把围栏建起来 得看很多经济才行 楚风叹息一声 新庇护所要围住一个院子 需要的经济是大量的 柳一秋抿了抿嘴 连忙开口道 我来帮忙吧 速度快快点 好啊 那你们待会儿过来吃早餐 楚风轻笑道 有了柳一秋帮忙的话 今天经济未蓝 或许可以搭好 柳一秋脸色有点不自在 低声说道 好 那我们先去起数了 好的 楚风随口应道 刘家姐妹转身离开了 回到了庇护所里面 柳一梦撑着拐杖 轻声道 姐 我还以为你会和楚风商量 合作的事情呢 开不了口 先再住两天再说吧 柳一秋叹息一声 去水槽洗漱去了 楚风 你刚刚在和她聊什么 芸心睡眼轻松地走了出来 楚风嘴角扬起 轻声道 柳一秋他们要帮忙大蔚蓝 芸心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笑盈盈地倒 这样啊 那我早餐多做一些吧 让他们过来一起吃 嗯 我已经说了 楚风轻笑道 我去做早餐了 芸心困意散去了很多 转身回了庇护所 准备做早餐 楚风轻笑一声 也跟着进了庇护所 来到墙边的两个水缸面前 水缸内的水仍然是褐色的 只是比昨天要带上许多 这是里面的焦鱼粉沉淀了的原因 楚风找来了一个陶罐 用竹筒将水缸里的水舀掉一些倒掉 分散四次 把水缸里的水舀掉 最后剩下底部沉淀着的一层褐色的固体 那是沉淀凝固的焦鱼粉 楚风用竹片把表面的褐色杂质刮去 剩下的都是灰白色的焦鱼粉 他用煮勺把焦鱼粉挖了出来 压碎后均匀地铺在了准备好的芭蕉叶上 放在了庇护所外面较为平坦的地方 晒干后就能储存了 楚风用同样的办法 把另外一个水缸的焦鱼粉也弄了出来 晒一天应该就够了 今天晚上或许就能吃到主食 楚风嘴角扬起 却是有一些迫不及待了 半个多小时后 云新做好了早餐 今天的早餐做的是鱼汤 少女这次放了四条鱼 里面还加了紫菜和海带 除了鱼汤 还有一盘凉拌野菜和四杯椰子水 是用椰子肉粉冲泡而成的 我们来了 刘依梦在外面探进头来 有点不好意思 快进来吃早餐吧 要趁着天气不热早点出门 云新笑盈盈地招呼道 给两人盛着鱼汤 今天还有鱼汤可以喝 柳依梦瞪着美目有点不敢置信 来到这里餐餐都是吃肉 有点怀疑是不是在做梦 柳依丘也是暗自杂舌 楚风两人是有多富有啊 竟然每一餐都会吃肉 快坐吧 楚风招呼道 好 柳家姐妹坐了下来 开始不争气地偷偷咽着口水 一大早蹲守在直播间的观众都刷起了弹幕 就喜欢看双胞胎姐妹两人没见过世面的模样 楚风就是这么牛逼 餐餐都有肉吃 对比之下 其他参赛选手好像都没有楚风他们吃得好吧 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